穿越到修仙世界,楚星辰觉醒收徒系统,看清徒弟词条,从零开始打造最强宗门。 大徒弟,李英灵,金色词条,修仙天才,紫色词条,强韵,蓝色词条,貌美。 二徒弟,力行天,金色词条,重生者,紫色词条,沙法果断,蓝色词条,重情重义。 三徒弟,橙色词条,霍天妖女。 于是,修仙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宗门,但这个宗门里面个个都是人才。 本书又名,修仙,就是这样的。 第一章,谁家的顶尖仙法叫水星经? 十里坡,破旧山神庙前。 师父,这真的是咱们天下第一仙宗的山门吗? 漆黑长发,被一根红绳扎住的仙气少女,抬眼看着面前破庙,神情欲言又止。 穿着破旧道袍的年轻男子回过头,看向自己好不容易忽悠来的仙苗。 楚星辰英俊帅气的脸露出些许高人风范道,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你年纪还小,莫要着了像。 穿着粉红色流仙裙的少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我明白了师父,其实里面是不是那有乾坤? 我看齐山修仙传里面就是这样写的,一扇破门打开里面就是金碧辉煌。 李英灵神色兴奋地一路小跑,满脸兴奋地推开破旧漏风的大门,满眼期待着里面的那有乾坤。 随后映入眼帘的却是,被毁坏只剩半截的神像,悬梁上的蜘蛛网都还没扫干净。 原先的供桌被搬到了一张破木板前,看起来是被当作书桌使用。 但这供桌还歪了一脚,被人用一块石头垫好。 一旁还有用石头简单堆砌成的灶台,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铁锅。 李英灵觉得这就是一个破旧无人参拜的破旧神像。 而且,还像是乞丐住的。 楚星辰也迈步走进破庙,神色淡然一点,不觉尴尬道。 以后不要看那些凡夫俗子写的画本了,容易把脑子看坏。 等等师父把神像的侧面木板给你拆下来荡床,这神庙有点大,你想睡那都可以。 李英灵只觉得眼前一黑,窃窃问道。 师父,修仙不是这样的吧? 楚星辰信誓旦旦道,修仙。 就是这样的。 李英灵窃窃地问道,可别的仙门不都是金碧辉煌? 什么高耸如云的山峰之上,悬浮着浩瀚宫殿吗? 你亲眼见过,还是听哪位道友说的? 画本里,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你也知道是画本,现在修仙都不讲这个。 只要能修成仙,那就是修的一手好仙。 楚星辰抓住重点道,凡夫俗子那些人懂什么修仙,知道什么是大道之简吗? 李英灵文言弱弱道,但,但这也太简了吧。 少说废话,你修不修吧? 修! 楚星辰坐到木板上,倾壳一声,露出些许笑容道。 那还不快来磕头拜师? 李英灵文言,似乎有些不情不愿地挪动脚步,但如今也没有回头路了。 现在回家,还得被父亲嫁给王尚书家的二傻子。 那二傻子吃饭都得喂。 上街看见女的,就会阿巴巴。 破庙就破庙吧,也总比喂二傻子吃饭强。 李英灵双膝跪地,猛然就给楚星辰磕了一个响头道。 师父在上,受弟子李英灵一拜。 完成新手任务,招收徒弟一名。 奖励发放,无瑕金丹。 检测李英灵,灵根为丹属性水灵根。 发放教材。 无上太阴,真玄灵水星精。 物品已发放至背包。 楚星辰瞬间心旷神仪。 三年啊,整整三年才成功招收了一位系统合格认证资质足够的徒弟啊。 这系统要求,必须有成仙资质,才能被系统认定为是可以招收的徒弟。 这要求不就扯淡吗? 仙苗最低,也得二品灵根,才能够得上市仙苗。 先不提这种人凤毛灵脚。 哪怕就是有那也是大宗门都稀罕的宝贝。 自己一个助击期修为的小修士,哪里去找得到这种瞎眼徒弟。 整整三年,自己以助击期的修为一路苟着走遍了玄武国。 才骗,呸,才收到了第一位徒弟。 用系统面板看了一眼面前的李英灵。 大徒弟,李英灵。 修为,无。 金色词条,修仙天才。 紫色词条,强韵。 蓝色词条,貌美。 虽然这小姑娘也有把自己当挡箭牌的意思。 也知道她拜师是因为不想嫁给尚书家的傻儿子, 但是这词条属性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之所以选在这个破庙居住,也是为了避一避风头。 这十里坡方圆三十里秒无人烟, 自己可是好不容易才在这里找到个破庙。 要不然,鬼才愿意住在这里。 也是谋划了三天时间,才将李英灵成功带了出来。 总算是把新手任务完成了。 随着任务完成的声音响起, 一股天地灵气的注入, 自己的修为也节节攀升。 一个金丹缓缓凝聚在丹田之中。 李英灵作为丹灵根天才, 自然对灵气变动十分敏锐。 但终究还未入门休闲。 只能感觉到楚星辰身上的气息猛然抬了一个台阶。 师父,你这是? 楚星辰随口答道, 收了你这个爱徒,太开心了。 体内意志的修为不小心泄露了一点。 好了,你不用跪了起来吧。 李英灵恍然大悟地点头, 随后站起身来, 有些困惑地问道。 那其他同门呢? 作为玄武国第一宗门, 想来师父所收弟子不少吧? 他们人呢? 目前就你一个。 李英灵闻言一愣。 啊? 师父你这? 楚星辰神色淡定道, 为师走的是精英路线, 只收有缘仙苗, 从来不收歪瓜裂草。 那这宗门也能叫做玄武国第一宗门。 你师父我一个人能横推玄武国, 怎么就不能叫玄武国第一宗门? 完了,果然该信娘亲的话, 长得帅的男人就是爱骗人。 李英灵要不是看见楚星辰, 确实为了自己敌对了尚书一家, 这怎么看都好像遇见了骗子, 要不就是神经病。 师父, 您可别骗我。 楚星辰直接从系统背包中 将那一本无上太阴真玄灵水星经拿了出来。 一本老旧, 枯黄的书本皱皱巴巴地出现在自己手中。 封面上的太上太阴玄灵这几个字都胡作一团, 看不清楚字了。 好在剩下的三个字还清晰无比, 直接将这本书丢给了一旁的李英灵。 你就修这本, 修了你就知道, 你师父有没有骗你。 听师父这笃定无比的语气, 一定是什么顶尖修仙神功。 李英灵闻言欢喜地看向这本书的封面, 上面一大陀字已经看不清, 剩下的三个字。 李英灵有些震惊地念叨, 水星经。 随后, 用师父, 你诱骗我的眼神看向楚星辰。 哪家顶级仙法叫他妈的水星经的? 这也太水了吧? 封面都模糊成这样了, 里面内容该不会也乱七八糟吧? 会不会是师父从哪里的路边滩逃来的? 修炼起来该不会走火入魔吧? 画本里的顶尖心法, 那个不是出场就自带气场。 那个不是自带五彩神光? 这本破书要是丢街上, 估计都得被人拿去当厕纸。 李英灵看着手中的破书, 若若问道, 师父, 要不换一本吧? 第二章, 这水星经被改了十七版。 李英灵无理的要求, 自然被楚星辰反驳了回去。 系统提供的心法, 那都是能够完美成仙的修行功法。 还是完美适配灵根的那种, 大仙门都不一定有。 能让李英灵修就偷着乐吧, 还敢挑三拣四? 主要是, 自己也没别的修仙心法给这丫头脸。 夜晚, 李英灵躺在冰冷冷的木板上, 没有家里酥软的枕头, 她真的很难睡着啊。 虽然身上穿着衣服, 但没有被子盖住自己的小肚子, 她觉得浑身不适应。 李英灵轻声喊道, 师父, 楚星辰美好气地回答传来, 大晚上不睡觉, 做什么? 破庙门口漏风, 我冷。 楚星辰打着哈欠道, 起来走两步, 不冷了再去睡。 李英灵弱弱地反驳, 那不是躺一会又冷了? 楚星辰有些无奈道, 跟你说了, 那本心法叫, 无上太阴真玄灵水星精, 你大胆练就完了, 练气三四层左右, 就不会冷了。 李英灵默默侧目看向, 和自己躺在一块的神功秘笈, 水星精。 师父, 你说的这话, 真的很难让人幸福啊。 干, 死就死。 自己选的师父, 含着泪也要休下去。 李英灵咬牙起身, 拿起那本水星精, 走到火堆旁, 翻开第一页, 看向第一行。 本作水灵真君, 该心法, 是真仙进水灵真君独家绝学。 或, 真仙心法。 李英灵心情略好的, 看向第二行。 本作怒涛真君, 水灵真君, 写的真水。 本作已修改。 效果更猛, 大家放心修炼。 或, 还有大能贴心修改。 李英灵满意的点头目光, 再看向第三行。 本作翻海真君, 上面两个都是废物, 写的什么玩意, 误人子弟。 本作已改。 李英灵目光迅速扫过第一页。 好家伙, 第一页全是本作开头, 怒斥上面废物的句子, 按照第一页的说法。 这本水灵真君, 至少被十七位大能给改过。 也就是说, 这是经过十七个版本的修仙心法。 李英灵颤颤巍巍地翻开下一页。 千万别再改了。 本作, 李英灵只觉眼睛一黑, 但还是忍耐一手看了下去。 本作北海帝君, 别他妈再改了。 又菜又爱乱写, 老子差点修得走火入魔。 此版本经我修改是最终版本, 无独放心修炼。 再嘱咐一句, 别他妈, 再改了。 目光再看向下一段, 幸好, 确实是没人再改了。 不过一道又一道浓烈的墨迹, 将原本上面写着的字, 统统涂去。 这一整页, 唯一没有被涂抹的, 就只剩一行字。 水, 天地之灵源本也。 很好, 一句没什么用的废话。 果断翻开下一页。 一整页都被涂黑, 但又用红色字迹写上, 但红色又被涂了一大块。 然后五颜六色的墨迹, 导致整张纸都变得黑漆漆的。 然后, 又用白色颜料强行写上。 这些大能, 是相当的不服输啊。 五颜六色的字, 李英灵只觉得眼睛都花了。 李英灵抬起头, 看像躺在木板上的楚星辰, 弱弱开口道。 师父, 我走火入魔了。 你来得及救我吗? 楚星辰撑起身子, 看像蹲在火堆旁, 手中捧着水星巾的李英灵, 叹气道。 放心休就完了, 不会走火入魔, 师父还能害你不成。 师父, 这本真不是你从路边逃来的吗? 你不是看了吗? 你觉得路边上能逃到这种心法? 李英灵文言, 低头看了一眼。 确实, 这作家墨钱花得也太多了。 李英灵弱弱道, 师父, 我真修了, 你替我护法呀。 从木板上站起身来, 楚星辰走到李英灵身边点头道, 你且放心, 我保你平安无事。 你修了就明白, 这本水星巾有多厉害。 师父! 你都说, 它是水星巾了, 但还能咋办? 李英灵硬着头皮, 将这本改道, 估计和原文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水星巾看完。 随后, 就根据这心法, 开始修炼起来。 这一修, 感觉果然瞬间不一样。 天地灵气迅速凝结, 纷纷朝李英灵涌去。 按照心法吸纳灵气, 随后随着脉络心惊走向。 李英灵只觉一股自然而然的感觉, 蔓延全身。 然后楚星辰就目瞪口呆地 看着李英灵迅速突破炼气一层。 随后气息迅速凝湿后, 猛然突破到了炼气第二层。 这仙苗, 竟然恐怖如斯。 妈的, 不亏是带着天才词条的人, 好羡慕啊。 大徒弟, 李英灵已突破至炼气二层, 返还百分百修为。 楚星辰眼睛一亮, 还有这种好事。 一股清灵的微弱灵气进入体内。 楚星辰连忙感受这股灵气, 但也没感受出什么。 毕竟只是炼气二层罢了, 金丹气的自己, 实在太高了。 算了, 起码也不用担心被这丫头超过了。 自己永远领先她一个金丹的水平。 半夜楚星辰观察了一会后, 发现李英灵没什么大问题。 就又躺回了木板上, 打个哈欠打算继续睡觉。 毕竟是系统出品的心法, 应该没啥问题。 然后李英灵似乎修炼上瘾, 从黑夜直接修到了白天。 阳光透过破门, 照射进了真妙语。 师父! 师父! 楚星辰有些朦胧地睁开眼睛, 李英灵那双大眼睛满视崇拜地看向自己。 干嘛? 楚星辰不解问道。 李英灵激动道, 我炼气五层了。 我一个晚上, 就炼气五层了。 那本《水星经》真是顶级宪法。 楚星辰打个哈欠, 转过身去打算继续睡, 但依旧敷衍夸奖道。 嗯嗯, 走得很好。 看着打算睡回龙觉的楚星辰, 李英灵连忙开口道。 师父, 我还没住机, 还不能壁鼓, 我饿了一整天了, 这附近荒山野岭的, 这里也没吃的, 师父你有什么办法? 楚星辰叹口气无奈道。 你不是都说了这里荒郊野岭的, 自己去外面抓点野鸡啊。 你都炼气五层了, 总不能连一只野鸡都打不过吧? 李英灵文言一愣, 骗自己来拜师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怎么一拜师人就变了呢? 自己哪里会抓什么野鸡, 单看着楚星辰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的。 好吧, 也许, 修仙就是这样的呢? 就跟那一本《水星经》一样。 李英灵安慰完自己, 抄起一旁的木棍, 走出庙门打算裂一只野鸡。 刚走出庙门, 身后楚星辰的声音传来, 记得留两个鸡腿给维师。 刚刚迈入练气七五层的李英灵, 差点摔了的量抢。 第三章, 徒弟放心, 维师给你把风。 当李英灵从这深山老林里, 灰头土脸地走回破庙时, 已经是正午。 粉红色的流仙裙上也全是泥巴, 脸上都有几道泥土痕迹。 手中的木棍也换成了一只野兔。 原本目标的确是野鸡, 但野鸡都占树上, 哪里那么好抓? 只好抓住一只可怜的兔兔, 虽然心有不忍。 兔兔的确很可爱, 但肚肚更可怜不是吗? 推开破庙的门, 李英灵目光看去, 自己的便宜师傅烧着热水。 楚星辰看向灰头土脸的李英灵, 叹气询问道, 让你出去打个眼, 怎么看上去被也打了? 李英灵闻言, 差点没气过头去, 本想大声反驳。 但想起那本水星经, 确实厉害无比。 面前的师傅, 或许真是高人呢? 也许只是在磨练自己呢? 他只能弱弱反驳道, 哪有那么好抓? 楚星辰走过去, 接过李英灵手中的兔子, 捏起他的耳朵, 瞧了瞧。 太瘦了, 下次抓肥一点的, 肥一点烤起来好吃。 哦? 看了眼李英灵瘦气包一般的神情, 楚星辰自信道, 不用露出这副表情, 等为师给你露一手。 下次你出去打野的时候, 就又有动力了。 李英灵露出疑惑的神色, 随后他就看见楚星辰掏出了一把匕首。 十分熟练地展示了如何处理一只可爱的兔子。 随后用五行煮法换来一团水, 将它冲洗干净。 要说游离走遍玄武国有什么好处? 那自然是香料调料一样不缺, 统统放进了空间戒指中。 由于戒指里没有流动, 还有非常不错的保鲜效果。 拿出大蒜葱香, 先给他做一道爆辣兔头。 左边身子红烧, 右边身子蒜香。 很快, 兔子做成的三盘菜端上了桌。 四香味俱全。 楚星辰将那一盘兔头推到李英玲身前。 这是你第一次打野, 这最绝的兔头让给你了。 看着可爱的兔兔变成好香的兔兔。 不争气的眼泪从嘴巴里流了出来。 但对于兔头, 李英玲本能还是有些拒绝的。 毕竟, 作为一个年轻富有同情心的少女, 吃兔兔的肉肉已经是极限了。 又怎么吃头呢? 当这种拒绝从品尝到兔肉开始, 就迅速崩塌。 麻辣鲜香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只觉尝了几筷子, 面前普通的兔肉就已不见。 随后, 李英玲深深觉得师父说得没错。 这兔子太瘦了, 不矜持。 随后, 李英玲的目光就看向自己的底线, 那个麻辣兔头。 李英玲挣扎的目光自然没有逃脱楚星辰的观察。 楚星辰抓住痛点悠悠道, 你真不吃? 你不吃我吃了? 我吃。 李英玲为自己没有底线感到羞耻。 吃兔兔就算了, 怎么还能砍他的头呢? 可恶, 都怪师父。 真香。 自从李英玲尝过楚星辰的厨艺之后, 打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大大的提升。 同时, 修炼带来的提升感更是让他夜不能寐, 修炼得倒也挺勤快。 楚星辰想作为师父督促一下, 也没啥机会。 一切似乎都还挺好, 这徒弟目前来看也算省心。 但破庙的居住条件对于门阀出身的李英玲来说, 着实有些不能忍受。 他仔细地将破庙处理了一遍, 把顶上的蜘蛛网扫干净, 把自己的木板床单独地隔开。 对此, 楚星辰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作为黄花大闺女也能理解。 只是万一以后, 新招了徒弟的话, 可能只能睡到草堆了。 半个月后, 夜色下, 李英玲靠在火堆旁, 吃着烤鸡腿一脸幸福神色, 但还是尾米开口道。 师父, 我在练气九层卡了好久了。 楚星辰给烤鸡上着调料道, 多练练就上去了。 李英玲倾咳一声, 师父, 我看人家画本李卡修为境界的时候, 不都有什么灵丹妙药, 灵职之类的辅助突破吗? 咱们作为玄武国第一宗门, 师父你作为玄武国第一修仙者, 肯定有不少好丹药之类的吧。 楚星辰抬眼看向李英玲, 此时他正露出十分期待的神色。 简而言之, 这些话的大概就是老灯, 快爆丹药。 笑死, 自己哪里有丹药? 要不收了你这个徒弟, 自己还在助基七呢? 你指望助基七的师父, 能给你收什么灵丹妙药? 不过, 倒也不是真没办法。 楚星辰看了一眼夜色, 这玄武国处于偏僻之地, 不是中州经丹满地走的情况。 在这偏僻之地, 经丹修为其实已经能被称作老祖了。 如今, 自己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无暇经丹, 以前不敢做的事, 如今未必不能做。 楚星辰打定主意道, 快吃, 吃完, 带你去我们宗门药田, 弄点灵芝给你吃。 李英玲眼眸一亮, 兴奋道, 咱们宗门还有药田。 这荒郊野岭的我, 逛了一整圈都没瞧见, 哪里有田。 楚星辰没好气道, 这破地方又没灵脉。 你以为灵芝是大萝卜, 随便挖个坑, 往里一埋就成了。 此刻李英玲哪里还管什么大萝卜, 原来自己宗门真的不止是有个破庙啊。 原来还有灵田的。 这样想来, 自己宗门其实并不算很穷。 心情大好, 看样子, 自己突破筑机有望。 李英玲只觉得, 手中的烤鸡腿也更加香了, 也不顾名家风范, 很迅速地将自己手中的鸡腿全部啃完。 师父! 我饱了, 咱们快走。 楚星辰不由有些无语, 这丫头想抱师父丹药的心, 掩饰都不掩饰一下。 不过趁早走, 算算时间会更加合适。 楚星辰于是叹了口气道, 走吧。 夜黑风高, 破庙中的师徒二人朝着东南方向前进。 一个时山后, 正爬崎岖山路的李英玲忍不住询问道, 师父, 临脉嘛, 都这样, 快到了。 在半个时辰后, 李英玲终于看见了楚星辰所说的灵田。 你别说, 还真别说, 这灵芝还真不一样, 月光的照耀下, 时不时就闪烁着皎洁的光芒和月光交相呼应。 这药田保护措施还非常不错, 一道淡黄色的屏障将这片不算太大的灵田保护了起来。 李英玲兴奋的目光看向楚星辰, 当他看清楚自己师父在做什么的时候, 又不是那么兴奋了。 只见楚星辰小心翼翼地用自身灵力悄悄地将屏障融出了一个大洞。 四处观察后, 将一个抹布袋子交到自己手中。 我给你把风, 你进去拿。 看什么顺眼拿什么? 自家灵田, 不用客气。 李英玲文言只觉头晕目眩, 有点不可置信。 师父, 你是不是在坑徒弟啊? 第四章, 那个天杀的, 偷本做富洋的药, 看着手中被硬塞来的麻布袋子。 这个时候了, 李英玲又不是真傻子, 哪里不知道这是别家宗门的药田。 作为受到良好教育的门阀贵女, 偷东西这种事, 还是很挑战心理底线的。 李英玲还打算开口询问, 但是被楚行臣晋升的首饰吓了一跳, 又将嘴闭上了。 楚行臣连忙小声道, 小声一点, 别吵醒里面睡觉的好兄弟。 快去, 看见什么拿什么? 手中的袋子, 里面的灵植, 师父的督促。 此时此刻,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李英玲一咬牙, 就小心翼翼地从大洞里穿过。 话本里不都说了吗? 修仙世界尔虞我诈。 自己成仙, 就代表有人不能成仙。 修仙! 肯定是这样的。 走入灵田内, 紧张的李英玲哪管什么东西, 抄起最近的灵植就连根拔起。 管他这个能有什么效果, 也不管手法对不对, 统统塞进麻袋里。 到后面不知不觉, 也开始兴奋了起来, 开始专门找发光最亮的拔。 这玩意跟蜡烛一样, 拔回去当灯用也行啊。 李英玲最后将整个麻袋都塞得满满的, 才意犹未尽地准备跑回去。 这回倒是轮到楚行臣目瞪口呆。 好家伙, 这片灵田本就不大, 毕竟只是一个小宗门罢了。 大宗门目前的自己也不敢去找他们晦气。 你这不客气, 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几乎快拔光了四分之一。 李英玲一脸兴奋地刚跑了出来。 或许是太过兴奋, 没有压住脚步, 原本打着瞌睡的药田弟子被惊醒了过来。 朦胧地睁开双眼, 就发现药田之中少了一大片药材。 尤其是几根掌门急需的药材被连根拔起, 根都没留。 哪家缺心眼的贼连复养的药材都偷? 你跟掌门一样都不行吗? 看守弟子连忙大声咆哮, 同时拉响警报的铃铛道。 有贼? 快来人啊! 有贼啊! 李英玲瞬间心跳拉满。 楚星辰也反应迅速, 拉起李英玲的手就立刻吐盾连忙溜走。 李英玲隐约间听见, 那个天杀的, 要偷本掌门好不容易集齐的仙草啊。 芙蓉, 本作对不起你啊。 楚星辰土盾是系统专门给予跑路用的。 同时, 平常练得也勤快, 速度飞快。 再次跃出时, 已经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 楚星辰轻车熟路地迅速布置, 迷惑敌人的行踪, 随后再次带着李英玲逆方向逃窜。 以上动作, 楚星辰重复了至少八次, 随后才小心翼翼地盾回了破庙。 从惊魂未定的李英玲手中拿过麻袋, 楚星辰开始将里面的灵直开始分类。 辨别了两根灵直后楚星辰皱起了眉头。 这丫头怎么竟拿一些补羊的东西回来? 李英玲惊魂未定道, 师父, 咱们应该不会被带到吧? 楚星辰神色相当淡然道, 不会, 刚刚师父已经做好防备了, 稳得一批。 回想起楚星辰熟练的动作, 速度极快地吐盾。 再看此时神情淡然, 没一点紧张神色的楚星辰, 一看就是老手了。 李英玲询问道, 师父, 你经常这么干。 不经常干, 只是之前修为低, 游历玄武国的时候容易被找麻烦, 顺手练的。 那师父你, 如今修为应该不低了吧? 那为什么还跑? 那要怎么做? 来一个杀一个。 楚星辰挑着灵直, 随后道, 不用想那么多。 那宗门之前, 跟我有过小过节。 今天把他几根草, 就算屏障了。 李英玲文言好奇道, 什么过节? 楚星辰叹了口气道, 那掌门有个道理, 长得不错, 但品行一般般, 但奈何掌门爱的深沉。 后来道理看上师父我无双的气质, 多次勾引未遂, 但被掌门发现。 我跟掌门解释, 说, 被勾引的不止我一个, 他的大弟子也和道理有一腿, 但他听了之后更加暴怒, 随后我就被那条老狗追了三天三夜。 文言, 李英玲忍不住笑了起来。 楚星辰瞥了一眼, 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将灵直分类清楚。 随后挑出几根年份适合的灵草, 去掉根部, 直接丢进了一旁的锅中。 至于其他暂时用不着的灵直, 则是留了下来, 放进了空间戒指之中。 点火, 加水, 开烧。 系统给的新手礼包之中, 还是有基础炼丹术和炼气术。 只可惜, 一个是要丹炉, 一个要火炉。 不过仔细研究之后, 发现炼气术需要火炉, 但炼丹其实不用。 用锅一样能炼, 只不过效果差一些就是了。 其次就是, 无恙肯定不如正宗炼丹炉里出来的那么标致。 摒弃宁神, 开炼。 别说, 金丹之后对于灵气的操控更加得心应手。 药材内的精华很快就被萃取出来, 一锅水很快就变得绿油油的。 随后就是大火收汁, 保留药效。 一锅水浓缩成一颗丹药大小的水滴。 楚行臣小心翼翼地将这颗水滴用灵气包裹起来, 随后看向李英灵道。 张嘴巴, 好徒弟。 李英灵则是看傻了眼。 人家炼丹不都是固态的丹药吗? 轮到自己怎么就是液态的? 而且, 绿油油液体丹药, 怎么看都像是毒药一般? 这怎么张得开嘴? 李英灵弱弱地问道, 师父, 你确定这玩意能吃? 要不是直接吃培灵草, 效果太差, 还有副作用? 我还懒得给你炼。 楚行臣没好气道, 赶快张嘴, 吃完去修炼去。 闻言, 李英灵无奈地张开了嘴, 将这没绿油油的液体丹药吞了下去。 随着液体从嘴里炸开, 巨苦无比的味道让李英灵面色猙獰。 差点没忍住吐了出去。 但效果确实不错, 体内的灵气开始涌动起来。 李英灵连忙走回自己的床上, 立刻盘膝坐好, 开始修炼。 楚行臣仔细看了两眼李英灵的情况, 发现没什么问题后, 也坐回在床上。 随后, 打开系统页面看了起来。 新手任务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招收到合格的徒弟, 另一个则是徒弟修为到达驻击期。 李英灵驻击之后, 新手任务二也能完成, 到时候会奖励一本神通。 其次就能解锁正式任务了。 累穆了, 谁家新手任务要三年多才能完成? 第五章。 这一世, 夺回一切。 事实证明, 铁锅炼丹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李英灵犹如惊吞一般开始吸纳灵力, 开始准备突破驻击。 处星辰连忙从空间戒指中拿出几枚灵石, 迅速摆成简单聚灵阵, 来保证李英灵突破时灵气足够。 那本《水星经》处星辰也研究过了, 虽然看上去确实有些花眼。 但不愧是帝君出品, 人家是按照完美驻击的路子写的心法。 毕竟根基不稳, 怎能成仙? 唯有体内混源饱满, 神台清灵才能水到渠成的驻击。 作为上等仙苗, 修炼进度虽然快, 但是基础还是夯实的。 毕竟是自楚星辰收的第一个徒弟, 又怎么会真的不伤心? 看着李英灵气息逐渐内眼。 楚星辰就明白, 这次稳了。 半个时辰后, 系统的提示声就来了。 大弟子李英灵已突破驻击7, 奖励发放。 神通, 三千弱水箭。 发布正式任务, 招收合格弟子达到两名。 奖励, 聚灵法阵。 正式任务2, 招收合格弟子达到三名。 奖励, 真武大殿。 主线任务倒还算在意料之内。 只不过, 这徒弟哪里那么好找啊? 楚星辰不由悠悠地叹了口气。 调戏完成睁开眼的李英灵正满心欢喜, 打算说些什么, 就看见楚星辰眼神空洞地看向自己, 随后叹了一口气。 自己修炼是匹差了。 李英灵连忙扫射过体内情况, 却发现正常无比。 那是怎么了? 自己助击方式不对? 可仔细观察好几次, 却什么问题也没发现。 完了, 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了。 李英灵弱弱道, 师父, 我是不是要完了? 回过神来, 楚星辰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李英灵。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楚星辰将那一本神通从系统空间里取了出来, 丢给了李英灵。 这是神通, 是修饰最后底牌, 好好练。 接过飞来的神通, 李英灵看了一眼封面, 干净整洁, 封面上三千若水剑写得十分有韵味。 李英灵小心翼翼地打开, 和想象中被改了几个版本不同。 这本神通干干净净, 就连字都写得飘逸好看。 这看上去, 倒有点像路边摊上淘的野鸡神通了。 不过, 这也是李英灵随便想想罢了, 都经历过水星经的事情。 只要没有把自己练废, 那么现在练什么, 都是对师父的无条件信任。 欢欢喜喜地翻看着这本神通剑法, 看了会, 觉得自己离这本神通还差点什么。 李英灵询问道, 师父, 你有剑吗? 这一句话, 怎么有点像在骂人? 不过楚星辰, 还是听懂了李英灵的意思。 楚星辰看了李英灵一眼, 随后直接拆下自己木板床的一小块, 用灵力迅速削成一笔木板件, 直接丢给了李英灵道, 没事多练练, 坏了师父给你弄把新的管购, 门口都是数。 李英灵半个多月下来, 也适应了自家师父的行事风格, 默默捡起了丢在地上的简易木箭。 随后默默缩回了属于自己的木板床上, 似乎一点也没为自己突破到筑机器而高兴。 楚星辰再次默默叹了口气, 这仙苗徒地上哪找去呢? 昔日的背叛, 昔日的血海深仇, 今世, 我必定要血债血偿。 立行天目光沉着冷静, 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破, 鲜血淋漓。 上一世, 自己资质普通, 败入清风宗, 受尽屈辱, 好不容易获得质保翻身。 从南瞻部州一路冲到大千中州, 即使在天才聚集之地的中州, 也能被称作天骄。 只可惜, 年轻不懂事的自己, 却被可恶的魔门妖女骗到什么都不胜, 就连修成的原因都被魔门妖女吸干。 最可恨的是, 那个魔门妖女, 手都没让自己牵到一下, 真他妈该死, 竟然给了自己再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一是心中无女人。 立行天的目的地, 则是十里坡树林里的一座山神庙。 山神庙里有一块石头, 内含千年古玉, 只要吸收融化, 降伏其内心魔, 便能脱胎换骨, 蜕变天魔道体。 十里坡这人际罕至, 方圆数十里, 鸟无人烟的地方, 之所以建一所山神庙, 便是大能将其机缘, 留给后世有缘之人。 上一世, 自己便是那有缘之人。 这一世, 自己比上一世来得更快, 自己还是那个有缘之人。 果真, 缘, 尿不可言。 立行天翻过一个熟悉的小小陡坡, 心中更加振奋起来, 因为这个陡坡之后, 便是那座山神庙宇。 立行天兴奋地抬眼望去, 山神庙是看见了, 但不只是看见了山神庙, 也看见了一位, 穿着粉红色流纤裙的年轻帽美女修饰。 长发如铺, 面若桃花, 手持一柄木剑, 身姿卓绝练着剑法。 周身凌厉动荡, 端地是美丽无比。 倘若普通人看见, 怎能不说一句天上仙女。 但立行天不一样。 妈的, 女人。 立行天心中怒骂一声, 但他并没有着急向前, 毫无疑问, 面前的少女已是修饰, 踏上仙道。 先观察再说, 这不观察不要紧, 但仔细观察, 却被立行天看出了端倪。 这少女明显修得不是一般剑法, 而是神通, 还是绝顶的剑法神通, 而且适配性跟这女人十分契合。 神通啊, 那可是多少修饰的终生梦想。 在中周, 只有西德神通才能被称作天骄。 立行天也有一门神通, 但和自身修行的功法相差甚远, 效果大打折扣。 但即使如此, 同境界内, 只要对手没有神通, 那么自己便是能碾压。 更让立行天眼红的便是, 这少女目前展露的灵力, 只是在助击期左右。 一个助击期的少女, 就有适配自己的神通。 哪怕自己重生了, 带着上一世的记忆, 都不敢做这种美梦。 这是中周哪一家的顶尖仙门核心弟子, 出来游历了? 那肯定还有仙门长辈出来护法才对。 立行天心中一惊, 自己的行踪很可能被发现了。 连忙小心翼翼地顺着山坡再滑下去。 果然机缘得到正确时间来才行。 自己来得太早了。 按摩自己一声, 立行天就准备先离开再说。 刚一转头, 一柄木剑就直直指着自己喉咙。 练剑的少女面色冷卧, 语气冰冷道。 你是谁派来的? 是玄武国尚书, 还是太清宗门发现了我们的宗迹? 第六章, 主角母版。 面对抵住自己咽喉的木剑。 立行天果断耸了, 反正上一世再宗门也没少认怂。 双手高高举起手道。 我不是, 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人。 李英灵目光一鸣, 冷声道。 那你来这做什么? 立行天思绪飞快, 正想着找什么借口搪塞。 妙语方向就有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肯定是我们门派已经声名远播。 这位青年才俊, 肯定是来加入我们宗门的吧。 立行天侧目望去, 发现一位穿着破旧道袍的俊秀年轻人 依靠在门边, 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李英灵有些无语道, 师父, 我觉得, 是不是不太可能? 自家所谓的宗门什么德行, 李英灵还是不懂的话, 那就是纯傻子了。 师父修为或许不错, 但估计也不能横推选五国, 只是身份存疑, 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顶尖功法。 但要说文明在外, 让人来头, 纯粹是夜谭周公, 说梦话。 楚星辰则是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目光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 短发, 略显干瘦, 明明喉咙被剑指着, 却眼神却毫不慌张。 看了一眼系统, 目标, 立行天。 修为, 炼器二层。 金色词条, 重生者。 紫色词条, 杀法果断。 蓝色词条, 重情重义。 满足收图条件。 刚刚系统有提示, 附近出现了一个满足收图条件的人出现。 神石一扫, 就发现这人被李英灵带到了。 楚星辰看着面前的少年嘖嘖称奇。 好家伙重生者, 这一看就是主角模板啊。 尤其是重情重义这个选项, 一看就是掌门的小棉袄啊。 只可惜是男的。 难得有送上门的弟子, 怎么说也要纳入麾下。 立行天看着楚星辰一脸看透自己的模样, 不由有些心惊。 没想到来的不是护道人, 而是他师父亲自来了。 立行天深吸一口气, 缓缓询问道, 敢问这位前辈宗门? 听到这个问题, 李英灵也是满眼好奇地望向楚星辰。 因为他也不知道, 每次李英灵问的时候, 师父总会糊弄过去, 也不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不单单困扰李英灵许久, 也困扰了楚星辰许久。 作为起名困难症患者, 他其实一直也很想起有内涵又文雅的名字。 如今看着立行天疑惑的目光, 楚星辰知道这个时候, 不说也得说了。 不然这个预定徒弟, 指不定就要溜走了。 目光向天空看去。 随后楚星辰悠悠然道, 东门名曰天道蒙。 天道蒙? 立行天瞳孔微缩, 竟然敢以天道为名? 终究是以前的自己眼睫太过小了。 早就听闻中周还有诸多影视仙门。 想来这位两位也是某影视仙门之中的。 立行天迅速拱手道, 在下只是路过, 无意打扰。 楚星辰连忙抬手打断立行天的话, 目光微眯, 似乎发觉到了什么。 你身上有因果的味道, 这是……时间? 闻言, 立行天心脏狂跳, 不敢继续抬头看向楚星辰的眼睛。 这人能看破时间因果? 这是什么修为? 化神还是杜杰? 南瞻不周的偏僻之地, 居然也能遇见这种大佬。 难不成也是为了古玉而来。 然而上辈子, 自己却得到了古玉, 说明这位前辈没有找到古玉才是。 还想什么古玉? 这个时候, 还能再想这些? 这人已经看破了自己的时间因果不对, 他知道, 我是重生者了。 这大佬, 该不会绑了自己做研究吧? 立行天疯狂地头脑风暴时, 某人也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糊弄眼前这个重生者。 过了会, 楚星辰悠悠开口道, 小子, 身上背着大因果, 可说不清是好是坏。 立行天文言一愣, 感觉面的前辈似乎在提醒着什么, 连忙追问道,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楚星辰故作高深道, 时间是洪流, 是大事, 是定律, 逆流而上, 要么是粉身碎骨, 要么是名娘天下。 立行天深呼吸一口气, 似乎听明白了楚星辰的暗示, 坚毅道, 不管粉身碎骨, 还是名娘天下, 在下这辈子, 已经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楚星辰露出一副小伙子, 我很认可你精神的模样道, 修仙, 也本就是逆天而行。 楚星辰面露些许纠结, 随后叹了口气道, 罢了, 也算你与我有缘, 可愿败入我门下。 立行天文言微微一愣,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楚星辰, 欲言又止。 楚星辰自然看出他的担忧, 无非是害怕自己设套框他罢了。 既然立行天是重生者, 此刻修为也才练其二层, 看他脚被磨得一片血红。 想来这座破庙里面, 对于他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 还用多想吗? 明显就是立行天最重要的翻身之物, 属于他最重要的机缘。 楚星辰似是看穿立行天心思一般, 不屑笑道。 你终究太小看天下人了。 你以为的至宝, 在我们眼里, 也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 你进去拿属于你的机缘去吧。 立行天心中隐秘瞬间被说中, 难掩惊讶的神色看向楚星辰。 楚星辰依然一副高人风范道, 只可惜你目光短浅, 不识的什么才是真机缘。 立行天心中挣扎, 但还是抱拳道, 感谢前辈高抬贵手, 只是小子不习惯宗门束缚, 还望海涵。 楚星辰默摇了摇头, 侧过身去不再看他。 英灵,放他走。 虽然不知道师父在装什么, 也不知道他俩神神秘秘地在说些什么。 但该给师父面子的时候, 李英灵自然会毫不犹豫地给师父面子。 李英灵将手中木剑收回, 尊敬朝楚星辰微微拱手。 是,师父。 同时在立行天看不见的侧面, 偷偷朝楚星辰眨了眨眼。 示意自己十分听话。 楚星辰也是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立行天再次拱手感谢, 随后重新爬上小坡, 没敢再看身后。 迈步走进庙宇之中。 此时的庙宇已有不少生活痕迹, 和立行天最早来时已经大有不同。 就连神像台下的木板都被拆得干净。 立行天心中一跳连忙走到神像之下, 伸手去摸地板。 却发现记忆之中的那块小石头已然不见。 怎么回事? 是前辈拿走了? 不过他说的那般风轻云淡, 修为也高深莫测。 此刻自己也才练起二层, 想拿捏自己随意动手便是。 也用不着, 诓骗自己才是。 那东西去哪了? 你找的东西被我拿去垫桌角了。 楚星辰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 立行天没有回头去看他, 而是听从楚星辰的话看向一旁的桌角。 自己惺惺念念的千年古欲确实被垫了桌角。 第七章。 住手! 虽然看见了, 但立行天并没有立刻去拿。 而是先再次转身拱手感谢道。 多谢前辈。 楚星辰摆了摆手, 神色淡然。 立行天缓缓起身, 静止走向那块重生后, 惺惺念念的那一块千年古欲。 抬起桌角, 将石头模样的千年古欲重新握回手中。 立行天只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再一次朝楚星辰拱手感谢后, 立行天带着那一枚千年古欲连忙退出了破庙。 李英灵看着离去的立行天, 随后也迈步走进了破庙。 语气有些奇怪道。 师父, 你就这样让他走了。 没好处都不想动弹的师父, 这回怎么这样大方地让人拿了东西就走了。 听见李英灵的话, 楚星辰连忙不再装高人风范, 你自己先在家里练练为师出去一趟。 李英灵露出师父本就该如此的神色, 不过在楚星辰走之前, 还是好奇问道。 师父, 我们宗门真的叫天道忙? 毕竟师父说的话也不都是实话, 也有可能是在骗那个傻小子。 是。 楚星辰丢下一句话, 便化作一阵红光离去。 李英灵摸着自己下巴, 缓缓思索着什么。 随后一阵灵力调动, 木剑自动飞来, 李英灵反手接过。 还是先练练吧, 这本三千若水剑自己也快入门了。 李英灵总觉得这本难练的东西, 入门之后有志的飞跃。 从小到大都被称为天才的李英灵, 是第一次被这本神通练到没脾气。 都整整五天时间了, 自己居然还只是在入门边缘徘徊。 也难怪师父着急收心的徒弟, 自己的天资想来在师父眼中有些不够看了吧。 李英灵叹了口气, 再努努力吧。 立行天目标准确, 直奔最近的小镇而去。 炼化这一块千年古域需要安静, 安全的空间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原先的沙雕宗门谁回去谁弱智, 更何况也回不去, 自己是偷偷从宗门里溜出来的。 现在估计已经被宗门挂上陶宗的鸿鸣了。 去附近的小镇开个客栈, 多给点钱那群小二别打扰自己。 等炼化了千年古域后, 就迅速往中周去。 那边还有现在自己可以获得的机缘。 只不过仍有一件事压在他心头。 是那一位前辈, 他的话此时此刻依旧在脑海里盘旋。 自己是真的错过了真正的机缘了吗? 叹了口气, 可之前的宗门已经让自己失望透顶。 上一世, 自己没有依靠宗门, 不也成了中周天骄之名吗? 这一世必然也可以, 何必要依附所谓的宗门呢? 打定心中主意地将所有杂念排空, 既然要做, 那就不要后悔。 一天后, 跋山涉水的立行天总算到了目的地。 一座不小的城镇之内, 到了客栈之后, 立行天没有着急先去二楼客房炼化千年古域, 而是先点了一桌饭菜。 毕竟只是炼气二层, 一路跋山涉水, 原先带着干粮, 早就啃完了。 早就饿了, 不过这种饥饿的感觉, 立行天也很久没有感觉到了。 立行天轻笑一下, 只觉得有种格外的真实感。 不过, 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 遇见立行天之前宗门清风宗的弟子了。 二楼客房, 几位身穿白色青色蝙蝠式的清风宗外门弟子, 缓步下楼。 立行天余光注意到他们后, 连忙低头, 不让他们瞧见。 同时心中暗骂一声晦气。 只可惜, 越怕什么, 就越来什么。 其中一位清风宗弟子目光扫过一楼, 看见了低头的立行天。 只觉得眼熟, 随后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伸手拉住前方带队师兄的衣袖。 看见师兄疑惑的目光望来, 弟子连忙用眼神示意师兄看向立行天。 师兄随着目光看去, 随后眼神一眯, 就带着四名弟子走向立行天的桌子上。 师兄走到立行天的桌子边, 大摇大摆地坐下, 目光锐利地看向立行天。 你小子, 是不是被挂在红名榜上的立行天? 知道隐藏不住的立行天猛然抬头, 目光扫过师兄弟, 一共五人。 没有珠基七, 气息判断三名炼器三层, 一名炼器四层, 带队师兄修为炼器五层。 虽然自己只是炼器二层水平, 但上辈子脑海中还留存的绝技, 足以击败面前几个刚入门的炼器七菜鸟。 杀了他们再行逃顿, 否则一直被追击就真不一定逃得掉了。 先动手先爽, 后动手挨打。 立行天选择先发制人, 伸手抓住一旁的筷子, 体内灵力骤然爆发。 擒贼先擒王, 先拿下这个带队师兄。 面对立行天的突然暴起, 师兄也是早有防备。 体内高达五层炼器器的修为爆发。 早就蓄势待发的大掌, 猛然就朝立行天脑袋轰去。 不过区区炼器二层的废物, 怎么能懂炼器五层的境界? 筷子和手掌迅速相击。 结局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立行天手中的筷子猛然击穿手掌, 薄弱的灵气却有强劲的穿透力。 击穿手掌后, 立行天力量毫不收敛, 直直继续朝领队师兄脑袋攻去。 眼看就要得手之时, 空开二楼房间, 庞大的灵力如同蛟龙一般朝立行天猛然冲去。 心中紧召大响, 立行天侧目望去,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神色漠然地看向自己。 立行天认得此人是清风宗的二长老, 金丹中期修为, 要再。 脑海中这个念头刚刚提起, 那股庞大的灵力化作的赤红蛟龙已经袭来, 猛然轰击到立行天身上。 只觉五脏六腑都被这一击击碎, 立行天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二长老微微起身, 神色无喜无悲, 叛逃宗门, 又袭击宗门弟子。 按清风宗规矩, 你该点天灯。 立行天已经没有挣扎空间, 体内微薄的灵力早就被积得分散, 体内经脉也遭重创。 脑海之中再次回想起那位前辈的话。 时间洪流是大事是定律, 自己违背上一世所做的全部事情都是逆流而上。 自己终究是太过得意忘形, 忘了因果打乱之后, 所有事情的走向都会不同。 前辈或许早就提醒, 肆意更改历史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句收徒或许不过也只是想救自己一命罢了。 毕竟能看穿时间洪流的大能, 又怎么不能推算到自己这一步呢? 立行天并不悔, 只是太不甘心了。 停手, 给再下一个面子可好。 熟悉的声音传来, 立行天扭头看去。 只见楚行辰一脸可惜的模样, 手中捧着一杯清茶, 轻轻微酌。 第八章, 从心不是正常操作吗? 二楼的二长老目光迅速望向开口的楚行辰, 感觉不到这位样貌俊秀年轻人的修为, 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 这位道友是? 楚行辰微微摇头, 拿起一旁的筷子, 轻轻往前一伸。 一股旋而又旋的剑气, 猛然从筷子疯狂涌起。 剑气伴随灵力, 化作一条白色小龙, 在筷子上缠绕游走。 这是神通? 二长老压住心中讶异, 深吸一口气, 态度迅速温和起来拱手道。 此人是我清风宗叛徒, 更伤我们人, 道友, 于情于理你, 不该拦我才是。 楚行辰叹口气道, 道友我也不想以施压人, 不过此人与我有些机缘, 能否饶他一命? 我能做出赔偿? 二长老微微沉思, 随后还是摇头, 就如此饶过他, 我清风宗在外可一点微信力都没了。 饶过我? 贪软在地, 例行天大笑出声, 自我敬你清风宗做外门弟子开始。 你们可曾把我当作弟子看待。 入门三年, 挖了三年灵矿, 当年从我村子一同招募的弟子, 一共十七人, 活得就只剩下我一个。 你的饶过我, 就是不让我挖矿, 却让我去宗门那片那门弟子, 都不敢去的野林里, 去挖林植吗? 二长老心头一跳, 连忙开口打断, 怒喝道, 叛徒, 居然还敢造谣, 我清风宗。 楚行辰文言一愣, 随后冷笑一声, 原来我是有理的一方, 就说, 有重情重义的词条的利天行, 怎么会叛逃宗门? 用系统词条面板, 看向二楼的老者。 上官红, 修为, 金丹中期, 蓝色词条, 心机深沉, 白色词条, 资质尚可, 黑色词条, 垂垂老矣, 黑色词条, 心魔缠身。 看见词条的瞬间, 楚行辰瞬间信心大增, 原来打的是个病秧子啊。 现在武力占优, 立场占优, 这岂不无敌。 楚行辰冷笑一声, 大声呵斥道, 我以为清风宗算什么名门正派的修仙宗门, 这样看来不过是西人写的虫子罢了。 我中周天道蒙, 岂能和你同流合污? 现在, 你这条老狗, 要么就夹着尾巴滚回去, 要么今天就把你狗头拧下来当球踢。 言罢, 缠绕筷子的剑气玲珑猛然咆哮, 迅速扩大, 随后虎视眈眈地看向二长老。 大有一言不合之事, 就猛然袭击而去的架势。 此时, 酒馆内的剩余人员早就跑得没饮, 只剩清风宗的门人躲在一旁, 看着两位在对峙。 二长老此刻, 哪里真的敢打? 自己压根就感受不了, 面前看似年轻的人的真实修为, 那就代表, 此人最少也是金丹中期修为。 哪怕先不提面前模样年轻的人, 真实是什么修为? 就是这一手神通亮相, 对面哪怕就是个金丹初期的矛头小子, 自己也够呛打得过。 更何况中周这个词, 在南部, 詹州可犹如天雷。 能在中周站稳脚步的宗门, 哪里是清风宗惹得起的? 虽然知道面前的小子可能是在唬人, 但这玩意谁敢赌啊。 二长老神色不变, 但已经在仔细想怎么说话才不算丢分了。 不过门外一道讨好的声音传来, 两位道友, 别打别打。 楚行臣临时扫去, 是一位穿着玄武国镇妖司司长服饰的中年男子。 修为在铸鸡中期。 中年男子道, 两位前辈, 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 更何况这里是凡人城镇, 你们一旦动手, 先不提死多少凡人, 就是无缘无故背上这因果也是不划算。 两位前辈您觉得呢? 二长老心中瞬间一松, 轻轻抚了腐胡须道。 既然这位司长说了, 那道友, 我清风宗就给你个面子。 楚行臣缓缓将筷子收回, 虽然杀了他容易, 但以后难免会有些麻烦。 最主要这里是玄武国地界。 为了这个老头得罪了官方也不太理智。 主要这老头垂垂老蚁, 又心魔缠身, 指不定回去没两天就得隔壁。 往后还得在玄武国待上一段时间。 楚行臣没有多言, 只是抬手抓住贪软在地的立行天 就化作一道红光离去。 二长老也是缓缓松了口气, 朝一旁镇妖丝的司长拱手道谢后, 飞身下楼。 目光锐利, 看向手掌还插着筷子的练器五层师兄。 二长老默默伸出手去, 将他手中的筷子直接拔了出来。 师兄一声痛哼, 却不敢有太大反应。 二长老余光一瞥, 看了一眼这不争气的外门弟子道, 你们这群废物先回宗门去吧。 五名外门弟子连忙共同开口道, 是。 二长老目光望向楚行臣离去方向, 久久不语。 楚行臣依旧是做好迷惑敌人的措施。 来回多穿了几个位置后, 才悠悠带着立行天前往破庙。 立行天强忍疼痛开口道, 多谢前辈出手搭救。 楚行臣闻言回答道, 这个呀, 你先些我大徒弟吧。 啊? 立行天表情十分困惑。 然而楚行臣并没有回答。 因为楚行臣能在关键时刻展露神通, 还是得多靠自己的大徒弟, 不愧是带有金色天才词条的高徒。 居然真的短短在这么几天, 就初步掌握了神通。 还在最关键的时刻掌握了神通, 自己收到系统同步的奖励, 也让自己掌握了这一门神通。 要不然, 楚行臣觉得自己恐怕不会那么轻一下退清风中的长老。 回去好好奖赏他。 今天的鸡腿, 全是他的。 楚行臣毕竟是已经是金丹真人, 没一会就带立行天回到破庙。 此刻的李英灵正操控着木剑在游龙, 几道涓涓水流化作的游龙在木剑上盘踞, 似乎玩得还挺开心。 不过李英灵还是察觉到飞来的两人, 随后就将木剑收回, 迅速跑出去迎接师父回来。 看着两人缓缓落地, 还未等楚行臣开口。 李英灵看了一眼重伤的立行天, 神色有些纠结道。 师父, 就算人家不答应, 那你也不用把人打成重伤带回来吧。 楚行臣美好气道, 你可真懂为师风格啊, 回头这种事叫你做好了。 李英灵神色更加灸, 随后窃窃道, 师父, 这种事我没经验, 没做好, 你可不能怪我。 立行天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不是被前辈打伤的, 这位仙子别误会。 楚行臣直接扶着立行天走进破庙, 看了一眼李英灵, 美好气道, 这丫头古灵精怪地喜欢骗人, 她忽悠你玩呢。 李英灵黑黑一笑, 也跟着楚行臣走进破庙。 第九章, 你不配。 楚行臣扶着立行天, 将他放在了自己的木板床上, 用自身灵力迅速感应了一圈立行天现在体内的情况, 楚行臣微微皱眉, 因为立行天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 清风宗长老毕竟是金丹, 即使留手想抓回去点天灯, 但练气气的立行天也是扛不住这一击, 此刻立行天的五脏六腑都已受到重创, 尤其经脉更是被强大灵力冲击, 此刻他的经脉已经千疮百孔, 不过看向立行天的表情, 却发现没有任何痛苦神色。 不愧是重生者, 真硬汗啊。 不过这种情况只靠自身灰恢复估计够呛, 给给他来一点精心炼制的疗伤灵药才是。 小子, 挺能扛啊。 楚行臣夸赞一声, 随后目光看向李英灵, 徒弟, 起锅炼丹。 李英灵眼睛一亮, 虽然他对吃师傅丹药, 深恶痛绝, 但并不妨碍他想看别人吃。 他神色兴奋地迅速答应道, 好的, 师傅。 略带开心地走到锅边开始点火烧水。 楚行臣翻看之前剩余的灵质, 看一下是否还可以用来疗伤的。 空间戒指之中正好还有几株 可以用来疗伤的药草。 再给未来徒弟炼一锅, 让他吃完之后感恩戴德, 那头就办。 楚行臣将草药简单去掉根部后, 依旧简单粗暴地开始炼药。 一锅清澈的水开始随着几根绿油油的灵质加入之后, 就开始变得绿色浑浊起来。 一股草药的臭味开始弥漫起来。 不过李英玲没有任何不适, 甚至还十分开心地看着逐渐浑浊的这锅药水。 毕竟这次要喝的人不是他。 到锅里的水减半时, 楚行臣加入最后放的蓝月花。 随着蓝色妖艳的花朵加入, 这锅绿油油的水中, 一股暗绿色的水咕噜咕噜冒起泡来。 楚行臣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大火收汁, 将最后萃取的疗伤圣药用灵力包裹取了出来。 李英玲看着这一枚比自己颜色更加逆天的药水滴, 心中顿觉宽慰。 他此刻相信师父之前不是为了整他了, 而是铁锅炼丹就这样。 师父说得果然没错, 凡人画本里写得都不可信, 修仙得自己精力才知道。 此刻强忍疼痛的立行天也撑起身子, 看见了被灵力包裹的深绿色的水滴, 看上去浑浊不堪。 一股不好的念头缓缓升起, 该不会这是拿来吞服的吧? 楚行臣操控着药水到立行天的嘴边笑道, 哎?张嘴, 我炼丹水准尚渴, 吞下这个保你平安无事。 面对疼痛也能面不改色的立行天终于变了脸色。 这就是一团绿布拉吉的水团罢了, 这哪里像的丹了? 也没听过谁家炼要用锅炼的呀? 真正的汉子可以面对流血、疼痛, 但不能面对沾了屎的扫把。 他纠结、抗拒,他欲言又止。 要不是眼前的人救了他的命, 立行天绝对会反抗, 然后将这低散发奇异味道的药水塞进对方嘴里。 可是看见前辈信誓旦旦的神色, 立行天不忍拒绝, 直接闭上眼, 一脸英勇就义的神色然后张开了嘴。 大不了这命还他罢了。 果然, 这药水的味道美白瞎着颜色, 一股腐烂的气息带着令人骇然的苦味, 从舌尖直接绽放到心灵。 立行天的表情愈发争鸣起来。 不过让他感到诧异的是, 随着食管剧烈的排斥感和灼烧感传来时, 这股药液之中蕴含的成分开始缓缓滋补静脉和受损的五脏六腑。 身体上的痛苦感猛然褪却。 只是立行天觉得, 吃下这药自己反而更难受了。 整个口腔只剩苦味不谈。 顺着食道到味的这一段距离, 整个身体极度排斥这药液。 楚行辰自然也明白这玩意可能不会那么好喝。 轻咳一声安慰道, 毕竟粮药苦口, 忍忍就过去了。 作为第一实验人的李英灵颇为感同身受道, 师父, 你这可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 楚行辰转身目光, 悠悠瞥了一眼自己的大徒弟。 察觉到师父目光, 李英灵果断从心道, 这味道其实尚可, 根本不用忍。 楚行辰自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多说什么, 这出门如此顺利, 也多靠了这个大徒弟。 看了一眼立行天没多大问题后, 便开始询问李英灵。 我看你这神通也出窥门禁了, 感觉如何? 李英灵听到师父问话, 想了想自己花这么多天才看看入门。 以为师父和之前一样在阴阳怪气, 但又不好反驳。 李英灵右手不自觉盘上乌黑秀发, 秀丽的脸皮微微泛红, 侧头有些不好意思道, 是挺厉害的, 就是有些难。 楚行辰文言一愣, 你这才修了几天就学会了, 这也叫难。 不愧是有天才词条的大徒弟, 当着师父的面表演反而在。 楚行辰轻咳一声, 摆出师父威严道, 嗨嗨, 请家练习即可。 是, 师父。 夜色破妙篝火前, 楚行辰将烤好的兔头, 直接分配给今天最大的功臣李英灵, 再将半只兔子分配给了立行天。 立行天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已经能坐起身子。 那药液除了不太好喝以外, 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立行天觉得比一般的疗伤丹药效果更佳。 看着面前盘子中的半只色香味俱全的兔子, 立行天再看了一眼啃兔头啃得正欢快的李英灵。 不得不说, 长相好看的仙子啃起兔头来, 确实挺让人印象深刻。 立行天没有动手, 而是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半只兔子。 不是他不饿, 而是这只兔子, 他没理由吃。 吃吧。 楚行辰看着沉默的立行天悠悠开口道, 这兔子又没卖生气。 立行天自然听懂了楚行辰的话里有话, 但此刻他确实没有往这方面想, 连忙开口解释。 不是的, 只是前辈的救命之恩在下还未报答。 楚行辰看着极力解释的立行天, 表面上笑着点头答应, 然而在桌子下方, 他的手正朝着李英灵疯狂地打着手势。 爱徒, 速来助攻! 李英灵正开心地啃着兔头, 于光发现楚行辰正朝着自己打手势, 顿时明白师父的意思。 自诩为师父贴心小棉袄的李英灵在关键时刻, 从来不拆师父的台。 他放下手中的兔头, 语气回复冰冷。 好了, 不用解释, 你现在一穷二白, 不说你的命是我师父救的, 就连你最为依靠的机缘都是我师父让给你的。 你总觉得我们堂堂中周天道蒙打算忽悠你, 可你门心自问, 你也配。 我师父愿意给你机会是你的荣幸, 我不懂师父看上了你什么, 但就我个人觉得, 以你的资质不配进我们天道蒙。 第十章, 师姐, 咱们是邪修? 李英灵的冷冰冰地连语配上他无情的话。 李行天默默回头看了李英灵, 如果他的现在的盘子里不是啃了一半的兔头, 或许自己也就羞愧难当了。 但, 不过李行天还是开口解释道, 其实并非是在下不识好歹, 只不过在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法长久待在宗门。 要不然早就答应前辈了, 我也懂前辈并非看上我什么, 而是也想救我一命, 才说说我为徒。 听着李行天真诚的解释, 楚行天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一般的宗门确实喜欢捆绑弟子。 说到一半, 楚行天话锋一转又悠悠道, 但我们天道蒙不同, 只要心系宗门, 天涯海角都可去也。 文言, 李行天看了看面前色香味俱全的兔子, 毫不犹豫地动了筷子。 前辈的前台词, 他也不是听不懂, 徒弟就徒弟吧。 有恩必报也算李行天的准则, 如今或许拜师才是重生之后的真机缘呢。 要还是个垃圾宗门, 大不了就找机会再跑一次。 浅浅入口, 我草。 才入口李行天真诀的这兔子, 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兔子。 果然越贵的兔子越好吃, 李行天总有一种吃个兔子把自己卖了的感觉。 李行天笑着夸赞道, 师父, 别的不说, 您手艺真不错。 收徒成功。 二徒弟, 李行天。 发放功法, 混元魔骨炼体神诀。 请配合天魔道体使用。 完成任务一, 奖励聚灵阵法。 所有奖励已放入系统背包。 看到系统的结算页面, 楚行辰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喜欢吃就多吃点。 李行天攻签道, 是, 师父。 李英灵看着开始开始签攻起来的李行天, 不由轻壳一声作证姿态, 免力一般道, 作为师父第二名弟子, 你得好好加油才行。 看见李英灵摆出的姿态, 李行天也懂着大师姐的想法, 连忙拱手道, 好的, 必然不会让大师姐失望。 李英灵脸上露出满意神色。 新的小师弟还是很上道的嘛, 以后就关照一下。 毕竟只是出去一天时间就差点被打命都没了, 想来就是个不太聪明的师弟。 也不知道师父看上了哪一点, 不过想想, 也许真的是这个宗门太缺人了。 不过李英灵头一回当师姐, 而且还是大师姐的李英灵, 心中还是颇为激动。 目光悠悠然地看向师父, 此刻的她总该放松地笑起来了吧。 不过事实却截然相反, 师父脸上却面露些许愁。 这是怎么回事啊? 观察到这一幕的不只是李英灵, 立行天也注意到了。 李英灵小心翼翼喊道, 师父, 听见呼唤的楚星辰将面前的系统面板关闭, 随后看向李英灵。 怎么了? 师父, 你没事吧? 为师能有什么事? 没事的话, 你刚刚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 听见这话, 楚星辰知道刚刚的表情被发觉, 连忙道, 哦, 刚刚只是在研究你师弟的修行功法。 立行天文言连忙道, 师父, 不用我有自己的修行功法。 楚星辰没有多说, 只是将系统的混元魔谷炼体神诀提取出来。 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籍浮现楚星辰手中, 楚星辰将这本书直接递给了立行天, 宽慰道, 没事, 你先看看这本功法如何。 如果你觉得不行, 再修你自己的也可以。 听见不是强制要求, 立行天内心松了口气, 伸手接过这本隐约散发着鲜血气息的书籍。 把书交给立行天后, 楚星辰默默起身走回自己的木板上躺了下去。 两位徒弟奇怪地看了一眼自家师父, 随后又默默对视一眼。 立行天微微挑眉, 使了个眼色询问, 师父怎么回事啊? 李英灵也看懂了这个眼神, 但只是露出一丝笑容之后, 就继续啃起了兔头。 我要是知道师父怎么了, 我就不会问师父表情怎么不对了。 这儿师弟, 脑子不行啊。 立行天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也没说什么, 低头看向自己手中那本暗红色封面的书。 封面上的字写得十分气势磅礴, 又带着些许肃杀的气息。 好奇地摸了摸封面, 也只是发现是很普通的纸张。 是踏本吗? 不过踏本怎么会有这种血腥味? 不过没有多想, 立行天还是先翻开了第一页。 随后, 立行天就心神一震, 一目十行迅速扫过, 接着就翻开了第二页。 不看不知道, 越看越心惊。 李英灵看见他吃惊的眼神, 随即就用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宽慰道。 师弟, 修仙功法吗? 逮很多版是正常的, 字迹有些模糊不清, 也是正常的, 放心大胆恋。 立行天默默抬眼看了一眼李英灵, 又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木板床上处星辰。 他有些不可置信的, 压低声音道, 师姐, 我们天道蒙是邪修。 眉头一皱, 李英灵驳斥道, 邪修? 你在瞎说什么? 我们修的都是正道心法, 哪来什么邪修? 立行天文言, 只是默默地将手中那本混元魔谷炼体神诀, 递给了李英灵。 先接过修炼功法, 李英灵奇怪地翻开第一页看了起来, 字迹清晰, 而且比例苍净, 是个书法大家, 而且写得还极为工整。 这本书能咋了? 就这两眼, 也比自己那本看上去强多了不是? 带着这样的疑惑, 李英灵看了下去, 随后他也看得心惊胆战起来, 连翻了几页之后, 将这本书直接塞还给了立行天。 妈的, 哪家修炼功法这么学心的? 师姐, 嗨嗨, 师姐困了, 先去睡了, 你自己找个地方躺着休息吧。 李英灵连吃一半的兔头都没继续啃, 连忙走到自己床铺面前, 推开格挡视野的木板, 走了进去之后, 又将木板盖上。 楚行臣也是金丹真人, 两人谈话自然也听见了, 那本书不是邪修功法。 书中内容, 修炼筑基七时, 先杀一千血时, 拆解肢体, 熔炼根骨。 师父, 你对邪修的定义, 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血时又不代表着非得是人, 就我们十里坡树林里, 找几只未开灵智的妖兽凑数就行。 立行天文言, 又看向了手中的书册, 如果师父说的正确, 这个也可以平替的话。 这本功法威力效果, 其实远比上一世自己修炼的功法, 是要强上不少。 而且非常适配, 自己融合千年古欲之后的天魔道体。 立行天不是纠结的主, 反正练齐期的时候, 就得用谢时修炼。 等自己炼化了千年古欲再试试修炼这本, 万一不对劲, 大不了就不修了。 立行天的烦恼消失了, 但楚行陈的并没有, 当当的愁容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系统奖励的聚灵法阵, 只是图纸, 并不是提取之后, 想放哪就放啊。 不消耗材料, 也不用动手。 更不是拔地而起就建好的那种。 这聚灵法阵就真只是单纯的图纸。 不但材料临时得自己准备, 就连建造都得自己动手。 图纸的用处则是他只能细心地告诉你怎么建。 这不坑爹吗? 自己哪里有钱有临时建这玩意? 真武大殿也该不会也只是图纸, 也得自己来建造吧。 第十一章 资质一般立行天 清晨 楚行陈拿着系统图纸仔细比对, 勘测地区, 然后插下一根小小的树枝作为标记。 虽然不能凭空变出东西, 但这图纸也有好处, 那就是可以重复使用。 毕竟还得自己去建, 还是一次性的道具的话也太过坑爹了。 这代表着或许可以先在十里坡先建上一个聚灵阵法。 毕竟这十里坡不是灵气汇聚之地, 也无灵脉走向, 灵气虽然也有, 但自然也比不上一些灵脉汇聚之地。 简单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修仙的好地方。 在同情况的修炼下, 自然是灵脉汇聚之地, 修炼效果更好。 所以, 大部分说的过去的仙家宗门都会挑上一个灵脉盘踞的山头建立宗门。 以前李英灵修炼的时候, 楚星辰都是拿灵石粗略建个法阵, 供李英灵修炼。 一个人尚可, 现在多了个例行天, 这种败家行为自然得停下。 单单供李英灵修炼都快把自己练得穷了, 现在多个例行天, 要还是继续这样做, 灵石储备明显不够了。 细水长流才是方案。 建造巨灵法阵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后收图也会更为方便一些。 虽然目前手头的材料还不能搭建完成巨灵法阵, 但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基础动工。 楚星辰又找准范围, 插下一根树枝。 哄! 远处激荡的风浪传来, 接着就是泥土飞扬而起, 朝四周飞散而去。 楚星辰没好气挥手将风浪轰走, 连忙向前两步。 目光看向手持木剑努力轰着大坑的李英灵。 李英灵已是助机器, 灵气护体还是毫无问题, 所以也不会有泥土在弄脏他的衣服。 此刻他手持木剑, 神色认真的不断用神通轰击地面。 又是一道猛烈的剑气撞击地面, 巨响传来的同时又是激烈的震荡。 楚星辰连忙抬手阻止, 等等, 听到师父呼唤, 李英灵停下动作, 神色疑惑地看向自家师父。 师父怎么了? 不是, 有你这样挖坑的吗? 李英灵十分不解, 不这样挖, 怎么挖? 楚星辰没好气道, 等下埋下阵机后面泥土还得回田。 你这样烘得到处都是, 拿什么回田? 拿你的小脑袋吗? 听到师父的话, 李英灵默默看了一眼四周飞萨去的泥土。 但他还是略显委屈道, 可是不这么挖, 就得挖好久。 楚星辰宽慰道, 又没让你一天就挖完, 只是你修炼完, 有空就挖一挖, 回头等你湿地炼化完那个破石头, 你就带他一起挖。 别心解, 回头师父给你做好吃的。 李英灵抬起眼眸, 看向神色温和的楚星辰, 轻轻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说完, 李英灵用操控起木剑开始挖坑, 随后将挖好的土料堆放一遍。 别的不说, 李英灵该听话的时候, 还是很听话的。 楚星辰看了两眼, 发现没什么问题后, 就直接离开, 继续往其他正点继续做上标记。 对着图纸设置正点速度还是很快的。 没一会就将所有点位设置完毕。 随后, 楚星辰就溜回了破庙。 此刻的立行天正双膝盘坐, 那颗千年古玉正悬浮在他的头上。 千年古玉正不断倾泻能量, 洗涤着立行天的根骨。 仔细观察了两眼, 发现这个二徒弟没出什么岔子之后, 也就缓缓坐回了自己的木板上。 至于聚灵阵法缺少的材料, 其实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只要有零食, 其实还是买得到的。 虽然自己穷, 但楚星辰其实还是有点思路的。 至于思路是什么, 自然是面前这位炼化古玉的二徒弟了。 作为重生者, 肯定高低知道一些能赚钱的路子, 或者没被掘开修仙大能陵墓吧。 挖坟虽然不道德, 但来钱快啊。 那行大能随便一点留下的东西, 估计都足够修建阵法了。 更何况, 修仙界称呼这些陵墓都统一叫做秘境。 一般宗门都是长老带着大批弟子一块进去挖坟。 这样一想, 自己的道德水准 还是和修仙界的道德水准在同一水平线上。 毕竟我天道蒙的梦想可是做名门正派啊。 楚行臣又慢悠悠地躺回了自己的床板之上。 现在就等立行天炼化完毕之后, 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路子了。 太阳正午, 立行天还没炼化完毕。 李英灵先喘着粗气走了回来, 自身的灵力都快榨干了。 他目光破庙内的两人, 尤其是看见自家师傅悠闲地躺在木板上。 李英灵疑惑问道, 师傅, 怎么救我挖? 你不挖吗? 楚行臣直起身子, 看向李英灵, 此刻的他正鼓着小嘴, 看上去似乎有些生气。 轻壳一声, 楚行臣悠悠道, 你以为师傅在偷懒吗? 难道不是吗? 李英灵反问道, 师傅是你自己说的, 做完标记后会跟我一起挖的。 面对徒弟的指控, 楚行臣果断转移话题方向。 什么话? 为宗门做点贡献, 就怨声在道的吗? 你理解师傅, 为了你们将来的路熬干心血吗? 听见师傅这话, 李英灵文言欲言又止, 明白这个时候已经站在道德下方。 但他还是知道怎么拿捏现在状态的师傅。 李英灵面露委屈, 两只桃花眼似乎隐隐闪着泪光, 交好的面容我见尤容委屈道。 师傅你不挖就不挖, 毕竟师傅安排的我还能不做吗? 刚刚也没有生气, 只是没想到师傅会骗英灵而已, 没想到师傅觉得英灵是这样的人。 好家伙。 楚行臣看着面前自家大徒弟的戏精表演, 微微有些无语。 不过随即, 打坐吸纳鼓域的例行天道。 我只是担心, 你师弟吸纳鼓域出差错。 过来看看罢了。 毕竟你师弟练花个鼓域都这么久, 加上他的资质也远远不如你, 很难不让为师担心。 不像大徒弟你, 能干又聪明, 让我放心多了。 不过李英灵的反应和预想中的不同。 他神色瞬间变得高冷, 语气不负刚刚的委屈, 声音清冷道。 师傅, 无需多言, 既然师弟已入了我们宗门, 修为又是最低, 多多关照本事应做之举。 楚星辰用屁股想都知道身后的立行天醒了过来, 美好气道。 趁为师上能接受, 你快给为师叔去打猎去。 谨遵师命。 李英灵迅速拱手领命之后, 就快步跑离了破庙。 抱歉师尊, 我修为资质欠缺, 多劳烦师尊费心了。 立行天略带歉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楚星辰轻咳一声, 没有回头看向自己的徒弟。 你, 你知道就好, 须再多多上点心才是。 第十二章, 不是道歉, 是报仇。 此刻的立行天已经顺利地将千年古欲炼化。 重新感受到体内经脉流转自如, 他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总感觉有点不太容易, 怎么重生了还不如上辈子顺利地感觉。 至于师姐的话, 立行天也不在意, 自己行不行, 他自己还不知道吗? 这也倒不是说星辈的师父不好。 立行天也经历过大风大浪, 也见过许许多多。 形形色色的人, 他能感觉到自家师父还是真心关心自己的。 尤其是那一本修炼功法, 那种级别的功法, 哪怕是在中周也能掀起巨大浪潮。 他缓缓站起身, 伸展了一下身子, 随后就看见自己师父热切的眼神。 立行天心里有些不安道, 师父, 怎么了? 楚行辰先外放神时, 确定了李英灵已经不在周围, 倒不是不能让李英灵听见。 只是这丫头要是知道立行天是重生者的话, 只不定要倒腾什么幺蛾子事情。 现在还是以吻为主。 楚行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语气热切。 徒弟啊, 你上辈子应该有不少奇遇吧? 是, 是有一些。 那我们附近可有什么秘境? 亦或者天才地宝之类的? 立行天听见这个话, 大大的松了口气, 这些都算小问题。 我们附近的秘境, 早就被附近大小宗门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至于奇遇? 仔细回想, 随后立行天摇了摇头道, 真正奇遇, 还得是到中周之后才能遇见。 毕竟那边才是天下灵脉汇聚之地。 那就没有一点能赚零食的地方。 师傅, 你缺零食了? 也没隐藏什么? 楚行辰果断回答道, 打算见个距离阵法, 缺点零食买点材料。 立行天文言, 微微思索了会。 如果师傅信我, 清风宗的矿场上能捞到不少零食。 我在那里挖过三年零食, 知晓矿场如何运作, 里面只有一位金丹作证。 要师傅有把握, 或许有利可图。 楚行辰没有着急答应, 只是目光看了看立行天。 觉察师傅目光, 立行天拱手道, 我绝无有替自己报仇的意思。 不, 楚行辰摇了摇头道, 记住我们这回不是为了零食, 而是为了替你报仇。 顺便替被清风宗迫害的广大群众伸张正义。 楚行辰表情严肃, 语气认真道, 作为天道蒙的弟子, 你的眼界不能如此狭窄。 啊? 立行天有些呆愣地看向自己的师傅。 此刻的他也有些愣神, 不知道是师傅既要钱又要脸, 还是单纯地想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不过无论是哪种, 听师傅说话, 应该都没有怀疑自己。 立行天不自觉露出一丝笑容硬道。 是, 师傅。 你先说说, 矿场位置在哪里? 为师先去探探点。 从地上捡起一只烧了一半的木头, 立行天在地板上画起了地图。 从北溪山脉往北, 绕过这一条小溪, 再往溪, 大概就在这附近。 立行天图画的上可, 也标记了一下明显的地标。 成, 事不宜迟, 师傅先去探探底看看具体情况。 你和师傅好好在下修炼。 楚行辰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两枚传送符交给了立行天, 这是千里传送符, 遇见问题别听你师傅的, 带上它跑就完了, 记得两张全用, 不需要贪, 上面有师傅做的标记。 传送位置师傅自会感知道, 我会前去找你。 实力泼渺无人烟, 基本上没有人会来。 毕竟这里灵气淡薄, 也无什么灵药灵职可以寻找, 普通凡人更不会闲来无事来着玩耍。 要是有人来, 也只怕是上门找麻烦的。 按照立行天旨的方位, 就算是自己也得有一天的矫程。 来回也就是两天, 之前王尚书不过凡人, 也未必能请得洞大能探寻李英灵位置。 但同清风宗已是交恶, 留有后手才是道理, 免得自己回来时, 只能看见两具尸体掉在破庙门口。 更尤其是那个长老, 已经心魔缠身, 谁知道他现在能有多变态。 立行天没有推辞, 果断接过传送符, 认真道。 师父叮嘱, 行天自然会谨记。 再怎么说, 面前的也是重生者, 经历的大风大浪也自然不少。 想必也能坐视周全。 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 楚行臣随即再将一枚别在腰上的护符, 交给了立行天。 这枚护符能抵挡金丹七, 修饰轰击, 情况不对, 立即使用后传送。 楚行臣修为, 还在助击七的时候, 能多次成功化险为夷, 也多靠了这一枚护符。 不过自己已是金丹修为, 这枚护符的效果对自己来说也没有那么大。 倒不如交给立行天。 立行天也没有推辞地接了过来。 楚行臣再嘱咐道, 剩下的也不多说, 你师姐年纪不大, 你最好能好好照顾她。 另外, 切记无论如何别丢下你师姐便可。 弟子警戒。 立行天也神情认真道。 楚行臣点了点头, 随即就向外面走去。 立行天有重情重义的词条, 想来不会出什么差错。 自己最低对她也有救命之恩。 稍稍放心, 楚行臣就土顿离去, 也不留省灵力, 早去早回才是硬道理。 看见师父离去, 立行天也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低头看向手中那一枚护符。 自己同师父见面不过几天, 师父就能如此信任自己, 也不怕拿着她这些东西独自跑走。 能抵挡金丹七修士功绩的护符, 在中州或许称不上多珍贵, 但在这里却是少见。 至于师父是不是中州门派, 修为到底如何, 立行天其实也并不在乎。 他向来爱憎分明。 对立行天来说, 修行无非修个念头通达。 感觉到师父足够的信任, 对于立行天来说便是够了。 深呼吸一口气, 将护符塞进怀中。 立行天拿出师父给的那本混元魔谷炼体神诀。 原本还有些顾虑, 如今修修在说。 迅速打坐, 立行天果断转修这本功法。 别说, 这一炼感觉就不同, 立行天能察觉自身体内的道体被完整激发。 这是上一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这一本修行功法似乎完美地契合了自身。 师父给的果然是好东西, 这一修便有些忘了时辰。 再睁眼, 已经是天黑, 师姐也早已回来, 坐在了火堆旁。 李英灵察觉到立行天结束修炼, 目光望去询问道, 师父呢? 去哪了? 立行天没有隐瞒, 而是认真回答道, 师父去清风中的矿场探查情况, 估计要两天才能回来。 得到答案的李英灵情绪似乎有些低落, 但也没再说些什么, 只是提起一旁今天抓到的野鸡。 师弟, 你还未住鸡, 不能避骨, 想必你饿了吧? 哟, 有点, 那你来把这只野鸡煮了吧。 立行天哪里懂煮饭, 刚想拒绝, 又想起师父嘱托。 英灵年纪尚小, 你得多多照顾。 叹了口气, 立行天还是接过野鸡, 开始烹煮。 半个时辰后, 师弟, 你煮的是什么玩意? 你想谋害师姐吗? 第十三章, 师父离开的第一天, 今天是师父离开破庙的第一天。 立行天缓缓睁开了眼, 从几块木头拼接出来的简易小木床上爬了起来。 大厅位置已经被师父和师姐站得差不多了, 加上一个熟饭和炼丹通用的大铁锅。 已经没有足够的空位在流床, 所以立天行睡的是神像后的空间。 不过, 师姐已经打算在破庙外初步建一个小木屋。 毕竟, 师姐是唯一的女性, 男女有别自然也是正常。 这件事已经得到了师父的首肯, 师姐早在几天之前就开始建。 而且进度还是蛮快, 因为届时自己也不用继续躺在神像后的内屋去睡。 之所以嫌弃那边的原因便是有个破洞, 夜间经常有蚊子侵袭, 还有不知名的虫子也会上来咬上一口。 此刻立行天还未注击, 不能有灵气护体, 蚊子的侵袭简直反不胜反。 所以, 师姐搭建小屋, 立行天还是非常赞同的, 甚至还帮了师姐不少忙。 估计再有两三天, 一个小屋子就造好了。 昨天的鸡, 师姐看了鸡的惨烈的尸骸之后, 也是一口没吃。 不过师姐却要求自己吃完。 这个要求, 立行天也自然能理解, 毕竟师姐抓的鸡, 自己煮成那样, 也该归自己吃完。 原本立行天以为, 乃一只鸡死状惨烈, 会无比难吃。 结果入嘴感觉味道也是尚可。 不知道是经历过师父粗狂无比的疗伤灵药的原因。 立行天只觉得, 这一只鸡腥了一点, 寡淡无味了一点, 肉柴了一点。 其余味道, 还是非常不错的。 起码, 是属于人能吃的范畴。 不过师姐的评价就不是那么好。 师姐称这锅鸡为, 死鸡洗澡水。 但师姐已经住鸡, 能够避鼓, 立行天也不用担心师姐饿肚子。 毕竟已经答应了师父, 尽量照顾好师姐。 立行天并非是那种爽约的人。 虽然, 师弟照顾师姐, 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破庙门外, 几道猛烈灵气的波动传来。 立行天迈步走出破庙,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李英灵。 此刻他正手持木剑, 不断操控神通的力度, 轰击一棵大树。 力道刚好, 树木顺着剑气流动, 果断倒下。 不得不说, 师姐的上进心还是非常足的。 建房子伐木时, 也在修炼神通。 而且看上去进步斐然。 不得不说, 师姐天资即使在中州也能称得上天才。 初次见面时, 明显能感觉到他的神通还未掌握。 这才多久, 已经运用随心。 这等天资的话, 师父从中州来也应该是真的。 也不知道师父为何那么穷。 难不成, 师父是从中州某宗门和自己一样偷跑出来的? 不过立行天没有多想, 因为此时此刻, 这个天道门终于有点像是自己想象中宗门的样子。 虽然现在, 这个宗门连师父家弟子也才散人。 将大树法导的师姐似乎察觉到自己, 也转过身来, 目光望向立行天。 虽然这辈子的立行天已经不太信任女人。 看着面前师父交代过的小师姐, 立行天还是露出一个略显艰难的笑容。 师父离开的第一天, 李英灵起了的大早, 今天目标是将建造小屋的木材收集整齐。 毕竟和两个男人在一个屋檐下, 作为大家闺秀出身的李英灵还是不太能接受。 即使有木块隔开, 偶尔应急倒也无妨, 但天天住肯定是不行的。 这条件, 师父还是应允得很快。 说实话, 和师父相处的时候, 并非时时刻刻感觉, 面前面容年轻的俊秀男子是自己的师父。 反而更像是至交好友, 师父很少在自己面前摆出长辈模样。 偶尔自己生气的时候, 师父也会同自己认错。 说实话, 作为书香门第的李英灵是十分难以想象, 一位长辈能同自己低头认错。 李英灵看过的画本里写的那些师父, 每一个都将师父描写得威严无比, 说一不二, 不苟言笑。 对于自己的徒弟也是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向来指下命令, 不会告知缘由。 相比一下, 自家的师父偶尔看上去也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每次关于自己问题时都会让自己好好想想, 然后让自己决定。 那本水心经也是, 自己一开始也没立刻修炼, 师父也从未对此表达过什么不满。 另外, 李英灵觉得师父还有些懒, 因为他的修为虽然未知, 也没向自己透露过。 但住机的李英灵足以一个月不睡觉, 依靠晚上修炼也能恢复足够的精力。 师父肯定远比自己强上许多, 但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师父不对, 李英灵也学了师父的坏习惯, 每天晚上都得无意义地每每睡上一觉。 不过无意义是李英灵自己定义的。 师父称睡觉为养神, 有他自己一套歪理邪说。 虽然这套歪理邪说不能说服李英灵幸福, 但是不知不觉, 也随师父的作息开始学会睡觉。 可能是看着师父埋头睡大觉, 而自己还在辛苦修炼感觉到心理不平衡。 脑海中闪过许多念头, 李英灵还是一击将面前的树木击倒, 最近的神通的掌握也开始越发得心应手。 察觉身后有目光传来, 李英灵回过身去, 看见的便是自己的便宜师弟。 虽然不懂师父的收图原因, 但李英灵还是十分尊重师父的决定。 不过, 当这个便宜师弟对自己露出略显呆傻的笑容时, 李英灵还是非常想告诉师父, 下回收图的时候能否做一个简单的智商检测。 看着李英灵的痴呆笑容, 李英灵还是询问道, 师弟, 你这是饿了? 不, 不饿。 李英灵略显尴尬地回答, 得到回答的李英灵微微皱眉, 在凡俗之时自己也是被称为才女的, 实在是没接触过低智商人群。 也不知道如何和智商不够的师弟正确相处, 尤其是他修炼了也蛮多天, 居然仍然在练弃四层左右徘徊。 天资已经是一般般了, 修炼似乎也并非那么勤奋。 作为师姐, 既然师父不在, 那自己也该好好督促一下才是。 师弟, 体内伤势如何? 恢复完了吗?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那好, 既然师父不在, 今天师姐便好好督促你修炼一番。 李英灵拍了拍自己身旁的倒地大树, 你用灵力仔细操控, 将这树木弄成木板, 这对于你提升灵力把控性有极大的提升。 立行天有些无语, 苦力就苦力呗, 还拿什么操控性当借口? 立行天再一次想起师父的嘱咐, 好好照顾你的师姐。 是, 师姐。 得到立行天的回答, 李英灵也没有停留, 迅速化作一道红光远去。 立行天修的功法, 李英灵也看过, 需要不少妖兽的血食。 炼气境界的师弟自然没办法 及其那么多妖兽血食。 那么作为师姐, 自然得帮一下小师弟, 他替自己建房子, 那么自己便替他弄点血食。 也算公平交易。 不过, 师父, 你可快点回来吧, 师弟煮的饭是真不能吃啊。 他连积的洗澡水都喝得津津有味。 第十四章, 大仙等等。 清风宗临时矿场, 在一片屁的山里。 单单风景还是颇为宜人, 青山绿水环绕, 林间还有不少浅开灵质的妖兽。 不知道是为了防止矿工逃跑, 还是怕妖兽来袭。 围绕矿场还不只有简单的迷魂阵, 筑机器以下修饰, 依靠自身恐怕极难离开被阵法包裹的矿场。 楚行城根据立行天的说法, 这里挖矿的大部分都是些资质极差的修饰。 清风宗是从各个偏僻村子, 穷乡霹雳的地方找到的人。 一来这种人不可能有大背景, 不会招惹到不能招惹的人。 二来穷乡霹雳, 哪怕人回不去, 也不会遭到质疑。 只要有点灵根, 哪怕再砸都会收走。 再用燃烧潜力的药域, 强行炼气二三层, 就直接扔到矿场挖矿, 致死方休。 所以, 清风宗大概就是披着正道宗门的皮, 实际上却干着邪修的事情。 毕竟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瞒得过清风宗掌门等一系列高层? 楚行臣小心绕开正门修饰巡查的地方。 从一侧的山崖帆上, 尽量隐蔽自身气息, 楚行臣缓缓观测下面矿场情况。 几座简单大木屋, 杂乱排列, 没有规律计划, 但在最高处有一栋精美建筑, 能看见清风宗服饰的弟子。 人数不多, 两男一女。 如果不用神识扫描, 已不能探测他们的境界修为, 那么这群清风宗弟子修为应该助击。 助击以后, 修饰就能轻易操控灵气藏于体内, 不在外露。 如果不用神识扫描, 单凭肉眼, 金丹境界还是不能看出来的。 此刻白天正式挖掘时刻, 矿洞内时常响起剧烈声响。 时不时, 就有一山蓝缕的炼气修饰 在用简易推车搬运开采出来的零食粗矿。 这群挖矿的修饰, 修为果然不高, 探测结果也就炼气二三层。 看着他们将一车车的零食粗矿运到一个加工棚下。 几个挥着大锤的炼气修饰在奋力地敲击石块, 将其中的矿渣和零食分开来。 清风宗弟子双手靠着面前的围栏, 神色细血地看着那群挖矿的人。 楚行臣目光扫过, 迅速锁定了一个仓库模样的建筑, 占地很大, 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护卫左右。 根据栗行天所说的金丹修饰恐怕就坐镇其中。 强弓必然不是明智之举, 此处必然很可能拥有联系宗门的手段, 要么速胜, 要么引诱。 不过这次来, 本身也只是为了探探具体情况, 没有打算下手。 楚行臣从空间戒指中拿出纸笔, 迅速对照着路线和建筑大概, 画起了草图。 拿着草图再回去和栗行天仔细商量, 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将草图画完塞回空间戒指, 正打算先离去时, 有一人踏入了自己警惕的神识范围之内。 异柄常见猛然浮现楚行臣手中, 神识迅速扫描而过。 却发现神识反馈踏入自己神识之中的, 只是一个没有丝毫修为的凡人。 什么情况? 楚行臣隐蔽自身气息, 小心翼翼地朝来人方向探了过去。 很快, 楚行臣就看见了探入神识之内的人。 是一个身材矮小, 身材十分枯瘦, 穿着破旧麻衣的小姑娘, 满身泥土, 干枯的长发, 纠结作一团。 脸上脏兮兮的, 但眼睛却十分有神。 所以, 楚行臣能清楚地观察到, 他神情十分茫然无措, 神色略显慌张地看向四周。 楚行臣不断地看着他, 不断朝一个方向艰难行走, 随后又不自觉地绕了一圈, 回到原点。 这事, 陷入迷阵了? 事物如其中, 还是有什么说法? 楚行臣选择利用系统, 看向他的属性面板。 明千千 修为, 五 蓝色词条, 坚毅不拔 蓝色词条, 重情重义 白色词条 机灵 不满足收图条件 这附近是有寻山的清风宗弟子 看样子, 面前枯瘦的女孩 必然不是一伙的 大概率是从矿场中逃跑的人 估计立行天一样 是被清风宗骗来挖矿的 微微思索, 楚行臣还是决定 先带着他离开再说 指不定还能套出一些有用信息 拿出面具遮住脸庞 伸出手 直接滴溜着面前的小女孩 直接土盾 迅速离开 大仙 上仙 被绑在树上的宁千千 痛哭流涕道 我真的只是迷路了 说着, 宁千千还偷偷抬眼 看着绑了自己的人 此刻她正戴着一副恶鬼面具 一双眼眸 十分冰冷地望着自己 果然清风宗不对劲 阿爸肯定被清风宗那群仙人给骗了 楚行臣则是十分无语地看着宁千千 要是愿意 自己也不想把她绑在树上 实在是这丫头太不配合了 土口水 撒泼打滚 装疯子 要不是自己戳破她 此刻估计还在装痴呆 楚行臣没好气 别哭了 我不是清风宗的 宁千千依旧嚎逃 大仙 什么清风宗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是迷路的人 楚行臣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块大饼 随后在宁千千惊恐的目光下 塞进她的嘴里 看你跟瘦马感一样 多久没吃饭了 深怕这面饼 有什么仙佳手段的宁千千 连忙摇头拒绝 当肃软的面饼泄入嘴儿时候 饿了好几天的宁千千 随即放弃了挣扎 毫不客气的 就啃起了大饼 反正这回 估计难以逃脱面前仙人 死之前 也得做个饱死鬼 阿爸 蛋子不争气 没救回你 还要先死了 看着疯狂啃食大饼的宁千千 楚行臣默默将绳子收回 同时拿出水壶 递给了宁蛋子 此刻宁千千颇有些自暴自弃 哪里管那么多 尽数笑纳地喝了起来 一张大饼 顺着水 很快就吃完 随后 宁千千又眼巴巴地望了过来 楚行臣叹了口气 太久没吃饭 不能一次性吃太多 不过这话宁千千明显不幸 用一副都仙人 还小气一张大饼的神色 不过楚行臣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继续询问道 你来这里 到底是做什么 你是逃离矿场的人吗 宁千千切切看了一眼 面前的面具男 怯怯回答 我 我真是迷路的 楚行臣仔细盯了一会面前的宁千千 随后没有继续询问 而是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些碎银子和大饼 他将这些东西 通通递给了宁千千 随后为宁千千指了个方向 你不愿说我也不多问 你往这只走 那边有个最近的小镇 这里危险往后别往这里靠近 宁千千诧异地看着 被墙塞进怀里的东西 随后他抬眼望去 只见楚行臣没有多雨的 就转身离去 他忍不住开口喊道 大仙 等等 第十五章 阿迪被骗了 面对宁千千的呼喊 楚行臣停下了脚步 微微侧手 目光看向神色纠结的宁千千 面前的宁千千虽然叫住了自己 但警惕心可能并没有减弱 适当拿捏一下 才能更好的让他说出真实的情况 怎么了 楚行臣询问一声 随后转身 目光平静地望向宁千千 宁千千面露纠结 随后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 大仙 你是哪一家宗门的 楚行臣毫不犹豫地开口 中周万法先门 对于撒谎楚行臣 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毕竟面前的少女 也从未对自己讲过什么实话不是 欺骗都是相互的 尤其是面前瘦弱的少女的底细还未清楚 更何况 天道蒙的宗门名字实在太过伟安 也怕面前的少女听了之后 太过害怕 宁千千露出一副久仰大名的神情 但其实宁千千作为凡人 从未踏入过修仙世界 哪里知道什么中周不中周 这方世界说 无边无际来形容也有些夸张 但已经非常之大 就连边陲小国也僵于万里 南部湛州也已是大界 清风宗在偏僻之地 但在此处也是鼎鼎大名 至于南部湛州的林脉汇聚之地 更是宗门众多 中周对于这里来说 其实已是犹如隔天一般 要不是宁千千的阿爹交代 要去的是清风宗 宁千千作为山野农夫之家 也不会知道清风宗的名称 宁千千这么问 纯属是想隐晦告知面前的面具男 自己并非看上去的那么一无所知 不要试图糊弄自己 虽然可能并没有什么用 但总比不做强不是 不过 中周 听阿爹说过 是传说中的修仙圣地 更何况 万法先门这个宗门名字 听起来实在是有那么点好厉害的感觉 万法先门哪 再听听清风宗 谁强谁弱 一听不就很是明显 更何况 万法先门一听 就更像名门正派 不过听说 跟这种名门正派打交道 得先学会卖惨 拨得这种大仙的同情 人家才会觉得 自己可怜 然后才伸出援手 就跟街边乞讨的乞丐一样 虽然宁千千不乐意做这种事情 因为阿爹说 这样丢祖宗的脸 但丢祖宗的脸和丢命 宁千千觉得 阿爹应该会选择丢脸吧 反正他自己肯定会这么选 更何况目前来看 单单凭借自己的能力 完全不足以救下阿爹 此刻也只能先搏一搏了 宁千千调节了这几天来的情绪 眼泪猛然就流了出来 同时回忆遇见过的乞丐神色 酌情参考一番 随后略显悲壮道 大仙 你可知 这清风踪塔 似乎说到哽咽之处 宁千千嚎啕一声 不过 面对宁千千自我深情的哭诉 楚星辰面具后的脸 不由有些抽搐 因为此刻的宁千千 表情已经跟扭曲一般全曲在一起 时不时的哽咽 看上去极为像是抽搐 看上去十分的严逸 而且 她的哭泣看上去全是表演痕迹 尤其是她用眼神打量自己的时候 颇有一种贼眉鼠眼的感觉 鼻涕眼泪 混作一团 在她脏兮兮的脸庞上 或许 她觉得自己这样 我见尤脸 这娃不知道自己的演技不行吗 谁家能哭得这么抽象 不过 既然宁千千是这个路子 那自己也该配合一下 收回吐槽的欲望 楚星辰深吸一口气 震惊又疑惑的语气 他们怎么了 宁千千一声惨嚎 开始捣豆子一般说着 我和阿爹住在宁家屯 阿妈身体不好走得走 全靠阿爹辛苦拉我长大 今年屯里遭了灾 两天吃不了一顿饭 这个时候 清风中的人来了 骗阿爹去修仙 说是 只要修了仙 要什么有什么 阿爹笨 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 只跟他们要了吃的给我 就跟他们走了 阿爹就这样不要我了 还有好多阿哥 都被一起骗走了 楚星辰看着面前 又脏又瘦的宁千千 微微叹了口气 这阿爹哪里是笨 或许只是想留个希望 给自己的女儿罢了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骗子 听见问话 宁千千连忙从自己破 就还露着洞的衣服里 拿出一个包裹的 紧紧的布团 她颤颤巍巍的小手 连忙将这布团拨开 这里面包裹的 并非是什么珍贵东西 而是一捧干燥的黄土 楚星辰看着这一捧黄土 微微皱眉 宁千千颤抖的双手 捧着这一抹黄土 此刻仿佛似有真情流露 全都成了黄土 隔壁阿沈和牛子 吃了这仙人给的白馒头 没有多久 就被这黄土给撑死了 团里死了 好多好多人 阿爹被骗了 阿哥也被骗了 他们根本休不了仙 那群清风宗的 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也会死 我就只剩阿爹了 阿爹可以不要我 但我不能不救阿爹 我要把这个给阿爹看 阿爹才会信我 楚星辰没有回话 只是伸出手捏了捏面前的黄土 此刻这黄土 还残留着一些 还未散去的灵力 没想到清风宗居然连换命的粮食也不给 面对宁谦谦期待的目光 楚星辰只觉得有些无奈 此刻的自己 要是说从矿场里弄点灵时后 溜之大吉问题 应该也是不大 倘若说 要在金丹真人和清风宗的支援下捞人 其实并不容易 或者说 自己应该大概率无法保全一位凡人 不过是无绝对 盲目地动手迎接自己的 必然是失败 楚星辰叹了口气 目光真挚地看向面前瘦弱的小女孩 小女孩脚下的 已经没有真正的鞋子 只有几根藤腕捆在脚下 藤腕上 还有干涸的暗红色血迹 风餐露宿的宁谦谦 脸上黑漆漆的 纤细瘦弱的身材 仿佛一吹就倒 这山脉十分崎岖难行 还有不少断崖 也不知道面前的小女孩 是经过怎样的跋山涉水 面对了怎样的困难 才能走到这里 也不知道 她在陷入迷阵之中多久 更何况这片山脉 还有野兽流窜 看着面前的宁谦谦 楚星辰认真道 就你阿爹的事情 现在急不得 我得先回去做好计划 你现在愿意跟我走吗 反正对于临时楚星辰还有需求 只要计划得当 宁谦谦的阿爹 应该也能顺手就出 宁谦谦文言微微迟疑 她想在这里看看 能不能有机会再找到阿爹 虽然她知道机会渺茫 但她连这么渺茫的机会 都不想错过 我能在这里等你吗 我 话未说完 楚星辰抬手打断 你不傻 你该明白 你留下未必是对你阿爹好 宁谦谦微微沉默 随后点了点头 但语气哀求道 那如果你不想救我阿爹了 你能把我重新带到这里吗 我走这条路不像大仙一样 我其实走得有点难 楚星辰第一眉 看向面前的宁谦谦 此刻她仿佛脱去了 所有表演痕迹 只有那双眼眸中 带着无尽的哀求 第十六章 即使狮山血海 也是名门正派 楚星辰带着宁谦谦 一路疯狂吐顿 此刻也不考虑节省自身灵力 只想尽快赶回破庙之中 不过 毕竟带着是毫无修为的凡人 速度必然会被拖累 尤其是宁谦谦 对于金丹级别的土盾之术 抵抗力实在不强 每隔一段时间 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会 毕竟她本身的体质也没多好 营养不良 骨瘦如柴 经过一日奔波 距离破庙 也只有一次土盾距离 此刻的宁谦谦 正依靠在一棵大树下 啃着饼子 楚星辰则是在一旁闭目警惕 神识外放 宁谦谦将手中的大饼全部吃完后 浅浅喝了两口水 之前路上休息的时候 宁谦谦也问了许多问题 问了楚星辰打算去了 去做什么 找谁 楚星辰倒是蛮有耐心的回答 也没什么隐瞒 也跟宁谦谦交代去清楚 是去找自己的徒弟 目的是跟自己的徒弟商量好计划 路上多的时候 宁谦谦也会询问一些修仙界的事情 虽然听起来还是一知半解 但他也会依靠自己的理解去想象 宁谦谦看着闭目的楚星辰 将嘴边的饼屑全部塞进嘴里后 语气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大仙 清风宗在你们的世界 真的是名门正派 在附近的宗门 名声来说是这样的 楚星辰没有睁眼 他们也会接下官府的委托 降妖除魔 而且他们做坏事 也将消息隐蔽得很好 起码之前我也是没听说过的 这些道理宁谦谦倒也懂得 毕竟他只是剑士手 不是人杀 不过听到这种回答 又想起阿爹走的时候的背影 他依旧有些违靡 抬起眼眸 那大仙 你的宗门呢 也会做这种事吗 闻言楚星辰忍不住抬起眼来 没好气到 要做这种事 就不会心软把你带走了 一路上面对宁谦谦十万个为什么 楚星辰还是颇有耐心的 反正等顺手 把他爹救出来之后 自己估计也再也见不到这个丫头了 听到回答的宁谦谦 则是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 毕竟事实也是如此 不过 他心中总有些不安的感觉 其实宁谦谦本身并不是话多的人 只不过是想通过说话 来缓解心中的不安感 楚星辰自是能看出宁谦谦不安 毕竟单单看外表和身高 就觉得年龄不大 面对这些超出他能力 认知的事情 有不安感是正常的 毕竟在他的世界之中 先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楚星辰主动挑起话 我宗门别的不说 做事光明正大必然是真 也不会做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 修仙界都称 我们宗门叫做正道领袖 反正吹逼也不犯法 尤其是对不懂行的宁谦谦 更是可以使劲吹 他也分辨不了真假 别的不说 不管宁谦谦是不是真心 反正表情是十分的捧场 神情十分向往 那 大仙 你的徒弟 那也肯定都是一些大好人吧 楚星辰毫不犹豫地点头 自豪道 我的大弟子 是一位修仙天才 而且对人和善 关心同门 还十分的尊师重道 我的二弟子更别说了 历经红尘还能保持本心 更是重情重义 一诺千金的好徒弟 也同样的尊师重道 而且 他们修的都是正大光明的仙道 修的都是正道心法 从不走旁门左道 只能用正大光明 来形容我们宗门了 宁谦谦再一次十分捧场地 说了几句场面话 再闲聊几句 休息一会 两人就再次踏上了归途 大概在土盾了半个时辰 就差不多到了破庙附近 不过楚星辰并没有直接盾回去 而是在附近 就拎着宁谦谦重回地面 因为在这附近 破庙方向有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 扑面而来 楚星辰面色不太好看 莫非是他们遭难了 可传颂护符却没有激发 如此浓烈的血腥气味 必然是一场苦战 不会是见面就秒杀 那么传颂护符怎么说 也应该能触发才是 宁谦谦没有修为 感知不到前面的血腥气息 但也小心翼翼的抬眸 看了一眼楚星辰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明白 这个时候 自己该小心闭嘴 没有多言 楚星辰的神识 迅速朝破庙方向疯狂探寻 很快就探寻到破庙里 两道熟悉的气息 甚至他们还活蹦乱跳 那这股血腥气息 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徒弟 难不成又折腾什么 幺蛾子了 历行天都是重生过的人了 怎么还会跟李英灵一起瞎胡闹 楚星辰朝一旁安抚道 没事 是我两个徒弟 有些调皮了 宁谦谦点头回应 接下来的路程已经很近了 楚星辰没有选择继续吐盾 而是操控灵气 带着宁谦谦开始飞行 第一次体验飞行感觉的宁谦谦 则是不由惊呼出声 随后就很快适应了这种 自由自在飞行的感觉 开始得心应手起来 没有露出过笑脸的脸庞 不自觉地浅浅微笑 这是人向往自由的本能 这种飞行也不知不觉 替宁谦释放了内心之中许多的压力 不过 当看见破庙踪影 而且大仙 还是直直朝破庙飞去的时候 宁谦谦就彻底笑不出来了 那破庙看起来有些年久失修 看上去有些阴气森森 不过区区的阴气森森 也不至于让宁谦谦感到害怕 真正让宁谦感到害怕的是 破庙外数量众多血肉白骨 几乎铺满了破庙门口 一排的森森排骨 夹带着未被剔除干净的新红色的肉 几个不知道什么动物的脑袋 被随意点地丢弃一旁 什么种类都有 有大熊 有老虎 也有野狼 甚至兔子头和野鸡头也不少 被丢在一旁 形成了一个脑袋堆 宁谦谦的鼻子里 让他不由肚子翻滚 有点想作呕 更可怕的是 破庙内有暗红色的能量 时不时地闪烁亮起 看起来十分诡异 这分明是什么 妖兽盘踞在这里 吃人修炼的场景 宁谦谦了口唾沫 窃窃询问道 大 大仙 你这是打算降妖除魔 毕竟此时此刻 也只有这个说法 来解释大仙直飞 那凶险破庙的理由 不过楚星辰的回答 则是 差点让宁谦谦背过气去 啊 什么想要除魔 我们到了 第十七章 只要做好详细的计划 什么狗屁 正打光明的宗门 哪家正到领袖住的地方 全他妈是骸骨 甚至血腥味都还没散去 宁谦谦只觉又被骗了 这群修仙的 没一个是好人 说的话全是假的 完了 要被邪修拿去练功了 楚星辰此刻也没心思 惦记身旁姑娘惨白的脸色 因为此刻 她也有些生气 出去的时候 还青山绿水 空气清净 一回家跟魔窟一样 破庙门口 楚星辰将沉默不语的宁谦谦放下后 大声喝道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在做什么 破庙内 李英灵率先从破庙里冲了出来 一脸激动的神色 就朝自家师傅拥抱了过来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 还没等楚星辰质问 利行天满身血迹 双眸通红 似乎带着无边杀意 手中滴溜着个老虎脑袋脉步 也从破庙内走出 他见到楚星辰的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似乎有些悲叹意味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 推开怀中的李英灵 楚星辰指向一旁动物头颅造成的景观 质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英灵目光扫过 自视明白师傅生气什么 随即率先开口甩锅道 这都是师弟修炼造成的 站在一旁瑟瑟发抖 还怀揣着一丝希望的宁谦谦 听见这话随即就死了心 虽然不懂修仙界 但是那个名门正派 也不该会有这么血腥的修炼方式吧 宁谦谦扭头看向那个头颅景观 此刻他就觉得 下一刻自己的脑袋 或许也就挂在上面了 楚星辰此刻的目光 转向低流虎头脑袋的李行天 眼神中带着严厉的质问 面对师傅的眼神质问 李行天默默将目光看向自家师姐 对于师姐的推锅也是欲言又止 动物大部分都是师姐抓的 而且造成现在这个情况 理论上师姐的责任更大一些 毕竟最开始李行天 还是打算找个离远一点的地方 挖个坑把这些骸骨埋了的 这看上去确实也有些骇人 而且味道很差劲 只是师姐觉得太过麻烦 等船的量多一些 在一块埋方便一些 但李行天觉得 只是师姐的小屋在被封面 他晚上根本闻不到心臭的血腥味 才这样说 但这毕竟也只是小事 李行天也就答应了 这两天也修炼也上头了 没有注意 外面已经堆积不少师骸了 出门看到这一幕 也不怪师傅会生气 但实际情况也如同师姐说的一样 这些情况的源头 也确实是自己修炼造成的 所以 立行天只能低头认错 抱歉师傅 最近修炼有些上头了 我这就先处理 李英灵看了一眼去处理 骸骨的立行天后 就将目光注视在师傅身旁 瘦小的宁千千 只觉得 她又瘦又小 脸色还十分的苍白 两只小手不停地哆嗦着 这看起来 怎么还不如二世帝 师傅 你这是新收的弟子 不是 是清风宗淡的好事 楚星辰叹了口气 随后抬手示意宁千千 先跟跟随自己 前往破庙之内 宁千千面对邀请哪里赶去 只能窃窃道 我站门口就行 此刻宁千千苍白的脸色 楚星辰哪里还不懂 是现在这血腥的场面吓到了她 连忙解释道 放心 我们真的是名门正派 不是什么邪修 只是刚刚我二徒弟修炼的功法助击 之前得夯实基础 用的都是野兽血食 宁千千文言 目光再次看向头颅堆 也确实没有人头 内心的紧张也微微放松 跟随着楚星辰的脚步 走进破庙 破庙内倒是整洁 没有宁千千想象中的地狱镜像 普普通通的干净地板 也没有头颅堆积 没有血腥场面 只有两张小木板床 简单干净 两张铁锅 一口大 一口小 大铁锅 里面翻涌着些许赤红色的鲜血 小铁锅倒是干干净净 李英灵也紧随其后地走了进来 自从开始修炼那个邪门功法开始 李英灵和李星天 几乎都将周围能打到的动物 都裂了得干净 毕竟实力坡不是灵脉汇聚之地 没有异兽或者灵兽 只能拿最普通的动物修炼 利用率不太高 只能堆数量 师父 那边情况如何 李英灵从一旁桌子上的水壶里 倒了杯水 递给了师父 楚星辰微微摇头 情况还行 只不过清风宗做得有些过分了 怎么说 李英灵有些疑惑 楚星辰将宁千千的事情 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再将自己矿场的见闻也说了一遍 李英灵听完事情始末之后 冷静地点了点头 作为门阀贵女 这类吃人不涂骨头的事情 李英灵从小也听说过不少 甚至自己家 估计这种事也干过 不过 这并不代表李英灵认同这类事情 大部分时候 李英灵也只能是无能为力 作为述出的李英灵 在原本的家中地位 也只是比奴仆好点罢了 要不然 父亲也不会让李英灵 去嫁一个二傻子 他用同情的目光 看向低头沉默的宁千千 随后安慰道 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你放宽心吧 宁千千默默点头 同时用感激的目光 看向李英灵 谢谢姐姐 楚星辰没有多说什么 用眼神示意李英灵 安抚面前的宁千千 毕竟这种事情 女生可能更能共情 走出破庙 楚星辰就看见利行天 在处理搬运野兽海骨 没有多言语 楚星辰就上去帮忙 其实这些海骨并不算多 只是大部分的动物体型大 平铺起来显得多一些 丢去一团火焰 将那群海骨 尽数烧成灰烬 随后抬手一挥 将面前灰烬 尽数冲飞远方 处理完之后 楚星辰也没多话 只是拿出自己绘制的 矿场的简单地形图 递给了利行天 如果打算在矿场救人的话 难度大吗 利行天目光扫过地形图 开口回答 如果师父是化神修为 一点不难 楚星辰沉默不语 利行天倾咳一声 原因的话 速战速决也是可以 为师现在 只能动用 无瑕精胆水平的实力 将手中的地形图 重新卷好 利行天没有多问 也没有任何迟疑 而是认真到 只要计划得当详细 应该也不算特别的难 第十八章 谁才是好运 破庙内 利行天在努力修炼 根据他自己的计划 他需要尽快地 突破到珠基7 根据系统提示 此刻利行天的修为 则是在炼七八层 估摸还得要个两天的时间 李英灵和宁谦谦 则是在喝鸡汤 毕竟此刻的两人 李英灵就算临时抱佛脚 也不可能像炼七七一样 有大提升 他此前只是修仙天才 并不是大能转世 至于宁谦谦 连收徒条件都不能满足 估计资质也是够呛 练了白练 多喝点鸡汤补补 更实在一些 此刻自己的修为 是无瑕金丹中期 等利行天助击之后 应该就能到金丹后期 所以 这宗门之中 努力效果最大化的人 便是利行天了 只要他练到了助击 那么宗门实力便是智得飞跃 另外 清风中的情报楚星辰 自然也是收集了一些 宗门内有一位太上长老的修为 是原因期 就算自己闹了事 这位太上长老不一定会来 但好歹在这个世界混了几年 楚星辰也明白得 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要对打算要做的事情 抱有好的期待 因为一切 肯定都会向最倒霉的情况倾斜 所以楚星辰特意提醒利行天 按最坏情况做布置 另外 哪怕救不了人 也要保证自己这些人 能从容撤退 毕竟 救人只是支线 楚星辰可没善良到 能为陌生人 去搏上自家徒弟的命 不过提起倒霉 楚星辰的目光 看向喝鸡汤的李英灵 自己这个大徒弟 可是有 强韵 这个词条 但和他也待了不少时间 没觉得他哪里运气好 也没看见 他走路能捡到什么 上古宝物之类的好东西 出去裂个野鸡 都弄得像被野打了一样 莫非是自己运气不好 跟自己中和了不成 察觉到师父注视的目光 李英灵放下手中的碗 用疑惑的目光 看向自家的师父 英灵啊 你觉得 你运气怎么样 楚星辰露出笑容询问 李英灵微微歪头 回忆了会 还行吧 反正此刻左右也无视 试试自家徒弟口中的 还行是什么水准 楚星辰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两个头钟 说起运气的话 没有什么比这玩意 更加的直观了 楚星辰将手中的头钟 递给了李英灵 玩会 比大小 我不太会 说了应该没有惩罚吧 李英灵随手摇着头钟 警惕地询问 把一根没烧干净的柴火 从火堆里拿了出来 楚星辰晃了晃 这一根柴火末端 被烧得漆黑末尾 说了话一道 李英灵文言眼睛一亮 毕竟还算是小姑娘阶段 自然对这种活动 有着十分的兴趣 不过还是先小心地 确认了双方的头钟和头子 来确保自家师父没有作弊 这一场师徒之间的比赛 很快地开始了 李英灵一边用力摇着头钟 一边小声嘀咕 不知道在念一些什么 随后一个势大力尘的手法 将头钟摁在了面前吃饭的桌子上 他目光十分锐利地看向了楚星辰 仿佛势在必得 楚星辰表面云淡风轻 内心实则警惕万分 因为此刻 他也真的没有作弊 小心翼翼地摇完头钟之后 两人同时缓缓揭开 李英灵三个头子 665 楚星辰则是 666 师父 你是不是用灵力作弊了 面对这个难以置信的结果 李英灵投来的疑惑的神色 没作弊 楚星辰对于这个结果也十分的诧异 有强韵词条的李英灵玩头子 输给了自己 不过李英灵怀疑的目光还未退去 楚星辰只好道 那就宁千千来帮我摇吧 正每每喝着汤的宁千千 放下了手中的碗 小心翼翼看了眼头钟后 我 我不会碗 李英灵则是直接将头钟递给了宁千千 他哪里还敢继续让师父摇 就随便摇摇就行 宁千千抬头看了一眼楚星辰 发现他朝自己点头同意之后 也就摁着头钟随便摇了摇之后 放在了桌子上 李英灵顿时信心大增 只要师父不作弊 自己这运气 不得把师父整张脸都画成黑漆漆的 刚当的一般 不过是自己的谦虚致词罢了 从小开始 只要跟运气沾边的游戏 自己就从未输过 打小在院里就靠一些小游戏 也给自己攒下不少的小碎银子 赢得院里 那行敌出的那群人 看见自己就绕道走 此刻的李英灵信心大增 底气十足到 刚刚不算 现在才开始算 大约十分钟后 满脸乌漆麻黑的李英灵 神色呆滞地坐在了椅子上 似乎在思考人生 因为整整十分钟左右 他一把也没赢 哪怕使劲摇到三个六 宁千千随便晃一晃 也能跟到三个六 一开始还以为师父在头中上做了弊 结果换了之后 也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自己头一次输的如此狼狈 而且看师父的眼神 似乎他也没作弊 此刻地上用来画脸的树枝 也已经用了好几根 被楚星辰随意丢弃在一旁 楚星辰脸上一道痕迹都没有 他此刻也用十分疑惑地看着李英灵 莫非李英灵的强韵词条是假的 这怎么能让他一把没赢 楚星辰目光看向宁千千 他的属性词条里也没运气加成才是 莫非自己的运气是碾压李英灵 不过回想起刚来这个世界时候发生的事情 楚星辰很快就把脑海之中的想法摒弃 那个时候自己压根就是喝口凉水 都塞牙的倒霉程度 这个好运应该是在别的情况出发的吧 顶着漆黑脸的李英灵站起了身 目光悠悠地看向自家师父 倒也不是李英灵输不起 只是疏郁闷罢了 师父 我回自己屋里睡觉了 这两天时间 李英灵已经把自己的小屋打造得差不多了 就在破庙被封的位置 离破庙也十分的近 楚星辰挥了挥手 同李英灵告别 手中还握着头中的宁千千 大仙小心翼翼地好奇询问道 大仙 你是不是真作弊了 没有 楚星辰看了一眼他 随后指了指李英灵最初躺的那一张床 今天你睡哪一张床 隔开的木板还没挪开 之前的李行天睡的应该是自己的这张床 反正李行天最近也得加练 就先别睡 或者继续睡后面去 总不能要作为师父的自己睡后面嘛 宁千千没有说什么 只是将手中的头中放回桌子上后 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吩咐回到那张隔开的木板床上 楚星辰将东西回收之后 也躺回自己的床上闭目养神 第十九章 其实要玩也不一定得给我们吃 不得不说 李行天炼化千年古玉之后的体质提升实在太大 加上更加契合李行天的修行功法 起码在炼气期修行进度上 李行天的修行速度已经媲美拥有修仙天才词条的李英灵了 经过几天的加强修炼 李行天也终于到了突破铸基期的时候了 此刻的他正盘做好 面前放着精炼过的血石 看起来黏糊的暗红色浓稠血块 后续功法铸基之后 就不用如此麻烦地捕捉血石 铸基之后要做的便是炼化自身血肉 所以说起这个功法麻烦 其实也就炼气境界略显麻烦罢了 楚星辰略有不舍地 将空间戒指之中剩余的所有灵石拿了出来 替李行天构建了一个简单的聚灵阵 来提供足够的灵气顺利突破到铸基境 这是目前能拿出来的所有灵石了 现在算是真被徒弟榨干了 总觉得世上不可能还会有宗门笔 自己还穷了 此时的破庙内 李英灵正在小锅边上烧水 表情有些奇怪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宁千千再也已经换上了李英灵的衣服 淡蓝色的文化边裙 虽然略显宽大 但好歹不是脏兮兮的破旧麻衣 有些洁皮李英灵狠 是给宁千千搓了一遍早 那日小屋里的水声 从早上一直冲到了中午 时不时还能听见宁千千一声惨嚎 想来李英灵下手也重 效果也是斐然 起码宁千千看上去终于不是难民模样 配上这一套衣服 颇有一种贫民窟的小孩 穿着公主服饰的既视感 不过 穿上这套衣服的宁千千 自然也有些不习惯 此刻她正小心翼翼地摆弄 对她来说有些宽大的袖子 好让袖子不会被地面弄脏 虽然李英灵多次表示 没有关系 不过即将突破住击器的立行天 神色就不是那么好了 她面色沉重地看向李英灵 以及那一口开始沸腾的锅中水 她深吸一口气 看向楚星辰 与气认真道 师父 其实那些丹药 不吃我也有把握 良药苦口 楚星辰将最后一块零食摆放到位 随着安放完成 数十块零食开始发出光亮 放心 我知道是我要的味道不太对 这次你放心 我已经研究过加入什么调 未即能让丹药入口 美味无比 师父 你确定你说的是丹药 不是师姐肯胜的鸡腿 楚星辰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之前剩余不多的正经灵职 还能够勉强练一份 你不相信我的炼丹技术 你也不能怀疑我的厨艺 爱图 回想起师父的厨艺 立行天还是觉得 这话有点说服力 于是目光望向师父 期待他能说到做到 说着 立行天就看见师父老一套的炼丹手法 随着绿水咕噜咕噜冒起气泡的时候 立行天觉得 自己的脸似乎也同着水一样 开始绿了起来 这有什么改变 不过等丹药即将萃取浓缩完成时 楚星辰迅速从空间戒指之中 取出蜂蜜 以及煮熟过的面粉 再混合上一些奇怪的调味料 把面粉同蜂蜜浇杂在一块之后 再小心翼翼地 将面粉侵入药液之中吸收 很快不多的药液 就被面粉吸收 一颗绿布拉吉的丹药 就浮现在楚星辰的手上 他拿起这枚丹药晃了晃 发现还挺结实 没有要散架的感觉 很好 这是炼丹的新一步 用锅也能炼出完美无瑕的丹药了 楚星辰志得意满地 将这绿布拉吉的丹药 递给了立行天 来 尝尝味道 看着面前的丹药 说实话 虽然变成固体 是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一点 但这翠绿的颜色 无论怎么看上去 都不像是一颗正经的丹药 反而像是能毒穿新肠的毒药 默默叹了口气 相比是不是毒药这种无聊问题 立行天只在乎 这玩意到底还会不会难吃到 让人难以接受 面对师父鼓励的眼神 立行天心一横 果断吞入腹中 同时 余光瞥见自家师姐审视的目光 至于入口的味道 立行天表示 妈的 果然 炼丹和厨艺 一点共同之处都没有 尤其是 加尔伦面粉这个逆天之物 也不知道是不是加了蜂蜜的缘故 这面粉 它居然卡嗓子 尤其是搭配上这该死药液的恐怖味道 或者不是说味道 而是来自身体的浓烈的排斥感 这是比生吞药液还更加痛苦的折磨行为 完全就是酷刑 立行天奋力地露着嗓子 沙哑的声音从他嘴里逼出 水 师父 我要水 一旁的宁千千 迅速提起水杯 递给了挣扎的立行天 连忙喝下几口水 将喉咙中黏黏的面团咽下 连忙缓了几口气的立行天 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味道恐怖 但要笑起笑得非常快 立行天迅速进入修炼状态 吸纳零食之中的零气 看样子这次的试验品效果并不太好 是味道不够掩盖吗 楚行尘微微思索 随后目光看向了一旁神色庆幸的李英灵 李英灵连忙摇头表示 师父 以后这种好东西都师弟先试试吧 你可是他师姐 楚行尘摸着下巴 李英灵表情委屈道 师父 如果你不想 我活大可直说 立行天的突破还算顺利 等待灵时不再闪烁耀眼光芒 太阳吸锤 立行天原本外露的灵气瞬间凝湿于体内 微微睁眼 气息内敛 眼神之中似有金光 突破非常顺利 几乎没有任何阻碍 师父的丹药效果不错 再搭配上十分契合自己的修行功法 比上一世突破珠基7更加顺畅 只能用水稻渠成来形容 正在为自家大弟子考落的楚行尘 察觉到立行天的苏醒 目光望去 感觉如何 立行天点点头 很好 我说的是 我练的丹药 也很好 不过师父 如果可以别练了 立行天表情真知道 如果非得练 其实我觉得 拿来严刑逼供或许也非常的好 不一定要给我和师姐吃 闻言 李英灵目光一亮 手中拿着烤串 举手赞同道 对 我觉得二师弟说的对 楚行尘的大掌 毫不犹豫地 就拍在了李英灵的小脑袋瓜上 注鸡之后 已经能够避鼓 但立行天 还是从走到跟前 拿起一根烤串吃了起来 他目光撇过宁千千 随后说道 师父 计划可以开始了 第二十章 这个矿场不对劲 清风棕林矿场周围 师徒二人 静静折服下来 李英灵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去 观察着下方情况 同时目光紧紧盯着自己的二师弟 有些担忧道 师父 二师弟这样 会不会太冒险了 理论上 你比他更危险 闻言 李英灵略显疑惑地 看向自家师父 楚行尘这么说 自然有理由 能抵御金丹七公纪的护符立行天 此刻还戴在身上 还有两张传送符 要说出了问题 谁跑得最快 那自然便是立行天 所以 单纯按照危险程度来拍的话 自己身边的李英灵 才更危险一点 此刻立行天正伪装成矿工 混入了矿场 正如同立行天推测那般 那群清风宗的核心弟子 压根不会认真对比矿场之中 那些蝼蚁 多了或者少了 加上确实挖过几年矿 立行天在这里轻车熟路 伪装得还挺顺畅 此刻他正推着车 目光扫过路过的所有人 寻找宁千千的父亲 破庙中 楚星辰已经根据宁千千的描述 给宁千千的父亲 画了一幅素描 其逼真程度 已经得到了宁千千的首肯 所以 只要宁千千的父亲 还活在这个矿场 也不存在遇见了不认识的情况 楚星辰微微放松 这样看来 备用计划暂时还用不上了 现在只要等到立行天的信号 宁千千毫无修为 带着没意义 可能还得分心照顾 所以 直接留在破庙之中更为合适 所以 参与这个行动的只有师徒三人 其中 立行天作为观测者 对矿场进行仔细观察 同时找到宁千千的父亲 楚星辰作为攻坚者 到时候会直击金丹镇首的临时仓库 同时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来为自己的徒弟撤退 做好掩护 李英灵则是补位 如果有特殊情况 则是会上场兜底 另外 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 立行天还布置了终极计划 弄碎这个该死的矿场 释放里面的所有人 虽然楚星辰并不看好这个计划 而且将这些人全放了 也不一定是个好主意 因为清风宗必然会追查这些人的下落 随后审问他们 不过立行天表示 待在那里是必死无疑 试着逃出去才有活路 他做的只是让那群人有活路 更何况不想跑的 大可以不跑 对于立行天的方案 楚星辰提出更直接些 等实力够了 直接干碎那个该死的清风宗 立行天倒是没反对师父的决议 只是欲言又止之后 还是点头同意 不过 想来是立行天觉得 自己的这个方案并不靠谱 总之 目前来说 所有的计划 都得等到立行天发布消息 开始行动之后 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抉择 指不定连宁谦的父亲都找不到 不得不说 重新推着这破车来运临时矿 对于立行天来说 可实在太痛恨了 尤其是这一路线 从矿场门口 哪怕经过那么多年记忆的冲刷 也经历过比这里更加凶险的秘境 当重新迈上之后 内心依旧不能平静 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盘踞在立行天的脑海之中 上辈子自己原因之后 应该第一时间 就把这破轻风宗给灭门了 这该死的矿场 对于立行天造成的创伤 并不低于那个该死的邪修女子 立行天低着头 目光迅速扫视过 外面搬运和碎石的矿工之中 并没有发现宁谦谦的父亲 大概率应该就在矿洞里挖矿 得找机会混进去 立行天目光微微一瞥 悄悄对着师父方向 打了一个手势 微微等待 一声锐利的剑鸣声 从远处响起 三位在一旁闲聊的清风宗弟子 猛然望向剑鸣响起的地方 有两位迅速起身 奔向剑鸣响起的地方 剩余一位 则是拉响了在矿场中央的巨大响铃 当当当的铃声 迅速传播来 不少矿工纷纷停下动作 麻木的脸上露出些许惶恐 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 嘈杂声迅速响彻山谷 人群开始骚动 不自觉地团聚在一起 立行天也果断混入其中 很快 两名清风宗弟子 从远处飞奔而来 他们是在外围警惕的 铃声响起时 他们就迅速朝此处奔来 他们迅速警惕四周 压制有些躁动的人群 同时 矿井之内 也有一名清风宗弟子 往矿井外狂奔而出 身后则是跟着跑出了不少矿工 他锐利的目光 扫过慌乱的人群 连忙立声喝倒 所有人都按班次站好 随着这一声呵斥 原本躁动的人群迅速平息 开始寻找自己的站位 立行天目光迅速扫过奔出的人群 很快就发现了宁谦谦的父亲 此刻的他几乎已经受得脱了想 要不是有炼气修行在身 恐怕早就没命了 不过好歹也算活着 立天行随后微微侧目看向仓库 在等待里面的金丹真人 是否会露面 这位才是决定 计划能做到什么程度的关键人物 一刻钟后 前去探寻两名清风宗弟子 一同归来 解除了警报安全 立行天迅速混入矿工人群 在清风宗弟子的安排下 开始往矿洞里走去 然而预测之中的金丹并没有现身 我现在就回宗门禀报掌门和长老 你们小心警惕 一位年龄偏大的清风宗弟子 主持大局 最近是要紧的关头 无论如何 都要保持矿场的正常运行 大家都上点心 其余清风宗弟子 连忙拱手作一 是 大师兄 由于成功混入挖矿人群 立行天也跟随着大部队缓缓进入 随后迅速靠近宁千千的父亲 随后 将宁千千带着的所谓信物巧默默地 塞进了宁千千父亲 宁昆的手中 略显漆黑的矿井之中 宁昆目光锁定了立行天 同时紧紧握住了手中 类似麻布手感的布匹 立行天没去看他 只是低声一句 千千 宁昆眼前一亮 随后神色又是巨变 连忙着急询问 他 话未说出 立行天抬手打断 目光扫过他 等会无论如何跟紧我 你们在做什么 都快点 负责监督的清风宗弟子 在一旁迅速催促大喝 进度完不成 你们连觉都睡不了 立行天没有在理宁昆 而是迅速拿起丢落一旁的稿子 就往前走去 前行十来步 就有个拐角 拐角处 淡黄色的烛火光芒 悠悠摇摆 立行天看着那烛火 心中猛然没得一跳 一股汗毛猛然从背后竖起 一股极其不善的感觉 瞬间蔓延心头 这矿场 怎么有点不对劲 上辈子挖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情形 他迅速握住 师父递给的千里传送符 小心翼翼地 跟随人群迈入拐角 随后映入眼帘的 并非是等待挖掘的矿洞 而是极其诡异惊恐的一幕 第21章 画为血实 面前的 并非是等待开采的狭窄矿板 而是开阔的仪式场地 几颗诡异的头颅 高挂在最高处的祭祀台上 还有六名身着宽大黑袍人 盘坐在六个方位 吸纳四周血迟的血迹 血迹斑斑的祭祀台上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丧命于此 围绕祭祀台的 则是范围广阔的人工血迟 正对方向 有四座奇异至极的雕像 他们表情各异 但目光之中 似乎暗带凶光 怒目而是中央祭台 血迟之中 尸体遍布 妖兽 人类都有 尸体干比无比 但又浮现暗红色的能量 从利行天脚下 有一条只能攻两人通行的道路 直达祭祀台中央 随后贯穿整个祭祀台 到达对面 他瞳孔震惊 目光望向四周的人 却发现所有人 似乎都没有任何一场 他们此刻似乎还自以为 在拥挤的管道之中 挤着小小的矿道 向最深处走去 这是 大范围的幻境 朱基奇能免疫这种幻术 还是什么东西 能使自己抵御这种环境 利行天压下心中不安 选择 暂时依旧跟随人群 得先弄懂清风宗 到底在做什么 明白身后 到底是什么存在 计划很可能 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将要被全部推翻 清风宗的本质 莫非真的是邪教 利行天低着头 小心翼翼跟随人群 缓缓走过路中央的祭台 穿过祭台 再往里面深入 就是正常的矿场 所有人都手握开采工具 准备开采 矿场目前来看 还是真矿场 但是 那个祭祀仪鬼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疑惑 当第一个手持稿子 开挖的矿工动手时 利行天就瞬间恍然大悟 随着每一次挖矿 有股淡淡暗红色的能量 从矿工的天灵盖上 悠悠飘起 向血池涌去 里面所有的矿工都是同样 一缕缕的暗红色能量逐渐汇聚 也是一股不能小觑的能量 利行天目光紧紧盯着一个矿工 猛然发现 这股暗红色的能量 似乎是从灵根之中被炸出的 消耗的不单单是矿工的血肉和灵气 而是连修仙基础的灵根都在被磨损 难怪那群矿工看上去都如此骨瘦如柴 天天干活还被榨取血肉 能不骨瘦如柴吗 这是纯粹的邪修技术 而且闻所未闻 并且阵法范围如此之大 利行天不敢开挖 因为观察来看 提供的血气是根据灵根以及修为水准 来决定多少 如果自己开挖 导致自身修为和灵根被汲取 那么自己绝对不是一缕缕的暗红色能量 怎么样也得手臂粗细 那自己在这群人之中可就太显眼了 得想办法先出去 通知师父 至于宁谦谦的父亲 根据师父的交代 情况不明时 保护自身最为重要的准则 只能祝福 他能平安无事 利行天能察觉 那六位黑袍人的修为是注击左右 如果给的项链确实靠谱 杀出去或许是个好主意 尤其是自己拥有非常不错的把握 利行天注击成功当日 师父也给了自己一本 非常契合自己的神通 而且 还是品质极高的神通 仿佛早就准备好 只等自己注击一般 这让自以为 看破师父些许迷雾的利行天 又觉得师父又变得迷雾重重 这些自然不算主要 对于救命恩人 从一开始 只要师父没有真的对不起自己 不会同清风宗一般 利行天也会先好好待在宗门里 回报救命之恩 但这些时间接触下来 这个小小的 只有三个人的宗门 却让利行天觉得无比温暖 大师姐虽然有些淘气 但对于自己这个师弟 感觉也是用对待家人一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 每日替自己捕捉兽类修炼是真 会督促自己 好好修炼也是真 虽然他有时候的眼神 看上去有点嫌弃自己 但行为上 却是真情实义 师父更是不谈 虽然有时候感觉轻浮 不稳定成熟 但师父 也拥有极为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个修仙世界看上去 有些格格不入 但又十分容易让人幸福 除了那个不知道 跟谁学的邪门炼丹术 对自己却是实打实地没得说 从见面开始 就拱手让出已经到手的机缘 到后面 与其说自己贡献了什么 倒不如说是师父 一直在无私的奉献 如果一开始 只是碍于救命之恩 不好博了救命恩人的情谊 那么这些时日接触下来 那么立行天真觉得 自己也已经心甘情愿地 加入这个小家庭式的宗门 从修炼功法到神通 这一切立行天自然觉得如获至宝 但品质极高的神通 自然也代表着非常难练 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师姐那般 堪称逆天的悟性 不过 简单借用一下威士 搭配自己上辈子的神通 战斗力应该还算可观 他可不认为 面前的六位黑袍人 也会拥有神通 目光先扫尸 确定好周遭之后 立行天还是那一套 先动手先爽 后动手遭殃 他猛然握紧手中的稿子 直接转身 重新走向祭祀台上 一位看守的清风宗弟子 直接就注意到了立行天身上 猛然呵斥道 你做什么 立行天脸上露出了些许胆怯 似乎脚软一般的缓缓靠向 呵斥的清风宗弟子 我 我想上厕所 最近攻七级 你拉斗力 也得继续干活 回去 等到距离足够 立行天猛然爆发 一刹那就出现在清风宗弟子面前 体内灵力猛然爆发 上辈子神通 九天悬罗刀 配上粗略沿袭过的神通 路纤化魂九幽刀 同为刀法简单借鉴 还是能够做到 立行天手中的稿子 猛然化作大刀一般 暗红色的能量 带着无尽的威势 猛然朝清风宗弟子的脑袋砍去 清风宗弟子反应不及 尤其是面对神通这等速度 极快的招法 只觉浑身都被定住 神魂被这一股气息震慑 只能面露惊恐之后 被立行天一招爆头 一击挥下 立行天按骂一声 妈的 消耗有点大 立行天只觉得体内的灵气 被刚刚的那一击挥霍去近乎一半 没想到 只是借鉴一点威势和路线 真实动手之后 消耗居然比之前的神通反备 不过 效果也是非常的给力 让立行天没想到的是 刚刚调动体内灵力的同时 自己似乎也隐约感知到了水池的能量 还没等立行天继续感知 六名黑袍人猛然起身 身形猛然对向立行天 其中一位黑袍人 用沙哑又难辨雌雄的声音咆哮道 哪来的毛头小子 来这里闹尸 还是铸鸡 今日且化作我等血食 让你明白何谓修真正义 第二十二章 谁才是邪修 师父 二师弟是不是进去太久了 李英灵侧目看向楚行臣 不由有些担忧 自从立行天打完信号 汇入矿洞之后 就再再无消息 再等等 楚行臣微微皱眉 拥有千里传送符的立行天 哪怕打不过也不应该有问题 或许情况不对 立行天传送走了也有可能 得到回答的李英灵深深地叹了口气 还是听从师父的选择 稍微等待 不过 十分钟后 随着矿洞之中 响起剧烈的爆炸声 随后 一股猛烈又邪气的灵力 猛然从矿洞之中喷涌而出 这次不用等李英灵再说话 立行天预测零食仓库内的金丹长老 那是一位中年男子 已然从零食仓库走出 此刻无论立行天里面情况如何 自己都必须先行拦住那一位金丹 楚行臣果断从空间戒指中 拿起一柄零件 上去之前 将一枚传送符咒递给了李英灵 遇到危险果断使用 然后就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师父去找你 这是什么 李英灵低头看向 自己手中的金色纹路遍布的符咒 随机传送符文 注入灵气就触发 千万别因为好奇就用它 楚行臣重新拿出面具戴到脸上 另外 保持冷静 注意自己安全 那我现在做什么 跟立行天的计划一样 去试着接应它 但注意保证自身安全 尤其是看到 你打不过的人 毫不犹豫地先跑再说 立行天也有这张符路 不要担心它 随后 李英灵就看见楚行臣身影 瞬间消散眼前 化作红光而去 楚行臣出手 就毫不犹豫地先放大招 此刻最强手段 便是李英灵入门的神通 三千弱水剑 一缕缕剑气 化作水龙一般 附着剑身 楚行臣对准 准备回原矿洞的长老 一剑挥去 入门的神通也是神通 加上楚行臣炉火纯青及顿术 又是偷袭其手 长老准备着急回原 此处计划已到关键时刻 更是清风宗要命之处 万万不能此刻有失 他已经捏碎了极地玉符 只要稍作拖延 清风宗自有其他长老前来回原 但里面布置的阵法和遗轨 却万万不能有失 此刻心中焦急 面对楚行臣突兀起来的杀招 侧目发现时 早已没有时间抵抗 长老只能压榨体内金丹 强撑起一道屏障 可仿佛连抵挡片刻也做不到 那一剑犹如划破时空一般 只是刹那 死亡气息便随着那无边剑一飞灵而至 长老目光望向持剑之人 服装破旧 脸上戴着恶鬼面具 露出的眼眸中无喜无悲 已不能躲避 长老只能强行侧头 躲过消首的一剑 可却躲不过 那一柄长剑刺入心脏 庞大的灵力夹杂着猛烈如洪水的剑气 在体内疯狂毁灭一切 只是一击 连同心脏的半边身子直接被轰成血沫 但长老也借此脱力 强行挣脱了攻击范围 身形一路连忙向后退去 楚行臣没有追击 而是停下脚步 目光紧紧盯着面前的长老 金丹不是原因 心脏被击碎 李当也活不下去才是 这长老看上去去 好像并无大碍 有点邪性 先用系统看看词条再说 末尘 修为 金丹中期 蓝色词条 后天磨驱 白色词条 皮糙若厚 白色词条 小聪明 黑色词条 心魔入体 后天磨驱 楚行臣微微皱眉 这样看来 恐怕清风中内还有内情 那长老站立而住 脸上露出些许庆幸 体内猛然爆发出黑红之色的灵力 迅速肆意吞噬四周 还未反映过来的 炼气二三层矿弓 迅速将它们泄食吸纳赶紧 化作能量 迅速将被一击回去的半边身躯补全 刚刚那一击 直破体内金丹护体 而且那骨有如天成般的剑绝 分明就是神通 有神通和没神通的修饰 完全就不算一个水平 尤其是此人的修为 应该在自己之上 此刻 要做的便是拖延住时间 等待门内其他长老回源 墨尘连忙开口道 道友 是否有所误会 这里是清风中的矿场 楚行臣语气平栏无波 携修宗门矿场 替天行道 义不容辞 得到回应的墨尘 连忙松了口气 能够说两句话 拖延一下时间就行 这二啥子 哪怕金丹后期如何 会神通又如何 此刻宗门内的元英老祖 也会迅速赶来 墨尘连忙拱手道 我清风宗 是南部丹州先蒙阁认证的 正派修仙宗门 如何能说是邪修宗门 看见墨尘拱手 楚行臣心中一喜 妈的 果然反派死于话多 是什么脑子才会觉得 自己会继续跟他废话 砍身子不太好用 那就砍脑子 可你 楚行臣张嘴欲说 手中的剑也不停 身形狂略 仿佛一瞬间就到墨尘面前 手中的剑气此刻 犹如弱水一般 缠绕灵剑剑身 这一剑 毫不犹豫地 就对着墨尘的脑袋披下 但这一剑 意想不到还是落空 墨尘猛然释放出 暗红色血物 将四周笼罩 原本楚行臣 剑锋锁定的契机 却也猛然失去 亦或者说 锁定的契机 已经变成那一团血物 楚行臣连忙撑开灵气屏障 隔绝血物 毕竟不知道这血物 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刻也不能再在意灵气消耗 手中的灵剑 猛然绽放闪耀灵光 犹如流水一般的丝线 从灵剑剑身上中 涌入血物 锐利的灵气 迅速割裂所有连接的血物 道友才是邪修吧 偷袭出手 墨尘的愤怒的声音 从血物里透出 要不是留有防备 刚刚那一剑 指不定真将自己头颅砍下 我心光明 亦附何言 楚行臣简单回答 丝线灵气猛然爆发 犹如洪水一般 开始侵蚀所有血物 墨尘知道 不能再继续维持血物状态 否则就是慢性死亡 连忙将身躯重新凝视 此刻墨尘已然心红无比的眼眸 死死盯着楚行臣 这小子权杖自己 不会神通 再欺负自己 楚行臣神色平淡 无暇金丹后期 打个金丹中期 还有神通在身 不能打个碾压杖 那就是个废物 他手中灵剑 重新发出灵光 流水之意 迅速凝聚剑身 打算两招之内 就解决这个金丹 不过突然聚变 身后的矿洞之内 好几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从矿洞之中飞出 撞碎所有建筑 没入矿场周遭石壁 楚行臣忍不住担心 还是先侧目看去 只见几道血肉模糊身影 飞出之后 例行天魔艳滔天 暗红色血腥无比的灵气 附着他的周身 星红的眼眸 充斥着无尽杀意 不知道什么邪乎的血液 带着奇怪的邪门气息 似乎还在被例行天操控 跟随着灵气 一同盘绕在例行天身遭 这是入魔了 怎么看上去这么邪门 例行天走出矿洞 就看见自家师傅 语气癫狂 又带着尊敬的呼喊道 师傅 墨尘也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例行天 这人自己从未见过 叫的师傅肯定不是自己 那么叫的 肯定是这个自称 我星光明的面具人 不是 在场所有人救你徒弟 最他妈邪性 你还自称我星光明 墨尘悲愤地指着例行天道 你们他娘才是邪修吧 第23章 念头通达 面对长老的怒斥 楚星辰回应他的 则是更猛烈的神通 一道宛如瀑布一般的建议 犹如海啸一般朝长老飞涌而去 现在二徒弟情况看上去不太妙 这副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没问题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 时间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毕竟自己徒弟 还只是助击境界 即使有传送符咒保命 也算不上彻底稳妥 如今速战速决 才是正确方略 墨尘心中大害 只觉得浑身的契机都被锁定 面对那黄黄一剑 只觉得死罩星在头上狂闪 师父等等 先留他一条命 立行天在矿洞门口突然开口 微微迟疑后 楚星辰还是收了力道 千军一发之计 剑气微微偏移 没有斩下长老那惊恐欲裂的头颅 看见师父留守后的立行天 连忙松了口气 随后身形狂掠 静直冲向长老 随后手中血色灵气猛然浮现 直直摁住那长老的头颅 楚星辰的那一剑 虽然没有要了那长老的命 但那一剑威力长老 也老老实实挨了下来 没有斌死也是重伤 面对立行天飞奔而来的身影 那莫尘长老 甚至连抬起手的力量都没 只能任由立行天 伸手摁住他的头颅 随后 长老骇然发现 自身体内的血力 竟然开始被那个 注鸡漆的毛头小子 疯狂击取 注鸡吸睛丹 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虽然有自己重伤的原因 但是莫尘长老 很清晰地感受到 那其实是一种 来自修炼功法的压制 这小子修的邪修 比他娘自己还嫌 这是连邪修 都吸得邪门玩意啊 楚星辰看着自家徒弟 真如同邪修一般 开始汲取那长老体内的血力 两人浑身暗红色 血气缭绕 楚星辰不由皱眉问道 什么情况 立行天只能微微侧过头 看向自家师父 解释道 这里有邪修诡异阵法 他们往日吸食那些 矿工灵根血气 来修炼邪功 楚星辰紧握手中常见 瞪眼看向立行天 美好气道 我问的是你 你这是什么情况 我 立行天文言一愣 随后低头看见 自身血气十足的灵气 随即才恍然大悟 我没事 只是师父你的功法 似乎能和那些血池也能交互 话说到这 立行天神色也有些不太正常 毕竟他也没听过 谁家正派的修仙功法 是可以和邪修以轨阵法 能有交互的 而且 现在自己修的功法 优先度甚至高于那些邪修 往后自己该不会一出手 就是湿山血海吧 不过此刻时间紧张 也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 楚星辰连忙开口 那你没事就行 对面池源的人 估计快来了 情况如何 立行天迅速感觉到 体内的灵气迅速填满 修为也随着功法的运转 迅速蹭蹭往上涨 他立刻回答道 我刚刚有看见 师姐往矿洞里走了 里面的助机修士 都被我杀完了 师姐应当安全无忧 师父你去仓库 拿完东西即刻撤了 这人我来解决 楚星辰微微点头 随后身影直奔仓库 那些其余清风宗住机弟子 早在他们长老 被一箭砍翻的时候 早就各自逃离 此刻也没有人来阻拦楚星辰 直接一脚 踹开仓库大门 映入眼帘的景象 却也让楚星辰愣了一下 仓库内的灵石数量尚渴 但仓库内有一个阵法 用矿洞里传来的血气 来滋养这些仓库的灵石 此刻映入眼帘的灵石 已经不是平常的淡蓝色 散发灵气荧光的模样 而是淡红色 散发着血腥气味的灵石 不是 这灵石拿出去买东西 不得被原地打成邪修 这群人做见什么不好 全做见灵石 不过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本着来都来了的想法 楚星辰还是一股脑的 将面前的灵石 统统塞进空间戒指之中 戒指空间 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此刻还剩一些琐碎灵石 楚星辰在随意捡起两块灵石 揣进怀里之后 便也没继续贪心 出去之后 立行天已经解决掉了末尘长老 此刻的末尘长老 犹如干尸一般 一张皮包着着骨头 楚星辰看去 此刻立行天修为 已经到了筑基中期 赶上了李英灵的进度了 现在立行天则 是准备他的第一计划 准备最简易的传送法阵 简易到什么程度 去哪不能确定 传送距离也不能确定 楚星辰从空间戒指之中 丢给立行天几块血红色的灵石 好让这个阵法有灵力驱动 恰好此刻 李英灵手上滴溜着一个人 从矿洞走了出来 李英灵脸上也佩戴着一副鬼面具 他手中提着宁谦谦的父亲 宁昆 随着李英灵走出之后 身后的矿洞内 不少矿工紧随其后地冲了出来 你们也看见了 留在这里必死无疑 无非早晚 立行天手上动作不停到 现在我画了一个传送阵法 这阵法能传送多远 传送到哪里都不确定 很可能你们还会被 清风宗门人抓到 你们自然也可以选择留下 我不强求 但机会也就这一次了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愿意地站入圈内 立行天说话声借用灵气 声音清晰地传达到 那群矿工耳朵里 所有矿工略显茫然地 看着面前的一幕 不过其中也有机名者 刚刚立行天矿洞内的一站 灵气席卷 不知轰碎到了那一处的幻境阵机 随着幻术退去 那群矿工也自然看见了血腥池水 也看见了从自身上被抽取的血石 哪里还不懂 在这里当牛做马也就罢了 到头来 终究还得被那群清风宗人 连骨髓都吸得干净 矿工人群之中 有人开口激动 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立行天没有开口 只是依旧低着头 将最后的一笔阵法画完 将各个灵石塞入阵机之处 阵法猛然绽放光芒 立行天深吸一口气 不用谢我 只是有机会 莫做袖手旁观的人 不知为何 看见那群人 立行天总会想起自己同村 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他便死在了这里 随后 他不由自嘲一笑 立行天不知为何 自己想救他们 但 修仙不就修个念头通达 想做便去做吧 是为了心理安慰也好 是想起曾经的兄弟也好 终究是心理想做 随后 他侧目 看向自家的师父 师父只是朝他轻轻点了点头 第24章 从长记忆 矿场 清风宗人 即使紧赶慢赶 也终究慢了一步 以上官红为首的一众 金丹长老感到之时 矿场早已近乎人去楼空 五位金丹长老 此刻腾空在矿场上空 神识迅速扩散扫描 事实证明 立行天说的传送阵不稳定 是真的非常不稳定 这群金丹神识一扫 就扫到有几位矿工 此刻仍然在他们的神识范围之内 其中一位长老迅速开口 四周还有矿工上未能逃脱 你们去追 这里我自己搜 上官红眉目低垂 声音平静 好 其余长老也懂 对于上官红来说 这是他唯一能突破原因的机缘 恐怕此刻他表面平静 但内心估计早已怒火滔天 他是最不期望这里出事的 此刻把这里交给上官红 或许也是最好的选择 上官红飞身而下 踏入矿场土地的第一眼 就看见了面前被吸成人干的墨尘长老 他缓缓伸出手去 仔细探查了一遍墨尘长老的情况 很快 上官红迅速得出结论 墨尘长老是被人吸干的 而且是活着的时候 体内的血气被一通吸干的 甚至毫无还手之力 起码是经单后期左右的 邪修才能做到 废物 上官红强忍心中怒气 没将这一具干尸 直接轰尘灰烬 毕竟此刻他依靠宗门 就不能将事情做得太过难看 上官红深呼吸一口气 只能带着最后的期望 向矿场内部走去 此刻只能希望 里面情况一切正常 里面历经多年打造的阵法 依旧稳固的同时 血池蕴含的血气 还依旧存在 那些可都是自己 突破原因期的最大一掌 自己时间已然不算太多 上官红天资并不算好 如今一路爬到 清风宗长老一职 不知耗费多少心血 吃过多少白眼 挨过多少屈辱 如今 这就叫他到此为止 上官红又怎能接受 其实不用真正踏入矿洞之内 当上官红用神石扫过矿洞 就明白 这一切都没了 但他仍旧不死心地走了进去 原本满满当当的血池池子 早已干涸 就连辛苦打造的阵法也被轰碎一脚 上官红眉目低垂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此刻他犹如踏入梦幻泡影一般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哪怕只是最劣等的下品原因 他也能接受 上官红不知站在这里多久 当其他四位长老重新抓回六名矿工 踏入近来的声音 才将上官红重新唤醒 一位长老到目光 扫过面前的祭祀仪轨台 心中暗暗叹气 随后将捕负的六名矿工丢向面前 目前能抓的都在这了 上官红新红的眼眸 猛然抬眼望去 犹如试魂的野兽 矿工忍受不住那金丹的威压 也受不了那恐怖射人的眼神 我说 我说 上官红完全不理 直接将一位矿工射入手中 直接开始搜魂大法 其中一位长老健壮正欲开口 却被另一位长老摇头打断 这射魂术 不单单对被施法者的灵魂 有极大的损失 对于施法者来说 也是有极重的负担 上官红不顾自身情况 将那六名矿工全部搜魂 随着将最后一名矿工搜魂完成 上官红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斜修 能操控血石池水的顶级斜修 上官红轻轻擦去嘴角血迹 还有穿着面具的一男一女 其中那个男子修为 起码是金丹后妻 还有一手神通 那神通男子的手法 看上去并不像斜修 但也难保是不是障眼法 上官红拿出画笔 迅速依照记忆 将矿工脑海里 唯一露出脸去的男子画了下来 画面中一位中年大汉 面带胡须 神情木讷 历行天混入矿场之时 早就做好人脸面皮隐蔽身份 他们行动迅速 目的明确 上官红补充道 这副面容也未必是真容 金丹后妻 还有神通 其中一位长老微微皱眉道 如今原因老祖正在闭关 清风宗更没有神通本领 即使找到了他们 也未必不能奈何他们 更何况 他们也有三人 倘若其余两位也是金丹 也有神通 我们五个就算遇见了 恐怕也难以是对手 按你搜魂所说 他们不过也许只是邪修 目的估计 也只是为了占一些便宜把了 也并非是真的同我们不死不休 大张旗鼓 未免得不偿失 毕竟我们也见不得光 上官红心红眼眸 猛然看向发言的长老 但两久之后 上官红缓缓开口道 你说得对 但我们要做的事 绝不能止步于此 此处阵机损毁不算严重 修复并不困难 至于那些血石 抓 狠狠抓 现在起 我们五位长老 全都镇守这里 换来宗门弟子打造大阵 即使他们掌握神通 也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面对上官红的提议 其余四位长老纷纷沉默 以前做些小动作 隐瞒起来 还需小心翼翼 但不也是被其他邪修抓住 劫足先登 现在要大张旗鼓地抓人 难免不会败露 他们只是想借用上官红的计划 来辅助自己修炼 让他们也有希望 攀登原因之境 但并非想把命和明都 驳在这里 他们同上官红姥姥垂意不同 他们至少 也比上官红能活得更久 但面对明显暴怒的上官红 此刻沉默便是最大的无声反驳 裴兄 你莫非忘了 我救过你的命 赵兄 你的灵根天赋也不如我 金丹初七 混个长老便是你的最终愿景 大道之上 你就不想继续更进一步 李兄 我小女儿 王兄 上官红目光扫过四位长老 脸上神情似笑非笑 莫非诸位真觉得 如今停手便能安然无恙 殊不知 修真路上 竟是你死我活 唯有更进一步 午夜梦回之时 才不害怕 李长老终究忍不住 率先开口道 现在起 这些事都得仔细规划 从长计议 第25章 跑落了 后续矿场如何 已和顿远的楚星辰也暂无关系了 日夜兼程下 此刻楚星辰已经带着自家弟子重新顿回破庙之内 破庙内的此刻 宁千千听见动静 连忙走出破庙 看见四人 尤其是看见立行天身后背着的一位男人 虽然宁昆身穿破旧衣服 也瘦了许多 宁千千看见心心念念的父亲时 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宁千千连忙跪下 朝楚星辰磕头 忍不住哭泣道 多谢大仙 多谢大仙 立行天将身后背着的人 轻轻轻轻放在了宁千千的面前 宁昆此刻正处于昏迷状态 不过是被楚星辰特意弄昏过去 跑路时刻 自己可没那么多时间解释什么 楚星辰抬手施法 将宁昆唤醒 一声轻壳 宁昆缓缓睁开眼 先映入眼帘的是自家的女儿 梨花带泪的脸 楚星辰看见宁昆醒来后 连忙开口 我现在没空听你们妇女俩继续煽情 这话让宁千千和宁昆许多想说的话 瞬间顿住 纷纷将目光望向楚星辰 我不指望你们能报答我什么 如今也算我做一件好事 只要你们来日万一被清风宗抓了 别把我供出来便是 楚星辰说着 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水壶和粮食 以及一些散碎银两 你也有炼气二层修为 从这顺着东走便有人烟 有这些食物和水 足以支撑 你们走到 用这些银子自谋生路去 不过跑得远些才更安全 姑且算我救人就到尾 一切话都不必多说 拿上这些东西 现在就走 你们妇女 有什么话路上再说 宁千千自是懂楚星辰的意思 事情尘埃落定之后 恐怕清风宗的报复就在其后 楚星辰自然不可能看护她 和她父亲一辈子 但是能救出她的父亲 宁千千已是非常感激待得 她对着楚星辰磕了三个头 随后扶起一旁 还没明白情况的父亲 恩公放心 哪怕是死 宁千千也绝不会多说一句 楚星辰背过身去 不回答这一句话 算是下了逐客令 父亲 走吧 宁千千低声道 什么事 路上说 宁昆文言欲言又止 随后也猛然朝楚星辰磕了头后 才起身跟宁千千一同离开 随着宁千千和宁昆的走远 楚星辰猛然回过头 看向自家的大徒弟和二徒弟 走 我们快搬家 这里不安全了 对于自家师傅的命令 李英灵严格来说并不算意外 说实话 当他看见师傅将宁千千带回来的那一刻起 就明白 事情完成之后 师傅定然会将宗门整个搬走 不得不说 宗门小也有好处 三个人背上行囊 就是一个宗门 天涯海角 那都去得 他只是目光悠悠地看了一眼 自己才打造完成的小木屋 以及刚挖的震机坑 一个白灶了 一个白挖了 微微叹气 李英灵就走向小木屋 将里面自己的东西 开始打包带走 例行天则是站在原地 他没什么东西 要拿 来的时候就没带什么 楚行辰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 你没东西拿 就去帮为师收拾去 里面的锅碗瓢盆都不许漏了 那都是为师花了不少钱买的 是 例行天文言就仅遵师命地走进破庙内 开始收拾破庙内的锅碗瓢盆 楚行辰则是迅速开始在 这里留下一宗行径 以前住在这里 无非是因为得罪了玄武国尚书 想在这里避避风头 现在玄武国尚书 如今已不用惧怕 反正他肯定喊不来圆英大佬 而圆英之下 楚行辰凭着李英灵苦修的神通 以及无暇金丹 说一句圆英之下 我无敌也不算过分 现在是清风宗上有威胁 只怕清风宗那个圆英老祖 一路杀来 虽然楚行辰有把握 能逃离清风宗圆英的追杀 但确实不能百分百保证 自家徒弟的安全 座位与筹谋之策 还是妥当一点 不要明知可能有危险 还抱着侥幸心理 反正楚行辰在决定干这一票的时候 这破庙楚行辰也早就住得不太习惯 主要也确实是位置不好 灵气略显枯竭 楚行辰本身也没打算 将这真的打造成宗门地址 只是过度一二罢了 在这里人烟罕至 有个例行天送上门 已经是老天爷掉馅饼吃了 总不能留在这里守住带兔 等下个瞎眼的兔子撞上来 所以 他将宁千千带回破庙那时 就存下了心思 反正自家宗门信息 自己也是瞎报的中州宗门 即使宁千千真的被抓也全交代了 清风宗也未必真的会继续顶着 中州宗门的威慑感继续查下去 一个破庙住址 换回一大笔零食的买卖 为何不做 李英灵带着的东西也不多 背着个小包裹就走来 师父 这回我们去哪 楚行辰简单将宗记作假后 目光看向李英灵道 你想去哪 李英灵提议道 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怎样 好提议 为师记住了 楚行辰敷衍地点了点头 李英灵听师父敷衍的语气 就知道自己的提议被自家师父给否了 李行天此刻也背着个大行囊走了出来 师父 我把贵的东西都带了 剩下便宜的东西再带起来 就有些不方便了 由于楚行辰的空间戒指 早就塞满了那些血气零食 此刻这些东西只能由徒弟背着上路 所以 少带一点也无妨 楚行辰目光扫过自家的大小徒弟 此刻他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自己 他脸上终究男人笑意 楚行辰以前也跑路过很多次 毕竟想偏先描摆尸自己 多多少少得做一点死才行 以前跑路都是他一个人跑 现在好了 整个宗门陪着自己一块跑 楚行辰呼喊道 好徒弟们 走 我们跑路了 李行天脸上也难掩笑意 是 师父 李英零脸上则是期待满满 跑路了 于州城 公子 这处房子好 伴着川鱼盒 过些日子便是花灯节了 届时 那些花灯会顺着川鱼盒上游留下 会途经此处 届时 公子在家门口 就能看见美丽的花灯 顺水而下了 一位中年卖房的芽人 介绍着身旁不远处的一条宽河 他微微弯着腰 打开了一栋四合院房子 芽人目光 看向租房的三人 一位长相极其俊美的男子 只是穿得似乎有些破旧 不过一路来禁视他做主 剩下两人也服服贴贴 想来地位最高 一位长相极美的年轻姑娘 穿着华丽丝绸流仙裙 背着黄色的小包裹 表情好奇地打量四周 颇像一位 没出过身宅大院的贵族女子 最后一位面容 不如前两位好看 一路上也沉默寡言不说话 看见她的那一刻 总觉得有凶煞之气 而且背着一个大包裹 隐约之间 还能看见锅碗瓢盆 芽人微微细想 便知道是哪一家大公子 带着自家妹妹 出来游戏人间 为了安全带了位 实力高强的护卫 所以一路上 芽人都极为谄媚 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 风景也宜人 不远处就有热闹的街道 这里也是 寻接补快常来的地方 治安也颇为不错 除了贵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服务好这几位爷 这一次的分成收入 能抵自己一个月辛苦钱了 第26章 隔调 芽人推开大门 这边房子贵 每隔些时间 就会找些妇女打扫干净 花不了多少钱的同时 租客来时 总能看见焕然一新的屋子 要是灰尘满地 蜘蛛结网 那肯定要被砍价钱 这年头 吃不起饭的多了去了 就这活几个铜板 就能找到不少人来干 四合院门前 带着个小院子 一棵树下有十桌十椅 院子打扫得也十分干净 看不见什么落叶杂草 这边卫生 我们隔三差五 都会喊人来做 芽人弯腰伸手 示意他们进去看看 李英灵脚步先迈了进去 目光打量一圈 这里自然比不上 李英灵家中规模 但远远比破庙好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起码干净整洁 自己也不用补回漏风的门 伸手轻轻一抚 抬手一看 确实没什么灰尘 他随意挑了右侧的偏房 推门一看 里面也是收拾得干净 只是床上没有床垫和被子 书桌和椅子也是齐全的 楚行臣也迈步走进院内 目光打量了一圈 随后询问身边的立行天道 你觉得怎么样 师父觉得可以就行 立行天对于住得如何 倒也是真的无所谓 否则他也不会选择 真睡在破庙后面 芽人闻言微微一愣 师父 这一伙人的关系 好像不是自己推测的那般 师父 这里真不错呢 李英灵从片房中走出 神色表情对着房子 似乎十分满意 芽人闻言连忙吹捧道 那是自然 整个渝州城打听 这里地段和屋子 都是顶尖的 楚行臣看见 自家大弟子满意的神色 很果断地 就掏出了二十两银子 先租半年 手续你自己办完 再交给我便是 芽人目光瞬间一亮 连忙答应接过银子 随后将门口的钥匙 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楚行臣 好嘞 这是钥匙 租赁平正 今晚给您送来 楚行臣接过钥匙后 芽人便十分有眼力 见得退下离开 例行天看自家师父 租下这些东西后 果断背着身后的东西 往里走去 将身后的锅碗瓢盆 放到该放的地方去 师父 你怎么会想来渝州城 李英灵好奇地询问 他原本还以为 师父还会带着他 往某个山里去 自家大徒弟问问题 还是非常有水准的 先来渝州城楚行臣 也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好问题 为师今晚好好跟你们说 现在看看缺什么 你们去街上买点 指不定还得在这里 住一些日子 楚行臣说着 解开记在腰间的银袋子 丢向了李英灵 好嘞 师父李英灵目光一亮的 结果丢来银袋子 师弟 快来咱们上街去 来了 例行天将包裹放下之后 从座片房走了出来 不过他第一眼 还是先向师父投去目光 楚行臣点头道 去吧 跟你师姐出去买点 必须品回来吧 师父 例行天点头答应 随后 李英灵就风风火火地 带着自家的师弟 出去购物去了 李英灵估计 买的东西也多 居然叫例行天 把刚刚卸下东西的包裹 重新带上 随着两人的脚步 逐渐远离 楚行臣先将外面大门关上 随后微微朝几处隐秘位置 设上隐秘的阵法 阵法作用不大 只是能警惕施法者 谁踏入其中 能用神识挪移之法看一眼 所以 也不用临时驱动 楚行臣留下几缕自身灵气 保证自己回来前 灵气还够用即可 做完一切 楚行臣的身影 也猛然消散在了院子中央 要说渝州城哪里最好 那自然是满春院 那里如春的姑娘 可是如同春满地一般 春风细雨 文雅格调 应有尽有 但要说 哪里格调最高 那还得说是竹玉婷 春满院虽然从高到低 从荤到素应有尽有 但只要沾点容易得手的 那就算不上多高雅了 毕竟能砸钱解决的 都算表 花钱能解决的 对于有钱家工资 便不算难 竹玉婷则完全不同 就连端茶倒水的奴婢 都是手摸不得 脸骂不得的主 更别提竹玉婷内 负责琴棋书画的清官人 更是一个比一个高冷 一个比一个高傲 哪怕砸下黄金千两 一句不见 哪怕是想隔着白沙瞧一眼 都不行 见过竹玉婷的清官人 没有遮住脸庞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但每个见过的人 都以美若天仙 称呼那些清官人 而且竹玉婷背后的势力 似乎还十分庞大 至今在渝州城 也没见过 谁能让竹玉婷的清官人 见不想见的人 所以 这种得不到的顶尖格调 才是男人追捧的最高境界 谁要是能亲眼见过 清官人白沙下的面容 单单是吹个牛 都能吹遍整个渝州城 严格来说 竹玉婷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接客唱曲的是竹玉婷 竹玉婷往后 那型清官人的住处 则是被称为白玉楼 此刻 楚星辰便在白玉楼中 清官人谣情的闺房之中 这是 一间十分倾诉的闺房 多余的摆件也一点没有 就连胭脂水粉都没瞧见 茶桌前 楚星辰轻轻品着面前 口味略淡的茶水 楚星辰对面 有一位可爱包子脸 大大信念的年轻侍女 正鼓着嘴 气鼓鼓地看着神情 悠然自得的她 侍女手中正煮着茶水 说饰品 其实楚星辰 也只是野猪吃不了细糠 她就知道这茶柜 自己八成喝不起 想趁现在不花钱多喝两口 则则 楚星辰一口闷完 还是品不出好在哪里 但是做出评价还是可以的 喂蛋了 下次煮茶别小气 茶多放点 都没味 侍女闻言 差点背过气 都想把自己手中的茶壶 砸在面前这个臭不要脸人的身上 这人知不知道 这一点的茶 到底有多贵 知不知道 就这么一点茶 也是自家小姐不舍得喝才留下的 平常自己能闻到 这茶的香味 都算过年了 侍女冷哼一声 气道 你不会喝就别喝 不许无礼 小玲 清冷的女声从门外传来 小玲闻言 瞬间一个机灵 连忙从椅子上站起 老老实实地走到一旁站好 楚星辰抬眸看向门口 一位身材高挑 身穿白衣长裙 脸带白纱 柔顺的黑色长发 被一根白玉簪子束缚的女子 她容貌被白纱遮挡 但那双略显冷冰冰的眼眸 却是好看极了 即使没有见到完全容貌 却也明白 面前的家人也必是美若天仙 她此刻怀中抱着一张琴 眼眸直勾勾地看着 坐在椅子上的楚星辰 好久不见 姚琴姑娘 楚星辰率先打了招呼 第27章 欲将心事赴姚琴 姚琴先不回答 先抱着琴走进了房间内 将那琴放在了桌上 落座后 姚琴才缓缓开口 是好久不见了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楚星辰拿起一旁没用过的杯子 替姚琴倒了杯茶 递到她跟前 正打算开口解释 姚琴就率先开口 是我忘了 用你的话来说 你这种祸害是给一千年的 可没那么容易死 一旁恭敬站好的小林文言 瞬间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过随着姚琴目光悠悠看去的时候 瞬间又憋住了 姚琴挥手示意一旁的侍女 你先出去吧 小林文言一致 抬起头看向自家小姐 小姐总是会被这小子骗得团团转 要是自己走了 不能给小姐提个醒 这一次 指不定小姐又得被她给骗了 说来也是奇怪 明明自家小姐那么聪明 可到这小子面前 似乎比自己还笨了起来 小林不情愿地轻轻开口 小姐 姚琴目光不动 也不说话 只是再挥了一次手 心里安安叹了口气 再不识好歹 小姐可就生气了 虽然心中万般无奈 小林此刻也只能退出门去 随着小林的离开 此刻房间内 只剩蒙着面纱的姚琴和楚星辰 姚琴目光眉抬 低眉看向桌子上的琴 轻轻调弄琴弦 说吧 这次找我来又有什么事 楚星辰叹了口气 语气略显不愤道 姚琴姑娘说话 怎么如此生分 搞得我每次找你 都是有事拜托你一般 哼 生分 从门口到现在 是谁一直叫自己姚琴姑娘的 姚琴依旧不抬头 只是语气更加冰冷道 你哪次找我 不是拜托我帮忙的 这话让楚星辰微微一愣 随后细细想想 好像姚琴说的也没错 自己主动来找她 都是有事拜托她 然后 自己好像也没报答过她什么 这样想来 自己岂不是白嫖她好多次了 还有这一次来主动找她 其实也真是有事情 需要拜托她 姚琴微微等待 但楚星辰迟迟没有说话 于是开口追问 怎 说不出话了 楚星辰微微思索后 顿觉不行 这回都委婉一些 免得下次有事在求人帮忙时 连门都进不去 楚星辰抬眸看向姚琴 欲将心事赴姚琴 姚琴文言一愣 两只手猛地摁住琴弦 语气冰冷道 你想说什么 楚星辰面对那冰冷冷的语气 似乎对于姚琴的冰冷冷的态度 十分难过 叹了口气道 欲将心事赴姚琴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逐一听格调高就高在 花钱不一定行 但文才好 有逼格就有概率行 另外 只要你长得足够帅 那八成能行 楚星辰依靠自身的风趣幽默 在借鉴上 仪式大佬的古诗词 随便抛出几手顶尖诗词 就能轻松拿捏 这群高傲的清官人 至少姚琴是这么一回事 虽然目前为止 自己也还连她的手都没摸到 这一次再结合姚琴名字 更显自己诚意十足 楚星辰颇有把握 面前的姚琴 必然会感动不已 但 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迎接楚星辰的 并非是姚琴略显害羞的声音 而是一道猛烈的音波 姚琴抬手 便是一道猛烈音波 真 略显刺耳的音波 从耳边划过 楚星辰瞬间清醒了不少 连忙伸手揉了揉耳朵 姚琴怒道 登徒子 莫非你以为见过我几次 就能戏弄我不成 等等 我哪里登徒子了 我连你手都没摸过 这是不是太冤枉我了 姚琴文言 迅速将放在桌子上的手抽回 用一种鄙夷的眼神 看向楚星辰 算我错了 楚星辰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公事公办了 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一枚血气灵石放在桌上 姚琴目光 随即紧紧盯着这一枚血气灵石 瞧了两眼之后 姚琴目光猛然看向楚星辰 神石迅速扫过楚星辰 却发现自己的神石 却无法突破他的护体神石 你惊丹了 姚琴眉头微微一皱 楚星辰靠在椅背上道 是啊 有没有吓到你了 楚星辰的资质 姚琴并非不知道 毕竟真是个天骄 喝了自己那么多清明 早就明白清明效果 知道自己对她多好才是 这人喝清明都当井水喝 喝了那么多次都没喝明白 资质自然说不上多好 上次见她也才筑记巅峰 区区一年左右时间 此刻居然起码是 金丹中期修为了 姚琴低眉 看向桌子上的血气灵石 一个不好的想法 浮现姚琴脑海之中 姚琴怒气不争道 你去修些修了 楚星辰连忙反驳道 你可别造谣 整个渝州城 谁不知道浪里白龙 一身伟岸正气 姚琴则问道 那你的修为 和这灵石怎么解释 楚星辰将自己 把清风宗矿场的遭遇 和里面邪修情况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这一枚血气灵石 便是我从清风宗矿场得来的 楚星辰轻轻点了点 面前的血气灵石 姚琴闻言 轻轻握住灵石 神识叹趣 的确有凶煞血气 蕴含其中 是极端邪修的把戏 姚琴问道 所以 你这次是来找我 解决清风宗的 楚星辰摇头 那倒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 这灵石能否有进化的办法 姚琴目光狐一看去 你有很多这种灵石 楚星辰诚恳道 就两枚 只是想往后 要是遇见类似邪修 懂点克制手段 也安全些 姚琴轻轻点头 要一些时间 我也不能保证能不能解决 你过些时日 再来找我问问吧 不用 我最近 会在渝州城住一些时日 你到时候有结果 直接找人给封信到这个住址即可 楚星辰拿起一旁的毛笔 写下自己目前的住址 姚琴低头看了眼 那飘逸的行书 以及那在渝州城内的住址 这是姚琴第一次 能准确知道 去哪里能找到楚星辰 她伸手接过面前的纸 塞进袖里 现在还有事吗 楚星辰起身道 没事了 等你好消息 说完 便起身欲走 等等 先把你刚刚说的词 留下再走 什么词 楚星辰 好嘞 这就写 第28章 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高僧园记的沐鱼 楚星辰回到自家宗门小院时 大小徒弟还为购物回来 也不知道自家大弟子 跑哪里进货去了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不过此刻最为重要的临时问题 安排交给了老熟人邀请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也算安排清楚了 这是自己来渝州城最为主要的目的 想来能顺利解决的概率 还是蛮大的 毕竟根据楚星辰的推测 整个竹语亭本身 应该是和一个修仙门派挂钩 自己最初遇见姚秦时 他便是金丹修为 金丹修为 在这偏僻之地 都能称作老祖 想长老位置 在这竹语亭 却还是在弹琴 这种配置 甚至大概率是 中中门派的宗门 所以 对于姚秦能否解决这件事 楚星辰还是蛮有信心 毕竟 此刻空间戒指之中的灵石 全是这种血气灵石 这要是拿出去当钱花 妥妥要被挣到人是当场做掉的 更何况 这种血气灵石 除了邪修以外 谁都不收 现在的楚星辰 看似十分富有 实际上 却连一块能用的灵石都掏不出来 钱有 但不能花 楚星辰将出门前设置的小镇法收回 走进徒弟 主动给自己留下的正房 楚星辰目光扫过房间 确实收拾得还算干净 房间内也有桌椅板凳 坐在椅子上 楚星辰拿出那一枚血气灵石 开始研究 自己如今 好歹也算是无瑕精丹 还是有这个资格研究一下的 不过这一研究 楚星辰才越发觉 这灵石是真邪性 血气居然和灵石内的灵气 居然有融合倾向 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鼠石是有点厉害的 灵石是灵气跟着灵脉腾挪时 由于灵气密度极高 长时间互相吸引粘接 团聚成型 这过程中 灵气会逐渐稳定 不再容纳灵气以外的东西 灵气完成成为灵石之后 这种属性会更为突出 所以说 对灵石动这种手脚 其实是一种技巧活 不能说不可能 只能说很难 面前的血气灵石的技术水准 好像也不是这种偏僻地方 能有的 正当楚星辰皱眉研究时 自家大徒弟的呼喊声 从船来 师父 楚星辰收起灵石 起身走向外面 推开门 随后就愣了一下 李英灵背着一个大包满脸 笑容地走进大门 他身后跟着的立行天 则是背了个 比他自身还大两三倍的巨型包裹 严格来说 楚星辰觉得 这已经超过包裹的范畴 这么大的包裹 已经不能走门进来了 立行天目光扫过四周 发现没人关注自己时 猛然将身后的包裹 用力抛过院墙 随后 立行天身影闪进院内 准备接住自己抛进来的包裹 楚星辰微微抬手 控制住了抛向天空的包裹 缓缓落地 目光扫过面前的大包裹 楚星辰奇怪问向李英灵道 渝州城的物价 这么便宜了 那么点银子 你能买这么多东西 李英灵文言骄傲地抬起头 放下身后的包裹后 给一旁的师弟挑了挑眉 示意自家师弟 给师父说一说 自己的光辉战绩 这不是师姐买的 立行天脸上露出了些许感慨的神情 接边新来了个商贩 那边搞套圈 套中圈后随机抽奖 师姐把钱全在哪个摊子抽了 楚星辰文言一愣 这是自家徒弟的强运气效果了 李英灵骄傲地从身后的包裹之中 掏出一套干净的华贵白色男装道 师父 这是我特意给你换来的 你老穿着那一套衣服 实在太破了 说着 李英灵撑开了那一件衣服 袖口流经细线点缀 两侧领口边则是淡蓝色 绣着华贵的亮丽纹路 这是店家的头片 说是能自动适应大小 说是炼气师打造的 自动避尘去屋 李英灵笑着将这套衣服重新叠好 连同配套的裤子 一块递给了楚星辰 接过这一套衣服 楚星辰摸了摸这一套衣服 发现柔顺至极 好 楚星辰笑着轻轻点头 谢谢大徒弟了 立行天则是在一旁 打开自己的那一个大大的包裹 里面的东西 则完全是五花八门的东西 正经东西看起来 似乎根本就没有多少 不过 幸好还是能看见 有三套的被褥在 李英灵还是没忘了 最为主要的东西 今晚不用光躺木板床了 楚星辰面露奇怪地向前走去 目光仔细看了两眼 这一堆物品里 包括了一些早就有的过碗瓢盆 只是造型非常的独特 居然还有形状古怪的古铜壁 符禄 一把碎裂的长剑 波浪鼓 大鼓 铜钱编织成的铜钱剑 甚至河上敲着的木鱼都有一套 楚星辰拿起一旁敲木鱼的木鱼锤 仔细地打量了一会 却发现没什么特别 这是安慰奖 师傅 这木鱼可特说 李英灵两步走来 介绍道 根据那店家所说 这木鱼乃是得到高僧元祭前 将自身所修的所有功德都融入其中 这可是了不得的宝贝 楚星辰提着木鱼锤 转过身提着 就是给了李英灵的脑袋来了一下 没好气到 哪里的不得了 敲你脑袋的时候都没有敲木鱼那样想 这分明就是那个贪贩子 拿来忽悠人的说辞 看自家大徒弟应该没那么笨啊 怎么这话也信 李英灵被木鱼锤轻敲了脑袋 虽然不疼 但是侮辱性还是有的 他嘟嘴气道 不信你问问二师殿 这 这确实是高僧元祭时 融入自身功德的木鱼 立行天肯定了李英灵的话 只是表情欲言又止 随后想解释什么 却有无奈般地摇了摇头 楚星辰目光奇怪地 看向自家的二弟子 这二徒弟上辈子是白活了 怎么和大徒弟一样天真 你怎么知道 那摊贩说的是真的 楚星辰质问两人道 我们俩是亲眼看见那个高僧当场元祭的 立行天语气不变 不过看他神色 似乎也是大受震惊 立行天也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种骚操作 楚星辰愣道 当场元祭 对 那是个修苦禅的炼气七僧人 师姐抽中那木鱼后 他不顾师姐阻拦 当时就修原法当场元祭了 把修的功德全融进了那木鱼中 最后还委托师姐好好善用 还非得说师姐身怀大机缘 将来必定叱咤修仙剑 哪一家的商贩路子这么严 带为师去瞧瞧 不用去了师傅 师姐抽完之后 他们就收拾全部东西 一边骂着晦气 一边就朝渝州城外跑去 现在想来 应该都出了渝州城了 第29章 鱼没钓上 怎么钓上个这玩意 东西虽多 但大部分东西 现在看上去实在是想不到 什么场合可以用 尤其是那些锅碗瓢盆 楚星辰害怕 该不会是什么高僧骨灰造的碗盆吧 自己可没有习惯 拿别人头盖骨当饭碗的习惯 所以 那些长相奇特的锅碗瓢盆 在楚星辰的勒令之下 一律不准进厨房 至于其他东西 李英灵要的 就拿回自己房间去 不要的 就通通扔到没人住的偏房里去 另外 那个高僧元祭的沐鱼 实在不知道 这玩意是好是坏 楚星辰让李英灵自行处理去 反正让自己看见就会拿那个沐鱼锤 锤他的小脑袋挂 所以 这一堆东西虽然多 但挑挑剪剪之后 没几样是靠谱能用的 好在这辈子 也不是什么高僧或者高人献计过的 只是普通的丝绸被子 要不然 晚上睡觉楚星辰睡觉 恐怕总会感觉 有人压在自己身上 经过整理 那一堆东西 基本进了偏房 加之卫生也不用打扫 三人很快就在楚星辰的卧室里集合了 随后面面相去的 准备开个宗门全体会议 楚星辰拿出空间戒指中的血气零食 放在桌子上 那个矿场零食 全都被血气沾染成这模样了 立行天眉头微皱 自己在矿场传送用的零食 便是这种零食 原先以为没有几块 师傅只是先将这些零食拿去先用 这怎么了 李英灵拿起血气零食左右 瞧了瞧 好像也没啥问题吧 李英灵是修仙白痴 毕竟也没修多久 纯粹靠着天赋蹭蹭上涨修为 修仙常识 对他来说这零食无非是换了个色罢了 他也能感觉到 这零食内的零气含量没有减少 充其量无非就是染了个不好看的颜色 楚星辰生动举例道 假设你在镇妖丝大门口 把这玩意拿出来 你能爬得出来 那都算那群废物 吃的是软饭 李英灵闻言瞬间懂了 那师傅 那我们这次来渝州城 就是为了解决零食问题的 对 我已经拜托人帮忙解决了 楚星辰轻轻点头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们老老实实修炼即可 等零食问题解决 咱们再去找个好地方去 李英灵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了 李英灵确实有自己的小主意 小嘴一督 目光哀求地 看向自家师傅道 师傅 渝州城花灯节快到了 我长这么大都没参加过 李英灵是高门大户出身 又加上是树出不受疼爱 加上母亲病重多年 李英灵常常都陪在母亲身边 离开府邸的机会都不多 更别想节日出去游玩 在府邸时 李英灵只能望着高院的大墙 倾听着墙外那嬉闹的声音 或许只有李英灵自己才懂 自己心底到底有多渴望 去看看外面的鱼龙舞 好 等花灯节 我们一同出去游玩一日便好 楚星辰对于这件事 也是点头答应 自家大弟子的情况他也明白 童年过得并不算好 更何况游玩一日花灯节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李英灵也非笨蛋 也没给自己闯过麻烦 姑且还算贴心 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 谢谢师傅 李英灵脸上露出灿然笑容 师傅天下第一好 当荣获李英灵的天下第一好之后 这场会议也就接近尾声 这些血气灵石并不适用李英灵修炼 毕竟里面的血气 是非常容易扰乱修仙者修炼的 修为心境高一些也还好 但李英灵自然不属于这一列 所以李英灵被安排多多练练神通 争取更上一层楼 李星天倒是可以依靠着血气灵石修炼 因为他修的心法现在想来 好像是有点邪性 起码活生生就能吸人血气 怎么想都和邪修挂点边 李星天没有多问修行功法的事 楚星辰也自然没有多嘴回答 系统给的功法 楚星辰也讲不明白 反正练就完了 系统出品的心法 自是没有副作用的 应该不会修成的大魔头才是 虽然修起来可能有点邪性 但本质应该不会太 邪性吧 由于李星天吸了一位金丹七修士的血气 此刻修为也已上涨到助击中期 赶上了自家师姐的修为 加上渝州城这段等待时间内 李星天可以拿血气临时修炼 想来师弟超过师姐应该指日可待 至于楚星辰做什么 那自然是光明正大的摸鱼了 反正自家大徒弟天赋过人 他悟的神通 那便是自己悟的 自家二徒弟修炼努力 他修的灵气就等于自己修的 通过系统的奖励 一块灵石完全就被荡成两块用 这要是自己拿灵石修炼 那纯纯就是败家子行为 所以 给李星天的房间设置好屏蔽阵法 保证修炼时不会有灵气波动 引来他人注意后 楚星辰能做的事情都算做完了 以前还要自己做饭 满足这群徒弟的口舌之欲 现在已经在渝州城之内了 想吃什么 自己出去吃便是 零食没有 一些银子金子楚星辰 还是有不少的 作为仙人穷的要命 作为凡人家财万贯 这就是楚星辰的真实写照了 于是 几日后 无所事事的楚星辰 决定给自己来一次心境修炼 锤钓 由于渝州城内不让锤钓 要想钓鱼只能去城外 所以 渝州城外不远处 一条大河边上 楚星辰摊坐 在椅子上 手持鱼杆 悠哉悠哉地钓着鱼 时不时就有一股精纯的灵气 涌入楚星辰体内 这是立行天修行后的反馈 完全实现自动化修闲 而且依靠反馈 楚星辰还能明白 立行天今天的摸鱼程度 这就属于远程监控了 对于喜欢摸鱼的徒弟 能够远程待捕 不过自家两个徒弟 都还挺勤奋 最为突出的 还是立行天 近乎将所有时间 都投入在了修行之中 楚星辰经常就能收到 系统的反馈奖励 诶 又得空军了 等到太阳略微吸锤 楚星辰便打算收肝回家了 这几日 钓鱼是一条都没钓上来 上辈子 他就没怎么钓过鱼 来到这个世界 更是为了收一个徒弟 而到处奔波 更没空钓鱼了 不过 空军是不可能空军的 抽水都不可能空军 回家让徒弟看自己笑话 正当楚星辰打算收肝 给这群不给面子的傻鱼 来一点点金丹真人震撼时 手中收肝手感猛然沉了起来 楚星辰目光猛的一亮 用力地将鱼竿猛的提起 终于靠钓鱼钓上鱼了 随着鱼竿跃出水面 一道巨大身影 从水面跃出 楚星辰目光撇去好大的鱼 随后猛然皱眉定睛再看 马德 不是鱼 是好大一具尸铁 这肯定都怪李英灵 那个沐鱼肯定是诅咒沐鱼 狗屁的高僧功德 谁家功德 让人钓鱼不上鱼或上尸体的 回去就让李英灵 把那个破沐鱼给烧了 第三十章 糟炼 大这个词是相对的 如果鱼是这个身形自然是大 但如果钓上来的是个人 那便不大了 最为晦气的便是钓上来的人身穿的 居然是镇妖丝服饰 虽然只是基础的牙翼服 但只要和镇妖丝搭上关系的 总不会是什么好事 楚星辰神识扫过面前被自己调上来的人 练气七层修为 而且居然还活着 没有彻底凉凉 楚星辰原本打算 要是这人死了 就全当没看见 重新踢回江里去 如今人还没死 便自然不能这么做 无奈下 楚星辰还是向前走了两步 目光看向命大的镇妖丝成员 是一位样貌还算年轻的男子 长得还行 不过同楚星辰还是差了不少 可能入水时间还不算长 脸色惨白 但还未浮肿 双眸紧闭 但脖子上有暗红色的能量 顺着脉络开始流转 楚星辰微微皱眉 这是中毒了 谨慎起见 楚星辰腰间取出一枚银针 用灵气操控 刺入那脉络之中 暗红色流转之后 这一枚测毒银针 依旧没有反应 不是毒 楚星辰微微放心 随后神识直接扫描 面前的男子的脉络 发现那一股暗红色 其实是一种狂躁的能量 此刻还在顺着脉络 冲击着面前男子的身体 要是不施加元首 恐怕活不了多久 微微叹气 楚星辰拿起几枚银针 刺入面前男子的基础脉络大学 封住男子心脉 保证他起码不会因为这股能量 冲击心脏死去 至于其他位置的脉络 会不会被这能量称暴 就不是楚星辰能保证得了 施针完毕 楚星辰微操法力 将面前的男子 直接放在自己钓鱼躺着的唐椅上 全程不触碰面前的年轻男子 拿起唐椅的一脚 连着唐椅带着少年 郎朝不远处的渝州城走去 渝州城门口 自是有守卫看守 楚星辰这两人一椅的配置 在一群人面前还是很亮眼的 再加上唐椅上的人 穿的还是镇妖丝服饰 这更加显眼了 不等楚星辰走进城门口 城门看守便已分出 两人快跑赶来 看守目光迅速扫过唐椅上 面色惨白 浑身还湿漉漉的少年镇妖丝成员 身上还插着几枚不小的银针 他们目光一愣 没有先开口询问 而是连忙伸出 手去摸向少年郎的颈部 触碰到还有跳动后 连忙松了口气 其中一位看守 明显处理过类似的事情 动作迅速地朝渝州城门口呼喊 这边有镇妖丝的人 重伤昏迷 先派快马去镇妖丝喊人来救 很快 就见城门口 有一匹快马 朝城内狂奔而去 这看上去就很有经验 与其带着重伤的人 狂奔去镇妖丝 不如让镇妖丝来人救治 更为妥当 看守目光扫过银针 随后与其温和道 多谢兄弟帮忙 麻烦在这等会 救了镇妖丝的人 镇妖丝都会给赏钱 楚行臣叹了口气 无奈地点头 给赏钱应该是真 但怕自己是凶手 不让自己走也是真 救人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看见楚行臣十分配合 两名看守也是松了口气 毕竟能救下镇妖丝人的 必然也是那群修仙的人 再加上人家愿意配合 自然也应该是偶然搭救的 不过还行 毕竟是救人 镇妖丝人来的还是很快 骑马鼻马跑得快 一道同样穿着镇妖丝服饰的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 朝门口跑来 楚行臣抬眼看去 是一名个子不高 看上去略显年幼的小姑娘 头发绑成两个小辫子 跟着步伐也在晃动着 小医师提着药箱 两条小短腿跑得飞快 大概也在练七六七层左右的修为 小医师很快就锁定了楚行臣这边 连忙向前 目光迅速锁定在了少年郎身上 以及封住他几个大学的银针 小医师还是先策脉搏 确定了还有脉搏之后 就看见银针封住的脉络之中 有暗红色的能量 正狂暴地翻涌 手中泛起灵气微光 小医师伸出手触碰那狂暴的能量 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属性的东西 好凶的能量了 小医师开口 有种小孩子软弱感 但语调偏向楚行臣上辈子 中穿于口味 不是渝州城的口音 想来是外地来的 即使小医师语气严肃 但听起来有点奇怪的猛感 是你试的银针撒 小医师抬起头 看向楚行臣 楚行臣点头 是我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很对撒 要是没你这几针 这玩儿估计都撑不到现在脸 小医师询问道 你也是医师 打把手吗 我不是医师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 我能试着帮忙 来嘛 现在喊人也不好喊 这玩儿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那些傻汉子都笨手笨脚 接下来按我说的动手就好了 现在的情况 虽然有银针压制 但那股体内的能量 正在不断侵蚀毁灭经脉 情况依旧危急 小医师虽然小 但很有主张 大大的性 眼看向楚行臣 你灵力应该很强烈 等会你把针的时候 压制一下这能量 等我接手 把它们倒出去就行恋 楚行臣点头表示 没问题 随后小医师 先从医药箱中 拿出一根结梗 直接掰开了少年朗的嘴 将结梗 直接塞进了喉咙里 再拿起药箱里的一个小葫芦 拔起塞子 一股药味飘起 人婚恋 不会自主吞咽 我这个方法好用的呢 小医师开口解释了一句 随后 将药葫芦对准结梗 导入了些许药水后 小医师就拔起了结梗 目光看向楚行臣道 你可以拔真脸 楚行臣文言轻轻点头 伸出手去 体内灵力 顺着银针封住脉络后 猛然拔起了银针 小医师抓住时机 手中白光猛然绽放 随后小手轻点穴位 试图将这股很力的能量导出 很快 小医师就觉得十分不对劲 在表皮外 只能感应个大概 当正面接触着凶杀的气息后 这气息居然带着无尽的血气 竟然直接开始 顺着小医师引导的灵气 开始迅速缠绕起来 随着这股气息突破表皮 这熟悉的血气 让楚星辰眉头瞬间移皱 这 怎么和血气灵石内的血气几乎一样 小医师只觉着血气 开始疯狂撕咬自己的灵气 同时迅速开始污染四周皮肉 他紧皱眉头 本能道 糟脸 第31章 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钓得到 这个糟脸 其实不用小医师多说 楚星辰也看了出来 那血气迅速攀附小医师的灵气 开始顺着灵气 开始缠绕攻击着小医师 这股能量 对于楚星辰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对练气期的小医师 着实难缠 此刻他表情凝重 轻点在穴位上的小手 此刻正微微颤抖 眼看小医师吃不消 楚星辰伸出手去 直接牵住小医师的手臂 小心翼翼控制灵力输出 尽量隐藏自身修为 大概将灵力输出 调整在助击初期左右 低化自己修为 有时候足以免去一大部分的麻烦事 在楚星辰的帮助下 那股血气 终究还是被小医师顺利解决 小医师此刻脸上已然冒出了汗 神色都有些庆幸 他感谢地看向楚星辰 多谢你恋 没你估计得糟了 这倒不用 只是这银针恐怕没那么好拔了 楚星辰露出些许愧疚道 我修为不足 恐怕不足以拔出所有银针 小医师目光多瞧了一眼楚星辰 本以为只是长得好看些 没想到这修为也非常不错 也至少该助激烈 助击修为在渝州城 已是中流砥柱了 基耀司小队长也才这修为 不过小医师没有多想 毕竟这人救了人是真的 关键时刻打了一把手 也是真的 至于如何破案 具体什么情况 不是他这个小医师该想的事情 把这个玩儿治好 醒过来不就一切都明白了 霸脸 小医师摇了摇小脑袋道 就算你行 我也不行恋 太费劲了 我还是带回去慢慢治吧 多谢你恋 回头你要是有空 直接去镇腰司令赏去 报我名字 我叫阿念 阿念交代完 朝楚星辰露出了个善意的笑容 好 阿念姑娘 楚星辰微微拱手 阿念听见楚星辰喊了自己一声姑娘 脸上的笑容更甚 毕竟第一次见自己的人 都习惯把自己当做小孩子看待 最好听的也就喊自己小妹妹 你小子也好低狠 前途很大 这次多谢你了 不用 既然左右无视 我就先走了 阿念姑娘先忙 好嘞 你先走吧 得到同意之后 楚星辰微微拱手后 就毫不犹豫转身离去 椅子不值什么钱 就送给镇腰司了 至于鱼竿楚星辰 都是懒得带来带去 都是直接藏在钓鱼点 这次尚可 没整太多幺蛾子 姑且也算刷了镇腰司的好感度 往后要是镇腰司找麻烦 指不定还有的用 算不上亏 你们俩在等什么 等这玩儿厌弃吗 还不赶紧搭把手 送镇腰司去 身后 阿念指挥着俩护卫的声音 传入耳朵 别的不说 这阿念姑娘 还是颇有自己性格的 不过楚星辰可不想再掺和了 也就是 这小子是被自己吊上的缘故 这他娘 也真算个孽缘 拐过几个街道 楚星辰就到了租的房子内 推开大门 院子里 李英灵手里把玩着一柄小木剑 似挥似批地随意比划着 不过楚星辰对于李英灵的神通 也是入门了 瞧了两眼就明白 李英灵是在暗自揣摩建议 这也挺少见 一般这个时候 李英灵都会顺着门口那一条 和随便逛逛 然后去街上买些奇怪的小玩意回来 师父回来了 李英灵侧目看见师父回来 将手中的小木剑收回 目光打亮了两眼 发现自家师父手里居然没有鱼 今天师父没钓上鱼吗 楚星辰叹了口气道 今天钓鱼没钓上 倒是钓了个人 人 李英灵略显疑惑 钓上人是什么意思 楚星辰简单给李英灵说了今天的事 自己是如何从湖里钓上的人 不愧是师父 钓鱼也不同凡响 李英灵听完经过 不由效四仰八叉 听见自家徒弟的调侃 楚星辰神色平静道 为师觉得 肯定是那个沐鱼防了为师 速速把那沐鱼拿出来烧了 来平复为师心头之恨 师父 不是你不是说过什么 钓鱼老除了鱼钓不到 什么都钓得到吗 李英灵笑道 这么想来 钓个人也不算过分吧 和那沐鱼有什么关系 楚星辰无奈道 我别的话 怎么不见得 你记得那么清楚 就记得些俏皮话 因为师父俏皮话说的都很有意思啊 李英灵笑着回答 随后轻壳一声 轻轻眨了眨眼睛道 对了 师父你明天有空吗 怎么了 花灯节不是还有几天吗 放心我还记得 不是 李英灵拉住自家师父的手道 花灯节前有个小庙会 听说那边也很热闹 正是明天晚上开始 师父一起去吗 你要是不去 总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去吧 师父想必也会于心不忍吧 楚星辰表情不变 说实话 为师其实还是很忍心的 师父 李英灵拉长尾音 撒娇道 你是天下最好的师父了 自从和楚星辰待的时间久了 两人混熟之后 李英灵姑且还算懂了自家师父 对于自家弟子 无论是自己还是立行天 师父总是会本能地关心 尤其是对于弟子不算过分的要求 一般都没什么抵抗力 而且自家师父也不会摆什么架子 这一切合起来就显得格外难得 反正对于李英灵来说 师父的好感度目前肯定排第一 楚星辰嫌弃地甩开李英灵的手 无奈道 好好好 往后这宗门指不定都你说了算 李英灵见自己要求得到满足 脸上难掩笑意 果断表忠心道 英灵永远站在师父这一边 师父说得最大 楚星辰则是毫无波澜 自家宗门算上自己这个掌门 也才三个人 他不站自己这里 顶多就站立行天那里 立行天可是保真的乖乖驼 主打一个超级省心 自是会站到自己这边 这样算来 哪怕李英灵不站自己这边 根据换算法则 他也得站自己这里 所以 李英灵的这句话 没有任何意义 镇妖丝呢 阿念面色沉重地 看着被楚星辰吊上的少年狼 麻烦了 这下是真麻烦了 麻烦的并不是躺在床上 还在昏迷的少年狼 虽然伤情还未好转 但只要是 活着进了镇妖丝 阿念都有把握 能捞上一手 更何况 少年狼的伤势 在阿念眼中算不上麻烦 只是费一些功夫罢了 麻烦的是 此刻站在少年狼身边的 一位镇妖丝的小队长 这少年狼怎么会是 这个女魔头的亲弟点 你是说 她很可能经脉俱肺 成为一个废人 阿念看着黑色 镇妖丝对长服的女人 她身材高挑 腰间配着一柄短刀 阿念现在正站在她的身后 只能瞧见她的背影 以及那和那女魔头 看上去一样冰冷的黑色 柔顺长发 单单看着背影 就有很强烈的压迫感 嗨嗨 阿念此刻努力措辞到 也不是废人 只是 只是 第32章 赵婉青的调查出事 此刻阿念顿觉的是 自己书读的书少了 此刻脑海之中 愣是想不出什么合适词汇 来美化一下这个概率 成为废人的少年狼 毕竟面前少年 狼往后吃饭 恐怕都没机会用两只手了 阿念拔了一根银针 是拔的左手 即使是拔了针的左手 经脉也处于 即将进费的状态 能抬起来吃饭 都算阿念医术精湛了 至于其他大学 还未拔出的银针 估计连动弹都很难了 那血气 已经开始搅动经脉了 而且难以动弹的 不止是手脚 下半身也被银针封住了 理论上 这矛头小子 阿念从未见过 必然是新来镇妖丝的 这女魔头 素来不尽人情 也没给大家打过招呼 要是知道 阿念高低拼着 也把下半身的银针拔了不是 而且也不知道 接的是什么任务 危险系数一点不低 起码玩人还活着不是 阿念最终只能这样 宽慰面前镇妖丝女魔头 赵婉亲手不自觉地 俯上腰间短刀 去看身后的阿念 这个安慰 似乎倒还起了反作用 她语气清冷道 这银针是你扎的 不是 不过你 可别乱想那么多 没这几针这玩儿 估计早得厌弃 阿念连忙开口道 我看过脸 这银针也是刚扎不久 赵婉亲轻轻点头 算是同意了阿念的说辞 随后 她把起腰间短刀 轻轻微挑开那经脉 少年狼体内血气 瞬间朝着心来灵气 瞬间涌去 赵婉亲神情不变 从腰间拿出一张符露 瞬间贴入刀身 吸那部分血气后 立即将符露重新收好 随后 赵婉亲再次轻轻封住了破口 她不是专业医师 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经脉中 同纳血气绞杀并不擅长 处理这些血气 对于赵婉亲来说不难 但在不破坏经脉的情况下 那便是非常难了 她只是需要一些血气而已 赵婉亲最后看了眼 昏迷不醒的弟弟 随后迅速转身离去 麻烦你照看了 阿念医师 本职工作罢了 阿念轻轻摇头回答 赵婉亲踏离医疗室后 静止走向了档案室 自家弟弟是被分配给了二队 赵婉亲也没同郑妖丝的人打过招呼 莫非是有人趁机报复自己 赵婉亲迅速翻找着 自家弟弟的出情记录 很快 他就找到了这一次出任务的档案 调查王家庄人失踪案 带队的是赵婉亲听过的 一位能力不错的老成员 自从弟弟被人调回来之后 郑妖丝已经派人去那一条河里打捞 看看是否还有人一同落河外 还另派了一支队伍 迅速朝王家庄去找人 郑妖丝动作迅速 反应都很快了 随即赵婉亲将报复的可能抹去 毕竟老成员生死不知 自家弟弟此刻起码 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但赵婉亲也明白 如果只是单单靠郑妖丝 这是恐怕是查不清楚了 就算查得清 那办案效率估计也不会快 要是妖兽作乱 那郑妖丝自使堆人上去 但这明显是人祸 是有人恶意袭击 这必然是会查得慢些 毕竟 人可远比妖兽聪明得多 加上郑妖丝是很忙的 调查人员也不会特别的多 现在 他得自己另开一条线调查了 赵婉亲拿好手中的档案后 迅速转身 直奔大街上而去 竹玉婷 姚琴面前放着不少书籍 一颗暗红色的血气灵石 也被一个阵法 遗鬼托起 他手捧着书 细细阅读 同时小心翼翼的微操仪轨 试图逆转血气 侵蚀灵石的过程 但很快 灵石猛然绽放暗红色光芒 震碎了试图操控的仪轨 姚琴略显气馁 可恶 站在一旁 看着这一幕的阿灵侍女 低声劝道 小姐 休息会吧 你都好久没休息了 那个登徒子的事 哪有那么重要 姚琴抬起纤细白皙的玉手 轻轻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阿灵文言就明白了 这哪里是知道了想休息 分明就是 嫌弃自己站在这里 想把自己赶出去后 继续研究 小姐 先出去吧 姚琴语气不变 阿灵无奈之下 只能叹了口气后 先走出了房间 随着侍女走出房间后 姚琴闭目养了会神之后 再次开始布置仪轨 不得不说 随着楚星辰的修为提升之后 拜托自己的事情 也是越来越难了 这灵石对于姚琴来说 也并非简单就能解决的 即使有宗门之中 有不少书籍可以参考 但毕竟是她拜托自己的 新的一次尝试 姚琴也毫不意外地失败了 随着衣轨再一次被冲散 血气零食也掉落桌面 发出清脆的声音 心中难免有些气馁 但进程好歹也算有所推进 不过失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姚琴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准备认真继续研究时 侍女声音从门外传来 小姐 赵姑娘想见你 姚琴随口回答 没空 不见 门外略微安静了会 侍女的声音再次传来 小姐 她说有急事 姚琴深吸一口气 将面前的零食收入秀中后 让她进来吧 随着话音落下 房门就被推开 姚琴抬眸看去 只见门口站着赵婉青 她面色略显消沉 往日眉目间 那股自信感消散许多 我最近没空 有什么事说完就走 赵婉青往里走近两步 随后拱手道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没空 姚琴几乎秒答 这群人一个个 都把自己当什么了 有事都来找自己 学不会自己解决吗 赵婉青仿佛没听见一般 拿出那一张封印着血气的符路 将它放在桌上 我需要你帮我查查 这血气是神妖鹿子 这血气袭击了郑妖丝的人 往后你有什么事 我也绝不推脱 血气 原本毫无兴趣 打算让赵婉青说完就滚蛋 闻言后姚琴目光 本能望向桌子上的符路 不会吧 姚琴微微迟疑后 还是伸手摸向符路 随着灵气注入符路之中 姚琴瞬间就感受到了 符路之中的狂暴血气 姚琴猛然握紧手中符路 双目气的紧闭 我知道了 有结果 我会派人通知你 赵婉青脸上露出意外的神色 没想到 姚琴居然答应得这么果断 来之前 赵婉青都想好 如何吃笔门羹 吃到饱了 让赵婉青疑惑的 便是看姚琴神情 似乎知道这血气一些内幕 不过赵婉青明白 姚琴背后所靠的宗门 对于姚琴的立场 还是十分信任的 多谢了 赵婉青拱手后也不多呆 迅速转身离去 她现在要做的事 还有很多 第三十三章 师父父亲 姚琴低眉看向手中 已经被自己捏得 皱皱巴巴的符路 这里面蕴含的血气 狂暴无比 极其具有攻击性 但本质上 似乎和楚星辰 给自己的血气零食 大致相同 只是符路中的血气 明显是被用作攻击手段了 而临时之中相对稳定罢了 加上楚星辰修为 提升那么快 自己不过是出于对他的信任 并没有多问 清风宗门离渝州城 其实还是颇远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冒险 将手伸到渝州城附近呢 这岂不是 嫌自己命太长 这并不符合他们利益才是 除非是他们 是来追踪楚星辰的 但楚星辰又能悠闲地 住在渝州城内 明显是自信事情办得漂亮 不留后手才是 楚星辰绝对不是笨蛋 要是被人一路跟踪 那也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才对 要不然 就凭他以前做的那些死 早就该凉透了 这说明 楚星辰必有事情瞒着自己 或者 他根本就是改修了邪修 姚秦握紧手中服录 我换衣服出趟门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侍女连忙询问 小姐 你不带我一起去吗 不带 姚秦拿起一旁衣服 回答果断 侍女小林欲言又止 但最终只能看着自己小姐 匆匆离去的背影 姚秦再一次低眉 看向自己手中的纸条 这是楚星辰给他的 说是楚星辰现在的住址 确定完 面前这所禁闭的四合院 便是楚星辰现在的住所 姚秦伸出手去轻轻敲门 回应自己的声音很快 来了 这并非楚星辰的声音 而是一位女性的嗓音 这禁闭的大门 很快就打开 一位清纯美丽少女 满脸笑意地打开大门 看着自己后 神情一愣 随即收回笑容 你走错门了吧 姚秦微皱眉地 看着面前少女 随后冷声问道 楚星辰住这 李英灵看着面前气质冰冷 面容娇好的大姐姐 也是一愣 这人是谁 直接爆出自家师傅的名字 莫非是之前师傅的相好 还是师傅的仇人 更关键的便是 自己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师傅 她到底住没住在这 主要是很明显 面前的女子 是有修为在身 自己住机器的实力 根本看不穿她 这个名字 好像有点耳熟 你找她做什么 李英灵试着多个圈子询问 找她有事 什么事 姚秦眉头微皱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到底住没住在这 李英灵脸上露出和善笑容 这名字我记不清楚 我弟弟记性好 她肯定知道 楚星辰住不住在这 我去问问她 你等等 说着 李英灵就连忙降门关上 连忙跑到二师地方门口 连忙拍了拍 很快 立行天就推开门去 看着自家师姐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李英灵小声道 门口有个女的找师父 不知道什么事 你快去外面找师父 有个气质冷冰冰 长得很好看的女人 找她 要是上门找茶的 回来给我报案号 我就说师父不住这 如果是师父相好 你就让师父赶紧回来 立行天微微皱眉 这师姐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不过看着面前师姐认真的神色 立行天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了师姐的方案 毕竟小心无大错 李英灵嘱咐道 好 你走后门 我拖住她 那师姐也小心 立行天也嘱咐一句后 迅速转身向后门走去 至于自家师父现在去了 立行天大概也是知道的 师父每次出门 都会告诉自家弟子去哪里了 这样出了什么事 也好找她 此刻师父大概率在 勾拦听曲 自从师父掉上尸体后 就决定换个方法锻炼心态 只是立行天不懂勾拦听曲 能锻炼什么心态 听娘们唱戏 有什么好的 立行天小心从后门溜出 小心翼翼观察四周 确定没人注意到自己后 迅速朝师父所说的勾拦而去 师父所说的勾拦并不算远 几个街道 对于一个住击中期的修饰 也是近在咫尺 没一回立行天 就走到了师父所说的勾拦面前 几名穿着暴露的女子 正风情万种地 已在勾拦门前 手中提着琵琶等乐器 轻轻吟唱些露骨的歌词 这勾拦单是看门口 就知道十分的不正经 实在是伤风败俗 这渔州城都没人管管吗 师父糊涂啊 这种女人都是会骗人的狐媚子 立行天面色变冷 面对这种肤浅女色 他早就看透了 不过进勾拦过这道门 便要给钱 因为门口 后着主顾的小厮 迅速向前迎来 爷 来听取吗 立行天没心思跟他们多说 随便塞了点银子 到小厮怀中 就走进了勾拦内 立行天目光扫过全场 几乎人手怀中一个勾拦女 做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 很快 他目光就锁定在了 最角落里的师父 不过让立行天没想到的是 师父居然没有跟那些 凡夫俗子一样 动手动脚 而是清品着茶 脸上笑容柔和的 同一位怀抱琵琶的 勾拦女子交谈着什么 立行天也没多想 连忙向前走去 楚行天清品面前的茶 面前怀抱琵琶的勾拦女子 面前满是敬仰地望着自己 他语气弥喃 公子真是大才 远见之深 小女子甚是佩服 面前男子无论诗词歌赋 还是天文地理 哪怕世道变迁 都有独特的见解 和极高的水准 便宜的勾拦女子 例如门口卖唱的 勾引客人来的 那自然不用学什么 会唱曲 会点乐器即可 无论哪行 都分高低贵贱 自己从小便被当作头牌培养 从诗词歌赋到舞曲 都有认真涉猎 就连一言一行 都仔细学习过 眼见能力都远超常人 懂得欣赏 才会欣赏 平常见过竟是些贪图美色的人 腹中毫无点磨 言语粗鄙 眼中的贪图之色 异于言表 可这位公子不同 一言一行 竟显君子之风 而且长得 实在是太好看了 那双眼眸之中 似有星辰闪烁 都说自己的工作 是哄客人工作 但现在 却感觉自己 被他哄了一般 同面前俊秀男子交谈 只觉得如目春风 这一反差感下 顿觉得面前的俊秀男子 如同天上逍遥仙一般 不似凡人 楚星辰轻轻将茶放下 看着面前的女子 眼泛桃花 便知道自己的功力 还未退却 第34章 临时解决了吗 要想在修仙世界中混得好 花言巧语少不了 之前修为不够 情商来凑 楚星辰脸上笑容如目春风 过千了 我同姑娘聊了几句 也深觉姑娘言谈举止 竟是大家风范 正当姑娘 还打算深入交流几句时 楚星辰却猛然转过身去 目光望向正朝自己走来的立行天 楚星辰猛然起身 自家这位徒弟 主打一个沉迷修仙 不可自拔 如果没事 应当不会出门才对 这明显是有事 立行天两步向前 目光瞥了眼勾来女子后 轻声对师父说道 师姐说 门口有一位长得冷冰冰 但很好看的女子来问你 是否住在这 不知道是不是师父的仇人 冷冰冰的女子 楚星辰眼眸瞬间一亮 这分明是姚秦来找自己了 没想到她会主动来 还以为会叫侍女阿玲来喊自己 楚星辰松口气道 吴氏 是师父熟人 我们先一起回去 那勾兰姑娘 眼瞅着楚星辰毫不留恋的 就打算转身离去 心中焦急 难得遇见如此神仙般的男子 心中喜爱 终究是让姑娘忍不住开口道 公子 小女子换作婉云 敢问公子大名 楚星辰离去脚步一顿 侧过目去 神色似有不舍 但最后叹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和必曾相识 言罢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对于楚星辰来说 来着无非就是锻炼自己 许久没有用过的巧言善变技巧罢了 现在看来 依旧不落当年 别留恋歌 歌现在只是个传说 只留晚云呆愣当场 怀抱琵琶 低声嘻叹 相逢 何必 曾相识 在两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侧 一位穿着白衫的少年郎 也听见了这两句 倒不如说 他也从头听到了尾 而且听得还十分入迷 但对这一句结尾 他目光也是猛然一亮 看着楚星辰和立行天 一同离去的背影 他脸上笑得肆意畅快 他压抑着喜悦道 好好好 楚星辰很快就同立行天 赶回了租的四合院内 不过来到大门口时 就听院内传来李英玲 略嫌谗媚的语调 姐姐 我怎么会骗你呢 紧接着 姚琴十分狐异的声音也传来 你从门口开始 我就觉得你在骗我 楚星辰踏入门内 就看见院子里 姚琴坐在石椅上 他的身侧自家大徒弟 正笑淫淫地给他倒茶 两人脚步气息没收 李英玲和姚琴 自然同时目光望去 李英玲见自家师傅回来 连忙松了口气 起码面前来人 不是上门来寻仇的 姚琴看见楚星辰后 则是猛地站起身来 身形一掠 猛地就出现在楚星辰面前 随后伸出手 就扣在了楚星辰的手上 神识猛地就冲向楚星辰的体内 楚星辰疑惑地 看着面前的姚琴 自身金丹 自动抵抗外来神识的入侵 你这是做什么 姚琴神色冰冷 毫不客气道 让我看看 不太好吧 这么多人在这 那你委托我的事 也就到此为止了 迫于穷威 楚星辰还是从了 任由姚琴的神识进入体内 李英玲也是呆愣地 看着面前这一幕 这是什么情况 丽行天默默看了两眼 暗暗觉得 是儿女情长的无聊事情 师父好是好 只是还未堪破这一层 略显可惜 自楚星辰放开体内 金丹护体 姚琴的神识 便顺利进入 随后 姚琴就呆愣当场 那体内流转的灵力 清纯无比 而且纯度极高 质量极佳 而且气息中正平和 而且 体内灵气 流转速度极快 金丹吐纳间隙极快 这分明是极品 金丹水准才能有的 另外 这灵力水准 至少也该金丹后期了吧 不过姚琴 还是仔细观察了一番 确定没有服录 和灵食之中 那股血迹之后 就松了口气 将手松开 起码楚星辰 货真价实的 没有转协修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楚星辰奇怪地询问 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姚琴拿出 赵婉清给自己的符录 直接递给了楚星辰 看看这符录 这血气 同你给我的血气 零食基本一致 结果符录 楚星辰微微激发符录 那股血气喷涌而出 不过这血气 是不是 郑妖丝那边给你的 你怎么知道的 姚琴胡一的望来 郑妖丝中招的那个人 是我从城外的 渝州河上钓上来的 也算我救了她的命 楚星辰顿觉的 无论哪个世界 都像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这怎么钓上来了人 钓了一圈 居然又钓到自己这边来 你钓上来的 姚琴有些难以置信 楚星辰叹了口气 又给姚琴简单解释了一遍 自己是如何钓上那个幸运 又如何帮助 那个快要隔屁的少年狼 捞了她一命 姚琴没说话 在一旁听得仔细的李英灵 却率先开口道 师父 你下回钓鱼的话 叫上我一起 李英灵原本以为 师父不过是 简简单单地钓上来的人 没想到 里面居然还有这种故事 原本李英灵还以为 钓鱼不过是拿着一根鱼竿 无聊等于上钩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故事展开 这不比自己在街上 闲逛强多了 楚星辰闻言 美好气地 瞪了自家大徒弟一眼 得到眼神回击的李英灵 只是善善一笑 师父 这两个是你徒弟 姚琴眉头微皱 楚星辰略显无奈地耸了耸肩 两个会漏风地破棉袄 师父 李英灵别嘴不满道 说立行天是漏风的棉袄可以 毕竟他向来寡言少语 看上去似乎也不怎么关心师父 但自己绝对不同 大多时候 自己还是非常听师父的话 而且 也会主动帮师父处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什么叫做破棉袄 自己肯定是个 华贵靓丽的十八层羽绒衣 楚星辰伸出手揉了 揉李英灵的小脑袋 姑且算作安慰 随后看向姚晴道 你来不单单只是怀疑我动的手吧 那血气灵石解决了吗 姚晴文言一愣 原先有些冷冰冰的神色 便就有些垮了下来 眼神不自觉地飘向一旁 楚星辰一看姚晴的表情就懂 还真就没解决啊 第35章 再留就只能留宿了 来都来了 吃个饭再走吧 楚星辰也没多说什么 人家愿意帮忙 就得感激戴德了 总比自己拿着灵石 当无头苍蝇墙 那些灵石 可占空间戒指的位置了 不用 姚晴本能拒绝的话未说完 就迅速停止 因为接下来的话 超出了她的预期 今天我下厨 楚星辰继续开口 随后愣了一下 望向姚晴 不用什么 姚晴瞬间改口 不用煮得太多 虽然姚晴也早就金丹 已经闭鼓 有一段时间内 除了宗门配给的茶外 就不再吃其他东西 但对于楚星辰的亲自下厨 还是 很难不让人心动 一个文采斐然 颇有君子之风的人 亲自给你下厨 别的不说 楚星辰在姚晴眼里 还是光环加成的 楚星辰点头答应 好 不过厨房没什么东西了 英灵带上你的师弟 去买点喜欢吃的回来吧 好嘞 师父 李英灵果断答应了下来 很久没吃师父做的兔子了 这回高低买两只 让师父做个麻辣兔吃 买菜就等于拥有 让厨子做什么的权利 这活李英灵自是喜欢 楚星辰看着自家的两个破棉袄 出去买菜后 转过身去 只向一旁李英灵泡的茶道 先喝一会茶 姚晴欣然答应 好 楚星辰拿起一旁的新杯子 重新给姚晴倒了杯茶 最近还好 我看你面眼神似乎有些疲倦 别太累了 姚晴文言一愣 连忙低下头去 最近的确没怎么休息 一直在研究那血气零食 莫非此刻自己的面容 也有些憔悴 楚星辰似乎看穿姚晴心里所想 继续说道 不过也少了些血冷冰冰感 看上去更亲人了 以前总觉得 你巨人千里万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 竹语亭听你弹琴 连你身影都没瞧见 姚晴轻轻评了口茶 这茶不算好 但入口却感觉格外的柔 你以为竹语亭是勾兰 门口的对联 可没几个人对得上来 能进来在大厅听一曲 就算不错了 楚星辰深以为然 那也确实 我对了半个月的对联 才能隔着纱窗 看见你的影子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姚晴脸上神色不变 我原本还以为 是个有报复的大才子 那一次谈了之后 才明白 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楚星辰闻言好奇问道 那你为何下次还见了我 我只是恰巧 不那么讨厌混混罢了 姚晴低头看向手中茶杯 此刻一夜茶 正在茶杯中央缓缓旋转 姚晴再次抬起头 目光看向楚星辰询问道 我关你体内灵气纯粹雄厚 至少也是金丹中后七水准 一年前 瞧你也才助击巅峰 你既没转修鞋修 为何进步这么快 莫非是你以前在哄骗我 一般修仙者 是不会问他人修为 为何突飞猛进的 这算是一个非常冒昧的问题 毕竟也许是大机缘 也许是自身修炼功法 后机勃发 前者可能引发他人窥视 后者则是容易暴露自身缺陷 所以 在修仙界中 不询问他人 修为为何突飞猛进 是个不成文的规定 楚星辰微微叹气 姑且算是机缘吧 我也不知道怎样解释 总之一年前见你 确实只有助击巅峰实力 姚琴没有多问 只是轻轻点头 最主要的问题道 这也就算问完了 楚星辰将陪着姚琴 随意聊了聊天南海北 聊了聊自己这一年 又去哪里做了死 等到李英灵带着菜回来时 时间也过去了不少 楚星辰便让李英灵 接待一会姚琴 自己就带着李英灵 买回来的菜走去厨房 李英灵倒是买了不少菜 其中不少都是李英灵爱吃的 楚星辰随意挑了些 就做了些菜 这个世界对于食物追求 一直不算太高 毕竟住击之后便能避骨 而真正掌权的都是修士 所以对于食物的追求 并不算太高 这也导致了这个世界的 做菜水准着实不高 所以也让楚星辰的手艺 在这世界中一齐绝尘 总之 折服姚琴肯定是够了 反正 看姚琴吃了一口咕噜肉后的 震惊神色 楚星辰就知道 自己的厨艺足以征服姚琴 原本吃相还算讲究的姚琴 看见李英灵 那恨不得连盘子 都舔干净的吃法后 反正李英灵在自家师傅面前 一向没什么见外感 更何况李英灵能察觉 这姚琴似乎 对自家师傅 好像有点意思 终究没忍住 虽然吃相依旧优雅 但明显加菜的速度 就快上了许多 加上姚琴吃饭 似乎养成习惯 要细嚼慢咽 这也导致她的嘴 有时候跟仓鼠一样鼓了起来 然后嚼嚼嚼 和她冷冰冰的气质非常不搭 看上去非常有反差萌 李行天对于口舌之欲要求不高 毕竟是被李英灵称为 能面部改色喝鸡洗澡水的人 所以 她吃饭也只是个陪衬 偶尔吃上一两口 混个参与感就行 楚星辰则是会偶尔跟自家大弟子 抢些菜吃 然后看着李英灵表情不舍 但最后总会让给自己的模样 总之 这顿饭吃的还算轻松惬意 姚秦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面前俊秀的青年 正如同最开始认识的那般 没有被修仙剑那股澎湃汹涌的恶意淹没 仍然在用她自己的方式 发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光芒 谁都知道 散修始终是最为艰难的 自己最初见她的时候 就颇为狼狈 不过 她却也始终留存着自己的底线 这便是十分难得的地方 不过 现在她或许也算不上散修 现在她已经是个掌门了 金丹七后七修为也足够在这个小地方建立个宗门了 而且 她的建的宗门也好小 小到算上掌门也才三个人 还是一个掌门会跟自家大弟子抢饭吃的宗门 虽然小 但也确实温馨 这顿饭吃完后 姚秦也没多留 就同楚星辰告别离开 毕竟天色已黑 再留就只能留宿了 姚秦刚回自己房间 就听见自家侍女略显焦急的语气 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姚秦吞下外衣 在渔州城这种地方 我还能出什么事 小林小嘴不自觉一瞥 还能担心你出什么事 当然是担心 你被那个小子给骗了呗 不过小林自然不会将这话说出口 而是提起了另一件事 赵姑娘又来了 在下面等你快两个时辰了 第36章 最容易被请动的金丹 姚秦文言微微皱眉 不是跟她说了 有消息会通知她的吗 她好像有什么重要线索 而且来的时候 好像伤得很重 很重的伤 姚秦侧目看向侍女小林 凉酒后 叹了口气道 让她进来吧 是 小姐 侍女起身走向门外 姚秦坐回椅子上 给自己倒了杯茶 赵婉清同姚秦 还是有些交情的 虽然大部分原因 只是因为一位同门的原因 但姑且 也算喝过两杯茶 见过几次面 过了会 门被敲响 在姚秦的同意之下 门被缓缓推开 映入姚秦眼眸中的 便是浑身血迹的赵婉清 她浑身有几道猛烈的刀伤 几乎快身可见骨 震妖丝的服饰 也破损不堪 神情更是疲惫不堪 明显经历了一场大战 赵婉清的修为姚秦也明白 已是住击期中期 在渝州城这种地方 已经算得上是高手了 只是吃个饭的功夫 怎么就伤成这样了 这伤势 对于住击期来说 也的确算得上是重伤 另外 这也并不符合她的风格才是 姚秦品了口茶 原先喝的顺口的茶 此刻却似乎怎么少了重的味道 怎么伤成这样啊 我怎么不记得 你是个会为了公务博命的性子 赵婉清面露些许纠结 但还是如实说道 重伤的是我亲弟弟 亲弟弟 难怪赵婉清会如此的上心 姚秦抬眸看向赵婉清 语气不变 那现在来找我 是为什么 那俯禄事情可没那么快 赵婉清往日略显高傲的神情 萎靡了起来 她低着头低声道 我需要人帮忙 起码得是金丹七修为 在渝州城提这种要求 已经算是过分了 毕竟渝州城镇14的司长 也才金丹修为 这个地界 金丹七修为 都足以在一个宗门 担任长老位置 谁没事会来给镇14查案 还是跟一个助击7的修士 我下午去探查时 就遇见一伙协修 那群协修明明只有助击初期的实力 但借助那血气 招法威力 至少有助击中期水准 如今司长已被调去 渝州主河那边任务去了 倘若没有金丹七 用金剑碾压 赵婉青低眉 自从他长大后 再也从未开口求过人 此刻求人即使迫于无奈 也有些难以开口 毕竟这一次犯人修为不低 赵婉青也难以下命令 让那些练习七的司员 去探查情报 那很明显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至于其他助击7小队长 谁身上没背几个要紧的任务 大家都很忙 更何况 这次的任务危险程度很高 即使是小队长 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不抓警察 等到犯案的人撤离渝州城 再查便是石沉大海了 这不是启人忧天 而是赵婉青多年来的办案经验 不过赵婉青也做好被姚秦拒绝的准备 毕竟这要求要说过分 也确实过分 但现在渝州城内 除了逐渝庭外 赵婉青也实在不知道 自己还能去哪里 请来一位金丹真人 总不能去请锤锤老矣 正在磕死关的赵家老祖吧 赵婉青来不过 也只是尽力而为 做了不行 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姚秦认真听完赵婉青的诉求 不得不说 来得还真巧 倘若自己没接楚行臣的委托 面对赵婉青的要求 大概率只能拒绝了 毕竟姚秦来渝州城 不过也只是一次宗门历练 上面还是有宗门长老压着的 不得不说 来得真巧 姚秦询问 你能出多少零食 赵婉青文言一愣 不过他还是认真思考了会 回答道 我最多只能出到三百零食 能出零食就行 反正楚行臣从头穷到尾 给钱应该请得动 姑且算得上渝州城内 最好请的金丹 而且还是金丹后期 也不知道是什么奇遇 修为长得这么快 姚秦拿出纸笔 将这件事的 大概都详细写上 楚行臣自己根据这些情报 来决定帮不帮忙即可 毕竟楚行臣也和这件事 有所关联 倘若能查到些什么 只不定对于楚行臣的委托 也有些帮助 带上我的信 姚秦将写着楚行臣地址的纸张 递给赵婉青 记得 如果她不答应 你可以试着再多出一些零食 赵婉青连忙伸出手去 结果姚秦手中的纸条 姚秦开口 对了 记得 无论她答应不答应 你都欠我一个人情 我明白 多谢了 渝州城 夜幕已然降临 赵婉青还是先回去 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换了身干净的衣裳 毕竟要见的是一位金丹真人 而且是被姚秦推荐的金丹真人 作为门阀世家的赵婉青 还是明白礼仪的 毕竟满身血迹地去找人帮忙 一看就让人明白 不会是什么好办的事 渝州城 赵婉青早已闭着眼睛 都会走了 每一条街道 她都烂熟于心 她眉目低垂 她右脚大腿处 被狠狠砍了一斗 此刻每走一步 都有剧烈的疼痛感 为了不让血迹染红长裤 她用绷带缠了好几圈 两条手臂也是 其实可以用灵力削弱这些痛感 但赵婉青没有这么做 赵婉青和赵正阳是亲姐弟关系 是赵家嫡系 他们的父母 自从生下赵正阳后便染上恶极 没多久便撒手人寰 赵婉青仍记得 母亲在临终前握住自己的手 她声音细不可闻 太多话 赵婉青听不仔细了 也许是自己的哽咽哭泣 盖过了母亲的话 但赵婉青仍然听见了母亲的交代 你们都要好好的 你们姐弟都要好好的 赵婉青自己也不记得 答应了母亲多少事 但 她失信了 她抬眸 看向高玄的明月 赵婉青同自己的弟弟联系并不算多 母亲去世没多久后 她就修行了 近些年从外面回来 应了镇14的职务 才重新回到了赵家 也才接触了长大成人的弟弟 平常也只是偶有书信联系 赵正阳天赋算不上好 但却很努力 而且 为人也很正直 赵婉青原本打算将她收入自己小队之中 但是被她自己拒绝了 所以才去的二队 赵婉青压下心头无尽情绪 母亲的嘱咐 时刻会在耳畔响起 是自己身为姐姐 没有做好 此时此刻 自己除了替弟弟报仇外 什么也做不了 自己不能让弟弟恢复如初 甚至变回普通人都概率渺茫 能做的 也唯有腰间那柄短刀了 赵婉青脚步顿住 她到纸条上所写的地址 面前是一扇紧闭的大门 第37章 例行天你去 面前大门紧闭 赵婉青深吸口气 平复心情后 轻敲大门 来了 门内传来清脆女声 赵婉青连忙站好 门很快就被推开 开门的是 还是李英灵 她目光狐疑地看向面前 站着的高庭美人 你找谁 你好 请问楚星辰前辈住这儿吗 又是找师父的 李英灵目光扫过面前赵婉青 能觉察气息 那么修为应当和自己差不多 这该不会也是师父的想好吧 李英灵起身让开位置 反正修为不高 来找查的那也不怕 进来吧 我去喊师父 谢谢 赵婉青连忙致谢 李英灵指向一旁的院内的石桌椅 你先坐 我去叫师父 好 赵婉青听从安排 自是走向石椅上坐好 李英灵走向师父卧室轻敲门 楚星辰美好气的声音传来 大晚上不睡觉干嘛 师父 又来个女的来找你 又来 我怎么不知道 我在渝州城认识这么多人 楚星辰打开房门 看见自家大徒弟的眼神示意 看向那一旁的石桌边 黑长发 面容清冷的女子 此刻正神色紧张地望来 这 面身啊 没瞧见过呀 话说 他紧张什么 莫非是自己以前干了什么坏事 被找上门了 楚星辰迅速用系统扫了对方词条 赵婉青 修为 筑机中期 蓝色词条 沉稳冷静 白色词条 资质尚可 白色词条 略有掏掠 临时黑色词条 心神不稳 不符合收图条件 尚可 哪怕是找上门的也不怕 不是扮猪吃虎的就行 赵婉青也迅速起身站好 目光看着面前年轻的俊秀男子 莫非确实无法感知面前男子的气息 确实很难想象 看上去这样年轻的人 居然是经单修为 难不成也是中周来的 赵婉青语气恭敬 您就是楚星辰前辈吧 你是 姚秦前辈推荐我来的 这是他托我给您的 赵婉青连忙拿出姚秦给的信封 微微弯腰递给楚星辰 楚星辰文言松了口气 不是来找茬就行 不过姚秦推荐是什么情况 他应该知道 自己讨厌麻烦才是 不过欠人家人情太多 这个时候不帮忙 也说不过去 楚星辰走下台阶 走到赵婉青面前 伸手接过那信封 直接拆开信封 目光一目十行看完 信的内容简洁明亮 信里说你能出零食 楚星辰抬眼看向赵婉青 对 在下可以立即交付前辈三百零食 赵婉青继续开口道 要是前辈觉得不够 过段时间在下 应该还能再凑一百零食 四百零食 你总不能想我 帮你到结案吧 楚星辰微微皱眉 三天 最多只要三天 三天后 无论情况如何 临时都如树凤上 也罢 看在姚秦的面子上 楚星辰轻轻点头 那你想 现在就查 赵婉青见楚星辰答应 连忙松了口气 如果前辈方便的话 那自然是冰贵神速 这也是赵婉青 已经晚上也来拜访的原因 那些犯人 是穷凶极恶的邪修 不是吃饱了就睡的凶兽 倘若他们目的达成 自然会快速撤离 再迟一些 自然什么都抓不到了 楚星辰点点头后 朝偏方喊去 立行天 原本在修行的立行天 听见师父呼喊 迅速地睁开了眼 赶紧起身推开房门 目光扫过院内一圈 与其略显疑惑 师父有什么吩咐 楚星辰将手中的信封 用灵力包裹后 直接弹向立行天手中 随后打了个哈欠道 自己看 明天早上 呃 还是中午 再到为师钓鱼点集合 你今天晚上 先跟他出去办吧 自家徒弟修的功法 比邪修还邪门 助击七就能活系金丹 从修行功法 只是些助击小怪的话 正好让立行天 打打怪声升级 能少用些零食 也是好的 更何况 那个能防御金丹七的护符 还在立行天身上 传送符也还在 哪怕情况不对 跑路还是可以的 立行天抬手接过飞来的信 目光迅速扫尸而过 确认完关键信息后 好的 师父 立行天目光 看向站在一旁的赵婉清道 赵姑娘 你现在有目标吗 赵婉清欲言又止 本身是 来请金丹真人坐镇 不过罢了 人家愿意明天中午 来也是好的 而且 这位立行天修为 也是助击 而且气息雄厚 估计也是助击后期左右修为 比一般小队长强多了 如果只是找寻 踪迹的话 也是足够了 总之 这是赵婉清 目前能请来的唯一金丹了 再有万般无奈 也只能认了 赵婉清朝立行天拱手道 哟 我在案发地点附近 发现有些修医鬼 我们可以 从那里查起 立行天点头回答 你带路 我们走 楚星辰看着准备出发的两人 还是开口嘱咐道 行天 小心点 别上头有事 记得用服录 放心吧 师父 李英灵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目光看向楚星辰道 师父 对于自己大徒弟想说什么 楚星辰还不明白 便是傻子 于是毫不客气道 你睡觉 别跟你师弟去 等会拖他们后腿 李英灵文言气道 什么叫拖师弟后腿 我才是师姐 我修为也不比他差 楚星辰文言就想笑 修为是不算差 但自己不在跟前 就没人压得住这好奇宝宝了 等下查个案 不是赵婉清 只是立行天办案 八成是面前 自家的大徒弟 哥那指挥立行天 查着查那 大徒弟听话 也只是在自己面前听话 自己不在跟前 用立行天的话来说 便是极有主见 这大概是立行天能想出的唯一的包义词了 翻译成人话便是 我想干啥就干啥 不过 对于如何拿捏自家大弟子 楚星辰还是颇有经验的 那你是想睡个觉 明天中午跟为师去呢 还是打算 现在就跟他们去呢 那 那还是睡个觉去吧 那师傅 你明天记得带我一起去 第38章 立行天的查案之旅 档案中的村落 离渝州城并不算很远 起码是属于渝州城镇妖司的管辖范围之内 两名助击修饰全力赶路的话 其实用不了多久 立行天跟在赵婉青身后跟了一阵 只觉得身前的赵婉青赶路的姿态有些奇怪 看上去似乎是右腿受伤 每次落地后总有些不自然的感觉 这也导致赵婉青的赶路速度 在立行天眼里并不算快 你右腿有伤 立行天开口询问 赵婉青诧异侧目看去 你怎么知道 你脚落地时总会下意识泄力 立行天解释后继续询问 你确定拖着这样一条腿没关系 时间紧急 立行天与其平静 紧急到连疗伤丹药都没吃 吃了 只是那些血气 没办法那么快清除 才导致恢复缓慢 那能麻烦你停下吗 赵婉青文言停下步伐 目光疑惑地看向立行天 我有办法解决 麻烦你配合一下 万一遭遇袭击 我可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立行天开口解释一句 随后目光迅速扫描而过 的确能隐约感觉 有股血气缠绕赵婉青周身 这伤口 是不是有点多了 有点冒犯 麻烦忍耐一下 立行天也停下步伐 手中操控灵气 迅速包裹几处含有血气的伤口 立行天灵气触碰那血气之后 那血气仿佛任主一般 迅速臣服在立行天操控的灵气之上 微微勾了勾 血气灵气便猛然随着立行天的灵气 从赵婉青的伤口之中涌出 赵婉青呆愣的感觉 体内那凶狠缠人 仿佛要纠缠一生的血气 此刻没有任何反抗的 就被那灵气轻松带走 仿佛家养十八年的女儿 被鬼火黄毛小子勾勾手指 就被带走一般 赵婉青欲言又止 他很好奇 为何立行天的灵气 可以那么轻易压制血气 功法问题 立行天自是读懂赵婉青的表情 师父喊我来 不喊师姐 自是有原因的 谢谢 赵婉青开口感谢 总之无论如何 少了那纠缠血气 疼痛感的确锐减许多 立行天轻轻点头算是回应 毕竟带个拖后腿的干活 在立行天眼里 永远是件蠢事 上辈子的经验 告诉他 别和蠢货做队友 现在赵婉青在他眼里 已经算上半个蠢货 如果接下来的办案中 他不能展现他出彩的地方 那么立行天 就会考虑接过赵婉青的指挥权 按自己的方式来办案了 这里便是我发现 遗鬼的痕迹所在 赵婉青指着一片 毫无痕迹的空地 他们动作很快 我们得抓紧时间 立行天目光迅速扫过那片空地 如果赵婉青说的是真的 地皮确实被处理得十分干净 没有一点有用痕迹残留 赵婉青用脚踢了踢 原先阵眼的位置 没有发现任何能量波动 他们遗鬼祭祀如此嚣张 必然是到了某个关键节点 或者变故 才会让他们如此不计后果 所以 我们得去预判 他们下一个作案地点 立行天轻轻点头 算是同意赵婉青的方案 看来 他并非头脑一热到处乱查 有方案 有想法即可 而且看来 赵婉青也有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了 赵婉青的目的地 是从此处往北走 渝州城南面靠水 北面靠山 赵婉青认为 既然渝州城的镇妖丝 发现了那群邪修大搞献计遗鬼 他们自然不可能在那么明目张胆 他们只是邪修 不是不想活了 他们极有可能会将目标 放在靠山的隐蔽村落之中 一来这种隐蔽村落不好排查 其次靠山有数 哪怕真被镇妖丝查到 化整为灵 迅速散开逃窜 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逮到 于是夜色下 赵婉青带着立行天一路狂奔 朝最近的北面村落而去 赵婉青在出发前 就已经看过周遭地形渔图 大概半个时辰左右 两就快抵近赵婉青所说的村落之中 等等 立行天猛然顿住脚步 微微皱眉打亮着四周 赵婉青连忙停下脚步 怎么了 紧迷阵了 立行天目光扫视四周密灵 我们至少在这里绕了三圈 赵婉青文言一愣 三圈 他对此毫无感知 离开这个迷阵不难 但恐怕我们暴露了 立行天目光扫过四周 随即很快就感知到一处灵力波动点 重生之后 虽然修为重来 但立行天的见识和经验仍在 在任务之初 立行天就密切注意周遭情况 立行天对于邪修的警惕心 永远是拉满的 无他 因为他遇到的所有邪修 都有一个相同特性 毫无底线 立行天小心谨慎 摸向灵气波动点 赵婉青也迅速跟上立行天的脚步 随后便看见立行天拨开草丛 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头 立行天反复查看过后 再小心翼翼地将石头放回原位 是石株迷阵 跟我走 赵婉青文言紧随立行天身后 只见立行天左拐右拐 仿佛绕圈一般 绕了几圈之后 居然真的绕了出去 接着 赵婉青就呆愣住了 映入眼帘的是 早已被屠入一空的村落 所有房子早就被烧成灰烬 鲜血味道随着夜间寒风扑面来 村头树上 无头尸体悬挂满树 立行天低头看向脚边的阵法遗轨 痕迹仍在 甚至连处理都没处理 他们 他们怎么敢 赵婉青声音略微颤抖 从村中掳掠人口祭祀邪修 和将整村人祭祀邪修是 完全不同的概念 邪修祭祀遗轨 无非提炼血气和人的灵魂 来外修自身 但无论是血气还是灵魂 都以成年男子为最佳 其余妇孺老幼 根本提供不了多少血气 甚至会污浊气血 所以 哪怕是穷凶极恶的邪修 也不会干出这种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况且 这是一整村人啊 老弱妇孺一个都没放过 这根本就是屠杀 立行天开口 他们走得匆忙 连阵法遗轨都没处理 我来被这些遗轨 好回去查询情况 你去里面看看 是否有遗漏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看了眼赵婉青的神色 便明白 他有些失了分寸 于是做出了安排 第39章 不行就别说话了 赵婉青踏入村庄内部 地面的血迹早已干涸 但依旧能闻见 那刺鼻的血腥味 被焚烧过的屋子 随意倾倒 化作废墟 一路上走来 地面上都能看见 这次献祭遗轨的阵法痕迹 这群邪修一开始 就打算血迹整个村庄 路上也没瞧见尸体 除了村门口 那一棵大树上悬挂的尸体 很明显 尸体都被搬到阵眼位置去了 压下心中难以言说的情绪 要说那群邪修留下 有用痕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便是阵眼处 他目光扫过四周查看痕迹 但脚步依旧飞快地朝村中心而去 那里能最为简单地覆盖整个村落 一切正如同赵婉青推测那般 村中心 白骨堆了一地 全是被吸干的村民 但也有赵婉青没有预料到的 那群邪修并没有全部退走 白骨堆上 穿着简易黑袍的邪修 随意坐在白骨上 他身侧有一柄暗红色的大刀 散发着无尽的血气 镇妖丝办事效率越来越低了 黑袍人声音沙哑 语气也十分不满 而且只来了两人 就你们这样 怎么维护凡人 这些是你做的 赵婉青语气冰冷询问 同时摸向腰间短刀 不是爷爷我做的 难不成是你这个镇妖丝小队长做的 黑袍人不屑一笑 猛然伸手握住身侧大刀 月色下 一道暗红光芒微闪 黑袍人手持大刀 就一致赵婉青身侧 手中长刀绽放暗红色光芒 赵婉青反应不慢 腰间短刀已然出手抵挡 碰 巨大的金铁交击之声 响彻此刻寂静夜空 赵婉青只觉一刀猛烈无比 两只受伤的手 必差点脱力 强行调动浑身灵气 只能堪堪挡住 这黑袍人修为 怕是有助击后期了 不过更让赵婉青感到棘手的 便是那些羞血气 此刻正从那长刀处涌来 迅速攀击交击出灵气 向赵婉青袭来 这让赵婉青不得不再分出神去 操控灵气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血气 要是此刻再让血气近身攻击到自己 那可真就是死局了 可黑袍人毕竟是 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邪修 他猛然抬起脚 直接一脚踹向赵婉青腹部 面对这一脚 赵婉青已无闪躲空间 只能凝聚自身灵气 强行抗住 一脚踹来 赵婉青顿绝五脏六腑 瞬间移位 身形再也支撑不住倒飞而去 砸落地面 力道之大 甚至砸出一个小坑 强行咽下猴头心田 赵婉青迅速翻身而起 向后退去 同时 手中握紧短刀 连忙挥出几道刀器 不让黑袍人乘胜追击而来 但事与愿违 黑袍人身形狂掠 用刀身抢顶刀器后 血红灵力猛然爆发 直取赵婉青脑袋 黑袍人仿佛真心劝告一般 下辈子别当官了 赵婉青咬牙再次抬起短刀格挡 黑袍人见此一幕 心中一喜 体内血气猛然爆发 强行压下刀 重心偏下 这让原本只取赵婉青脑袋的一刀改变痕迹 反砍向他的腰间 自从操控血气后 黑袍人已用这一招 结果了不少人助击修饰性命 赵婉青看着那刀化作红光 碰 突然一柄破旧铁剑挡住红光 紧接着 赵婉青直觉后 脖领子被人一扯 脱离了那大刀攻击范围 紧接着 铁剑就被红光劈得粉碎 立行天看着破碎的短剑 尸解是真坑尸底啊 赵婉青侧目看向身后 只见立行天神情淡然 立行天出于对雇主的关心 还是问了一句 还行 多 小心 赵婉青原本打算道谢 但又看见黑袍人提刀再来 连忙提醒 立行天微微抬眸 右手破碎长剑 猛然爆发一股旋而又旋的气息 面对那血气凌凌 满是杀意的大刀 立行天毫不畏惧地 用手中碎的块 只剩剑柄的破剑回应 而且看上去 立行天仿佛只是轻飘飘地 将破剑伸出一板 赵婉青瞪大双眸 看着立行天 犹如自杀般的行为 但接下来让赵婉青 没想到的便是 躲避这次交机的 居然是那黑袍人 黑袍人猛然抬起长刀 身形疯狂朝后 狂掠数十米远 语气阴晴不定 你小子 中周来的 刚刚那气息 分明是神通 除了中周有这种手笔 能让自家弟子 助击就修神通外 黑袍人再难相信 那个地方 还有如此大的手笔 那可是神通啊 要不是修了邪修 练就了些本能 恐怕刚刚 那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 自己就得吃上大亏 立行天不达 只是宁练体内灵气 手握碎剑一步踏前 隔着数十米距离 便是一盏 只见一道暗红色光芒 随着破剑闪烁而过 哄 随着暗红色光芒闪烁而去 一道猛烈能量 迅速碾碎着 立行天面前的一切 赵婉青震惊地 看着那犹如细丝一般的 暗红色光芒 摧枯拉朽毁灭一切 这 这绝非助击器的手段 尘土飞扬而起 立行天再轻挥一剑 尘土瞬间被威压冲散 那黑袍人 也早已不见踪影 他跑了 立行天没有去追 转过身 看向贪软在地的赵婉青 你情况怎么样 我没 赵婉青正打算回答 但强压五脏六腑的后果此刻出现 他很势壮烈地喷了一大口血 立行天 先撤吧 指不定还有其他血修在 你现在重伤我不一定护得住你 赵婉青也知道 自己现在情况并不乐观 同意了立行天的方案 先回镇妖丝 赵婉青刚开口 又是一口血偶了出来 我现在扶你 麻烦你别说话 立行天语气认真 赵婉青深吸口气 轻轻点头 丢脸丢大发了 刚刚那一件立行天 也只是敲山正虎 威力大自然也是有代价的 那一件 就榨干了立行天体内一半的灵力 为了提防还有邪修埋伏 立行天只能带着赵婉青 用较慢的方式回撤 毕竟还得留存灵力 以备突发情况 也许是真的被立行天那一件吓到 回去路上并没有遭遇伏击 临近渝州城后 立行天并没有听赵婉青的话 回镇妖私去 而是带着赵婉青先去了四合院 面对紧闭的大门 立行天拎着赵婉青的后衣领 直接飞跃进去 还未等立行天禀报自家师傅 楚星辰就推开了门 目光迅速就锁定了吐血吐的脸色苍白的赵婉青 这是怎么了 前辈 赵婉青又是呕了口血出来 楚星辰 好吧 这下知道怎么回事了 第四十章 机不可施 当断则断 赵婉青伤势其实蛮严重的 单单看他脸色 至少也吐成贫血了 回来路上 赵婉青也磕了急救的单药 以免情况恶化 立行天之所以先将赵婉青带回四合院 也是有原因的 那个移轨阵法 是同清风宗矿场之内的移轨阵法 基本一致 极有可能是同源 立行天看见村庄中那一角的阵法移轨时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立行天才会提议 由他来被移轨 让赵婉青进去查线索 这个消息先同师傅交代为好 看下是否有什么隐患 会不会是清风宗那边干的 亦或者直接诬陷清风宗 让郑妖丝去剿灭清风宗 以绝后患 但这一步也需要细细谋划 以免等郑妖丝查案的时候 又查到自家宗门头上 无论是赵婉青委托 还是郑妖丝查案 在立行天心中 终究不如现在只有三个人的小宗门 院内动静不小 李英玲也还未入睡 他听见动静也推开门来 他目光也很快锁定在了赵婉青身上 毕竟气息虚浮 脸色苍白 一看便是重伤 受重伤了 李英玲询问 赵婉青深吸口气 压下体内混乱气息 不算大碍 镇腰室内有职业医师 李英玲语气真挚 甚至害怕赵婉青拒绝 连忙向前几步 牵住他的手 来都来了 我师父练丹技术一绝 尤其是疗伤丹药 太劳烦前辈了 不用 我家师父正好在调整丹药口感 你替我师父尝尝味道 也算帮忙了 李英玲目光看向一旁的师弟 师弟 你说对不对 李行天文言略有无语 但很明显 现在不支持师姐 下一次 师父万一又练了什么稀奇丹药 师姐便有借口 让自己先吃了 再回想起师父那面粉丹药 李行天终究昧着良心道 师姐说得对 也罢 为师正好有些新思路 楚行臣也不推辞 毕竟自家两个徒弟 现在都对自己练的丹药 望似毒药一般 现在也正是替自己证明的时候 李英玲依旧牵着赵婉青的手 指挥一旁的师弟 师弟 去拿锅 拿锅 赵婉青眉头微醋 这拿锅能做什么 不过他随后就看见楚行臣 从空间戒指之中 拿出几根灵草 这是 现场炼丹 李行天也从厨房里 将那一口炼丹专用的铁锅 拿了出来 赵婉青有种不好的念头 浮起 这是打算铁锅炼丹 没见过那个炼丹师 是用铁锅炼丹的呀 事实证明 好念头一般不灵 坏念头一想一个准 赵婉青很快就看了一出 铁锅炼丹的好戏 一大锅水和灵植 很快就被凝炼成一团 暗绿色小水球 飘散着灵植独特的 大自然气息 草腥味 赵婉青目光瞪得大大的 这真能铁锅炼丹 看赵婉青神色 李英灵还以为他是害怕 开口安慰道 别怕 真该害怕的 还在后面 啊 赵婉青困惑地发出声 但这一次 楚行臣真的有仔细思考过 首先 苦是一个相对的味觉问题 如果实在处理不了苦 那其实可以另辟蹊径解决味觉 只要尝不到苦 那就不苦了不适 丧失味觉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楚行臣这次 就挑选了一个草药 而且 这草药还是有补血的作用 这下疗伤补血 一气呵成 鉴于立行天 对于面粉生物痛绝 楚行臣决定 这次先放弃面粉 完成 来试试看 楚行臣用灵气 包裹着绿油油的水团 到赵婉青面前 炼丹过程赵婉青是全程观看 那些灵质赵婉青也自然是认得清楚 全是些疗伤灵质 理论上这些东西弄出来的东西 自是能吃的 不过看着面前 安绿色的水团 赵婉青心一横 还是直接吞下 刚入口的确有些苦味 但很快就消散不见 不过这滤药水顺着喉咙往下时 便有一股剧烈的反应 那是一种很难言说的反应 是身体自动抗拒那药水的猙獰感受 从咽下去开始 身体就在剧烈反抗 但药效似乎却无视身体反抗 大大咧咧地进入体内 就像强盗 直接踹开房门那般凶狠 而且药效的确很不错 赵婉青可以明显感觉到 五脏六腑正在恢复 只是五脏六腑也在排斥这股药力 但也能感觉到恢复的舒畅感 此刻 舒服和不舒服同时出现 正如同左边脚底板 有人在用羽绒在挠痒 右边脚底板 有人在给你抓痒 抓痒了 但抓错了的难受感 赵婉青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这要怎么感觉 比那群邪修还邪门 立行天看了眼表情古怪的赵婉青后 向他身旁的师姐道 师姐你先照看 我有事情同师傅商量 没问题 李英玲果断答应 自家二师弟很明显 是有不能让这镇妖司知道的事情 同师傅讲 这种配合 李英玲自示会印下 房间内 师傅 那群邪修是不是清风宗有待商榷 但和清风宗的邪修手法 应该是同源 立行天拿起桌面上的纸笔 将矿场和村庄中的阵法 以轨系化下来 只是那血气的使用方法 和清风宗不太相同 清风宗偏向防守 而那群邪修主攻进攻 邪修气血侵蚀性非常强 如果清风宗那群人也是 受人指使的话 恐怕背后操控这一切的 还有另一股庞大势力 楚行陈文言轻轻点头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 火中取力自然不可取 立行天认真到 今日村庄伏击的 只是一位助击巅峰的邪修 而且手段不强 所以我认为 清风宗才是大鱼 如果举报清风宗的话 立行天化到这里 便戛然而止 他已将两处遗轨 仔细化完 顺便将两处阵法的不同之处 做了记号 清风宗也干了邪修行径 举报清风宗也算好人好事 不过清风宗 有原因老祖坐镇 树大难倒 渔州城镇妖丝 可未必愿意出这个眉头 毕竟清风宗虽然干了坏事 但做的也算隐蔽 也不张扬 但出了整村活计的事 如果玄武国愿意处理 应当有不少宗门 愿意一同出手 楚清城看向自家二徒弟 此刻他面无表情地盯着 自己绘制的阵法仪轨 立行天察觉师父目光 抬起头来 既不可施 当断则断 第41章 灰色地带 次日清晨 渔州城 镇妖司医馆内 你吃的是啥灵丹妙药 效果这么好咧 阿念掀开赵婉清手上的绷带 发现此刻原先深可见骨的刀伤 此刻愈合了八成 赵婉清神色略显奇怪回答道 吃了一味前辈恋的丹 丹叶 手伸出来 把把麦 阿念也不太在意 赵婉清吃了啥药丸 没吃死就行了 赵婉清文言袖口 将手放在桌子上 阿念小手搭上麦 良久他目光奇怪地打量了回赵婉清 你不久前受了严重内伤吗 赵婉清眉头微皱 对 怎么了吗 麦相有点奇怪 好的 似乎有点太快了 八成 就是你吃的丹叶的原因 阿念将自己小手拿起 语气轻松道 检查完了 没啥事 恢复得挺快的 也没中毒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你就有能活蹦万跳里 谢谢 赵婉清话未说完 门外就有人喊道 赵队长 门口有一位叫楚星辰的叫宁 赵婉清文言迅速站起身来 略带歉意道 抱歉 我先走了 阿念看着赵婉清风风火火的身影 大声喊 别忘了 记得敬仰一段时间 别到时候 又是躺着回来 辛苦的不还是自己 只可惜 赵婉清并没有回答阿念的提醒 赵婉清连忙走出镇妖丝大门口 就瞧见不远处站在树下的楚星辰 连忙几步走了过去 楚星辰率先询问 你把情况 那个村子的情况 上报阵妖丝了吗 报了 再走加急流程了 加急 多久 赵婉清苦笑道 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那确实挺着急了 那现在呢 你打算继续自己先查 楚星辰看向赵婉清道 即使不查 说好的零食也不能少了 查案自然还得继续查下去 毕竟真等半个月流程下来 人早就跑完了 赵婉清语气疑惑 自然得查 不过昨天和我一起的那位 怎么没来 你说栗行天 楚星辰语气奇怪道 你花四百零食 还打算雇几个人 赵婉清连忙回答道 没 只是栗兄弟很厉害 毕竟那一件在赵婉清眼里 实在太过惊艳 那根本不是属于 助击器能有的威力 而且办案过程中 他一直十分冷静 楚星辰没有过多追问上面问题 表情认真道 好了 你现在有什么目标吗 赵婉清文言雅语住了 昨天那一名助击巅峰协修 恐怕就是那一群协修团伙 特意留下 来查看郑妖司的查案进度 来做方案调整的 而且 那协修并没有被例行天击杀 恐怕已经打草惊蛇了 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案去查案 只怕会一直被那群协修 都圈子般玩弄 一直扑空 接下来的查案方向 恐怕必须得转个方向 才能跟得上那群协修 但这又谈何容易 原本线索就十分渺茫 楚星辰笑着提议道 没思路的话 不如跟我来 赵婉卿诧异地看向楚星辰 欲言幼稚后 也就点头同意 反正也无头绪 谣情推荐的应当靠谱 不如先跟着看看 这位前辈 是否有什么好办法吧 更何况 作为例行天的师傅 面前这位前辈 应当比徒弟 更加心思沉密些 楚星辰见赵婉卿点头同意 于是转身 就朝渝州城外走去 同时笑道 其实办案有时候并不算难 要透过表面看本质 不要拘泥于固定的线索死追下去 要发挥想象 赵婉卿文言眉头微皱 话说得很有道理 但发挥想象 也得基于一定现实 不然不就是白日做梦吗 楚星辰侧目 看向赵婉卿沉默不语的样子 就明白 赵婉卿对于自己的这番话 并不算在意 不过也无所谓 很快赵婉卿就会明白 什么叫做另辟蹊径 从渝州城外 南面渝州河贯通内陆 下达沿海 水路船只极为发达 如此地形最为紧俏的事情 便是走私 普通商贩走私私言 囤聚粮食哄抬物价 高端点的便玩些 外邦古玩营巧物品 但会走私的 并非只是普通人 修士也会 毕竟人家修仙 可不是为了送快递的 船顺水上下 其实也算不上慢 大多天赋极差 但又追求先徒的修士 也会走私些药草丹药 或者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赚些临时差价 世间一切都讲究公求 有人需要 便有人卖 这些人说是邪修 或许说得过头 但也绝非什么好人 姑且能算作灰色地带 作为赵婉青这种级别官差 自然不会在意 什么灰色不灰色的 邪修恶兽都处理不过来 哪里有空抓那群 最底层的无耻修士 更何况 那群底层修士 并不团结一心 而是各自分团 护着自家一亩三分地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赵婉青或许不知道的是 能在这种地方 护住一亩三分地的 或许不是实力最强的 但一定是消息最为灵通的 如果赵婉青明白 就不会露出这副表情 楚心晨和赵婉青 此刻正站在曹邦 一个偏僻的卸货码头处 不远处 一艘老旧货船上 正有人搬着大件货物箱子 赵婉青皱眉 看着面前破旧的码头 几名练器修士 拎着几把破刀 目光不善地盯着自己 他现在是真不懂 来这里有什么用 想让自己抓这群 走私货物的底层修士 码头看守语气不善 对着两人道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楚心晨示意道 给他们看看 你的郑妖思 小队长的腰牌 虽然不懂来这里有何用意 赵婉青还是配合地 拿出腰间郑妖思的腰牌 不用赵婉青说话 楚心晨一步向前道 郑妖思办案 叫你们老大出来问话 原来是官爷 稍等 这就去喊 码头看守看见腰牌 就再也不负刚刚锐气 连忙点头哈腰 郑妖思这一块腰牌 在这里格外的好用 毕竟这群人 也没有邪修的亡命之徒的勇气 他们本质上也算得上生意人 自然不敢对郑妖思的人下手 那么 只能被郑妖思轻易拿捏 很快 门口一位穿金带银的助击 初期休士 连忙赶来 语气十分谦卑 官爷 我们这小本生意 可没犯法 要抓得去隔壁码头 抓那王二麻子 那小子买卖人口 而且还放高利贷 逼梁家妇女下海 种种恶行令人发指 那小子真的是恶观满盈 你要去抓他的话 我愿意为两位官爷带路 第42章 中周来的 面对助击休士 可耻的带路党发言 楚星辰毫不犹豫地 看了他的词条 目标 官权 蓝色词条 灵活底线 白色词条 略有头脑 白色词条 心狠手辣 黑色词条 天赋低劣 看见属性词条 楚星辰很是欣慰地笑了笑 底线灵活 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才吗 运气不错 就选他了 楚星辰感叹道 一看 你就是个人才 在这里有个 属于自己的码头 不算容易吧 官权笑容真切道 拖两位官爷红服 勉勉强抢过的去 我们来找你 主要是想让你帮个忙 办个案子 楚星辰拍了拍官权的肩膀道 你应该有空吧 没问题 官爷有什么交代 我码头上所有人 都会尽力帮忙 不用那么多人 就要你一个就行 官权文言一愣 只用自己一个 就他最近干的那些事 也不比刚刚举报的王二麻子 好到哪里去 这他娘 谁敢跟着镇妖丝小队长去办案 这两个 该不会是打算钓鱼执法吧 说是帮忙办案 该不会是他娘 来办自己的吧 官权面露为难推脱道 官爷 人多力量大 确实 队长 我们多去镇妖丝多喊点人 楚星辰先是十分认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神色突变 语气很利地看向官权道 你最好也多叫一点 别说 我们镇妖丝欺负人 威胁之意 易于言表 官权面对楚星辰的威胁 迅速滑跪 这不贵不行啊 这两人明显就是来找茬的 这个码头便是他全部积蓄了 他可以跑 但码头又不能跟着他一块跑 他只能面露苦楚 语气委屈 官爷 你想办什么案 这里不能说吗 我一定好好配合 看着面前的官权 快哭出来的表情 楚星辰决定 先切入一点正题 等下真把人吓跑了 你们最近 应该有人高价 收了不少一鬼基石吧 官权文言一愣 心中顿觉不安 心中正盘算如何说时 抬眼间就看见楚星辰那似笑非笑的神情 深吸一口气 官权苦笑道 是有一批人买了很多遗鬼基石 而且一点也不在乎一家 赵婉清听到此言 目光瞬间一亮 到这他还不懂 那便是傻子了 他连忙追问 谁买的 叫什么 官权文言 表情奇怪地看了眼赵婉清 欲言又止 这哪里来的傻妞 也能当上小队长 你猜人家 为啥花大价钱来这里买 不去这八斤的真品格买 那当然是身份上不得台面 或者说 人家的脸就贴在了悬赏告示上 赵婉清看见官权奇怪的表情 很快就想通其中要点 然后也确实觉得 自己刚刚犯傻了 楚星辰神色认真道 好了 你现在应该也知道 那群人到底拿了基石做什么了吧 官权语气委屈 这我们那里 楚星辰冷声打断道 你想清楚回话 机会只有一次 看见楚星辰冰冷冷的神色和语气 官权明白 今天不交代点啥 怕是不太好过去 他目光瞥了眼四周众多小弟 无奈下 官权迅速两只手高举 大人 我是真不知道啊 楚星辰指挥一旁的赵婉清道 带走 赵婉清愣了下 这带走又有什么用 莫非是打算带回镇妖丝上行 等撬开他嘴 不会黄花菜都凉了吗 不过赵婉清还是听话的 压着官权往外走去 一旁的小弟都看着自家老大被人压走 没人敢向前阻拦 官权动作十分配合 毫无反抗 但嘴里大喊道 官爷 我是真不知道啊 楚星辰没有搭理 而是转身就走 赵婉清压着不断大喊的官权 紧跟其后 走了一段路后 楚星辰突然转入一个拐角 赵婉清连忙压着官权 一同拐进拐角 不过这处拐角 是个死胡同 楚星辰正站在一旁看着自己 官权也不再大喊 与其谄媚道 官爷 麻烦松松手 赵婉清目光看向楚星辰 得到他的点头同意后 便松开了手 楚星辰询问 现在可以说说 他们似乎是一伙邪修 最近的血迹八成 就是他们的手笔了 官权紧忙说道 官爷 那批货我只卖了一点 而且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后 我就再也没卖过了 赵婉清看着刚刚颇有 宁死不屈的官宁 此刻却犹如狗腿一般的配合 这 楚星辰神色略带不耐烦 说点有用的 他们应该是打算 再布置一个大一轨 而且非常大 官权连忙道 我这边有消息 他们买了一个太玄石 坐镇眼核心 楚星辰问道 谁卖的 官权脱口而出 王二麻子卖的 这回都轮不着楚星辰问话 赵婉清就本能地摸向腰间短刀 楚星辰有些无语道 王二麻子到底干了啥 这么得罪你 不是 真的是王二麻子卖的 本来我都花大价钱搞来了一块 结果被那王二麻子给抢了生意 那一块石头 我得亏不少钱 赵婉清文言也无语住了 好家伙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官权神情哀求道 两位官爷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你不诚实 楚星辰伸出手拍了拍 官权的肩膀道 你以为 我们是过来随便找一个碰运气的 你猜猜 是谁让我们来找你的 官权文言 神色瞬间变换 随后他小心询问道 王二麻子 楚星辰猛地换来灵箭 直接挂在官权脖子上 冷声道 是你太奶 你太奶昨天托梦跟我说 你要是敢隐瞒一句 就让我送你上去见她 官权面对脖子前的灵箭 面色瞬间就垮了 连忙道 真的是王二麻子卖的 我最多只知道 那群邪修自称灵邪教 他们具体计划 我是真不知道 楚星辰冷笑 不知道 那他们的人 不是还在你的码头上 官权听见这话神情一愣 随后目光猛然看向楚星辰 但只从楚星辰的眼眸中 看出细血之色 这人是懵的 还是真有情报 但脖子上的长剑 肯定不是懵的 此刻灵箭散发着无尽寒意 时刻在刺痛她的皮肤 官权深吸一口气道 他们是中洲来的 第43章 动手 赵婉清目光猛然变换 中洲这个名头 在南部单洲 实在是太响了 或者说 这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中洲以及中洲以外 其根本原因便是 天地灵脉自中洲而起 再分流其他大洲 所以 此方世界灵气含量 以中洲为最 修仙最为基础的 便是灵气 有更多的灵气 才能诞生更多高价值的灵质和物品 甚至在 出生在中洲的人的灵根 自然而然的 也会比其他大洲的修士强 中洲以一种无法抵抗的实力 碾压其他大洲 甚至中洲宗门 都甚至懒得向其他大洲外扩 无一例外 都是嫌弃其他大洲实在太穷 根本捞不出什么油水 也极少有中洲修士 去其他大洲 这些人 要不是在中洲实在混不下去 要么便是彻底躺平 但一旦踏上修仙这条路 谁不想去看看 顶尖修士能看见的大道和风采 所以来自中洲的协修也是 极有压迫力的 不过对于来自中洲的协修 只要上报到中洲先蒙 自然会有中洲修士来处理 不过 这些都需要赵婉清最缺的时间 楚星辰继续询问 还有呢 就这一句 可护不住楚星辰 例行天重生之前 不也混去了中洲 听说还混得风生水起 事到如今 我跟你说心里话 官权面色瞬间下沉 与其认真道 他们肯定 不止在我们这里买了东西 自从最近传闻有些修血迹我 便起了疑心 我原本以为事发之后 他们自会远顿去其他地方 但是并没有 他们甚至加大了购买东西的量 据我推测 他们血迹凡人 不过是打掩护 只血迹凡人 哪里能满足他们那群中洲人的胃口 他们真正目的 应该是这附近的宗门才对 只有血迹修士 才能够满足他们 如果可以 官权并不想掺和进这些势力 卖卖东西赚些零食便好 但事情总是推着人走 做这一行 如果没有真妖私来 他估计会一直沉默闭嘴 血迹宗门和他又没什么关系 更何况 他还能赚上不少钱 但面前 这位俊秀男子并不是好糊弄的主 官权毫不怀疑 脖子上的长剑到底会不会落下 事已至此 与其回去后 还得想安抚那群邪修 倒不如就彻底出卖 将那群该死的邪修全杀尽 杀得他们再也不敢再来 这样 自己也算免了后顾之忧 官权神色很利道 如果你们真的要管这件事 就去排查那些宗门 或许有意外收获 楚星辰缓缓将零件收回 目光看向一旁听了全程的赵婉青 赵婉青眉头紧缩 手已握在短刀之上 两久 他才开口道 你可以先走了 官权文言神色一松 随后立刻掏出腰间一把短刀 在赵婉青诧异的注视之下 给自己狠狠身体各出来了几刀 随后他转身 就朝码头狂奔 赵婉青盯着官权离去的背影 语气疑惑 苦肉计 这会不会太明了 楚星辰轻笑一声解惑道 很多事靠嘴是解释不清的 无论怎么说 该怀疑的自然会怀疑 现在对于他来说 重要的是态度 赵婉青侧目看向楚星辰 询问道 那他的那些话 你觉得会是实话 你觉得呢 赵婉青面色沉重地低下头 两久后他才道 他说的应该是实话 那你现在还打算继续查下去吗 楚星辰语气平淡 赵婉青拱手道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打扰前辈了 多谢前辈帮忙 毕竟涉及中周 那群邪修最强者 至少也有金丹修为 在夹杂着那恐怖血气 四百零十 想让一位金丹真人冒险 那可真是无稽之谈 楚星辰询问 无妨 只是你还想一个人自己查下去 赵婉青回答坚定 是 楚星辰打去 你一个人这么笨 可查不下去 查不下去也得查 诶 你真笨 我的话你都听不懂 赵婉青疑惑地询问 那前辈是什么意思 加钱 官全浑身鲜血地 重新跑回自家码头 推开上来 试图关心自己的小弟 直奔一间小屋 官全猛地推开房门 房间内 一位黑袍人 静坐在椅子上 他声音沙哑 回来了 这一句话 瞬间让官全愣了一下 但他反应依旧很快 与其着急 那群震妖丝发现了 我打算先跑去梁阳城避一避 你也快跑吧 慌什么 黑袍人轻笑一声 震妖丝又如何 黑袍人悠哉悠哉的神色 让官全完全意想不到 此刻仿佛他才是那个震妖丝 官全不懂面前这个邪修 为何如此嚣张 他们知道你在这里 恐怕等会 他们就会来人抓你 哪怕你不怕 是不是也该先撤再说 黑袍人轻敲桌子 别急 再等会 官全诧异询问 还等 等什么 当然是等那些震妖丝人来 官全只觉事情不对 面前邪修跟踏马疯子一样 他连忙道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可不陪你疯了 我先走了 这里的货你自己接 他言霸就想转身离去 黑袍人却伸出手 抓住了官全的肩膀 你陪我一起等会 官全牙字欲裂 你到底在等什么 当然是 等人来 黑袍人话音刚落 右手一股暗红色血气 猛然爆发 直扑官全脑袋 官全早在提防 看见黑袍人出手 身形狂掠出去 你他娘朝我动手 有什么用 黑袍人此刻什么也不打 身上暗红色灵气猛然爆发 血腥气息极重无比 他身形猛然跟上 对着官全脑袋 就是猛的一拳 官全猛然抬手挡去 碰 官全只觉那拳头沉重无比 那疯狂血气 也疯狂钻进脉络之中 疯狂搅动灵气 官全滋质不行 筑击也只是用单要 强行堆砌而成的裂品筑击 而这黑袍人 不但有血气加持 而且还是筑击巅峰水平 而且官全来时 还给自己狠狠地来了几下 这一交手更不是对手 黑袍人侧目看去 只见不远处 赵婉清已经到了不远处 随即他体内血气更加喷涌 生怕赵婉清看不见似的 然后当着赵婉清的面 一拳 一拳 一拳地砸向官全的脑袋 将他的脑袋砸得粉碎 第44章 演戏 不远处 赵婉清眼看见 那浑身血气的黑袍协修 一拳又一拳 将那官全的脑袋 垂成了肉泥 前辈推测果然没错 那一群协修果然派人来到码头 而且 官全肯定还有命令没有交代 那协修为了保密 已经选择杀人灭口了 此刻 赵婉清的回头 便是借着楚星辰 还愿意帮忙 来抓这个可能存在的协修 毕竟没有什么 比撬开这个协修的嘴 更加方便的事情 赵婉清距离还远 但他只是诱饵 来吸引注意力 此刻楚星辰前辈 已经绕上去了 只能寄希望前辈了 很快 被赵婉清寄予厚望的楚星辰 就从一侧杀出 手中零剑光芒猛然绽放 纵然相隔有段距离 赵婉清还是能清晰感受到 那独属于金丹七强者的威压 那古威压感 至少也是金丹后期的强者 不愧是姚清推荐的 实在太给力了 楚星辰手中常见化作红光 对着黑袍协修 便是猛然落下 哄 那一箭威力极大 尘土瞬间飞扬 遮挡了赵婉清的目光 随后猛烈而又狂躁的血气 猛然冲出 他们似乎在烟尘之中过了数招 猛烈的灵气光芒 透过烟尘 又是几声巨大的爆炸 再次激起剧烈烟尘 两位顶尖修士的交手 单单是吹来的灵气余波 就让人有些骇然 那暴躁的余波 就让赵婉清明白 这不是他能够参与改变结局的战斗 甚至连战斗资格可能都不够 此刻赵婉清微微有些担心 由于烟尘的遮挡 他并不知道 此刻到底是谁占优 不过这个担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烟尘之中 那黑袍协修的身影 率先败退 从烟尘之中退出 往东南方向疯狂逃窜 紧接着 楚行成手持零剑 身形飞快的紧追而去 赵婉清看见这一幕 不由连忙松了口气 楚行成紧随黑袍人身后 大约两克钟左右 黑袍人瞬间停下脚步 回过身去 将头上的连衣黑帽吞下 露出了黑袍下的恶鬼面具 他沙哑的声音变换 师父 到这就好了 楚行成文言也停下脚步 神识扩散确定没人后 叹了口气 将手中零剑重新收回 然后找了一块大石头 随意地坐了下去 立行天也将脸上的恶鬼面具脱下 两步向前 走到了自家师父面前 他看向自家师父询问 还顺利吗 他有起异心吗 顺利 至少他没起异心 楚行成看向立行天 你这眼睛还真不错啊 修行在外 既多不压身 立行天神色平淡 随后拱手道 那师父 我就先去帮师姐收尾了 后面还有一些安排 是需要收尾 时间算不上充裕 楚行成文言 轻轻点头之后 也站起了身 好 不过一切把握好分寸 别太过火了 放心吧 立行天点头答应 楚行成看着立行天离去的背影 叹了口气后 便向赵晚清所在的码头所去 今天这一次 从找赵晚清开始 就是一次做好的计划 但并非是纯粹的诬陷清风宗而做 所有赵晚清知道的线索 其实都是真的 购买太玄石是真的 邪修来自中州也是真的 甚至邪修准备献计宗门 也是实话 昨天自从赵晚清重伤回去之后 楚行成和立行天便一同再去调查 毕竟能让住基后期的人留下收尾 那么那群邪修之中 有金丹七修为修饰也是大概率事情 自家徒弟虽然有互服互身 但情况不明 就让自家徒弟到处去浪 还是太过危险 更何况 自家徒弟建议 其实还算重肯 先去调查调查情况 再研究如何运作 也成必然的事情 立行天所画的阵法仪轨 无一例外的 全是需要大量及时 所以 楚行成的目标 一开始就放在了修仙走私者的码头 立行天的修行功法能操控血气 演练起来还是很容易假装血气邪修 楚行成则是在外保证立行天的安全 有了身份 再找几个码头探明情况 很容易就锁定几个名字 再利用身份上演一出戏 也并非是太难的事情 反正那官权死有余辜 总之 一切都还算顺利 楚行成重新回到官权码头 此刻那些炼气散修 随着官权脑子都被捶爆后 此刻早已坐鸟收散 只有赵婉青似乎正在码头内搜索 是否还遗留什么线索 楚行成开口 抱歉 那边有人接应 我没抓住 赵婉青倒是没多失望 前辈没出事就行 有发现什么线索吗 楚行成询问 有一些线索 赵婉青从腰间口袋之中 拿出一块血红色零食 这是在他尸体里摸到的 楚行成皱眉看向赵婉青手中零食 伸出手去清除了一下 这一块零食 并非是楚行成和立行天安排的 这是官权的东西 这血色零食 和清风棕矿场内的差不多 只是里面血气会更为纯粹 清风棕都是拿炼器 两三层修饰的血气凝炼而成 即使这样 血气也比赵婉青手中的血色零食 还低了一等 楚行成皱着眉头道 他们恐怕成功一次了 有一个宗门 估计被祭祀了 这恐怕也是官权隐藏的秘密 他恐怕便是用了 邪修办法上的筑基期 难怪立行天接触这人的时候 对方性的那么快 不过 那群邪修速度很快 而且非常贪心 即使完成了一次之后 仍然不撤走 依旧顶着郑妖丝的压力 再干这一件事 现在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 这一回的邪修 恐怕真的来势汹汹 赵婉青看着面前的血气零食 也是沉重地点了点头 先回郑妖丝派人 去各个小宗门去探查情况 那我先回去了 有需要的话 再来四合院找我吧 楚行成叹了口气 还是嘱咐到 小心行事 量力而行 现在事情发展如此 楚行成也得重新调整一下规划 赵婉青握紧手中血气零食 这件事 真的是越查越让人心惊 从原本以为 而邪修席 杀阵妖私人 再到邪修血迹整个村庄 最后竟然发现 他们真正打算 是血迹一个宗门 而且 还至少成功了一次 哪怕再小的宗门 都有一个金丹作证 这件事发展得太快了 也远远超过了 赵婉青的处理能力 单单是前辈和邪修的战斗 就是自己望尘莫及的水平 此刻 只有无尽的无力感 压在了赵婉青的心头 此时此刻 赵婉青只能轻声回答 我明白 前辈放心 第45章 庙会 四合院 院子内 楚行成刚刚回来不算太久 就有人前来拜访 这个时间 甚至立行天都还没回来 李英灵此刻也不在四合院内 想来应该还在和立行天 在一起收尾 如果回来的话 两人应该会一起回来 这些事 是你安排好的 姚秦坐在石椅上 喝了一口楚行成亲手泡的茶 楚行成面无表情 你指的是哪个 姚秦放下茶杯 表情认真道 清风宗 楚行成叹气道 原本是 但自己查下去后才发现 其实不用刻意 清风宗估计也存在不了多久了 看见那一块血气零食起 楚行成便明白了 清风宗估计也只是邪修菜 桌上一道主菜 不过这道主菜带刺 原因期得太上长老 导致那一群邪修 需要慢慢图谋 楚行成询问道 赵婉清带回的那一块血气零食 有给你看吗 看了 姚秦神色也严肃起来 我们这边已经上报到了中州 大概半个月左右 就有专人来处理 这件事也太过危险 你也暂且别先参与 等中州来人处理干净 楚行成文言 不由轻笑一声 对此并不言语 姚秦手握茶杯 赵婉清那边 我也告诉他 让他停手了 他的弟弟也度过了危险期了 醒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楚行成叹了口气 似乎没了兴致 我明白了 姚秦得到回答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美眸看向湛蓝天空 他也不说话 手捧着茶杯 楚行成目光奇怪地 看了一眼姚秦 他以往可是说完话 就感人的性子 今天怎么 如此安静地待在这里看天 楚行成微微思索后恍然道 你是不是想吃我煮的饭了 姚秦侧目看来 依旧不说话 他确实有点想吃 但这并非是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姚秦不自觉地转动手中茶杯 今天晚上 你有空吗 楚行成用手撑着脑袋 今晚 迟一点有 我答应我家徒弟 今天晚上一起去庙会玩 那就没事了 得到回答的姚秦站起身来 转身就向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时 他转过身来 不放心事地嘱咐道 赵婉清的零食 我会付给你 你别再参与这件事里了 毕竟以前楚行成穷的时候 为了零食 也是干了不知道多少危险的事情 万一这小子 觉得有利可捞 保不齐就又去浪去了 原本样样的楚行成文言 瞬间精神起来 男眼欣喜道 好的 富婆姐姐 保证不参与了 姚秦文言 眉头一皱 不满道 什么富婆姐姐 真难听 不许这样喊我 楚行成距离力争道 什么难听 在我们家乡 所有人都喜欢像你这样 长得好看又大方的富婆姐姐 我不管 我不喜欢 不许这样喊我 姚秦冷冷瞪了楚行成一眼 随后冷哼一声后 便转身离去 随着姚秦的离去 院子内就又重新安静了下来 楚行成低头看向自己面前这杯茶 随后猛然一饮而尽 事情发展走向虽然有些偏 但姑且都还算在把握之中 师父 我回来了 大门被李英灵兴奋地推开 此刻他手中拿着铲子 笑意满满地跑了进来 李英灵邀功道 任务圆满完成 力行天紧随着李英灵的身后 也走了进来 师父 一切顺利 楚行成先十分捧场地鼓掌夸赞道 很好 不愧是为师的两位爱徒 李英灵文言 骄傲地抬起来小脑袋 楚行成夸赞完后 峰回路转道 不过那些准备先放放 今晚庙会集合 李英灵文言反应迅速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楚行成耸肩道 好像事情的确有点大 邀请让我们别参与了 李英灵文言叹了口气 那不是白忙活了 算了 有师父陪着去庙会玩也不算差 力行天泽是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楚行成满意地点头道 好 宗门第一次团 见准备开始 庙会姑且算是花灯节前的预热 场地是在渝州城最大的佛寺 禅陵佛寺 说实话 最初的花灯节和佛寺也没什么大关系 一开始也没什么庙会 毕竟花灯节是将心愿写在花灯之上 顺着渝州河的水流飘去 寓意心愿顺风顺水 至于花灯上的心愿 无非升官发财 找对象 主打一个朴素无华 但为何会有庙会 就不得不提禅陵佛寺是如何发展到渝州城第一佛寺了 在这个世界 由于先徒是明确存在的 所有信仰意图多是不能修仙的凡人所盼望的 而且 信徒其实也就一般般 算不上多 真正的修是那个 不讲我命 有我不由天 所以 和楚行成之前 世界和尚免赋税不同 在失去信仰加成之后 这里的和尚也得交税 首先 和尚是人 其次和尚也得吃饭 和尚吃饭也得花钱 受佛像今生也得花钱 单单依靠信徒供奉的香火 也就混个温饱 要想给佛祖菩萨夙今生 那纯粹是夜会周公 做梦 事实证明 给和尚穷疯了 也会摒弃教义 禅陵和尚就将赚钱的苗头 盯上了渝州城最为火热的节日 花灯节 花灯本意是许愿 但许愿不一定得是花灯啊 我佛也行啊 你花钱放花灯是花 你上来上一炷香也是上 而且 一炷香的成本 也远比花灯便宜不少 无论是那个世界 穷人总是多的 总有人没钱买花灯许愿 但便宜许多的香 就成了备选 自此 教人摒弃贪念的佛祖 也开始保佑人发财 而且 禅陵和尚里 还有高人 禅陵寺庙 特意修宽寺庙外的路 将路租借给商贩 收取场地租金 只要不把烤肉串搬进庙里 我佛一切都能忍的态度下 也确实招来不少商贩 他们甚至还懂饥饿营销 只在花灯节前夕半几日 绝不多办 以此保持热度 禅陵佛寺 也就是靠着碰瓷花灯节 赚得盆满钵满 佛祖的精神也越修越大 第46章 事业县原来这样看 自然 举办庙会 不单单只是扩充道路 让商贩摆摊那么简单 毕竟摆那不能摆 非得摆你庙门口 还得给你交钱 庙会的举办方 禅陵寺庙 得举办足以吸引人流参加的活动 15的水灵法会 一群和尚念经超度 只要交钱 就能把先祖灵位 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渝州城为此也有人打趣 花的黄金千万两 祖宗牌位上佛头 爱面子的有钱人 自然愿意看见 自家祖宗灵牌高人一等 这姑且 也算禅陵寺庙最为赚钱的项目 哪怕被渝州城人每年嘲笑 但也始终没有撤下来 16佛门无比 17日万花灯节 18日佛游 总之为了热闹 禅陵寺庙几乎可以说的 算是什么都能干 甚至连罗汉神像 都能扛出来逛一圈 不抗佛祖的原因 纯粹是因为佛祖太重了 实在扛不动 甚至还每期名曰 神游四方 保卫平安 虽然禅陵寺庙前多人多 名气响 但如此世俗的行为 还是遭到了其他寺庙的统一鄙视 今天是庙会开始的第一天 今天庙会项目 便是水灵法会 庙会路上 李英灵身穿淡黄色绣花裙 腰间挂着两个袋子 一个黑色放铜钱 一个银色放碎银子 此刻 他左手一个糖葫芦 右手一个 绣着白色荷花蓝色底的小圆扇 轻轻地扇着风 无数人的目光 都不自觉地锁定在 这样一个靓丽的少女 但没有人敢上前搭讪 大部分原因 可能就是跟在他身后的立行天 这位面容冰冷的壮汉 只是目光一瞪 就足以让心怀不轨的人 瞬间认怂 作为助击后期修士 立行天穿着黑色长服 替自家师姐 扛着一根卖糖葫芦的糖仓 抱歉 这些糖葫芦不卖 立行天神情略显无奈地拒绝了 打算购买糖葫芦的小孩 李英灵扭过头去 发现想买糖葫芦的是六七岁的幼童 大方地挥着扇子道 没事师弟 分他一串 小女孩满脸欣喜地接过糖葫芦 谢谢叔叔和姐姐 立行天文言就有些无语 凭什么叫师姐叫姐姐 叫自己就非得喊叔叔 年龄看上去 有差的有那么多吗 李英灵脸上露出满意笑意道 那 那小女孩是不是挺可爱的 如果她是个哑巴的话 立行天语气无奈 看着小女孩 笑意满满地转身去找父母 李英灵满意点头道 刚刚那一句很有师父的风格 不过如果是师父的话 应该会重新把糖葫芦抢回来 立行天开口 你这也太贬低师父了吧 李英灵文言不乐意地撇嘴 微微抬眉 示意让她看向一旁 立行天侧目看去 在一堆靓丽少女 都在簇拥着一位 穿着白衫的俊秀男子 音音艳艳之声 即使离得有点远 也听得清楚 公子住哪呀 公子不是渝州成人吧 之前都没瞧见过公子呢 公子 我最近这里偷你看看 立行天看见这一幕 不禁摇头叹道 不是你出门前 非要师父穿你送的那套衣服 师父都说了 他穿那套衣服出去 肯定会被女子围住 我以为他吹牛呢 李英灵不满道 谁知道那些女孩子 那么没脸没皮 粘着不走了 说好的宗门什么团建 到头来当师父的 先跟别人团建上了 立行天收回目光道 那师姐大可把师父拉回来 我猜不要 你看师父笑得多开心 等会又找我算账 李英灵不满道 随后他目光猛然一亮 李英灵看见不远处 身姿卓绝的摇晴 缓缓从下坡路往上走来 素雅荷花白裙 柔顺黑发上 有一根白玉簪子 手中拿着做工精美的白圆扇子 扇子上画着流影 极佳的气质和面容 本该是这场庙会的焦点 但四周人来人往的行人 却仿佛看不见他一般 而且他每向前踏步 拥挤的人群就自动让开距离 师父不承认的 相好来了 李英灵心中暗笑一声 不是当徒弟的 不给师父打掩护 纯粹是师父先抛下弟子的 立行天目光 也很快就锁定在了姚秦身上 随后便立刻转身 试图提醒师父 失殿 李英灵开口喊住立行天 立行天侧过身 目光疑惑地 看向自家师姐 李英灵用小扇捂住下半张脸 语气蛊惑道 你得让师父明白 美色是刮骨刀 李英灵明白 自家师弟用师父的话说 是个钢铁直男 虽然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但对女色格外的提防 每次看见师父同女性说话 都会露出些许 可惜师父误入此道的神色 立行天文言愣了一下 神色纠结后 还是停下了脚步 如果是其他人立行天大概不理 但如果是自家师姐的提议 而且似乎也有些道理 总之 师父真生气了 就拿师姐当借口吧 寻思至此 立行天也停下了脚步 姚琴目光很快就锁定了 在人群中特别显眼的立行天 毕竟是一个壮汉 扛着插糖葫芦的糖仓 还是很显眼的 目光往旁边一撇 姚琴就看见立行天不远处 同自己打招呼的李英灵 姚琴微微谣善理 随后有些奇怪的发现 楚星辰并不在他们附近 李英灵隔着远处 似乎明白自己的疑惑 拿着扇子就指向一个方向 姚琴疑惑看去 只见一个白衣青年的背影 这个背影十分熟悉 再加上李英灵的指引 姚琴瞬间就知道 这背影的主人是谁 好好好 说是陪徒弟逛庙会 感情就是这样逛 姚琴握紧手中白玉扇饼 踢着脚步就往楚星辰方向走去 距离微微靠近 就能听见那群围绕在楚星辰身边女子说的话 果然是大事 您说的真准 您再仔细摸摸我这事业线 看看我事业线如何 一位身材丰满的裙装女子几乎都快移在楚星辰身上 那手似摸非摸 都不清楚到底是谁占谁便宜了 楚星辰低头看向裙装女子手掌笑道 真正的事业线看得不是手 那看的是哪脸 一道略显冷冽的声音传来 楚星辰以为是新来的女子 并没在意 目光自然而然而看向裙装女子那丰满的胸怀 装女子可爱小脸旁脸上微微泛红 撒娇似说道 大师你真坏 事业线云雷这样看 冷冽地带着欲怒声音传来 这回耳熟极了 楚星辰迅速转身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姚晴皮笑若不笑地盯着自己 第47章 愿力 楚星辰目光瞥见了之后 就又转了回去 首先 遇事先别慌 哪怕皮笑若不笑的姚晴 看上去的确有点害人 但自己和姚晴认真来说 也没什么这儿八经的什么关系 她没理由管自己 只要心没怂 现在自己就没错 最重要的便是 舔狗不得好死 宁死不舔 认错是不可能认错的 但很明显 姚晴不是这样想的 姚晴两步向前 围绕着楚星辰周身的女子 自动让开位置 姚晴目光紧盯楚星辰道 你不是说今天陪徒弟出来逛庙会 随着姚晴临近说话 四周女子才猛然发现 有一位绝美女子也来到附近 而且似乎还和面前俊秀青年 像是旧相识 不过相识又如何 依在楚星辰身侧的群装女子 可舍不得 柔声道 大师说 要教我们看首相 我们都是他徒弟 姚晴文言 目光冰冷地转向群装女子 群装女子被那美眸一瞪 只觉浑身冰冷 灵魂颤抖 仿佛是灵魂层面的差距一般 姚晴冷声道 滚 群装女子文言 再也不敢反驳 连忙提起裙脚 推开人群慌忙离去 其余女子也觉不妙 固然君子好 但小命也颇为要紧 面前女子恐怕是那修士 自己这些凡人 哪里敢惹那些飞来飞去的修士 虽有不舍 但还是很快就离去了 楚星辰身边猛然空了一圈 姚晴的目光 又注视看向楚星辰 将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你不是说 今天和徒弟一块逛庙会吗 楚星辰伸手指向地面 这里庙会 随后 他又伸手指向不远处的两名逆徒 人到脸上 也不打个招呼 再加上那边两个徒弟 是不是在和徒弟逛庙会 姚晴看着理直气壮的楚星辰 手中捏紧玉柄摇扇 你怎么也来了 楚星辰轻笑道 我记得 你不是不喜欢错这种热闹 莫非是来找我的 呸 谁来找你 姚晴侧过身去 你以为你是谁 当然是老友啊 楚星辰挥了灰衣袖 双手插腰道 我穿上这身衣服如何 姚晴文言 上下打量一圈 不得不说 人还得 是靠衣装 和以前穿的拉里拉遢的楚星辰相比 确实气质上 有了种植飞跃的感觉 这身衣服 谁给你买的 当然 是我家大徒弟 姚晴讥讽道 哼 穿上这件衣服 看上去倒像个人 谢谢夸奖 楚星辰毫不在意 李英灵摇着小扇 满脸笑意地从远处走来 笑着开口喊道 师父 楚星辰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自家的破棉袄 然后目光看向 李英灵身后的立行天 质问为何 他也知情不报 立行天满脸无辜地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自家师姐 是师姐不让的 虽然姚晴语气冰冷 但实际上也没生气 楚星辰的性子他也了解 用他的不要脸的话来说 就凭我这张脸 他们不花钱 还想享受 在姚晴认识楚星辰之前 就知道 他是勾兰常客 主打一个进去靠脸白嫖 就现在的场面 自然算不上什么 只不过有些脑 都金丹七了 怎么感觉一点金丹七修饰的风范 都没有 哪家金丹真人 跟普通凡人 搁那互相摸手 还看什么手相 姚晴轻轻摇善 吹起些许刘海道 今日水灵法会可以一看 李英灵主打一个自然熟 伸出手勾住姚晴的手臂 好奇道 姚晴姐姐 难不成这水灵法会真有东西 楚星辰故意道 叫什么姐姐 快叫姚晴师叔 姚晴毫不犹豫地抬起扇子 就给楚星辰拍了一下 冷笑一声道 临时不想要了 楚星辰文言瞬间失忆 刚刚说的话 语气纯真道 姚晴姐姐 今日的水灵法会 难不成有什么说法 现在楚星辰穷得 只剩白银和金子了 能用的灵石一块都没有 万一血气灵石不可逆 姚晴答应的灵石报酬 可是聚灵阵的唯一希望了 在灵石面前 面子算什么 师父 求你了 给徒弟留点面子吧 李英灵唉声叹气道 你这样 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出门了 李英灵只觉得 自家师父底线太过灵活 尤其是跟灵石 这类东西有关系的时候 楚星辰美好气道 好徒弟 以后别跟为师要灵石 师父 我错了 李英灵文言也迅速认怂 李行天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师姐这没脸没皮 跟师父学了个实诚实 该不会以后出去自爆宗门 对面倒有一脸恍然 你就是那个不要脸宗门的弟子啊 姚晴看着两个火宝略有无奈 果然有什么样的师父 便有什么样的徒弟 姚晴开口解释道 水灵法会自然不只是凑个热闹 禅灵寺也会借此吸纳众生愿力 楚星辰和李行天文言就兴致缺 愿力白送他们 他们都不要 这个世界修仙是唯一 一条且绝对的康庄大道 但这世界那么大 除了大路之外 自然也会有几条小路 例如武夫的自身锤炼 自身化为世界的武夫之路 还有读书通明大道的儒生之道 愿力也是其中一种 姑且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 但这种力量 哪怕是邪修都瞧不上眼 任何白嫖的力量都是有代价的 这一点在愿力之上格外明显 也许跟愿力可以不讲究根骨 灵根都可以吸纳有关 甚至山野精怪也行 多数山野精怪偶有觉醒灵智 没有修炼之法 只懂呼吸天地灵气 哪怕天赋上家 但没有修炼之法 呼吸到死也不可能突破筑基 于是愿力便成为他们 能选择的道路之中最为清晰的一条 但是代价也极为明显 使用愿力提升的修为之后 终身便再也离不得愿力 一旦不再吸收愿力 那么借助愿力攀升的修为 也会掉落 而且 这种掉落几乎是不可逆的 从金丹掉落助击之后 就在南攀登金丹期 使用愿力 也终究会被困死在愿力 而且保证愿力持续供应 是得满足信徒的心愿的 就白嫖谁 还会一直信你 所以 基本上是一个麻烦又不靠谱的路子 第48章 天下第一不要脸 李英灵修为不弱 但修仙基础知识 实在有些感人 倒也不是楚星辰不管 楚星辰还是整了一些基本教材 丢给了李英灵自己看 只是李英灵对于那本纯科普的书籍 似乎完全不敢冒 毕竟那些书籍 纯纯是基础教程 不如修仙画本好看 而且 那一本书实在是太厚了 但是怪物图分类目录总纲 都占了四五页 更别提其他的了 李英灵翻了两天 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早就扔到一旁吃灰了 楚星辰也没强行跟着李英灵看完 毕竟修仙嘛 修着修着就会了 所以 李英灵此刻并不懂愿力是什么 但看见自家师傅和师弟 略显嫌弃的神色 能让自家师傅和师弟一起嫌弃的东西 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但姚琴会特意来看 又明显不会那么简单 楚星辰看了眼自家徒弟略显迷茫的表情 叹了口气 就给李英灵随便解释了一下 你大概可以理解为 假冒伪劣的修炼丹药 一旦停止使用 就会修为暴跌 李英灵文言恍然大悟 姚琴微微摇头道 只是如此我 自然不会来看 只是这次禅灵法会 似乎是一次实验 他们似乎研究出愿力的其他用法 楚星辰开口 盲猜一手 打算凝聚愿力到法器之上 立行天微微思索后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愿力即使能凝聚到法器之上 也没多大提升 不如抓之 灵兽用愿力喂养 拿来看门 李英灵哪管那么多 有热闹看就行 连忙道 去看看不就得了 听说这次出钱 是往年最多的一次 可以把灵牌 顶在禅灵主持头上 楚星辰震惊道 我草 这主持这么没下线 这是花了多少钱 这次出的是零食 姚琴拿着扇子 遮住下半张脸 但声音也难掩笑意 据说这次的灵牌可大了 应该十分显眼 立行天文言也是一阵无语 上辈子 他也没遇见过 如此不要脸皮的事情 怎么跟着师父混了混 这周围好像没几个是要脸的 莫非真有静默者黑的说法 楚星辰要是知道自家二弟子 在心中如此诋毁自己 高低得给自家匿徒 来一套尊师重道权 比起愿力到底如何使用 还是看禅灵主持出洋相 更加吸引人 四人于世共同达成共识 一同往禅灵寺庙走去 虽然庙会路上人多 但凭借摇情金丹 手法开路 还是畅通无阻 李英灵或许真喜欢 参加这种热闹的集会 总是满脸欣喜地看向四周 一路上看见不少喜欢的东西 也买了不少 绣着荷花的小包造型奇特的发簪 甚至还买了四个面具 李英灵自己戴着小狐狸面具 给姚琴买了的可爱小白兔 给自家师傅买了的猴子面具 给师弟买了的小猪面具 姚琴翻了翻这面具 虽然做工算不上好 但粗看还是蛮可爱的 没有多想 她十分给面子的戴在自己脸上 楚星辰看着猴子面具不悦道 不行 狐狸好看 我要狐练 李英灵开怀大笑 连忙将手中的狐狸面具 戴在自己脸上 不行 师傅你跟猴一样惊 就戴猴子 例行天看了看手中的小猪面具后 看向自家师傅道 师傅 楚星辰瞥了一眼 自家二徒弟的面具后 果断拒绝道 不行 不跟你换 李英灵转过身 眼中藏不住的欣喜 看向的其余三人 自家师傅一脸嫌弃地 戴上猴子面具 师弟则是在师傅的要求下 无奈地也将小猪面具戴在脸上 姚琴的脸庞 即是被可爱的白兔面具遮挡 但也那一股独特的高冷气质 却仿佛一点没少 但也能察觉到他 似乎也很开心 看着两人不情不愿地戴上面具 看着这这一幕的李英灵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是想喊一声 也许是自己从没来过 这么热闹的庙会 也许是李英灵 只在这个宗门 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温满 他也喊了出来 师傅 楚星辰侧目看向自家大徒弟 他戴着狐狸面具 声音似乎有些颤抖 于是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李英灵大笑回答道 我跟师傅天下第一号 楚星辰语气十分敷衍地回答 好好 师傅也跟你天下第一号 李英灵闻言 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去 立行天略微无奈 就三个人的宗门 你们两个天下第一号 那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楚星辰自是不会冷落自家二弟子 于是恨铁不成钢地拍着他肩膀道 原本你跟为师是天下第一号 但鉴于你知情不报 现在容生第二 立行天心中略微富匪 但依旧满脸感动 多谢师傅抬爱 第二狗了 很好 鉴于你一点 上进心没有 你又掉了一名 现在大黄排在你上面了 李英灵闻言后 疑惑问道 大黄 怎么听起来像条狗的名字 楚星辰肯定道 对 你师弟现在排狗后面 立行天没什么反应 自家师傅说话方式 总是奇奇怪怪 但刀子嘴斗抚心 说的也是师傅 但是 摇情兔子面具后 悠悠目光望来 狗排第二 立行天排第三 那自己岂不是排得没边了 自己帮那么多忙 全都是帮狗去了 楚星辰顿觉危机来临 自己的灵石 可还捏在面前富婆身上 连忙道 你跟我天上第一号 摇情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是嘴上不肯松口道 你知我天下第两百号 李英灵听见自家师傅机智回答 投来一个大拇指 不愧是师傅 自己要学的 还有很多呢 李英灵走到楚星辰身边 低声笑道 师傅天下第一不要脸 楚星辰也低声回道 什么不要脸 这都是学问 他现在身上 可捏着咱们全宗们的灵石呢 李英灵硬喝式地点了点头 只是面具后 银灵般的笑声没停过 逆图 这绝对是逆图 面具小插曲之后 四人依旧欢声笑语地 向禅林四方向而去 路上不只是还有商贩 还有不少杂耍 说书等卖记忆的 李英灵目光 也是十分好奇地 打量着那群杂耍艺人 尤其是喜欢口吐火焰的 在哪个摊贩位置 鼓掌的最为用力 楚星辰也是有些无语 注记忆的李英灵 虽然是水系丹灵根 但五行法术 也能让他操控火焰 要李英灵上去吐火 那肯定比那艺人好看不少 或许也就看个新鲜镜吧 禅林寺院是八开门 寺庙门极大 楚星辰等人 在姚秦的帮助下 轻松挤进寺门 李英灵抬眼望向寺庙中央 他神情诧异 他似乎是感叹一般道歉道 师父 对不起我话说早了 天下第一不要脸 一定是他 第49章 禅林寺佛子 距离水灵法会 开始还有两日 禅林寺庙中 就早早开始准备 由于法会是夜间筹办 参加人多是普通百姓 寺庙需要在四周挂满灯笼 寺庙中央的观音像 也得挪挪位置 先暂且搬去和佛祖附近 让他们先一同 好好讨论佛经 这个地方先让给和尚混口饭吃 世人多爱美 好看才会吸引人来 所以花环花圈都得摆放到位 第一眼看上去的足够美 虽然看起来 有点像灵堂风格 不过严格来说 但的事情和灵堂也没什么区别 毕竟名义上都是超度 所以也不算另类 禅林寺和尚 对此都十分认真 尽量将花摆放的好看又巧妙 尤其是金主准备摆放灵位的位置 这方面必须服务到位 才能让金主看上去就明白 这钱花的到位 毕竟那群财大气粗金主 哪里听得懂他们念的佛经 哪怕你真的把佛经念出花 来人家也听不懂 但大场面 他们总是看得懂的 要突出要点 要高雅 但不能太高雅 得低俗 但不能太俗 禅林寺庙方丈 披着明黄色袈裟的胡须发白老者 此刻正神情悠哉的 已在大殿外的柱子上 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小沙迷 光溜溜的脑袋 穿着一件黄色小僧袍 浓眉大眼看上去颇为可爱 小沙迷一看着悠哉的方丈 终究忍不住问出了口 师兄 今年水灵法会 你真答应了 出家人不打狂语 说了便是硬了 方丈扭过头 笑呵呵地 看向小沙迷道 又没让你上去顶着 你还怕丢脸 小沙迷低着头 丧气道 师兄 外面寺庙 本来就叫我们贪念和尚 您这一回 贪不贪在人心 为己心是贪 为他人还算贪吗 方丈伸出手揉了揉 小沙迷的脑袋道 我不为我 何为贪哪 你不为你 也不叫他 那师兄 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小沙迷不乐意道 佛祖说空得五蕴皆空 方丈老神子再道 那既然你都空了 还在意他人言辞做什么 佛才空 我又没空 当然在意 小沙迷辩驳道 方丈闻言大笑出声 更是欣喜地揉了揉 小沙迷的脑袋 好好好 佛才空 老和尚我也不是佛 所以空了一半 剩了一半 小沙迷还打算开口再说 却被方丈抬手阻止 方丈笑呵呵打着商量道 就近一年可好 小沙迷神色明显不幸 看样子 这个保证不止一次了 方丈轻敲自己脑袋道 出家人不打狂语 那 那好吧 小沙迷叹了口气 这次可不许再打狂语 撒谎太多 可成不了佛 方丈哈哈一笑 这次法会 你可得带头送金 方丈话没说完 只是调皮地抬了抬眉 示意小沙迷 现在他该做什么 小沙迷小大人试得叹了口气 背过手 去走向大厅内 方丈目光看着小沙迷的背影 轻轻一笑 双手合十 默念佛经 小沙迷迈进佛堂大厅 正在擦拭装点佛堂的和尚们 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连忙双手合十弯腰齐声道 拜见师叔祖 小沙迷轻轻点头就算回礼 独自盘坐在佛祖下的蒲团上 重新默念 早就送过百遍的超度心经 小沙迷只是小 但他很聪明 至少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他也明白 心经念对或不对 那群看热闹的人都听不懂 但做人和做佛 都得有个讲究 问心无愧 当小沙迷默念到第五遍时 大厅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小沙迷作为禅灵寺唯一佛子 自视天赋异禀 对于外界嘈杂声 能做到入耳不入心 但随着不知那位僧人的一句 方丈 那人差人送来您 法会要顶得牌匾了 您看看 这也欺人太甚 干脆碎了它 小沙迷耳朵瞬间竖起 出 出家人不能狂语 答应了就是 答应了 方丈略显为难的声音 也传入小沙迷耳朵 对不起我佛 弟子此刻心好痒 小沙迷停下默念 小心翼翼地扭过身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显眼的大牌匾 而且还是用正凯写就 生怕让人看不清晰 牌匾上写的也并非是什么灵位 小沙迷看见牌匾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他便破了剑 小沙迷破防道 比七娘之 李英灵此刻目瞪口呆 就连重生归来的立行天 也未见过如此场面 顿觉这辈子 真他娘美白重生 楚行臣笑得不行道 哈哈 不愧是渝州城第一寺庙 果然要火 还是得会先整活才行 姚勤也难以置信地 连忙摘下脸上兔子面具 他甚至怀疑 是这兔子面具被人动了手脚 也不愿相信 真有方丈愿意顶着这个牌子 但即使脱下面具 面前场景依旧没变 胡须揭白 早已年迈的 禅林寺著名方丈 袁靖 此刻 站在花圈之中 最为显眼的位置 双手高持一块牌匾 牌匾上写正字小凯 别跟老那抢失态 由于自家方丈 顶着这牌匾 今日禅林寺的僧人 看上去各个垂头丧气 唯米不振 四周不少姓名 都难掩笑意 指指点点 但高座台上的方丈 神色怡然自得 面对指点和嘲笑 都置若罔闻 不过禅林寺水灵法会 也不是第一届半了 流程大家也都知道 这牌匾 定是有人花了大价钱 特意来恶心禅林寺的 毕竟谁也不会信 一个看上去 已经提枪不能的方丈 是自己想举这牌子 来毁坏半生生育 但为了钱财举这牌子 禅林寺的生育 自此也算大受打击 至少禅林寺爱钱的名声 总是逃不掉了 同时也可以期待 明年水灵法会 这位著名方丈 又会顶着什么牌子 两日前破防 放届的小沙迷 从远处走来 挤进人堆 走到姚勤等人面前 开口询问 请问您就是姚勤施主吗 姚勤目光 看向施里的小沙迷 此刻她的术法还未解除 这小沙迷 浑身也无气息波动 当时凡人才对 这小沙迷 恐怕有看破虚妄的能力 想来 这边是禅林寺 对修真界宣称的佛子 袁空 第五十章 来自男人的直觉 小沙迷袁空带着四人 走进了禅林寺片厅 庙会之中 正厅是完全向外开放 但偏听是不允许信徒参观的 最主要的目的 便是要给贵客留下空间 房间内并无其他和尚 袁空亲自弃茶 姚勤落座后询问 你就是禅林寺的袁空 始主听说过我 袁空语气疑惑 姚勤点头道 禅林寺佛子 姑且也算有些明气 不过 你怎么还没修禅林寺的法门 袁空将弃好的茶分别道给四人 随后开口解释 方丈说 时机未到 姚勤轻轻点头 又不是自家弟子 好奇一二也就算了 李英灵对什么佛子不佛子的 都毫不关心 连忙好奇询问 小和尚 你家方丈顶着这个 不会觉得有点 袁空重重叹了口气 他是方丈 自然他说了算 要我说了能算 方丈今日就得关禁闭 楚心陈文言点头赞同 嗯 佛子说的很有道理 同时我觉得 我们宗门也该设个禁闭室 专门拿来禁闭那群不听话的逆徒 大逆徒李英灵投票反对道 师父 话不能如此说 宗门之间用爱感化 才是真道理 大逆徒说着 便朝二逆徒立行天地上眼神 立行天此刻连忙装作低头喝茶 无视自家世界给的信号 好了 你们宗门的事 回头你们自己商量 摇晴目光 看向门外 偏听门 是正对寺庙门前的大空地 也就是方丈高举排扁的地方 这一侧也是不让占人的 禅灵寺特邀的贵客 可以用最开阔的视野看得仔细 不得不说 在如何对待贵客的方式上 禅灵寺座的压根不像是一个寺庙 倒像一个凤银上司的机构 姚晴收回目光 身姿端正道 今日水灵法会几时正式开始 大概在有半个时辰左右吧 原空将茶几好后 站起身 双手合十道 今日是我领着师职诵经 不便多留 各位随意 姚晴微微汗手 原空跟房间内的每一位人 都双手合十弯腰后 才退了出去 楚行臣收起嬉笑表情 清河口茶后道 这佛子有点意思 姚晴压抑道 哦 你能看得出来 楚行臣老神自在 我看人什么时候不准过 面对这一句话 姚晴确实无法反驳 楚行臣看人确实准到不行 哪怕是第一次见面 都能迅速看透一个人本质 而且从未出过错 仿佛可以读懂 他人内心所想一般 姚晴轻摇欲善道 那你说说 那佛子哪里有意思 天生佛子 楚行臣语气严肃道 原本兴致满满 想倾听自家师傅 有何高见的李英灵 文言就兴趣顿诗 姚晴文言也是毫不在意的 再次将目光抛向门外 人家都是禅林寺庙的佛子了 这完全就是脱裤子放屁的话 面对两人不在意的神色 楚行臣也不继续说什么 只是在抿了一口禅林寺特有的苦茶 不得不说 这苦茶真谈娘的苦 楚行臣自然利用系统 查看了原空的属性词条 目标 原空 金色词条 天生佛子 紫色词条 堪破虚妄 蓝色词条 聪慧 蓝色词条 瓷心 黑色词条 修行禁体 满足收图条件 标 不满足收图条件 这原空小沙谜 确实有点意思 但是这金色词条 就含金量十足 其他词条看上去也很不错 最为夸张的便是 系统居然有那么一瞬间的错乱 满足而又不满足 想来便是这个修行禁体 这个黑色词条的问题 是系统判定 现在的自己 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修行禁体 蓝灵寺 恐怕不是不让这小沙谜修炼 恐怕是根本修炼不了 楚行臣微微思索后 突然开口道 我觉得 今日这愿力 肯定是为了给原空使用的 姚琴侧目望来 开口解释道 蓝灵寺的佛子 是受中周承认的 人家凭着这个身份 就能缠由中周佛寺修行 用愿力修行 岂不是自毁虔诚 楚行臣嘖嘖两声道 你这是肤浅之见 看不透本质 姚琴不屑笑了一声道 哦 那楚大仙人 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依据 楚行臣拉住身侧 立行天的肩膀道 男人准确无比的直觉 同时伸出脚去 踹了一下李英灵的小腿 李英灵愣了一下 看向自家师父递来的眼神 随后恍然醒悟 开始打起了配合道 师父 准确地该是女人的直觉 楚行臣神情轻面 看样子 你们两个很不服啊 不如打个赌 姚琴姐姐 李英灵拉住身侧姚琴的手臂 我师父太嚣张了 至她 姚琴微微思索后开口 好吧 你想赌什么 零食如何 如果我输了 你要给我的零食就免了 你说了 零食翻倍 怎么样 听见这话姚琴 胡依目光随之往来 楚行臣什么性子 姚琴怎么可能还不了解 之前见她一块零食 都跟宝贝一样 设不得花 如今怎么可能会花 如此之多的零食 来跟自己赌这个 看上去机会如此渺茫的赌 她莫非是有什么内幕消息 但这又不可能 禅灵四这次邀请十分隐秘 只邀请了几家 中州宗门的分卖前来 这些分卖 大多都是中州宗门分流出来 只是简单掌握 其他州的情报部门 毕竟偶尔也会有什么 高等秘境 也会出现在其他大州 优先掌握情报 那自然也会快人一等 最主要的便是 养这些分卖 也不花钱 禅灵佛四 也能算是中州佛四的分卖 而且打得愿力的噱头 才成功邀请了几家宗门 总不能这么大张旗鼓地邀请宗门 到头来 就给自看禅灵佛四 如何毁掉自家佛子的吧 那不纯粹搁着搞笑吗 楚星辰也该懂这个道理才对 楚星辰到底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罢了 不过些许临时 要是真看见禅灵四毁自家佛子 那这钱花的也值 毕竟中州竞争 更比其他大州激烈 佛门少个佛子 对于其他大宗来说 所在宗门来说更是如此 邀请点头答应 好 我应下了 第五十一章 今日 师兄教你 咚 随着禅灵佛寺的钟声响彻寺庙 这一届的水灵法会正式开始 寺院中央 元空身披黄色袈裟 手持金刚柱 从大厅内率先脉步走出 身后跟着一群僧人 有两位白须僧人 紧随元空两侧 元空左手白须僧人 手持玉镜瓶 当然不可能会是什么法宝 应该只是 做仪式用的样子或 右手白须僧人 手持八宝天盖 大伞模样 金丝边 八颗颜色各异的琉璃 从伞边下垂 元空手持金刚柱 脚步沉稳 口中念着佛经 身后僧人 同样口诵佛经 元空左右两侧的白须僧人 都有助基修为 他们口诵的佛经的时候 似乎带着某种奇特术法 让原本嘈杂喧闹的氛围 迅速安静了下来 楚行臣微微皱眉询问 佛门还整这一套 姚勤冷笑一声道 那不然 为什么中周还那么不待见佛门 看见自家师姐疑惑的眼神 立行天开口解释道 那两个白须僧人 用了佛门术法 拥有证人心神的效果 李英灵恍然地点了点头 仪式继续 元空此刻小脸神情严肃 走向布置好的蒲团 蒲团布置在灵位正前方 元空率先落座 然后抬起眼眸 就看见自家师兄 站在一堆花和灵位中央 满脸和蔼的笑容 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给他半葬礼似的 以及他高举的那一块牌匾 别跟老娜抢失态 无论看见过多少次 在看见的时候 元空总觉得自己要破防了 方丈 禅琳斯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元空深吸一口气 果断闭上了眼 随着元空落座 所有僧人都安静了下来 找到各自的站位 重新坐好或者站好 两名住击七僧人此刻 也分坐在元空左右 所有人都在等待元空的开口 元空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 并没有着急开口 他先是沉下心 两久后 元空才闭眼开口朗道 如是我闻 随着元空开口 其余僧人瞬间跟上 共同开口 如同终生般 如是我闻 偏听内 听见佛经内容的姚琴 猛然站起了身 目光阴晴不定地 看向此刻口念佛经的元空 看见姚琴反应如此猛烈 楚星辰也连忙看向元空 但依旧没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疑惑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 元空念的 根本不是超度经 而是佛门秘法 你还懂佛经 废话 佛门超度心经 我又不是没听过 姚琴说完 起身踏步走向门外 目光凝重地看向 站在花圈之中的圆境 佛门有些手段和协修 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难不成这一次是埋伏 目的是我们 他们有什么别的计划 四世察觉姚琴目光 禅灵四方丈 也将看向姚琴 脸上笑意不减 口中默念一声阿弥陀佛 此刻 其余偏听房内 也有几道身影走出 同邀请站在同一个走廊上 想来便是禅灵四邀请的 其他贵客 其中一位穿着道袍中年人 突兀开口 你们谁懂这群突驴要做什么 手捧书卷的白衣青年 随意推测道 不知道 佛门秘法 就这样念出来了 莫非打算杀我们灭口 楚星辰也走了出来 语气凝重道 诸位道友 我有话说 身披黄山的美艳少妇 侧目望来 看见楚星辰卓绝的身姿后 目光瞬间一亮 寒情默默地开口道 道友请说 楚星辰向两侧拱手后 肩建一道 先动手为强 道长闻言 深以为然点头赞同道 此言深合我意 于是 其余人都将目光看向道长 似乎在期待他的出手 但道长又怎可能真的出手 他虽然真不喜欢佛门 但佛门好歹也是 大众认同的正面门派 他现在也不可能 因为和尚念错了经 就上去揍一顿吧 姚秦开口缓解道长尴尬道 不必如此 先看看情况吧 道长轻咳一声 也罢 那就听你的 给那秃驴一点薄面 立行天和李英灵 此刻也从偏听房间内走出 立行天观察了会开口道 不像密法 似乎是佛门心经 白衣书生目光望来 兄弟 你懂这个 立行天轻轻点头道 同佛门打过一些交道 如果是密法 有这么多人共同启示 此刻应该有佛门连花 白衣书生轻轻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这群秃驴 有什么把戏 言罢 书生便先转身 回自己的房间内去 道是紧随其后 其余人也纷纷重新回去 只有黄山美妇 目光柔情地望着楚心辰道 我这儿有美酒 不知公子可否和我一同隐线 姚秦闻言目光森冷的侧目 看向黄山美妇 呃 公子还是想下次吧 面对姚秦冰冷的目光 黄山美妇信信一笑 也转身离去 姚秦冷哼一声 也转身重新走回房间内 楚心辰无奈耸了耸肩 跟上姚秦步伐 房间内 众人重新坐回原本位位置 等着禅林寺 要整什么大的 只是现在看上去 时间还早 李英灵的看向自家师弟 好奇询问 你跟佛门能打什么交道 立行淡然回答道 兵器拳脚之道 你这不是跟和尚打架吗 那不然 要我听他们念经 李英灵满意的点头 不愧是师弟 楚心辰美里自家大徒弟耍火宝 而是用系统 查看了禅林寺方丈的词条 目标 圆境 修为 助击后期 蓝色词条 我心如他心 白色词条 慈悲 白色词条 心善 黑色词条 垂垂老矣 单看词条 这方丈倒算是个好人 而且 还估计 还命不久矣 随着经文唱诵 声音也愈发大了起来 突然间 站在中央方丈一声大喝 我佛慈悲 圆空左右两侧的白须僧人 仿佛接受到指令一般 两名僧人猛然金黄色的佛光闪烁 伸出手去抓住圆空左右两臂 被抓的圆空 只觉两臂有股热流 顺着手臂疯狂涌来 但只是寸进一点之后 就浑然消散 爽了 但好像没爽到位 圆空口中心经诵读不停 正有些奇怪地打算睁开眼 看看什么情况时 一只熟悉的手 遮住了正欲睁开眼的圆空 这一只手抚摸过 无数次圆空的脑袋瓜 他早就记下了这只手的纹路和温暖 你不是一直想学术法 今日师兄教你 圆镜瓷河的声音 从圆空耳边响起 第52章 禅灵寺远起之时 大雪 禅灵佛寺大厅内 此刻的大厅内的佛像 还略显破旧 佛祖身处的金手掌都已掉漆 可大冬天的禅灵寺 连饭都吃不起了 哪里还管得了 佛祖掉了层皮的事情 五岁的圆空 坐在大厅的蒲团之下 吸溜着鼻涕 翻着手中的佛经 这一本佛经 自己已经读了半年 以自己聪慧的小脑袋 这本书早就足以倒背如流了 但师兄方丈 却依旧天天蹲在自己身侧 一直诵读不停 真不懂方丈在想什么 他多吸两口 发现自己小小的鼻子 实在吸不住了 袁空果断将鼻涕 擦在了手臂的袖子上 反正衣服不是自己洗 袁空才刚刚小心翼翼擦完鼻涕 方丈的声音 就悠悠地传了出来 今天的衣服 你自己洗 袁空顿绝被欺骗 嘟着小嘴道 师兄 你没睡 生前不必久睡 死后自会长眠 袁静睁开眼 苍老脸上露出和善笑容道 你小子 不做亏心事 用得着在乎我睡不睡吗 师兄 你自己有修为傍身 寒暑不清 袁空委屈道 你又不让我修 大冬天的 我都没几件衣服穿 比狗冻的还惨 面对这个话题 袁静仿佛瞬间耳聋一般 连忙摸向一旁的沐鱼 轻轻地敲了起来 袁空自然知道 胳膊拗不过大腿 自家师兄不要脸的时候 是真不要脸 反正一问 要么就跟现在一样不回答 要么便是说 时机未到 总之是一点不肯教 于是 袁空也不纠结这个话题 只是用力拿起厚厚的佛经 放在供桌前后 一步一步地向大厅外走去 袁静听着沐鱼声 也听着袁空离去的脚步声 随着袁空的脚步声 不在耳边响起 他也停下了手中的沐鱼 袁静睁开眼 看向供桌上那本佛经 其实那一本袁空 读了半年多的 便是禅灵寺的最高佛门心经 来自中州的心经 袁空是毫无疑问的佛子 无论佛法佛理 一处极通 而且天生聪慧 哪怕此刻的 袁静同袁空变法 自己也未必变得过袁空 最主要的是 中州来人确认过了 袁空是天生佛子 这种佛子 本该是十分宝贝的 遇见了几个大佛门 都是会争抢的 但袁空却被留在了禅灵寺内 并没有被带去中州大佛寺 无他 袁空是天生佛子 但却修不了任何心法 甚至袁空本身 都排斥任何不属于 他自身的能量 无论是佛还是仙 没有一个中州佛寺 愿意要一个只会变精的佛子 想起这个袁静 就有点想发笑 想笑他们 修佛全修到姥姥家了 修佛到底修的是佛心 还是修佛的手段 不过也罢了 留在这里 总比过去兽气强 他们不宝贝袁空 自己宝贝就行了 那一本佛心经 袁空读了整整半年 也毫无反应 想来中州判断是真的 袁静伸出手摸 向那本佛经 神情似笑非笑 最终将那本佛经收了起来 反正佛说 凡人也能修得自在变化 不抢求 不抢求 袁静看向门外鹅毛大雪 只是小家伙 可能要失望了吧 低眉垂头 袁静转过身去 继续敲那沐鱼 空荡的大厅 此刻只剩着清脆的沐鱼声 袁静不知自己敲了多久 只是突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 以及的一声急促寺院僧侣急促呼喊 方丈 师叔族洗衣服洗晕倒了 你快去看看 袁静不慌不忙地 将手中的沐鱼锤放在一旁 这小子越来越过分了 不就逮了他一回吗 居然还敢装病折腾自己 这回都好好揍他屁股 袁静平静道 别慌 带老娜去看看 方丈平静的表现 让原本紧张不已的僧侣 也安下心来 请随我来 僧侣带着方丈 便前往了偏厅房间之内 偏厅内 三两个僧侣 正用热毛巾 擦拭着袁空的身体 袁静看见这一幕 顿觉不妙 连忙两步向前 握住袁静只觉着手冰冷无比 仿佛失去温度一般 袁静目光看向一旁僧侣 难以置信道 他 他怎么会这样 一旁僧侣神色奇怪 看向方丈 随后低声说道 我就看见师叔祖在那洗衣服 我本来想帮他洗 结果他说是 方丈您罚他洗的 然后 袁静 也罢 此刻追究是谁的责任 也无用处 因为无论什么力量 进入袁空的体内 都会自动消散的 所以 此刻静元 只能用最普通的好脉方式 来判断袁空的情况 可耗卖耗了半天 袁静只能得出面前昏迷不醒 浑身冰冷的袁空 十分的健康 这 莫非是当了和尚 不能犯戒 袁静高低 来上两口国萃 袁静面沉如水 过了会他才开口道 你们先照顾他 我去喊人 偏厅内的僧侣连忙应道 是 袁静起身 连忙走向正厅 连忙踏上供桌 从佛祖右耳边上 拿出一颗金黄色射理 随后毫不犹豫地将其捏碎 被捏碎的射力 猛然化作光芒消散 静元默念一声阿弥陀佛后 便又立刻走回偏厅 袁静推开偏厅的门 对着里面僧侣低声道 你们都出去吧 无论什么情况 都别再进来了 方丈 去吧 几位僧侣对视一眼 最终也只能无奈退下 袁静等僧侣全都走后 便将房门关了起来 走到袁空面前 拿起放在一旁的热水 和擦拭的麻布 亲自给袁空擦拭了起来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 一道危言声音 突兀响起在房间内 你该明白 那设例该什么时候用的 袁静回过头看去 只见一位浑身经瘦肌肉的 中年光头汉子 大冬天半披袈裟 半裸露 没见一点暗金色火焰图腾 袁静神情平淡 毫不理会面前的罗汉 是原因修为 我明白 但好像罗汉不明白 罗汉文言也不恼怒 明不明白是教礼堂的事 你换我来 是为了他吗 袁静点头 还请罗汉帮忙 罗汉来得很快 去得也快 此刻房间内 只剩沉默不语的袁静 和昏迷不醒的原空 第53章 都是定数 那还修什么佛 那一日 禅灵寺的僧侣 在门外候了好久 等到夜色降临 方丈才从偏房之中 推门而出 方丈脸上露出轻松笑意 朝门口担心很久的僧侣 轻轻摆手 示意一切平安 众僧侣 见静元轻松神色 也连忙松了口气 袁静宽慰众人道 都回去吧 不过受了些风寒 让他敬仰一段时间即可 禅灵四僧人以为 这只是一次 祖师叔成长路上的 一次小插曲 毕竟隔天他们 确实看见了祖师叔 流着鼻涕痛骂方丈不靠谱 以往方丈 面对祖师叔 如此大逆不到的言论 通常都是 对着祖师叔 来一套罗汉拳 但今日的方丈 却只是笑意浓浓地 看着祖师叔 看得祖师叔毛骨悚然 当场认错 祖师叔是正常了 但方丈却跟变了个人一样 以往的方丈 只要大家饿不死 就不会下山接活 毕竟方丈喜劲 办丧事实 敲锣打鼓 实在太吵 用方丈的话来说 自己念了半天的经 刚出嘴 就被所那生着没了 但自从祖师叔生病之后 方丈就经常下山接活 无论什么活都接 甚至还给小姑娘 结起了姻缘 而且 方丈还是主动出去找活 每天早出晚归 然后满脸疲惫地 独自坐在大唐佛钱的蒲团上 拿出今天所有赚的银钱 细细算着什么账 边算边叹气 也有僧侣问方丈 赚钱做什么 方丈就会笑呵呵地 指着破旧的佛像道 佛像太旧了 翻个心 可钱赚了许多 也没见方丈 真的拿钱出来 给佛像翻新 不过方丈人品在寺内 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多有困惑 但也没人认真去问 直到方丈突然开始没了底线 以往接活 大多是方丈一个人去接 但后来 方丈居然拐着太祖师叔 一块去接活 原因是 太祖师叔接活钱给的多 那可是太祖师叔啊 那都瘦得皮包骨了 眼睛都凹陷进去 都快跟干尸一样了 净灵堂跟尸体站一块 都不知道死的是谁 还以为诈尸 从棺材里蹦出来的 更让人奇怪的便是 不知道为何早就准备 避死关的太师叔祖 居然真的每日 跟方丈去接活 甚至十分自愿 风雨无阻 最著名的禅林寺庙会 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什么水灵法会 买花钱灵位 阔入租赁商贩 都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方丈确实凭借庙会 挣了许多 但实际上赚的钱 基本上就没拿出来花 现在正厅里更大的佛像 其实是石头柱的 外面交了一层铜漆 用来掩人耳目 原先的铜佛像 被方丈拆碎散卖了 一来二去 方丈换石像 还赚了一笔钱 日常伙食 也没有因为赚了钱 有所提升 那么这钱 到底去哪里了 时间一长 总有僧人忍耐不住 方丈就会跟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呢喃不语 用那双沧桑的眼睛 委屈地看着前来询问的僧人 不断地跟僧人道歉 但却也什么都不说 随着太师叔祖 也站出来声援方丈 自此 方丈和太师叔祖 利用这么多年来的威望 终于压下了僧人的所有质疑 时间流逝 直至今日的水灵法会之上 袁静颤抖的手 遮住了袁空的眼睛 他脸上露出释怀的笑容 终于放松了一半 他轻声道 众生苦 方才有愿 孩子 你生来便是佛子 但你仍须明白 今日是众生度你成佛 袁空闻言猛然伸出手 抓住袁静 遮住自己眼眸的大手 但只是袁静一句话 袁空却又将手放了下来 他只是轻声说 孩子 别怕 袁静目光 扫过袁空两侧的两名白须僧人 轻轻笑着点头示意 袁空左侧持 静平僧人 猛地抬起手臂 将手中静平猛地倒出 一股玄黄之气 猛然从静平之中倾倒而出 朝着袁空倾倒而去 姚琴看见这一幕 诧异站起身来 楚行臣和立行天 也是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一幕 只有李英灵呆愣地看着他们的反应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楚行臣难以置信道 这他娘 是怨力 那得是多少的怨力啊 才能化为水流 一般从玉镜平内倾倒而出 不过 不仅仅只是如此 袁空右侧 手持八宝天盖的白须僧人 将手中散盖 遮到袁空头顶 随后轻咬宝盖 八颗各色流离珠中 竟然也有怨力从中流出 两股怨力迅速凝结混合 宝伞下 怨力化作一幅幅画面 饥荒下 袁静净散白银千两 买来食物分于灾民 水灾前 袁静倾其所有 只为堵住绝地溃口 拯救灾民 袁静和太祖师叔 每日出门 救人 治病 他们手持静平 一点 一点收纳为数不多的怨力 他们将赚来的所有钱财 全都如数散去 禅灵寺所有僧人 都浑身颤抖地看着 怨力化作的一幅幅画面 袁静轻声开口 如是我闻 怨力猛然颤抖 开始迅速环绕着袁静周身 场面一片寂静 随后两名手持法器的 助击僧人 突然大声开口喝道 如是我闻 其余僧人 这才恍然跟着颂读道 如是我闻 袁静颤抖着声音 也开始念着 那倒背如流的佛经 随着袁静不断地喝念佛经 他周身缠绕的怨力猛 灌入袁空体内 先是将罗汉 射在他体内掉命的封印 率先冲碎 这股滔天怨力 瞬间汇入袁空体内 袁空 只觉一股透彻的力量 瞬间灌入全身 虽然进入身体之后 依旧会缓缓消散 但耐不住 进入体内的怨力实在庞大 他一点 一点地 挤进袁空体内 一点一点地 将袁空装满 在如此的消耗下 怨力用得很快 原本迷雾一般的怨力 此刻只剩薄雾一般 但幸好 怨力终究是够了 袁空顿觉 进入体内的力量 再也不会突然消散 而是缓缓囤积 他很快就将其余怨力 禁数吸纳 等做完这一切 袁静如是重负一般露出笑容 松开了遮住袁空眼睛的手 但此刻袁空正在吸纳体内力量 没有任何动作 袁静看着面前的袁空 又想起了那一日罗汉说的话 这封印最多十年 你就不了他 这是定数 那一刻 袁静有无数的话 想反驳罗汉 但他一句没说 此时此刻 袁静自言自语式地 低声说出 迟到数年的驳斥 若都是定数 还修什么佛呢 第54章 敢了 但没完全敢 姚勤面容严肃地 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虽然不懂原理是什么 但如此庞大的怨力 使用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修为的长幅明显低得离谱 其中必然有不为人知的秘书 这就是禅灵寺发现的其他用法 这莫非是有什么额外加强 真是如此 恐怕中周得掀起怨力抢夺的浪潮了 但这种秘法 禅灵寺的和尚 怎么会如此大方地展露出来 莫非这是佛子专门使用的招数 不怕其他人抄袭 是威慑 怎么回事 李英灵拉住楚星辰的袖口 连忙询问 师父 这是怎么了 你不是说怨力没什么用吗 怎么大家看上去都知道怎么回事 就自己不知道 好消息 有瓜吃 而且在现场 坏消息 这瓜吃不明白 而且就自己吃不明白 要大家都不懂就算了 但现在 就自己不懂 李英灵此刻总觉得浑身不得尽 楚星辰皱眉迟一道 理论上是没什么用 但是如此庞大的怨力 进入着圆空的体内 圆空理论上会修为非增才对 但怎么感觉 气息并不算强 甚至好像离住机都差一点 这莫非便是怨力的其他用法 洗炼根骨 楚星辰再一次用系统扫向圆空 目标 圆空 修为 炼气后期 金色磁条 天生佛子 紫色磁条 堪破虚妄 蓝色磁条 聪慧 蓝色磁条 磁心 灰色磁条 愿力修行 由于修行受限 不满足收图条件 看见系统磁条的处形沉愣了下 黑色磁条的修行进体 被替换成了灰色磁条 愿力修行 难不成刚刚那么多的愿力冲刷 就冲刷了个这出来 到头来 还得用愿力修行 以为是个大的 结果就这 那么唯一靠谱的解释 恐怕那修行进体 恐怕不只是不能修行那么简单 应当还有其他副作用 才让禅灵四方丈这样做 这系统不好 也就是不好在这里 就不能详细展开说一下词条注释吗 楚行尘看完词条后 悠悠开口 好像真没什么用 妖精没有回头 只是语气质疑道 你是说 刚刚那一股滔天怨力 全部灌入一个人体内 一点用处没有 而且 修为还停留在炼气水准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按这个意思 这佛子往后 还得愿力修行 大概率没跑了 姚勤气笑道 那你觉得 是这方丈有病 还是你有病 楚行尘认真道 那个佛子有病 姚勤文言回过身去 正打算拿手中摇扇 给楚行尘来一下 这个时候 还想多自己玩 回了头却发现 他神色并非是带着 浅笑的耍宝表情 而是十分认真的神情 这个表情就代表着 楚行尘并没有再跟自己耍宝 而是他是真的如此认为 姚勤询问道 你是知道什么 楚行尘摇头道 别急 既然是方丈叫我们来 那自然是有说法的 姚勤文言 也只能忍下心中疑惑 见自家师父的话 暂时结束 李英灵赶忙询问道 师父 你们聊完了吗 现在可以跟我说什么情况吗 这瓜他今天一定得吃上 楚行尘叹了口气 看向一旁的立行天道 你给你师姐解释解释 立行天文言轻轻点头 开始向李英灵解释刚刚的情况 楚行尘和姚勤都将目光注视向远近方向 禅灵寺方丈此刻先是双手合十 先向四周的姓名 他语气轻松无比道 多谢诸位 小四无以为报 今日禅灵寺所有收入将全部捐出 同时 这也是最后一届禅灵庙会 还望各位师主 今日尽兴 人群文言 不断有人呼唤道 方丈 别走啊 再办啊 我们愿意捐香火钱 愿力所画的画面 围绕几侧临近的人 也都看得清楚 纷纷开口呼喊 袁静听着无数挽留的声音 没有言语 只是静静又一鞠躬之后 便转身向偏厅走来 由于四周有五僧维持秩序 那些试图涌进的人群 纷纷都被阻拦 两名注击器的白须僧人 也转身而去维持治安 见到袁静走来 偏厅内所有被邀请的人 都起身走到走廊之上 见过诸位施主 袁静脸上露出笑容 劳烦诸位 今日受邀来一趟 道士神色凝重道 不用 确实大开眼界 另外也佩服方丈 为百姓所做一切 袁静双手合十 连忙道 不敢 平僧也只是为了愿力所做 心有愧 不敢领着功劳 行事论计 不论心 方丈无需如此 白衣书卷青年开口道 今日禅林斯佛子想来 便是一步登天了 恭喜了 袁静苦笑一声 如何登天 不过留我师弟一条命罢了 姚秦文言 目光不自然地 看向身侧的楚星辰 难不成这一回 又被他说中了 他似乎总在这种关键时候 有奇怪的敏锐感 袁静继续开口解释道 我这师弟身怀怪疾 命不久矣 唯有此法是唯一机会 往后修行 也再也离不开院里了 黄山美赴皱眉询问 那你换我们来 该不会只是让我们看方丈 您怎么就师弟的吧 今日请诸位见证 今日我就我师弟 是我禅林寺独自所为 同中州佛门毫无关联 袁静的这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不过能被静元特邀而来 自然没有真的本人 很快就从静元说的话中 回过未来 这是同中州佛门闹不愉快了 不过静元的话并未说完 他停顿了会 让众人消化完后 才继续说 今日起 袁空被我逐出禅林寺 不再是我禅林寺僧人 和禅林寺再无任何瓜葛 缘分已尽 静元说完 双手合十行礼之后 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留下走廊众人面面相去 倒是疑惑到 这和尚是什么意思 白衣青年 目光看了两眼离去的原境 似是想明白了什么 轻笑一声 也转身离开 随着白衣青年的离开 看完这场盛大表演的贵宾 也无过多交流 开始分别离开 毕竟 他们要做的不是决定 而是报告 很快 偏听走廊走的 只剩下楚星辰四人 见没了外人 楚星辰感叹开口 说是做师兄 倒不如 说是做的父亲 姚琴轻轻点头 认同了这一句话 原境这几句话 极为精简 原空是被渝州成禅灵寺所救 和中州佛门无关 这代表着 原空并不成情中州佛门 然而 原空又被逐出禅灵寺 这代表着原空和禅灵寺 自此起也再无关联 禅寺作为中州分脉之一 自然会被中州大佛门掌控 但随着方丈话音落下 却再也控制不了 被逐出师门的原空 原空唯一能被束缚住的枷锁 也被原境亲手解开 虽然不懂原境 为何如此担忧 原空 但一颗对于原空的慈爱之心 一览无余 原境重新走到原空面前 看了两眼后 脸上男眼笑一道 都醒了 还要装没醒 原空闻言缓缓睁开了眼 语气低沉道 师兄 为什么 他刚刚是有听见 方丈将自己逐出禅灵寺的话 什么为什么 原境伸出手摸向原空的小脑袋 笑眯眯道 你这外来的小和尚 今日是想跟老那一起睡 还是回你的小房间睡 原空诧异地抬起头 看向方丈 只见他脸上笑意浮现 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敢了 但没完全敢 原空也释怀笑道 谁要跟你这个老头睡 第55章 你们确定他昏了 四合院内 李英灵坐在院子的石椅上 石桌上放着一本 又大又厚的书籍 此刻的他 正埋头苦读 昨天禅灵寺的瓜 除了最后一个他懂之外 有关修仙界常识的瓜 他是一点没懂 都得靠人解释 而且大部分 都是自家师弟给自己解释的 他怎么就懂这么多啊 莫非在自己逛街游玩的时候 就在读书 可恶的师弟 居然背着自己 偷偷努力 总之 这瓜李英灵吃得一点都不舒服 李英灵也是万万没想到 修仙界吃瓜 居然还得那行人才吃得懂 不行 得补 狠狠地补 正当楚行臣终于睡得饱满 从推开房间门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在奋力读书的李英灵 他诧异道 英灵 你没事吧 李英灵翻开书的下一页后 回答道 我很好 楚行臣难以置信地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道 那肯定是我有事 我怎么看见你在读书 文言李英灵终究忍不住 站起身看向自家师傅道 怎么说的 我跟不爱读书的笨蛋似的 楚行臣笑道 你爱不爱读书 有待考证 但你是笨蛋这个事实 也该接受了 笨蛋 自从李英灵有记忆起 这个词就从未和自己挂过钩 小时候 李英灵听到最多的夸赞 只有两个 好看 以及天才 他不服气道 我要是笨蛋 天下就没有聪明德了 楚行臣忍住笑意道 好的 大聪明 威士现在要出门逛了 你要一起吗 大聪明 听上去是好词 怎么从师父嘴里说出来 总有一种阴阳怪气的感觉 李英灵欲言又止 随后委屈地重新做回诗以上 拒绝道 我不去 我要读书 以后遇到什么情况 你们都得问我 楚行臣耸了耸肩 尊重了自家大徒弟的想法 反正多学学 总没坏处 今天去哪呢 是去勾兰白嫖酒喝 还是去钓鱼 算了 勾兰听取吧 去钓鱼 免得再钓上些不该钓上的东西 推开四合院的门 楚行臣便往勾兰走去 很快 楚行臣便觉得有些不对劲 此时已经快临近正午 往常这个时候 街上行人应该很多才对 怎么如今有些空荡荡的 也没听见 有什么活动才对 怀着疑惑的心情 楚行臣走到勾兰门口 通过刷脸白嫖进了勾兰 随后楚行臣更加疑惑了 往日热火朝天的勾兰 如今居然没什么人 只剩几位淡娶的姑娘 因为没有客人 坐在高台上磨洋工 婉云穿着淡蓝色竖腰裙 抱着琵琶着急的快步走来 看见楚行臣后 语气忧怨道 公子 您可算想起婉云了 楚行臣疑惑询问 今天怎么街上和这里 都没什么人 您不知道 昨夜禅灵寺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 我还站在偏听看的一清二楚 婉云文言眉目瞬间一亮 谁不知道 能在禅灵寺偏听看庙会的 不是有钱就是有钱的 没想到面前的公子 不单单有才 而且有才 他开口解释道 昨夜禅灵寺的事情都传开了 原来渔州城或周边城市 遭灾隐秘出钱的大善人 原来是禅灵寺的方丈 说着婉云一顿 随后轻叹道 现在有空的 都往禅灵寺跑去了 只恨妾身不是自由身 只能在这勾篮里独自唱曲 楚行臣瞬间恍然 不过对于婉云的暗示 他则是假装听不懂 哥们只是来消遣的 不是被消遣的 楚行臣微微笑道 人挤人能看到什么 我来亲自跟你讲讲 昨天禅灵寺发生了什么 婉云文言眼眸瞬间一亮 连忙点头同意 果然 八卦是每一个人的天性 在楚行臣离去不久后 四合院的门被人敲响 正在苦读的李英灵 微微叹气 站起身来去开门 门刚打开 李英灵便见到了 神色焦急的赵婉清 他焦急道 请问 楚前辈在吗 李英灵微微皱眉回答 师父 刚刚出门去了 赵婉清连忙追问 他去哪里了 我有急事找他 抱歉 能先问问什么事吗 赵婉清急道 我弟弟情况骤然恶化 前辈炼丹术出神入化 药效极佳 特来请前辈救命的 炼丹术出神入化 你确定 这个词 可以用到师父身上 不过 看赵婉清焦急神色 李英灵极为熟悉自家师父 开口道 师父不是去城外钓鱼 便是去勾兰听取了 师父钓鱼的地方我知道 我去找 你去勾兰找我师父 赵婉清闻言面路感激 谢谢 麻烦您了 言罢 他就飞快朝勾兰而去 李英灵则是往城外而去 赵婉清一路狂奔 飞快就到勾兰门口 直接推开准备接待的小司 直接闯进勾兰 目光迅速在大厅里搜索 他很快就看见 在给婉云讲故事的楚星辰 连忙走去 前辈 事情紧急 可以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吗 是 赵婉清着急打断 一百零十 楚星辰立刻站起身道 快走 婉云看着两人飞快离去的身影 当时就愣住了 就这么走了 故事才刚刚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啊 镇妖司医馆内 阿念连施树针 扎在又重新陷入昏迷的赵正阳身上 现在情况极糟 那些血气竟然会埋入肉中 只要等待赵正阳苏醒 重新掌控自身的时候 血气就会迅速开始搅动 刘存的血气并不多 但面前的赵正阳命也剩得不多 可恶 他还什么情报都没说出来 只是睁眼看了两眼 就口吐鲜血地又昏了过去 如今都昏了一天了 眼看不行了 赵婉清却突然说要跑去找炼丹大师 这渔州城那些炼丹失恋的药 他阿念还不懂吗 平常治之破皮也就算了 如今人都快归天了 哪里是那种破药丸能起笑的 诶 这小子真惨 还没等阿念感叹完 两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阿念转身看去 便看见赵婉清 带着上一次城门口 遇见俊秀青年 还没等阿念向前询问什么情况 赵婉清就直接翻脸无情似的 将他推开 着急道 内外伤都有 此刻唯一的希望 便是前辈 您的丹药了 楚星辰先童还在蒙圈的阿念 点头问好之后 便走向一旁 放着准备熬药的空砂锅 砂锅也是锅 不妨碍楚星辰的炼丹 迅速起锅烧水 再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灵植准备开炼 随后 阿念就看见了 从未见过的炼丹过程 炼丹 还能这样炼呢 在楚星辰炼丹过程之中 去城外扑空的李英灵 十分机智地来到了镇妖司 李英灵到的时候 炼丹也到了尾声 他此刻乖乖地站在一旁 没有打扰楚星辰炼丹 一会后 楚星辰用灵器包裹着 刚刚炼出的翠绿翠绿的水滴 随后开口指挥道 好了 盛开他的嘴 赵婉青连忙伸出手 掰开了赵正阳的嘴 楚星辰将这萃取的药液 直接灌入他的嘴中 鉴于面前吃丹药的人 是昏迷状态 楚星辰这次 节省了麻痹味觉的灵植 昏了总不至于 还尝得出味道吧 正当所有人都紧张注视着赵正阳 期待药效发挥效果的时候 刚刚吞下药液的赵正阳 脸色突然纠结在一起 仿佛品尝到极为辛苦的味道 李英灵看见这一幕 顿觉自家师傅炼丹树 果真天下无双 就连昏迷都能通杀 正当阿念打算把麦看看情况时 躺在床上的赵正阳 猛然开始浑身颤抖 赵正阳唯一能动的左手 此刻猛然抬起 疯狂扣着自己的喉咙 楚星辰看着这一幕 不解地询问道 你 你们确定他昏了 第五十六章 临时进化成功 楚星辰的话 让阿念瞬间怀疑了 刚刚自己的诊断 毕竟很难想象一个冰死 只剩一口气的人 居然会为了一颗入腹的丹药 反应如此激烈 仿佛吞下这一枚丹药 比死还可怕 赵婉清反应迅速 连忙向前 将自家弟弟唯一能动的左手 连忙吞下 这要已经是最后的希望了 今天哪怕就算死 也得给我死在丹药上 李英灵则是叹气摇头地 看着这一幕 自家师傅的练丹水准 似乎又升了一个台阶 说的不是药效 是难吃的水准 毕竟面前的男子 可能只是这一次 而作为弟子他 往后师傅练的丹药 还是统一 先让师弟尝一尝 赵正阳由于 唯一能动的左手被摁住 所以 他现在只能原地颤抖 面色十分争鸣 阿念连忙向前 迅速探测赵正阳体内的情况 随后 他就松了口气 药液还是有效的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赵正阳体内的伤势 正在逐渐好转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恢复到 自己可以医治的状态 阿念连忙道 笨住他 现在他好多脸 楚星辰微微抬手 随意一道灵力挥出 就将赵正阳浑身控住 多谢前辈 赵婉清松开手 面露感激 楚星辰神情没有欣喜 十分冷淡地点了点头 无碍 赵婉清宽慰道 前辈无须 毕竟良药苦口 楚星辰抬手打断道 无碍 没事我就先走了 乏了 这小子的反应 着实让自己丢了脸 今日一事 还让李英灵给看见了 指不定自家孽徒 还会给自己 起个绝命单师的称号 劳烦前辈 临时等会 就会送您府上 赵婉清 连忙送着楚星辰 和李英灵走出阵妖丝 阿念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便迈着小短腿 走到了刚刚楚星辰 炼丹的砂锅前 目光好奇地 打量着里面残余的灵植 细细将所用的灵植 分辨清楚 这些里面的灵植阿念也都认识 里面灵植算不上昂贵 怎么这种练法的丹药 药力似乎比普通练法的丹药 强上那么多 这新手法 只不定自己能试试 同品尝过丹药的赵婉清不同 阿念以为是药效猛烈 才导致赵正阳反应激烈 他伸出小手 准备浅尝一下熬生的药渣 看一看是什么药力是 刚送完楚星辰 才踏入一管大门的赵婉清 就看见了阿念做死的行为 连忙大喊道 住手 阿念疑惑地侧目看去 但手指已经伸入砂锅之内 赵婉清缓步走来 表情严肃道 千万别尝 为啥 阿念不解道 这练丹手法我从没见过 药效好厉害 因为这要吃下去有点 赵婉清戏想一会后 难以忍受的并非是苦 而是那种浑身排斥的感觉 赵婉清认真措辞道 这要有点邪门 邪门 阿念从来不信邪 听到这话毫不犹豫 将手指放入嘴中 这些灵指每一样阿念都认识 没一个有毒的 能有多邪门 反正又吃不死自己 很快 阿念就明白了邪门的具体含义 镇妖司医馆内 一声嚎叫传出 阿嬷 救命啊 要死了 回去路上 楚星辰还不知道 自己练一次丹 能让两个人崩溃 此刻 他正神色郁闷地思索 如何改良口味 李英灵面容柔和 目光温柔地 看向自家师父 楚星辰不乐意道 干嘛这样看着我 是鼓励师父 李英灵点头夸赞 鼓励什么 难道 我没有妖刀病除吗 当然有 师父真棒 这语气听起来 怎么和自己阴阳怪气 李英灵是一模一样 楚星辰目光一瞪 你这你图 竟然敢阴阳怪气为师 李英灵自是不能承认 神色认真道 就算是师父也不能乱说 我哪里敢阴阳怪气师父 楚星辰顺水推舟道 既然如此 那很好 鉴于你如此信任为师 恭喜李英灵大徒弟 以后为师练的丹药 由你先品尝 李英灵文言 表情瞬间就垮了 这可是要命的事情 连忙求饶道 错了 师父我错了 楚星辰对于李英灵的求饶 直接质肉网闻 笑容是会传递的 这一次 就从李英灵的脸上 传递到了楚星辰的脸上 同样 快乐也是 不听自家徒弟的一路求饶 楚星辰迈着欢愉的步伐 往四合院走去 天下第一好的师父 一定会原谅徒弟的无心之言吧 四合院门口 李英灵仍然坐着挣扎 这可开不起玩笑 这师父要是认真的 李英灵顿觉自己的未来一片黑 啊 师父的药 那可真的是 谁尝谁知道 楚星辰推开大门后 笑道 你猜 猜什么 回答楚星辰的不是李英灵 而是坐在院内 十以上的摇晴 楚星辰转身看去 疑惑问道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 姚琴说着 拿出一枚零食 轻轻在手上抛着 楚星辰目光瞬间一亮 难不成今天 是来特意送零食 当然欢迎 这不是怕招待不周吗 楚星辰连忙做到实意 这是打算结清零食了 姚琴摇头道 欠你的零食 还需要一点时间 楚星辰看向姚琴手中的零食 那你拿零食在这里 晃着是忽悠我啊 姚琴没好气道 这是你交给我的那一块血气零食 楚星辰闻言目光瞬间一亮 姚琴所欠的零食 要真跟空间戒指里比的话 那差距还是极大的 你成功了 嗯哼 昨天的禅灵寺发生的事情 给了我点灵感 回去试了是结果 没想到还真成功了 姚琴骄傲地昂着脖子 似乎在等待楚星辰的夸奖 禅灵寺的灵感 楚星辰心中 猛然有个极其不好的推测 她小声询问道 难不成 你是用怨力解决的 姚琴点头承认道 不错 怨力对于这血气效果非常不错 闻言 楚星辰瞬间就闭起了 这和没解决 有什么差别吗 自己哪里去整那么多的怨力 去净化那么多的灵食 抱着最后的期望 楚星辰再次询问道 净化一块灵食的血气 消耗的怨力多吗 基本对半开 不过怨力消耗会少点 第五十七章 谢灵欲 姚琴没等来楚星辰的夸赞 反而楚星辰的表情 迅速变换成她身后 李英灵的同款表情 仿佛这消息对她来说 与其说是好消息 更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邀请表情困惑到 怎么了吗 随便攒点怨力 能应付就够了 如果按照戒指之中的 灵食情况来看 如果真用怨力全部进化 那楚星辰肯定会获得一个称号 绝世大善人 这压根不现实 要自己真为了进化灵食 而去辛苦地获得怨力 那和打工有什么区别 我都休闲了 结果还得做个打工仔 而且 还是拿自己的钱 给自己发工资 楚星辰只能开口要求道 能不能麻烦你 再想想怨力以外的其他办法 邀请瞬间回过未来 目光狐疑地 看向楚星辰 你手中 是不是有一批这种血气零食 你的真正目的是 净化这些零食拿去花 楚星辰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是有一点 多少 两三百 如果就这么多 我可以跟你换 这些血气零食 我师们应该会收一些研究一下 楚星辰低着头 表情略有尴尬 一两千 邀请先是震惊 随后叹了口气道 应该也不是大难题 其他宗门应该也会收一些研究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联系联系 楚星辰依旧没把头抬起来 邀请深吸一口气 只能说不愧是楚星辰 时不时就能让他心境破碎 楚星辰厚着脸皮 再从戒指之中 拿出一块血气零食 放在桌上 好邀请 你再研究看看吗 邀请神情欲言又止 随后叹了口气 拿起桌上的血气零食道 如果不用愿力的话 可能会很慢 而且不一定成功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楚星辰闻言愣了一下 没想到邀请这么干脆的就答应了 邀请将那一块净化好的零食 丢给了楚星辰 这一块就先还你了 伸手接过丢来的零食 楚星辰看向邀请 邀请神色并没有多生气 那张绝美的脸庞 只是有些苦恼地 看着手中的血气零食 楚星辰开口道 今天留下来吃个饭 下次吧 邀请轻轻摇头拒绝道 今天还有其他事要忙 那好吧 那等你有空 我们再约一顿饭 邀请轻轻点头 随后朝礼英灵告别之后 就转身离去 等到邀请离去后 楚星辰叹了口气 这下又成人家一个人情了 不过算了 本来也就没少钱 债多了也不压身 邀请刚回竹语亭的房间内 侍女小玲 就连忙将一封密信抵来 小姐 宁记给宗门的回信到了 伸手接过密信 邀请看了眼 被术法环绕的淡黄色信封 这是师门独特的防线密手段 被动过后 邀请拆开了信封 小玲也很识趣地 自动离开房间 并将房门关上 随着术法解除 淡黄色信封正面的字迹浮现 爱图谢灵欲亲戚 邀请似是怀念一般 轻轻抚摸了一下谢灵欲这三个字 随后拆开了这封信 你的来信为师已经收到 关于中周邪修祸害一事 宗门已经上报中周先盟 根据指示 你先全权代理宗门 先行处理此件事情 只需防止事态扩大 等待宗门来人即可 本次行动逐一停任你指挥 任务结束之后 你刑罚结束 即可回归宗门 往事无论如何 对你来说 先暂且一比而过 你也浪费数年时光 在那偏僻之地 为师也甚是心疼 不过无需担心 此事为师 仍会为你讨回公道 只愿你平平安安 为师在中周等你 记得遇险 记得用师父给你的遇配 师尊白玄灵亲笔 邀请将这封信 缓缓看完之后 灵气微微注入这封信 随着灵气的注入 这封信缓缓化作 灵光消散于空中 师尊嘛 的确很久没见了 两久 姚琴缓缓叹了口气 小灵 小灵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小姐有何吩咐 今日起 竹玉婷全部关闭 去通知所有住机以上 修为集合 小灵明显略显亢奋的声音响起 是 听着小灵逐渐离去的脚步声 姚琴又将楚星辰 新给的血气零食拿了出来 目光仔细地看了两眼之后 又默默地收了起来 这回答应她的事情 自己恐怕得第一次试验了 姚琴没有多想 站起身来 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姚琴房间在最高的七层 中间是个镂空的大走廊 她两步走到栏杆边上 向下望去 17名助机修为 一名金丹修为的女修士 已经在下面站好待命 姚琴开口下令道 宗门令 由我们先阻止 协修态势发展 等待宗门回员 五人为一组 去搜索周边村庄 遇见邪修 无论什么情况回撤即可 剩余两位助机和金丹 自成一对 我去跟镇幺四接洽 一同去排除可疑宗门 记住 无论任何情况 以自身安全为重 下方待命集合的女修士 共同齐声回答道 是 谢师说 四合院内的诗意上 李英灵神情投入地 看着修仙基础知识大全 楚行臣躺在摇椅上 闭目养神 立行天此刻也在院内 手持一把木刀 在琢磨师父给的神通 毕竟一直打坐修行 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偶尔得换一个修炼 这样对于立行天来说 也能缓解心情 砰砰 大门的敲门声响起 立行天收起木刀 走去开门 楚行臣等了会 发现立行天没说话 敲门的人也没说话 就起身抬眼看去 果然不出所料 来人是姚晴 不过此刻他的衣服 却换了一套 不再是裙装 而是穿着蓝色 类似静装的服饰 黑色的柔顺长发 被束缚在身后 显得干脸 他手持一柄长剑 目光锐利 与其平静道 这样看来 今日你是有空吗 怎么换了身衣服 怎么与其都好似变了 似乎变得更加自信和高傲了 楚行臣虽然有些困惑 但还是回答道 有空 怎么了吗 我帮你这么多次忙了 你也帮我一次 什么忙 和我一起 抓那群该死的邪修 啊 第58章 他们的最终底牌 只是原因 我可不是 渔州城 楚行臣和姚晴 在前往镇妖司的路上 略显空荡的街道上 两人并肩而行 楚行臣想了想 还是疑惑地询问 你怎么突然 又想去抓邪修了 邪修该死 姚晴言简一概 实话呢 姚晴文言 目光平静地 看向身侧的楚行臣 楚行臣自觉应道 确实该死 罢了 姚晴帮自己的时候 也确实没有问那么多为什么 于是 路上楚行臣便安静了下来 走了一段路 姚晴突然开口 眉头末尾地说了一句 大鹏一日同风起 楚行臣侧目看向身侧姚晴 他神色没有一丝变化 也没朝自己看来 他仔细想了想 开口回答道 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是你第一次见我识说的 姚晴握紧手中的剑 目光直视前方的路道 这首次激励了当时的我 我自认我是大鹏 那你呢 这还用多说 楚行臣自信笑道 自然也是 姚晴侧目看向楚行臣 那就以后可要九万里再相见 楚行臣文言顿了一回 随后笑道 那是自然 接着一路上 两人并没有多余 走到镇腰四门口 由于楚行臣今日被赵婉清 带进去过 还亲自恭敬地送了出来 门口的侍卫 并没有拦下两人 毕竟他们既不是傻子 也不是瞎子 甚至没打算通报 只是说了句 您进去就行 赵队长现在应该 还在医馆内 凭借刷脸 楚行臣成功带着姚晴 踏入了镇腰丝 两人直奔镇腰丝医馆 毕竟做什么事情 先找熟人 总是会好办些 楚行臣踏入医馆大门口 就愣了个神 只见小医师满脸泪痕地 拿着一大块冰块在舔 脸上还扎着几根小银针 赵正阳已经苏醒 此刻正躺在床上 被自家姐姐往嘴里 撒着白糖 楚行臣目光疑惑 你们 这是做什么 你的丹药到底是啥子吗 阿念脸上银针微颤 略显悲愤道 明明那些灵质 为什么都很正常 被你一练 为什么那么 邪门 楚行臣文言就不乐意了 开口反驳 什么邪门 我那是这儿八经的练丹术 那药效你没看见吗 是很有效 但为什么 你要效进入体内后 身体为什么那么排斥那股药力 但那药力又有一种我救我的 你别管的感觉 我就问你 药效如何 你们等等在商讨 前辈 我弟弟这是怎么回事 赵婉清连忙追问道 他说口苦异常 我就问 楚行臣回过未来 向前到赵正阳面前 只见他神情漠然 似乎看透生死一般 他嘴巴的张着 嘴里塞了许多白糖 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这样看上去 好像应该并不是因为苦吧 楚行臣看了两眼后道 正常 他醒太早了 口中苦味还没彻底散去 我上次吃前辈的炼的丹药 好像没有这样 上一次我加入了能屏蔽你味觉的草药 赵婉清文言松了口气 没出问题就行 姚秦皱着眉头目光扫过面前混乱的景象 这都什么跟什么 他开口说正是 赵婉清 中州来人之前 先由竹玉亭同镇妖司一同执法 防止事态扩大 我需要你们对于周遭宗门的情报 以及探测回报 赵婉清文言将手中放着白糖的碗放下 看向还在一旁舔着冰环解的阿念 托付道 阿念 麻烦你 先帮我看一下他 看见阿念点头同意后 赵婉清看向两人道 请随我来 等等 赵正阳强行把嘴里的白糖全脱了出去 我知道些情报 姚秦停下脚步 看向似乎回过魂的赵正阳 开口询问道 你知道什么 赵正阳艰难开口道 他们从黑市码头买 楚星辰试着开口补充道 他们在黑市码头买了太悬石 赵正阳文言一愣 艰难侧过头看向楚星辰 随后轻轻点头后 继续艰难开口道 他 他们的真实 目 楚星辰继续开口 真实目的是血迹宗门 而不是凡人 你 你怎么都 知道 姚秦略显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还不如躺着不说话 竟浪费时间 他无奈开口道 赵婉清 走吧 等等 赵正阳重重咳嗽两声后道 他们 应该还有 最终目的 叫仙种 面对新情报 姚秦提起了兴趣道 仙种 那是什么计划 这个 不知道 姚秦毫不犹豫地转身道 赵婉清 走 赵婉清低头看了眼 略显委屈的自家弟弟 无奈叹了口气后 便跟着两人向外走去 在赵婉清的刷脸下 两人轻松地进了档案室 赵婉清将宗门的情报拿了出来 派出去的人 大部分都还没回来 目前能参考的 就只有这些宗门情报 说着 他又从一旁架子上 拿起已经有回报的 两处宗门情况 这两个宗门离渝州城境 有消息回传 表示一切正常 姚秦没有拿起回传的两处宗门情报 而是拿起那一本厚厚的宗门情报 上面有详细记载 宗门长老和掌门的修为 以及宗门地址 清单神识迅速扫过 姚秦得出结论到 果然 清风宗最为合适 但绝非只有他 自从协修事发开始 由于有楚星辰的消息 清风宗已经是名牌挂名状态 只是清风宗矿场那群人 自己不知道 姚秦的首要目标 自然也是清风宗 但办事之前 必须先掌握明确的情报 看看周遭境的是否还有线索 赵婉清闻言一愣 清风宗 清风宗离渝州城 还是颇远的 姚秦看着赵婉清疑惑的目光 开口敷衍她道 中周有情报 赵婉清面露恍然 姚秦开口说道 我已经安排竹玉婷的人 去四周探查情报 他们后续会来镇妖司 上交收集的情报 你修为太低 留在这里接受情报 我和她去清风宗探探虚实 清风宗太上长老 是可是原因境界 赵婉清连忙提醒 会不会太危险了 姚秦神情平淡 他们的最终底牌 只是原因 我可不是 赵婉清面对如此霸气的话 一时间不知怎么回话 第59章 难不成是特意来找场子的 姚秦认真起来的办事效率极快 简单交代两句之后 便打算直接启程 直去清风宗 楚行臣对此倒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是陪着办案 姚秦也跟自己透了底 只是简单探查 一下情报 防止出现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中周来人之前 尽量把事情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解决问题和了解问题的难度 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清风宗距离渝州城远是相对的 对于筑基修士来说 自然算远 对于京丹真人来说 就不算远了 毕竟京丹之后 是可以不需要介物 就能遇空飞行 楚行臣并没有能遇空飞行的宝物 来渝州城时 要飞来 就只能拎着两位徒弟 加之还得预防清风宗袭来 楚行臣索性陪弟子一同走 所以慢了一些 不过林玲在那一路上 还是很开心的 此刻情况倒转 这回姑且可以算是去找茬的 两人急速而去 最多只需半日 即可到清风宗 空中 临近清风宗附近 楚行臣开口询问道 你是打算先去宗门 还是去那个矿场看看 姚秦开口回答道 没必要打草惊蛇 先去清风宗宗门看看 是什么情况 分清楚 是他们是全宗想不开 还是个别想不开 楚行臣文言 轻轻点头 清风宗山门 坐落在附近最大的林脉走向位置 灵气较为充沛 据说 这山最早在当地人口中 换作牛头山 因为这山左右两侧 有山峰格外高 远远看去 形状如牛角 前人秉着像什么 就起名什么的原理 这山便被称作牛头山 这名字被沿用了很长时间 不过这名字从清风宗创始人 清云道人创建宗门之后 就改名为清风山了 毕竟别人问宗门地址时 总不能回答人家 在下是牛头山清风宗门人吧 甭管你宗门名字起得如何响亮 但是坐落牛头山这个点 就会让人觉得 是一家野鸡宗门 但有林脉走向的林山 还没被人占领的山 可就是凤毛麟角了 所以 哪怕是牛头山 清云道人也先站了再说 并再次建立宗门 随着时间的流逝 和清风宗的彻底扎根 这牛头山也算是彻底改名成功了 清风宗山门前 有一座高耸的大型拱白玉石牌坊 上挂三个流金飘逸大字 清风宗 牌坊后 华贵建筑从崎岖的山崖和峭壁上建造而出 楚行城同摇晴飞驰而来 金丹真人气息也毫无收敛 清风宗看守山门的弟子 很快就看见两位金丹真人 玉空山门之外 楚行城目光扫过清风宗山门 随后低头看向清风宗的守山弟子 中周 据通知能做主的人来 两位真人稍等 守山弟子连忙拱手 随后连忙冲向山门之内 姚秦星转音给楚行城道 等会交给你了 毕竟说起找茬 面前的楚行城 明显战斗力比自己强上一大截 而且说起办事能力 楚行城的水平 在姚秦星里还是极强的 楚行城闻言轻轻点头 很快 一位穿着黑衣的中年金丹真人 同样玉空而来 他拱手问道 不知两位真人所来何事 目标 郑消风 修为 金丹初期 蓝色词条 八面玲珑 白色词条 资质尚可 白色词条 沉稳 黑色词条 目光短浅 楚行城用系统扫完面前 金丹真人的信息 拥有八面玲珑的词条 难怪会被推出来接待 楚行城语气平淡道 办案 现在要求你们清风宗配合 郑消风依旧拱手询问 敢问两位是什么事 要我们清风宗配合 楚行城从腰间掏出 摇情半路上给的令牌 展示给郑消风看后 冷声道 所有事 听见如此嚣张的说法 着实让郑消风愣了一下 随后目光仔细地 打量着楚行城展示的令牌 很快 一个宗门名字 就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原来是天眼宗的两位贵客 郑消风脸上瞬间露出笑容道 没问题 什么事都好说 您两位是否先进去喝一杯茶 什么事都能慢慢说 看着宛如变脸一般的郑消风 楚行城着实明白到了 什么是八面玲珑了 不过 由于楚行城没去过中州 也没懂天眼宗 到底有什么含金量 能让面前的郑消风 变脸如此之快 想到此 楚行城默默侧目 看向身侧的姚晴 传音道 你家宗门牌面这么高 很快 姚晴传音就回答道 在中州还行的宗门 在这群人眼里 都是庞然大物 这个回答 倒也都是实话 对于郑消风的邀请 楚行城和姚晴自是应望 郑消风一脸灿然笑容的带路 带着两人 走进了金碧辉煌的主殿之中 主殿两侧 各站着一位弟子 郑消风路过其中一位时 嘱咐道 先去叫掌门 另外 去把能叫来的长老都叫来 得到吩咐的弟子 连忙领命而去 这话并没有传音 楚行城和姚晴 自是都听见了 郑消风拱手道 两位请 主殿左右两侧 都设有座位 楚行城随意地坐了左侧的座位 姚晴则是坐在 楚行城身侧的另一把椅子上 刚落座 就有两位女弟子 从大厅外走来 手各自提着一壶茶 分别放在两人身侧的桌子旁 随后两人就一同退下 郑消风坐落右侧的椅子上 面带笑容道 这是清风宗特有的清风茶 有灵气滋养 也许比不上两位贵客平常喝的 但应该也别有风味 对于郑消风的推销 楚行城和姚晴都没有任何反应 似乎对于这茶一点兴趣也没 郑消风对此也只能尴尬地笑一笑 不过也没尴尬多久 很快 门外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踏门而入 紧随其后的 还有三位同样身穿黑色长服的金丹长老 白发老者 目光迅速锁定在楚行城和姚晴身上 脸上露出笑意道 两位便是中周来的贵客 在下清风宗掌门 楚行城目光望去 目光只是扫过白发老者 随后却紧盯着老者身后其中的一位长老 上官红面色沉重地面对楚行城 那咄咄逼人般的目光 妈的 这小子居然还侦探娘是中周的人 这该不会是特意来找自己场子的吧 第六十章 现在轮到我证明了 眼见众人来齐 郑消风连忙起身 向掌门以及长老介绍道 这两位是中周天眼宗来人 清风宗掌门春风如面笑道 原来是天眼宗高徒 不知来清风宗有何贵干 面对掌门的询问 楚行城没有任何反应 目光只是盯着上官红不放 掌门面露些许尴尬 目光撇向郑消风 目光质问 这是什么回事 郑消风内心无奈 这算了什么事 这活真探娘一点干不了 遇见惹不起的天天装孙子不谈 遇见点什么事情 仿佛都是自己的错 我探娘要是什么都知道 还轮得到你当掌门 但再不爽 此刻郑消风也只能顶上了 她脸上熟悉的挂着卑微的笑容 小心询问道 您和上官长老认识 那自然是有过一面之缘 楚星辰终于等到这句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不知道 上官长老还记得我吗 上官红文言 微微沉默后开口道 自然记得 她语气一顿 随后又不解般地询问道 可那时 您不是说 您是什么中周天道蒙吗 楚星辰用右手撑着下巴 语气轻挑又不屑 哦 听上官长老意思 你怀疑我 自然不会 只是 上官红话未说完 便停顿了下来 似乎想给人无限的遐想 掌门文言又将目光望向了郑霄峰 目光依旧质问 这他娘到底怎么回事 累了 郑霄峰非常想拿出楚星辰腰间的令牌 摔在掌门的脸上 自己干着装孙子的活都这么多年了 中周令牌真假难不成 还分不出来吗 他只能再次开口调解道 上官长老 你们是不是有些误会 上官红沉默不语 误会 算不上 楚星辰语气依旧轻挑道 也就是个过节罢了 这回不用等掌门的目光 郑霄峰连忙笑着打着圆场道 贵客真会开玩笑 您说这次不是有任务 要我们清风中配合 听着郑霄峰略显僵硬的转场 楚星辰语气平静道 听这位上官长老的口气 明显是觉得 我是假冒的天眼宗人 你们不再仔细 同我确定确定 楚星辰话语一顿 又悠悠道 或者 就让这位上官长老来 亲自确认确认 郑霄峰正打算继续缓和场面时 上官红苍老的声音率先传来 那自然最好 这一句话 让郑霄峰瞬间呆愣 用难以置信的眼神 看向上官红 这人脑子发什么疯了 上官红不理其余人 看疯子般的神色 他如此做 自是有原因的 要是这这人不来也罢 但一来上官红 就觉得有点奇怪 回去的时候 为了保险起见 上官红还是查了 例行天背景 上面记载 例行天罪开始在矿场工作 因为缺少采药人才掉入外门 对此上官红虽有担心 也无可奈何 毕竟是自己打不过人家 被人救走 也是自己窝囊废 一开始 矿场遇袭击 虽然也怀疑过 是不是此人所做 但一回想 楚星辰灵力清澈无比 没有邪修痕迹 更何况 上官红那时 也真认为 楚星辰大概率真的是中州人 但是现在 中州人 有团伙 知道矿场 要真是天眼宗弟子 为何还欺骗自己 说是什么狗屁天道蒙 真想救人 亮个令牌 自己不就连个屁都不敢放 何必惺惺作态 其中必然有鬼 指不定袭击矿场的协修 便是此人带领 在清风宗 可是有护山大镇 以及这么多金丹长老 此人要真是假冒的 中州天眼宗人 更何况 即使真的是 大不了姿态低点道个歉 或者认罚也行 收益比风险大 为何不干 上官红迅速做好打算 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 同时开口道 既然是天眼宗 那想必除了令牌之外 你应该还有别的证明手段吧 原本打算阻拦上官红的掌门 文言也是停了下来 上官红自是注意到掌门的小动作 明白掌门姑且算是同意了 他苍老脸上露出些许笑容时 一言不发的姚情 猛然拔起放在身侧的剑 一道带着无尽锐利 仿佛能够轻易斩碎星辰猛烈剑翼 从他手中挥出 狂躁的灵力被完美凝聚 仿佛只是一道光芒闪过 这一座富力堂皇的大殿 就被这一箭彻底劈开 暴躁的灵力波浪 将房间内的所有物品免碎 几位金丹长老连忙撑开灵力屏障 抵挡着略显夸张的余波 随着灵气重新平息 这座大厅早已支离破碎 那恐怖剑痕将大厅墙壁轰得粉碎之后 仍有绝对余威 将大厅后的山峰直接削平 据实肆意滚落而下 距离这道剑翼最近的上官红 甚至直接被这剑翼逼退了好几步 即使这一道剑翼的目标并不是他 姚秦缓缓将剑重新收回剑翼 随后重新放在椅子旁 回出这一剑 他甚至都没起身 天眼宗神通 眼神太清贱 姚秦目光冰冷望向心有余悸的上官红道 你还想再验证别的吗 上官红文言瞬间闭起 这他娘还验个狗屁啊 这天眼宗真传弟子才能学的神通 可远比令牌有说服力 不过 这人是不是太夸张了 楚星辰看着上官红沉重的神色 故意朝身侧的姚秦 语气疑惑地询问 师姐 你怎么留守了 姚秦语气清冷 此处毕竟是他人宗门 总得给人留些颜面 郑霄峰看了眼几乎成废墟的大厅 这他娘也没多有颜面 楚星辰文言轻轻地点了点头 随后站起身 随意拿起姚秦放在身侧的长剑道 我师姐证明了 她是天眼宗门人了 那现在都我为诸位证明了 楚星辰说着 就面向上官红 做事欲拔长剑 似乎也打算来一招眼神太清剑 将上官红斩成两段 掌门连忙开口阻止 等等 这位贵客等等 这还用验证个屁 就这威力再来一件 清风宗还有好地方吗 掌门目光瞪向上官红 怒斥道 上官长老 还不给两位贵客道歉 楚星辰和姚秦什么反应 尚且不知 但听见这话的郑霄峰 只觉得浑身顺畅 终于他娘不是自己背过了 第61章 你喜欢天眼宗吗 面对掌门的呵斥 上官红面色略有丈红 很可耻 当楚星辰准备拔剑的时候 自己是怂了的 姚秦那一剑 只是站在一旁 上官红就觉得 头上死心照在狂闪 此时此刻 现在这场景 上官红只能低头认错到 多有歉意 两位贵客 是我多想了 当姚秦挥出那一剑开始 所有的质疑 就只能化作乌有 楚星辰面路可惜 出口挽留 别急啊 我真不是天眼宗弟子 听见这话 掌门迅速回头 目光看向郑霄峰 郑霄峰属实有点绷不住了 是你默认上官老狗去做死的 他做完死 还得我去收尾 这掌老当的是真憋屈 两位 正式要紧 郑霄峰硬着头皮 拱手笑道 您二位的身份无庸置疑 有什么事 我们清风中能配合的一定配合 楚星辰文言面带可惜 将长剑归还摇晴之后 缓缓重新坐回椅子上 面容严肃地开口道 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这一次主要来的目的 我们收到渝州城委托 有邪修大肆举行血迹 疑似有大动作 并且流窜至此 我要求你们进行排查 清风中掌门文言连忙松了口气 不是来找茬的就行 连忙回答 既是正道之事 自然是义不容辞 敢问第二件是什么事 楚星辰目光冰冷 望向上官红道 我天眼宗门面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质疑的 掌门文言没有回答 而是又将目光投向了郑霄峰 好呗 这种要命的问题 自己来呗 郑霄峰在心中暗叹一口气 拱手继续道 上官长老他 他顿了会 终于想好借口道 不过只是担心 有人打着天眼宗名头 在外招摇撞骗罢了 楚星辰语气骤然变冷 按你的意思说 我和我师姐 哪怕拿着令牌 也不像天眼宗的弟子 反而更像是骗子 郑霄峰赶忙道 自然不是 自然不是 不等郑霄峰继续解释 楚星辰猛然抬手 打断他的发言 我不管你们清风宗是什么规矩 但现在就得按我们天眼宗的规矩办 我还在清风宗办案一天 就还请这一位上官长老 静静闭室一天 郑霄峰闻言 只能将目光看向掌门 毕竟此事他做不了主 上官红在清风宗的资历 远比他老得多 此事 我硬了 掌门没有多虑 随后目光 看向其他两位长老道 你们亲自带着上官长老 去静闭室吧 两位长老拱手领命之后 就带着上官红离去 随着上官红的离去 楚行臣的神色也瞬间柔和了起来 仿佛就是只针对上官红一般 掌门见此一幕也松了口气 原来对人不对事 那也还行 于是开口询问 请问两位 我清风宗要如何配合你们行事 楚行臣自信一笑 仿佛有什么良计一般 你们就派人以清风宗为核心 一路全方面地毯式搜索 将那群邪修逼出来 清风宗掌门 这他娘也算个办法 就这么大张旗鼓的搜 还没等遇见邪修 那群邪修早就望风而逃了 更何况 就这么搜 远一点之后 这范围那可是难以估量了 不过罢了 从刚刚的事情来看 这次来的 不过是喜欢出风头的弟子罢了 这邪修抓不抓的到同清风宗 也毫无关系 倒不如就陪着小孩玩一玩 免得再生事端 掌门微微思虑后 面带笑容开口答应道 不愧是天眼宗高徒 这可真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我们清风宗自会安排人手去做 楚星辰闻言露出这话我爱听的神色 随后伸手指向一旁的郑霄峰道 这人说话我爱听 这次办事 就让他跟在我身边打下手吧 郑霄峰闻言欲说 但奈何自家掌门答应的速度更快 没问题 小郑啊 你就跟着这位天眼宗的贵客去吧 毫无任何长老微言的小郑 只能点头答应 很好 有事我会再来的 楚星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瞥了眼 已经被毁坏不成样地打听道 这钱 不用我们天眼宗陪吧 掌门只想送着两尊大神赶紧离开 赶忙道 此事不用 楚星辰闻言直接迈着步伐离开大厅 好 小郑跟我们走 姚晴也毫不犹豫地起身跟上 叹了口气 郑霄峰也连忙跟了上去 由楚星辰带头 静止往山门外走去 此刻 走廊两侧有不少弟子 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楚星辰和姚晴 刚刚那一剑 可是震惊了清风宗全宗了 而且挥完这一剑 两人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就代表这两人除了拳头硬外 背景还大 郑霄峰紧跟在两人身后 楚星辰这样做 自是有原因 清风宗之中 不应该只有矿场手矿的金丹 进行了邪秀仪轨 一个人是不足以做这么大的事情 在那些长老和掌门进来时 楚星辰都用系统扫描了那一群人的面板 其他长老根据面板词条来看 还暂且看不出问题来 唯有上官宏不同 上一次扫描他时的黑色词条 心魔缠身被替换成了蓝色词条 后天魔区 而后天魔区这个词条 是矿场那个携修金丹的词条 这代表着上官宏在这段时间内 必然加入了携修行当之中 现在初始线索有了 那么就得顺着线索往下摸 首先就得先敲掉他们一个眼睛 让事情在他们眼里迷离起来 才好浑水摸鱼 如果植锡矿场的话 是不足以钓出所有大鱼 这就是楚星辰故意挑衅上官宏 其真实目的便是将上官宏关禁闭 让那一群泥丘开始不安 他们才会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查看危险 其次 身后这位目光短浅的郑霄峰 不是一个很好用 而且极其容易策反的工具吗 楚星辰通过传音 简单向姚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姚琴的回答只有简短的一个字 好 三人一同走出了清风宗门口一段距离后 楚星辰猛然停下了脚步 郑霄峰也紧接着停了下来 语气疑惑问道 怎么了吗 楚星辰转过身感叹式地开口 做接待庄孙子不容易吧 郑霄峰文言一愣 这人说话怎么直戳人废管子 正当他不知怎么开口时 楚星辰脸上露出笑容道 现在有一条更好的路给你 楚星辰语气一顿 随后诱惑道 你喜欢天眼宗吗 第六十二章 小郑哪 郑霄峰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什么欣喜 第一个本能念头是 这话说的 谁没事会喜欢天眼宗 但看见楚星辰脸上的暧昧笑容 猛然回过神来 突然心脏猛跳 你要是这个意思 那谁不喜欢 哪怕是去天眼宗当孙子都行 您 郑霄峰语气有些结巴道 您是说 我 楚星辰开口肯定 对 说的就是你 郑霄峰连忙开口道 那自然是喜欢的 看了眼面露激动神色的郑霄峰 楚星辰语气微微拉长 你说的喜欢 是我想的那种喜欢吗 郑霄峰面对如此不可抵抗的诱惑 语气肯定道 肯定是您想那种喜欢 听见肯定的回答 楚星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从空间戒指之中 取出一块血气零食 丢向了郑霄峰 本能抬手 接住飞来的血气零食 郑霄峰本能低头 看向手中的血气零食 一种不好的预感 浮现心头 楚星辰感叹式地开口 小郑娜 你猜猜我 为何不在大厅里 拿出这一块零食呢 郑霄峰能做接待长老 本身就反应飞快 只是思绪微转就明白了 恐怕宗门内 但明白了 不等于能开口说啊 他装糊涂道 那肯定是您有您自己的计划 这样啊 楚星辰轻轻点头 灵力勾起郑霄峰手中的血气零食 重新收回空间戒指之中 楚星辰转过身 继续向前走去 同时语气不满道 现在 你喜欢也没用了 天眼宗不喜欢你了 郑霄峰看着两人逐渐走远的背影 只觉得 人生似乎错过了一次 能够翻天覆地的机会 不过 对此也只能叹口气 到现在 郑霄峰也不知道 前面两位天眼宗弟子的名字 只是两句话 就想让他冒如此危险 自是不可能 罢了 就当被他们耍了吧 郑霄峰连忙向前两步 跟上前面两人 不过刚刚的接触 让郑霄峰明白 面前看似随意的俊秀年轻人 恐怕并不是不安适适的宗门弟子 郑霄峰连忙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行动中 自己必然要窥然不动 稳如泰山 不求做得多好 起码回去不用被掌门质问即可 可接下来的发展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楚星辰只是带着姚晴 在清风宗附近随意逛 而且向郑霄峰问的问题 也非什么敏感问题 倒不如说问的 和邪修一点关系都没有 楚星辰悠闲地开口询问 小郑娜 你们清风宗 有什么好吃的吗 郑霄峰连忙拱手回答 在下早已闭谷多年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附近有什么风景 比较好的地方 这附近也没什么好风景 楚星辰闻言不满地回过头 小郑娜 你把路走窄了呀 正当郑霄峰还打算推辞时 摇晴那冰冷的目光也望来 回想起面前女人 那骇人一见 郑霄峰连忙开口 有一条小溪 那边风景比较宜人 带路 郑霄峰连忙向前几步 走到两人面前 给二位大爷带起了路 那一条小溪 离现在所在的位置并不算远 三名金丹真人 不用一回便到了 一条微波凌寻的小溪 宽不过一丈 身不足膝盖 两侧开阔没有大树 绿草地上 有各种颜色的野花点缀 积木远去 还是觉得不错 小溪水尤为清澈 能见拇指大小的小鱼 在小溪中嬉戏 楚星辰满意地 拍了拍郑霄峰的肩膀 随后将自己的鞋子脱下 将脚抛入小溪之中 嗯 这也算休假了 师姐 邀请两步向前 她并没有选择 和楚星辰一样泡脚 而是选择坐在她身侧 小郑呢 你有什么吩咐 楚星辰直接躺在草地上 语气慵懒道 去打两只野兔吧 郑霄峰闻言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离去 替楚星辰猎兔子去了 金丹真人猎两只兔子 完全就是手拿把掐 只是一会 郑霄峰就非常机智地 提着两只活兔走了回来 甭管你要死得要活的 现在都能满足你 楚星辰看了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野外兔子还是蛮可爱的 放了吧 郑霄峰此刻哪里还不懂 这是来特意找自己查的 不过郑霄峰对此内心毫无波澜 这么多年孙子 难道是白庄呢 单论心态 清风宗谁比得过他 今天就让这天眼宗的小子明白 什么叫做心态 郑霄峰态度良好 好的 您想往哪个方向放 楚星辰随意开口道 往西边放 让这群兔子往西走 得到回答 郑霄峰毫不犹豫地 就将手中的两只兔子放了 而且还用灵力强行操控他们 往西蹦去 接下来的时间内 楚星辰悠悠然地躺在草地上 时不时地开口道 小郑娜 你看那棵树 是不是有点讨厌了 小郑娜 你瞧那棵草 是不是在瞪我 哇 小郑娜 你瞧那只鸟好嚣张啊 小郑娜 一整个下午 郑霄峰的耳边全是 小郑娜 现在算是明白 什么叫做上司一张嘴 公仔跑断腿了 直到太阳微垂 楚星辰心满意足地开口道 小郑娜 郑霄峰本能开口硬道 哎 您说 回去了 今天还是挺开心的 你们清风宗有位置 给我和我湿姐睡吧 自然有 您现在是打算直接回去吗 那我再躺会 可别再折腾自己了 哪怕是孙子 也有极限啊 郑霄峰连忙开口 别 您可以先去看看 房间缺什么 我好给您呗 师姐 走吧 楚星辰目光看向 坐在身侧 陪了自己一下午的姚晴 姚晴也是满意地轻轻点头 走吧 楚星辰和姚晴 又悠悠哉地 重新回到了清风宗 郑霄峰连忙将最上等的客房 安排了两间 给这两位大爷 清风宗 甲等客房 姚晴已经在一个客房内安置好了 另一间客房内 楚星辰满意地 看了看房间内豪华的装饰 很不错 您满意就好 郑霄峰松了口气 别再找事就行 楚星辰随意地挥手感人道 你可以退下了 明天早点在宗门门口 等我和我师姐 原本松了的气 又重新提了上来 今天这事 明天还得再来 奈何形势比人强 郑霄峰也只能无奈地点头答应 刚怀着无尽的屈辱感 退出客房的郑霄峰 就看见掌门站在远处 用那熟悉的目光看着自己 掌门那双眼睛 郑霄峰读懂了 小郑哪 是不是该交代了 第六十三章 三选一排除两个错误答案 还选错就是笨死的 清风踪 意识偏殿内 郑霄峰委屈巴巴地站在下方 面对掌门那双满是质疑的神色 掌门目光狐疑询问 你的意思是 他们今天就躺在小溪边使唤你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做 郑霄峰目光和语气都十分诚恳 掌门 确实如此啊 掌门明显怀疑道 他们就没有说什么 关于邪修或者其他任何事 就折腾你了 郑霄峰语气委屈又悲壮道 掌门 我可是从小便在清风踪 我您还不懂吗 对于踪门 那可真的是干脑徒弟般忠诚啊 这一番话 似乎是打动到了掌门 他轻轻汗手 示意郑霄峰可以退下了 郑霄峰连忙松了口气 好歹算是混过去了 关于那一块血气零食的事情 郑霄峰压根不敢交代 这他娘能参与这件事的 甭管是那个长老 自己也惹不起啊 自己丢了半条命 才从筑基升到了金丹 才混了这个孙子长老的职位 而且 这极有可能是长老们共同合谋 甚至掌门都知道这件事 自己这种被排除在长老权力圈的人 哪里能参与进这种事 郑霄峰是期待从孙子长老职业上毕业 但不是没命的那种毕业啊 这件事 只能权荡不知道 才有可能从中保全己身 孙就得孙到底 郑霄峰连忙就转身向外走去 才刚刚推开议事偏听的大门 郑霄峰就看见宗门内 和上官长老走得 十分近的离长老 他和掌门一样站在远处 用同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那一声 小郑哪 仿佛又在耳畔响起 这他娘被外人折腾 就算了 现在还得被自己人折腾 难不成自己他娘不算人了吗 罢了 谁自己都惹不起 郑霄峰脸上露出些许勉强的笑容 连忙走到李长老面前 语气卑微道 李长老 您是有什么事 要交代在下吗 李长老面容冷峻 冷声问道 今天那群天眼踪弟子 做什么去了 郑霄峰又满脸委屈地 将今天白天 发生的事情 又重新给李长老复述了一遍 李长老目光狐疑地质问道 你的意思是 今天一整天 他们除了使欢 你玩之外 什么都没做 似曾相识的眼神 似曾相识的问话 只是李长老的问话 更加过分 什么叫做使欢自己玩 这未免也太冒犯了吧 郑霄峰压下心中情绪 用熟悉的委屈语气道 李长老 确实如此 李长老微微沉默地 看了会郑霄峰 随后才开口询问 那他们今天有问你 什么关于邪修的事吗 没有 他们似乎就是来折腾我的 郑霄峰语气诚恳道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只是来应付宗门任务罢了 李长老闻言 缓缓深思点头 也没有多问 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郑霄峰的肩膀 随后就转身离去 郑霄峰站在原地环视一圈 看一下是否还有人找自己 两久后 心有余悸的郑霄峰 才缓缓回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内 郑霄峰颤抖地拿起桌子上的茶水 一口喝尽 回想了一遍今天所有的事情 郑霄峰顿时得出结论 这他娘的三边都没把自己当人啊 为了泄愤的郑霄峰在今晚 努力修炼了一个晚上 次日清早 不敢迟到的郑霄峰早早就站在了清风中大门口 同那群看护山门的弟子一起站岗 随着时间流逝 郑霄峰要等的两位大爷久久没来 让两侧负责站岗的弟子站立不安 背后发汗 这位长老莫非是来督岗的 怎么和自己一起站这么久 直到太阳高升 郑霄峰才看见楚星辰和姚晴 慢悠悠地走来 他连忙上去迎道 今天你有什么安排 楚星辰伸着懒腰 语气慵懒道 昨日天黑得快 没尽兴 再去玩会 郑霄峰扯出笑容道 您开心就行 当然 是我开心就行 楚星辰说完 就悠哉悠哉地朝小溪走去 三人到达小溪之后 楚星辰脱靴 泡脚 躺下一气呵成 紧接着 小郑呢 哎 小郑午夜梦回之时 是否会在耳边 响起这道声音呢 时间流逝 河边两人神情依旧 只是一位金丹真人 在河边不停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 比如 将一个大石扛起 放在另一个大石上 还将一棵树连根拔起后 又栽种到另一棵树旁 还美其名曰 一棵树太孤单 两棵树才不寂寞 日落西垂 又被折磨了一个下午的郑霄峰 再又完成了一个指示后 目光望向太阳 顿生感慨 今天太阳怎么落得这么慢 楚星辰诸到这一幕 再一次用系统扫描面前的郑霄峰 目标 郑霄峰 修为 金丹初七 蓝色词条 八面玲珑 资质尚可 白色词条 沉稳 黑色词条 目光短浅 临时黑色词条 心神不安 当楚星辰看见心神不安这个词条时 便知道 或许时候到了 楚星辰将泡在小溪里的脚收了回来 小郑娜 郑霄峰连忙看向楚星辰 同时本能应道 诶 您吩咐 楚星辰脸上露出轻笑 询问道 昨天晚上过得如何啊 郑霄峰文言一愣 目光愣愣地看着楚星辰 人在绷不住的时候 往往是绷不住的 他深吸口气 随后低声询问道 您是故意的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我想我没做什么 让你为难的事情吧 楚星辰拾口否认道 为难你的 到底是我 还是他们呢 郑霄峰文言 猛然低下头 一言不发 楚星辰也不在意 一边穿着靴子一边道 漩涡才不管被卷入的人 是不是无辜的 你既然被卷入其中 要做的不是随波逐流 那可必然会被淹死 你要做的 是不顾一切的挣扎自救 去求生机 楚星辰将靴子穿好后 走到郑霄峰面前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现在 他们都不会信任你的 你现在情况是三选一 排出了两个错误答案之后 要还是选错的话 你就是笨死的 第六十四章 老子天眼宗扫地的 日落西锤 郑霄峰深吸口气 此刻只能用那一招了 他随即苦笑一声道 那跟着你就会有出路 你们是中州天眼宗弟子 清风宗自然不敢拿你们怎么样 我呢 郑霄峰抬起头 咬牙道 我只是一个从最底层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修士 我每一步都难走得要命 这等拙劣的嘴顿 楚星辰没耐心他继续 直接开口打断 投胎不好去怪命 还有人连金丹都修不上 你怎么不跟他们比 我们投胎好 难道竞争就不激烈 你以为 我们都是喝水喝上的金丹器 你以为救你难 我和我师姐就容易 郑霄峰看见 楚星辰神色毫无怜悯之色 甚至反驳言论也十分在理 就明白 自己这套说辞 绝对拿不下面前这位天眼宗高徒 谁他娘的说 中州那些被重点保护的弟子 不安适适的 这他娘说的 也没比自己差 楚星辰面容诚恳道 小郑娜 你还没看透现在局面 是因为怕死而已 想不死 还是很容易解决的 郑霄峰文言一愣 目光狐疑地 看向楚星辰 您意思是 楚星辰郑重道 你现在起 就是天眼宗外 聘的山门扫地人员 文言 郑霄峰猛然皱眉细想 天眼宗山门扫地人员 很快 细想之后 碎出结论 这他娘有什么用 这不就是天眼宗扫大门的吗 楚星辰看穿了 郑霄峰的表情 认真解释道 你在天眼宗山门前遇见 练气七扫地老人 骂你孙子 你敢对他动手吗 郑霄峰很快得出结论 坦诚道 不敢 毕竟能在天眼宗山门扫地的 甭管是什么修为 但是依靠天眼宗这座大山 就不是他敢惹得起的 郑霄峰又很快道 但这里又不是天眼宗山门 我哪怕是扫地总指挥也没用啊 你眼界太瞎爱了 楚星辰勾住郑霄峰的肩膀道 你细想 你怕的是天眼宗这个名字 还是天眼宗名字后的修士 那自然是 郑霄峰面露恍然 但又狐疑地看向楚星辰 现在话说得好听 但真起冲突了那些长老抱起杀人 不他娘 还是找的自己 嘴是你的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但命是自己的啊 面对郑霄峰的狐疑的目光 楚星辰叹气道 小郑娜 你得明白一件事 你现在有的不是选择权 而是被选择权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问 你就好好想想 怎么面对掌门吧 楚星辰言尽于此 毫不犹豫地带着姚琴转身就走 姚琴也抬不跟上 同时传音询问楚星辰道 这样说他会上钩吗 这种人 你给他越完美地保证 他就越狐疑 往往留有破绽 而又勉强合理地解释 才会上钩 楚星辰 传音回答道 更何况 他早就没有任何选择了 相信我 十秒后 他就会求着你来扫地 姚琴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同时在心里末数时间 一 二 姚琴还没数到三 身后急切的声音就响起 等等 我投诚 我投诚 郑霄峰的声音赶忙传来 他急忙急步向前 走到楚星辰的身侧道 不过 您得保证 事后我能去天眼宗扫地 姚琴目光瞥向郑霄峰 淡然答应道 我答应你 郑霄峰看了眼说话的姚琴后 又将目光锁定在了楚星辰身上 从头开始 就是这男子做主 虽然他名义上是师弟 但恐怕这位师弟 在天眼宗的地位会更高 给他开口才行 楚星辰也是想笑 郑能做主的你不理 找自己这个 连天眼宗门人都不是的 自然不是问题 楚星辰点头答应 随后面容严肃道 但你明白 现在你一旦吃里爬外的后果吧 郑霄峰脱口而出 我现在对您 一定是肝脑徒弟般的忠诚 楚星辰满意的点头肯定道 很好 记住 等会回去 我传言你什么 你便说什么 记住你现在起 是天眼宗门人 记得横一点 啊 横 我不会啊 放心 你很快就会了 清风宗 意识偏听内 刚走进房间内的楚星辰 猛地朝门口的清风宗弟子呵斥道 去 把他娘的掌门给老子喊来 清风宗弟子明显愣了一下后 便立刻转身去找掌门 楚星辰目光看向身侧有些不安的郑霄峰 开口安抚道 别慌 郑霄峰本能事地点了点头 摇晴看着郑霄峰略显慌张的神色 只觉得 这人不靠谱 行不行啊 人还没见到 就被吓得不行 要真看见了 不会话还没说 腿就先软了吧 并没有给郑霄峰多少的缓冲时间 掌门得到消息 风风火火地欲空而来 刚刚踏入意识厅 目光扫过一圈 神情冰冷 满目质问神色的楚星辰 守清福健柄 眼中冰冷的摇晴 以及有些慌张不已的郑霄峰 掌门拱手问道 敢问有什么急事 楚星辰冷哼一声道 忠州有情 报到我们手里了 说你们清风宗 似乎有人参与邪修一事 特来找掌门问问清楚 忠州情报 可否让在下一关 要真有此事 清风宗自会清理门户 掌门严肃认真回答道 但掌门没等来楚星辰的回答 郑霄峰略显没底气的声音传来 忠 忠州情报是你能看的 掌门目光瞬间看向郑霄峰 眉目微眯 那质问的目光郑霄峰看了无数遍 也忍耐了无数遍 此时此刻 不知为何 有股血气涌上心头 郑霄峰大声怒喝道 你探娘看什么 老子说的 忠州情报是你能看的 随着这句话喊出 郑霄峰浑身上下 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霜 一股恶气进出的感觉 掌门强压怒气 牙绳质问道 小郑 你是吃错丹药了 郑霄峰毫不犹豫地再次吼道 老子没吃丹药 老子现在是天眼宗的人了 你这条老狗 给老子放尊重点 你 天眼宗 没错 老子现在是天眼宗山门扫地的 你耐怎爹 第六十五章 爽 这他娘死了也值 看见气势丝毫不舒 掌门的郑霄峰 摇晴目光哑然地看向楚行臣 这是跟他说了什么 这人怎么跟突然跟嗑了丹药一样 但姚秦却看见 楚行臣对着自己轻轻摇头 姚秦有些难以置信 这是他自己说的 郑霄峰连不踏前 和掌门对峙道 看什么 我就算是扫地的 那也是天眼宗的 你敢动我吗 清风宗掌门压下内心怒意 目光看向楚行臣道 敢问 此事是真是假 楚行臣悠悠然道 自然是真 即使天眼宗 如此做事 也不地道吧 清风宗掌门质问道 我们清风宗给了贵派面子 贵派如此行径 当真何事 楚行臣轻轻撇开关系 是郑霄峰长老想来 可不是我邀请的 掌门终是忍耐不住 开口呵斥道 这不合规矩 我要问你们 天眼宗长老 在自家宗门 把长老拐走去扫地 我清风宗一点面子不要的 更何况 一个区区刚成为金丹的小长老 竟然敢如此呵斥自己 以前他可是看见自己 都得加起嗓子 才敢同自己说话的 楚行臣冷笑道 那你们有人勾结邪修 就和规矩了 掌门开口回击道 证据呢 空口无凭 就想握清风宗 楚行臣毫不犹豫 丢去一枚空间戒指之中的 血气零食 好掌门 你清风宗矿场的账目 可查验仔细过 楚行臣岂不向前 不屑笑道 家里养了蛀虫 你都不知道 非得等房子塌了再找 可就太迟了 掌门闻言威愣神 看着楚行臣信誓旦旦的眼神 以及那一枚被丢在地上 充斥着血气的零食 你以为天眼宗真会派人 跟你来过家家 楚行臣轻笑道 你以为我是来找查的 去查那位 关在禁闭室里的上官长老吧 别说我们天眼宗没给你们机会 我看你不知情 才给你机会 这位正长老 我们验过了 现在其他就是天眼宗的代表 来监督你们清风宗自查 我和师姐收到协修情报 需要去验证 时间大概是三天左右 郑霄峰听到这句话 连忙看向楚行臣 大哥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你说的是真话假话 你不在我哪里来的底气啊 但楚行臣对此视若无睹 继续开口道 这三天 你的神识可千万 别从正长老身上挪走一点点 我回来时 这位正长老要是没了 我就只好默认 你们清风宗整体沦为邪修 成为这一次中州打击的第一目标 掌门听见这话 语气明显不幸道 你以为恐吓得到我 天眼宗真传 就能颠倒黑白不成 文言 楚行臣无所谓的 耸了耸肩膀道 自然可以 不信你大可 现在就拧下这位正长老的脑袋 来验证我的话 正消风文言 心脏狂跳 掌门不知情 他还不知情吗 掌门哪怕现在 真把他脑袋扭下来当球踢 恐怕也会安然无恙 但楚行臣的传音紧随而来 你刚刚的状态就很好 保持住 你不是蠢蛋 你越自信 他就越会投鼠忌器 正消风文言 差点就绷不住传音道 您是真去 还是假去 回答他的 只有楚行臣 一个璀璨的笑容 楚行臣看向姚秦道 师姐 宗门那边催过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文言 姚秦站起身来 准备跟着楚行臣一同离开 只是走到掌门身侧时 用冰冷冷的目光 望了清风宗掌门一眼 随后 郑消风和清风宗掌门 一同看着两人玉空 急速朝远方而去 等到两人神识 都不能再锁定两人后 掌门目光又悠悠地 看向郑消风 郑消风深吸一口气 妈的 豁出去了 他怒目瞪向清风宗掌门 呵斥道 老贼 看你也做什么 还不快审 掌门大手猛然握紧 目光凶利地盯着郑消风 仿佛下一刻 就会出手摘下 他的嚣张的脑袋瓜子 郑消风明白 此事不能退缩一点 他踏步向前 主动走到掌门面前 脸上露出肆意笑容道 压了我这么多年了 喊你两句 老贼不过分吧 有意见你现在就扭下 我的脑袋 掌门深呼吸两口气 他作为掌门 哪怕有只有微小的可能性 也不会压上宗门的全部 他只能强压怒气道 郑长老 一同去禁闭室吧 看见掌门痴别的神色 郑消风不懂为何 只觉得身心无比畅快 内心的恐惧 也随着这种畅快感 一扫而空 他冷笑一声 黛露 你不是会走 我说 黛露 掌门双拳紧握 再一次深吸一口气后 挥着长袖转身离去 郑消风终于压不住 肆意畅快的笑容 笑声不断回响 在这座偏厅之内 爽 这他娘死也值了 清风踪外围 楚星辰和姚晴 都共同停下了脚步 师姐 楚星辰顺口地喊了句 随后愣了一下 随后不由笑道 姚晴 你去截断清风踪 往东去矿场的路 我去赌另一条 姚晴文言 轻轻点头同一方案 随后语气平淡道 师姐也不错 我听得也舒服 楚星辰语气认真道 这是额外的价钱 姚晴文言冷冷撇了眼楚星辰 静止向东飞去 真是的 一点也没有默感 楚星辰吐槽了一句 静止向南飞去 楚星辰来时研究过路径 唯有东和南两个方向 密林密布 崎岖难行 容易引盖身影穿梭 这一次打草惊蛇 必然会炸出一两个小虫子 出来探头 相比视野开阔的其他方向 这两处埋伏到人的概率 更大一些 至于为何楚星辰 能如此确定 清风踪掌门 不会动手的原因 是因为清风踪掌门 有一个蓝色词条 谨小甚微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鲁莽行事 至少也会忍耐 三天查清情况 这就是楚星辰 为何定下的时间是三天 接下来 先截住试图往矿场传信的小虫子 摸清楚如今的清风踪 烂到了什么程度 至于清风踪的自查 楚星辰还不如指望自己回去时 李英灵没有给自己 惹出什么乱子来的靠谱 第66章 放心吧 他很快就想死了 夜色下 李长老面色沉重地 从东面绕山而行 那群天眼踪弟子 果真不简单 他们虚晃一枪 似真非真 看似装傻冲愣 实际上肯定掌握了不少情报 甚至只是短短一天时间 居然就策反了一位金丹长老 而且 郑霄峰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 以往谨慎小心 懂得做人 现在居然指着掌门鼻子 骂掌门老逼登 掌门居然也忍了下来 面对郑霄峰的全程叫嚣 甚至连反驳都不反驳 问具体情况 掌门也不肯说 只能推测 这郑霄峰得到了天眼踪弟子留下的后手 其次是掌门拿出的那块血气零食 自从矿场遇袭击后 他们就在迷阵基础上设置了一个触发型的阵法 只要有外人踏入 就会触发清风宗和矿场长老两处地方的信息提示 每个在矿场的弟子都携带一枚特制令牌 让阵法不会误触警报 自己这边并未收到矿场阵法的异常 暗场里那边不可能出了问题 但血气零食地出现 而且还是直接找上的清风宗 甚至天眼宗策反长老 三件事合成在一起 怎么看都不像没事的情况 现在虽然有暴露风险 但矿场那边已经同那群携修谈妥了 更是收尾阶段 事已至此 自己倘若真的什么都不做 估计也难逃 只能先去矿场看看 探明那边情报 再顺便看看能否加速亦或者挪个位置 等出了清风宗一段距离 里长老施展土盾 朝清风宗矿场而去 忧心忡忡的里长老 并未注意到 在地面上有一道神石捕捉到了他 但身后出现的一道猛烈剑气他 还是察觉到了 他迅速顿出地面 抬手换来一柄长剑 体内金丹颤鸣运转 灵力猛然爆发 面向那略显害人的剑气 手中长剑化作流光 向那剑气奔袭而去 两者迅速交击 紧接着一道灵力气浪 瞬间将大地掀翻 将树木毁成碎屑 里长老神石迅速扫描 很快就发现了一道 并未隐藏气息的身影 他侧目看去 一棵大树顶上 摇晴面无表情 手持长剑 神色漠然地看着自己 里长老面色沉重 摇晴语气冰冷 束手就勤 免受皮肉之苦 他娘的 不受皮肉之苦 那就得受死了 里长老毫不迟疑地 操控那一柄飞剑 向摇晴袭去 同时连忙朝夕狂飞而去 事已至此 矿场是他娘去不了了 爱谁谁吧 命他娘是自己的 自己能跑 就谢天谢地了 毕竟是个金丹真人 这方天地换个火法 未必不逍遥 可里长老还没飞去多远 就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他颤颤微微地扭伸看去 只见自己本命飞剑 此刻已经碎裂 在月色的照耀下 微微闪着白光 化作流光一般 从空中坠落 透过碎剑缝隙之后 一双冷漠无情的眼眸 如同看待死人一般看待自己 哗 姚琴 你下手可以啊 楚星辰讶异地 看着被五花大绑 手脚两斤都被挑断 脸色惨白无比的李长老 被姚琴用灵器操控地 直接丢在地上 毫无疑问 这位李长老 估计连脉络都被姚琴处理了一遍 姚琴略显无奈地开口道 人抓到了 来之前 我简单审过一次了 一句话不肯说 你有把握吗 楚星辰脸上露出一丝 让人略显骇然的笑容道 审讯的话 我二徒弟 倒是有给我提供过一点思路 嗯 他还会这个 严格来说 他是受刑的那个 啊 姚琴满脸疑惑 随后他就看见楚星辰 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了灵植 以及一口小锅 姚琴看着楚星辰 似乎准备炼丹 开口道 放心 我下手有分寸 死不了的 楚星辰认真回答道 你也放心 他等会就想死了 啊 不懂楚星辰 有什么手段的姚琴 选择静观其变 只见楚星辰 将灵植萃取之后丹叶 再拿出生面粉和蜂蜜柔合之后 再将所有丹叶吸取其中 楚星辰用法力 托着这枚翠绿色的丹药 看向姚琴面色严肃道 等会你看到的事情都得保密 出去不得乱说 楚星辰才不会承认 吃自己的恋的丹药 等于酷刑 好 姚琴虽然奇怪 但还是点头答应 得到保证的楚星辰 托着丹药 走到了李长老面前 真知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事情交代了 咱们好好的 李长老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左右都不过一死 大家都别想好过 面对李长老拒不配合的态度 楚星辰叹了口气 用灵力撬开了李长老的嘴 操控着丹药 塞进他的嘴中 由于李长老无法动用灵力 无法抵抗这个动作 但面对入嘴的丹药 李长老第一选择 是用舌头抵住他 楚星辰面对李长老的小动作 也毫不在意 脸上露出了些许柔和的微笑 然后用灵力将他的嘴 狠狠闭上 很快 李长老就感受到了 那面粉丹药 无与伦比的味道 这药 他娘的 从舌尖苦到舌根 然后直击脑海深处 这药 他娘似乎直接苦到他的神海深处 顿觉脑袋难受无比 可嘴中已被楚星辰用灵力封住 罢了 死了 也不用受折磨 李长老目光一狠 他将这丹药一口吞下 随后他就看见 楚星辰脸上的笑容 似乎更加灿烂了 很快李长老就懂了 这面粉 他娘不结实 随着吞咽动作 有不少面粉 脱落粘在口腔之中 这舌头所受的攻击范围更大了 紧接着 随着吞入其中的丹药 开始猛然发挥效果 姚晴目光疑惑地看着李长老不断变换的神色 随后姚晴就看见 李长老突然浑身颤抖 眼神瞪大 不断发出的声音 他被绑着严严实实的身体 突然开始如同蛆一般 开始扭动 也没坚持几个呼吸的时间 李长老那瞪大的眼睛 连忙看向楚星辰 带着无尽的哀求神色 看向楚星辰 仿佛在说 他什么都招了 楚星辰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想死 哦 口误 你想招了 李长老嘴里的乌叶声不停 脑袋瓜疯狂地点着头 好吧 大家都在说的话 跟大家透个底吧 这不是跟姚晴的支线 这就是收徒的主线 第三位弟子 正在骑着快马赶来的路上 比喻 而且大概率 以大家猜不到的方式 同时 主角修为会随着收了这位弟子 也会提升 第67章 你也很弱 李长老很痛快地就招了 痛哭流涕 只求一死的招了 他将一切他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 发起人 成员组织 街头暗雨 甚至将矿场的情况 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自诩铁骨铮铮的李长老哀求道 求你了 快给我解药 我不行了 不是毒药 哪里来的解药 楚星辰面容诚恳道 虽然没有解药 但是有水可以给你漱口 李长老闻言 怒目言睁 大声嚎道 那就杀了我 求你杀了我 根据李长老交代的内容 死他自然该死 但绝非现在死 既然好心给他 漱口不要的话 那就算了 楚星辰随手丢去灵力 将李长老的嘴重新封住 随后转身看向姚晴 只见姚晴面色沉重 目光四路杀鸡 但这杀鸡似乎并不是针对李长老 更像是陷入回忆 楚星辰伸出手 在姚晴面前晃了晃 担忧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姚晴深吸一口气 随后轻闭上眼 楚星辰微迟疑后 还是开口道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 那群教邪灵教的邪修其目的是 依据古法缔造圣母 血气零食是他们主要手段 而且数量如此庞大的血迹 他们是掩盖不住的 只要仔细追查这一条线 必然会有结果 我们现在可以回报渝州城 同中周问明白情况 姚晴猛然睁开眼打断 冰冷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道 不能就这样 一直尽是如此 没修仙是如此 修了仙也是如此 楚星辰哑然地看向姚晴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姚晴失态 抱歉 姚晴自是察觉不对 被过身去 你说得对 我们是该回去 楚星辰语气认真道 你到底怎么了 只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罢了 姚晴重新转过身来 面容平静道 我们先将她带回渝州城去 回来再处理清风宗的事情 楚星辰紧盯着姚晴道 我觉得还是先处理你的问题更好些 我能有什么事 那你跟我说实话 你刚刚在想什么 姚晴握紧手中的长剑 沉默两久后 咬牙回答道 想杀人 再想杀进那群该死的邪修 郑路修不明白 就妄想走那些偏门 世间的人总是剑如蝼蚁 师尊总说 仙凡有别 唯有成仙才是唯一明路 叫我舍弃烦心 忘记过去 世间一切终归走向该有命运 但师尊难道生下便是修士 姚晴炎毕 似乎忠实忍不住愤恨 手中长剑出鞘 化作流光将那里长老一剑消售 他似是想明白了什么 语气决然道 此事只算我一人 你可以回去了 言罢 他随即就想转身离去 楚星辰开口喊道 什么叫只算你一人 你还欠我临时没给我呢 姚晴停下脚步 他微微昂首 看向月光道 会还你的 我可是天眼宗真传 该害怕的是他们 叹了口气 楚星辰走到姚晴身边道 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 姚晴侧目看向楚星辰 世界这么大 总有人会选择站在姚晴身边 支持他准备做的事 楚星辰轻笑一声 伸了个懒腰道 很凑巧 我姑且算一个 毕竟你也帮了我那么多次了 姚晴清明嘴唇 最后微不可闻道 谢谢 啊 你说什么大声点 楚星辰 事不宜迟 我们速去剿灭邪秀 两道红光从不同方向 猛然轰进清风宗矿场之中 一道红光落入矿场正中央的操场上 正在工作的矿工 抬眼只看见一位绝美女子 身上亮起夺目灵光 微微抬手 在操控一柄速度更快地飞剑 正当负责看守矿场的清风宗弟子 只是微微侧目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一道光芒闪过 脖子一凉 紧接着眼前便是一黑 一柄飞剑 迅速在矿场之中肆意游走 收割着身穿清风宗弟子的性命 楚星辰则是直接撞进仓库之中 果然 仓库仓金内已经重新设置了阵法 一位金丹修士正盘坐阵法中央 楚星辰毫不犹豫换来灵箭 李英灵虽然看上去多是摸鱼 但是对于修行意识 他其实从未携带 神通也早已在登一个台阶 例行天多士修行灵力 所以他对于神通的掌握 目前还停留在免钱能用出的状态 于是大徒弟神通三千弱水剑 楚星辰没有丝毫留守 手中灵箭化作一道灵气构造的水龙 猛然抬手 以闪烁般的速度朝那金丹修士袭去 金丹修士只是金丹中期修为 他从楚星辰落地那一刻便起身准备反击 但从那一条灵气水龙从灵箭上跃出时 金丹就觉得自身气息已经被迅速锁定 金丹修士瞬间就明白了 这他娘是神通 楚星辰动作极快 一句话没说就顺发了大招 还自带跟踪属性 无论金丹修士到底最后做了什么挣扎 只是一件楚星辰劈开了面前的一切 那道灵力霸道无比 轻而易举地碾碎了地面 碾碎了阻碍他的一切 以及那一名无力挣扎的金丹 一道灵光从仓库里飞射而出 仿佛无限般地往远处而去 一路碾碎阻碍他的一切 将周遭化为一切粉碎 姚琴也不免侧目看去 那一股骇人的灵力波动 哪怕见识极宽的姚琴也十分肯定 这绝对是顶尖的神通 仓库也遭受不住如此灵气 迅速被灵气轰成废墟后 四散而去 姚琴只见楚星辰手持灵箭 察觉到自己的目光后 他脸上轻笑地朝自己伸出两个手指 食指和中指 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楚星辰比手势的话 姚琴肯定不会往好的方面想 这意思莫非是说自己弱 姚琴的灵箭猛然更快地移动起来 收割完最后一名清风宗弟子时 灵箭自动归翘 随后 姚琴牵牵细手也对楚星辰 伸出两根同样手指 你也很弱 第68章 谁还不是邪修呢 楚星辰看见姚琴 居然也朝自己比了个爷 也是诧异了一下 没想到这姚琴一脸淡漠神色 也会做出这么有意思的动作 由于楚星辰和姚琴动作飞快 从两人落地到解决所有清风宗人 也没用几个呼吸的时间 夜间还在矿场工作的矿工 至今还未弄清楚状况 楚星辰携带灵力大喝一声 修仙界执法 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所有矿工都呆愣了一会 等到有人发出喜极而泣的哭声 这群矿工才恍然大悟 开始纷纷奔跑着 离开了矿场 楚星辰没有多理 刚刚进仓库时 库房内的血气零食 只有一点点 应当是运过一次了 他目光看向姚琴 询问道 有留活口吗 自是有 姚琴收回比叶小手 里面六个我留了两个 这回姚琴明白 自己可能是误会楚星辰了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手势 楚星辰点了点头 同姚琴走进了矿道之中 迈过拐角 被立行天毁坏过的 遗轨的一部分 已经被修复 六名黑袍人 已经倒下去四个 剩余两名 已经则是被挤到灵力 贯穿手脚 被钉在了墙壁之上 我用灵力封住了他们的脉络 想自杀也没机会了 姚琴目光冰冷 扫过两名黑袍人 这些人交给你审 你刚刚手段就挺不错的 楚星辰不乐意道 你这话 我就不乐意听了 我那是治病救人的良方 姚琴轻轻点头赞同 从善如流道 那你就用你的良方 好好审一下他们吧 楚星辰 这姚琴以前也不这样 这莫非跟自家大徒弟学坏了 回去得好好训训李英灵 不过楚星辰并没有果断掏出锅来 而是先用系统 扫了面前两位黑袍协修 当扫描到被钉 在左边的协修时 就看见了几个非常有趣的词条 目标 刘扬 修为 助击后期 蓝色词条 后天摩区 白色词条 苟且偷生 黑色词条 贪生怕死 临时黑色词条 心中大害 楚星辰看见这位人才 就明白 自己必然能省下一锅药材了 他先故意对着另一位询问道 这位协修 麻烦能告诉我 你们的上限是谁吗 这位协修 就十分有骨气地冷笑一声 目光冷烈地看向楚星辰 一言不发 楚星辰也没任何迟疑 一道红光闪过 冷笑的协修 被楚星辰一剑斩去身躯 鲜血飞溅到一旁 无法用灵力的刘扬身上 楚星辰又有叹了口气 随后又将目光 看向了刘扬方向 刚刚目睹楚星辰一言不合 就杀人举动的刘扬 只觉浑身发麻 心骇欲裂 这他娘也叫沈温 这不就是找个借口杀人吗 沈温不配合 你好歹多问两句 一言不合就杀人 你也是邪修吗 随后 楚星辰目光 看向被定在墙上的刘扬 惋惜道 刘扬呢 你说为什么人 都不珍惜自己的命呢 原本浑身颤抖的刘扬 文言一愣 目光差异地看向楚星辰 难以置信道 你 你 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楚星辰脸上露出些许笑容 抓你们 不过情报验证罢了 不说换的地方 再抓一批而已 刘扬文言 瞬间脑袋 如同一团乱麻 众多人民从脑海之中闪过 是谁 谁是叛徒 楚星辰手中灵箭 微微闪烁光芒 语气平静道 刘扬 到你了 能麻烦告诉我 你的上线是谁吗 刘扬只是一个愣神瞬间 就看见楚星辰 似乎已经等得不耐烦 也准备一剑劈开自己 他连忙开口道 我说 我说 只要你饶我一命 楚星辰文言面露可惜 似乎不能为手刃挟修 有些惋惜 刘扬顿绝面前的俊秀年轻人 只想杀了自己 而并非是想询问什么情报 楚星辰惋惜道 你交代吧 我会饶你一命 你没骗我 我用中周天眼宗名誉担保 楚星辰话音刚落 姚秦的目光就悠悠看来 刘扬看见姚秦目光 连忙松了口气 看样子 还是有点信用 连忙开口道 我们上线在封建宗那边 那边全宗已经都入我神教了 楚星辰皱眉询问 神教 刘扬连忙改口道 邪教 邪教 我也就是个负责这边情况的喽啰 封建宗那边负责整合资源 往圣武那儿送 街头暗号之类的有吗 有令牌 好 我放过你了 楚星辰满意的点头转身离去道 姚秦 接下来就是你的事了 你怎么可以不讲信用 天眼宗的面皮 也不要了 楚星辰往矿洞外走去 我又不是天眼宗的 谁在乎这个 刘扬牙字欲裂地看着楚星辰离去的背影 随后 一道红光从他眼中闪过 楚星辰在门口微微等待一会 姚秦就也从矿道之中走出 姚秦语气略显低沉开口道 令牌我拿到了 如果镇妖司情报无措 封建宗有一位太上掌门 是原因修为 还有几位金丹中后期的长老 听见姚秦略显微米的语气 楚星辰就明白 即使是姚秦在自信 也不敢打包票 干脆一个宗门 姚秦同学 你思想很有 只要杀光所有看见自己人 就算完美前行的感觉 楚星辰笑道 你得学会转变一下思路 姚秦目光疑惑地看向楚星辰 不就是邪修吗 楚星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道 谁还不是呢 啊 等会看我表演即可 封建宗离清风宗矿场 还是有些距离 毕竟到了这种地方 灵脉走向就零零碎碎 同清风宗一山傍水不同 封建宗的地址 颇有一种荒凉感 高耸崎岖的山峰 满是黄土痕迹 一座略显简朴的宗门 建立在半山腰上 单从外面看去 远没清风宗那么富贵 封建宗山门外二十里左右 楚星辰一一不舍地 将戒指之中的血气灵石 倾倒而出 姚晴看着堆积满地的血气灵石 探服道 楚星辰 是我小瞧了你啊 楚星辰恋恋不舍 看向姚晴认真嘱咐道 姚晴 这些都是我的命根子 等会一定记得 千万抢回来啊 第六十九章 跟你们这群重置在一起 怎么共见邪灵脚 楚星辰将所有空间戒指中的血气灵石 全部倾倒而出 大概足有三四千枚的数量的血气灵石 堆了一块 还是颇为壮观的 姚晴无奈叹了口气 拿出了从邪修身上搜刮得来的令牌 将面前的血气灵石吸纳进入其中后 由于令牌不能吸纳如此多 还剩一小堆多余的 楚星辰连忙将剩余的灵石 重新收了起来 那群邪修动作如此嚣张 恐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而且极缺资源 甚至都到了宁浪无缺的程度 祭祀整个村庄时 甚至都不挑人 连妇孺都陷寂了 此刻想来 估计就是实在太缺血气了 面对自己这一大笔高质量血气灵石 他们应当会急送而去 届时只要跟住那送往圣母处的人员 估计就能待不到位了 楚星辰伸手道 令牌给我吧 你在这里等着 要是有人你就跟上去 姚琴微微迟疑随后道 要不我去 你在外面等着吧 就你这气质能像邪修吗 楚星辰无奈道 人家邪修笑起来结结结的 你连笑都不会 快让我来 姚琴叹了口气 没有勉强 她知道自己不擅长演戏 上去估计大概率直接就跳过蒙片 直接转进血栈了 她叹了口气 还是将那一枚令牌交给了楚星辰 嘱咐道 注意安全 有动静 我会上去支援的 楚星辰接过令牌 信誓旦旦道 包的 看我表演就行 姚琴轻轻点头 看着楚星辰转身就朝封建宗山门直飞而去 由于楚星辰没有掩盖任何灵力波动 封建宗门口 有两名助基弟子迅速发掘 欲空而行的楚星辰 山门左侧弟子谨慎询问道 敢问前辈来封建宗有何贵干 楚星辰先用系统面板扫过两人 都发现了后天魔区的词条 那么两人必是知道内情 楚星辰冷哼一声 仿佛怒气不争道 送血气临时 听说圣母都缺血气 到滥用妇如祭司了 邪灵教大忌 接近回你们手中 前辈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邪灵教 驻姬弟子文言大惊 连忙后撤 正打算拉响警钟之时 就看见楚星辰左手一团暗红色灵气 猛然浮现 轻而易举地勾动了自己体内的血气 而且是以一种高位碾压的姿态勾动的 这让他动作猛然一顿 原先不幸的他 现在信了 面前 这位俊秀的男子 必然是一位资深邪修 而且非常的邪 之前也并非没见过邪灵教的邪修大佬 但这种只是换来一团灵气 就能勾动自身血气流转的 也从未遇见过 驻姬弟子连忙停下动作 拱手道 前辈稍等 我这就去通知掌门 楚星辰督促道 别耽误时间 速去 驻姬弟子文言 迅速朝门内狂奔而去 楚星辰稍作等待 只见一位身着白衣的中年男子 迅速遇空而来 他遇空至楚星辰面前拱手询问道 在下封建宗掌门 敢问您 人认不得 临时认得便可 楚星辰似事不想多说一般 竟直将手中的令牌 直接丢向白衣中年男子 真不知道 跟你们这种重置 一起做事 怎么能把邪灵叫壮大 封建宗掌门伸手接过令牌 神石探入其中 发现令牌之中 竟然是满满当当的血气灵石 他哑然地抬眼看 像楚星辰 只见楚星辰眼中 竟是失望神色 圣母是计划之众 莫要拖延 我再去他处整合灵石 楚星辰言毕 目光凝视封建宗掌门道 你跟那群重置说明白 等此件事了 我会找他们算 办事不利的账 封建宗掌门 正欲在说些什么 但楚星辰身上暗红色灵力 猛然爆发 随后化作一道暗红色的红光 静止飞去 让这位封建宗掌门 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 他低头看了眼手中的令牌 无论如何 这急需的血气灵石 总是做不得假 更何况就刚刚那灵气气息 也毫无疑问的 是邪修才有 莫非 中州邪灵教 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仍然送来了吗 封建宗掌门收起令牌 侧目看向身侧弟子道 去 集合三名长老 同我一起护送 这灵石去圣母处 是 掌门 不过些许时间 封建宗掌门 此刻带着三名金丹真人 正疯狂赶往圣母缔结之地 一位金丹长老 与其怀疑道 掌门 没有任何信息传来 你确定这靠谱 封建宗掌门开口道 此件事已至关键时刻 只要圣母诞生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只要这血气灵石是真 其余事情还算重要吗 开口询问的长老文言轻轻点头 这倒是真 另一位金丹长老微微皱眉 语气奇怪道 掌门 我总觉得 有股似有似无的窥视感 你小子胆子太小了 我们怎么没感受到 都跟你说了 少在女人肚皮上努力 有那功夫 多修炼不行吗 我看他就是在女人肚皮上使劲多了 神识也早就 只剩那种事了 封建宗掌门看见被讥讽金丹神色 微微已有微微的恼怒 连忙打断道 这个时候 不要多言语 有什么事等 送完这零食 回封建宗后 随你们想做什么 封建宗掌门声音落下 其余金丹长老闻言纷纷禁语 接下来 四人一路无话 静止赶路而去 直至天微微泛白 四人已至一处连绵不绝的群山之处 封建宗掌门 率先在一处山脚处停下脚步 神识迅速扩散扫描四周 确定无人在自己神识的范围内后 伸出手倾处面前山峰壁 血气之力 猛然注入其中 一道血红色光芒 从山峰壁中涌出 迅速缠绕封建宗掌门手臂 似乎在确定什么 无误之后 那股暗红色能量迅速退却 面前的峭壁猛然化作血雾消散 封建宗掌门再一次用神识扫描四周 再次确定无人之后 才带着三位金丹长老踏入其中 那血雾从封闭之中重新涌出 又凝结成了封闭 另一处 大树后 摇晴目光不解地看向 拦住自己的处心沉道 那分明的是邪秀仪轨阵法 需要协修功法才能进去 他们未必是从此处出来 现在不去会不会迟了 区区协修手段 看我的 啊 第七十章 你不打 你点头做什么 山峰壁面前 摇晴目光疑惑地看向楚星辰 伸手碰向山峰 很快 之前不久才出现过的血气 再一次从峭壁之中蔓延出 开始向楚星辰的手臂缠绕而去 看见这一幕的摇晴 不免担忧开口 你确定这样没事 楚星辰并没有开口回答 而是任由血气攀附而来 很快那狂躁血气就缠绕进入体内 紧接着 楚星辰毫不犹豫调动体内灵力 用力行天的功法将其狠狠逮捕 原本狂躁的血气 遇见此刻的灵力之后 瞬间就被降服 被任意揉捏 楚星辰毫不犹豫地 用灵力反缠绕这股血气 毫不犹豫地将这股血气攀扯下来 狂躁血气没有任何抵抗 轻而易举地就被扭碎 在姚秦极为震惊的眼神之中 那股墙壁猛然崩塌 化作血气消散 是这邪灵教太过草胎班子了 搞定 楚星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走 进去瞧瞧 楚星辰率先踏入其中 姚秦紧随其后 这山洞有十分明显的开凿痕迹 而且很有粗制滥造的模样 一条三人宽小道工人通行 一路上没有任何照明 不过对于金丹真人来说 问题自是不大 仅仅只是刚刚踏入其中 就能察觉有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息 扑面而来 姚秦面色凝重一步踏前 严肃道 我打头 天眼踪影秘术 是中周一绝 对此 楚星辰自是没有意见 从这山洞进入 越往深处 那股气息血腥气息愈加浓烈 仿佛快凝聚实体一般 姚秦顿觉浑身不自在 犹如在泥塘之中走路 颇有阻力 她担心侧目看向楚星辰 却发现她神情自如 看上去远比自己轻松得多 见此她也微微松了口气 两人小心摸镜 大约数十步后 就有声音穿入两人耳朵 你们这群废物 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还得用中周圣教来帮忙 你可知 这一次最有可能的圣胎种子 就是因为那些粗质烂造的血迹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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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德的女生暴怒道 现在就剩个病秧子了 才来临时 早做什么去了 两人闻言 连忙小心摸镜 声音在一个拐角里面 楚星辰和姚秦 互相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 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去 只见一个极为宽阔的场地 地上有繁杂的遗轨图案 六个方位 各放置着暗红色的锯顶 暗红色的血气沸腾而上 暗红色的气息 从锯顶之上 涌向遗轨上方正中央 化作一团血气球 似乎将某个东西包裹起来 血气球的正下方 一位穿着暗红色 大红衣袍的中年女性 背对着楚星辰和姚秦 她似乎正做仪轨的正中央 而负责押送血气灵石的 封建宗掌门等人 此刻正将灵石倾倒 进六口大顶之中 封建宗掌门微微迟疑 为了以后 她还是开口辩解 是清风宗那些人出了岔子 封建宗掌门话未说完 红衣女更大声地咆哮道 岔子 岔子 什么都是岔子 你们怎么不被岔死 被呛的封建宗掌门 文言只能闭嘴 事情本来不用如此为难 这件事本身就激进尾声 要是清风宗矿场不出意外 那一批灵石 大概是足够支撑 这次的圣胎蜕变的 而且死去的圣胎 也确实是质量最高的一位 比起现在的圣胎 质量会更高 也不怪圣母如此暴怒 只能期盼一切顺利了 接下来 他们任由红衣女 大声怒斥则骂 一言不发地 将所有血气灵石布置到位 这一幕看着楚行臣心痛不已 只是这一会 就有不少灵石 化作血雾飘散而起 顶着责骂 封建宗掌门强行开口道 圣母 一切安置妥当 要无其他事 我们就先行离去 红衣女大声打断 滚 你们这群废物都快滚 别再碍我的眼 封建宗掌门文言不再言语 只是拱手之后 就朝另一处方向而去 姚秦推测不错 出口和入口并不在一处 随着几位封建宗掌门 和金丹的离场 偌大的山洞之中 只剩还在一个人 独自怒骂的红衣女 观察完一切 姚秦侧目 看向楚行臣 目光凝视 先是摇头 随后向他轻轻点头 楚行臣了然地点了点头 对于姚秦 楚行臣自是认为十分了解 根据这个眼神 姚秦的意思是 不过区区原音尽邪修 不用你出手 我自斩之 楚行臣毫不犹豫地换来零件 打架这是能群殴 自然不要单挑 只是刚刚换出 姚秦神色就猛然变换 姚秦见此一幕 也连忙拔出长剑 语气沉重道 我刚刚的意思是撤 楚行臣换来零件那一刻 红衣女的神石 就迅速锁定而来 一道暗红色血气 就紧随袭来 楚行臣手中零件附着水龙 一剑将袭来 血气劈散 他气道 你不打 你点头做什么 我刚刚不是点头 是叫你回头出去 不是让你动手 姚秦手中长剑 发出锐利灵气光芒 天眼太轻剑 毫无保留地 向红衣女一剑斩去 神通 红衣女眉目微眯 一道血气厚墙 猛然浮现面前 天眼太轻剑 威力极强 红衣女换来的血气墙 只是抵挡刹那 便被这一剑劈开 血气猛然四处散去 红衣女剑状皱起眉头 身后浮现一朵血帘 绽放无尽血色 喷涌的血气之力 从血帘之中 涌出狂躁撞击 向那袭来的天眼太轻剑 血气灵力同灵气的交击 巨大的能量波动 肆意流转着 似是要将这山洞毁于一旦 红衣女目光瞪大 血帘绽放更甚 不让多余能量 将四周毁进 楚星辰见此没有停顿 身形闪烁而静 手中灵箭水龙昂首 猛然朝红衣女 疯狂袭去 红衣女侧目看向楚星辰 她腰间别的铃铛自动飞出 无尽血气 血气从中疯狂涌出 暗红色的血物此刻 激进凝聚成形 红衣女在抬手 那血气疯狂凝聚 将袭来的水龙迅速包裹 红衣女脚步轻踏 地上仪轨 猛然发出暗红色光芒 血气猛然从仪轨之上浮现而出 六口大顶 各自又在有血气 涌向红衣女身后红莲 本就夺目的红莲 此刻更加显眼 红衣女冷笑一声道 两个小小金丹 赶在我的地盘找尸 血气还能有假 摇晴神色凝重 四周弥漫狂躁的血气 时时刻刻地在他四周缠绕 这血气似乎还有波动他人情绪 而额外效果 起码他现在就很有一种不顾一切 将面前红衣女脑袋砍下来的冲动 他试着支起灵气护盾 但发现他血气侵蚀灵气的速度飞快 对手是原因境界 自己和楚星辰的灵力两捏一块 估计都比不过红衣女 再加上要抵御四周浓厚血气 要速战速决 摇晴轻抛手中长剑 双手掐绝 手中长剑微微闪烁灵光之后 光芒仿佛只是一闪长剑 仿佛穿梭时空一般 一闪就是红衣女身前 红衣衣面露轻笑 四周血气猛然凝聚 化作浓稠血液 迅速攀附袭来飞剑 飞剑上的那锐利剑椅 也迅速被侵蚀而尽 他面露轻蔑笑容 正好我儿缺分上等血石 拿你们补补 也不错 楚星辰 你先撤 我来电后 姚勤银牙轻咬道 这里血气任由他操控 是他主场 莫要恋战 我掩护你 哦 红衣女文言面露惊喜道 我儿就喜事有情有义的人 你很对我儿胃口才是 姚勤冷喝一声 灵气突然爆发 被血气缠绕的飞剑 猛然同样绽放出 无比灵气亮光 长剑迅速挣脱攀附血气 姚勤身形狂掠向前 结果飞来长剑 毫不犹豫地向红衣女袭去 手中长剑灵光迅速绽放 一股骇人威势 迅速攀升而起 红衣女面色瞬间沉重 这女娲动作姿态 分明是来搏命的 她连忙操控身侧浮空铃铛 迅速向姚勤撞去 姚勤双眸冰冷 面对还在散发恐怖血气的铃铛 毫不畏惧 手中长剑断然挥去 哄 巨大的灵力浪潮 迅速席卷四周 红衣女身后 血连光芒迅速亮起 将灵力卷入其中 但这并非没有代价 红衣女身后的血连此刻 一朵花瓣迅速枯萎 虽然红衣女子正同姚勤交手 但更多注意力 其实放在楚星辰身上 姚勤虽然神通水准不错 修为扎实 但却也只是金丹中期水准 但楚星辰气息浑然一体 仿佛毫无破绽 灵气厚重水平更是夸张 刚刚简单交手来说 灵气质量极高 近乎原音水准 只是神通不如这女子水平高 但两者相比 红衣女自觉楚星辰 对她的威胁更大 但让红衣女略显诧异的是 此刻的楚星辰 没有丝毫动作 站在原地 似乎在发呆一般 这是什么意思 她身上也只有微弱的灵力波动 不像是准备放大的姿态 不过既不可失 红衣女没有迟疑身形 迅速离开仪轨中央 直朝姚勤袭去 红衣女伸手握住 正同姚勤交锋的铃铛 轻轻一晃 叮铃 一道诡异声波 夹杂血气 猛然将姚勤冲飞 碰 一声巨响 姚勤身形 直接被那一击砸向山壁 巨大的冲击力 将山壁轰出一个大坑 姚勤墙顶着一股气 抬眸看去时 却发现 楚星辰还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红衣女此刻 也已压身向前 手中铃铛暗红色光芒大战 楚星辰 姚勤一声大喝 摸向腰间一张浮路 直接朝楚星辰方向丢去 她在强忍疼痛 费力抬起手中长剑 疯狂压榨体内灵力 姚勤大声怒喝道 跑 手中长剑再一次攀升微压 姚勤嘴边一丝鲜血溢出 但目光坚定无比 长剑再一次猛然挥出 当同刚刚几乎不可立敌的交锋不同 这一次那骇人的血气 此刻似乎瞬间温顺起来 一剑猛然斩下 倒退而去的 反而是红衣女 姚勤目光诧异地看向红衣女 却发现红衣女的目光同样难以置信 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看向了楚星辰 只见那一张符路被血气缠绕 漂浮在半空之中并没有触碰到楚星辰 楚星辰看了眼那一张符路 千里传送符 跑什么 现在是我们的主场了 楚星辰轻轻扭了扭头 微微抬手 场内血气猛然开始疯狂朝楚星辰移动而去 刚刚在和血气对密码呢 红衣女连忙挥响手中铃铛 却发现四周的血气 却依然完全不听从控制 甚至开始侵蚀他本人 铃铛再次遥响 又有血气从中流出 但仅仅只是刚刚流出 红衣女就发现 自己依然无法操控其中血气 红衣女面容 骇然看向楚星辰 怒声质问 你是谁 为何懂我圣教血气之法 楚星辰轻笑不达 微微抬手 场内血气迅速疯狂朝红衣女袭击而去 一旁的姚晴也看着呆愣住了 看着浓厚血气不断在楚星辰身边缠绕 将他衬托地跟个邪修似的 这血气 还听从楚星辰的操控 朝红衣女疯狂袭去 这一幕看上去 姚晴顿时分不清楚 到底谁才是邪修了 但愣住的 不仅仅只是姚晴和红衣女 再一次从正面踏入的封建宗众人 也呆愣当场 刚刚交手动静并不算小 他们并未离去太远 听见山洞内猛烈的声响 微微迟疑之后 还是秉着以防万一的想法重新进来 他们此刻 只见圣母被周遭血气疯狂攻击 就连她身后的血连也颜色暗淡 而操控着血气的 则是交给自己血气临时的 中州邪灵教人 唯一不向邪修的 则是一位身姿卓绝的姑娘 但这位姑娘没动手 这两位邪修中人 却打得火热无比 红衣女目光猛然看向封建宗掌门 怒喝道 你还在等什么 快把这两个人杀了 封建宗掌门 正打算拔剑药上石 楚星辰目光很力望去 也同样怒斥道 杀个屁 你们这群傻狗 这圣母有鬼 你们都分别不出来 快来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杀了 这句话 让封建宗掌门身形猛然顿主 红衣女操控铃铛 抵御狂造血气 怒骂道 你们这群废物 计划之初 就是我同你们一块的 封建宗掌门 以及身后长老 再一次准备拔剑药上石 楚星辰语气悠悠道 话可能是假的 但这血气 还能是假 这血气 是谁在控制 难不成圣母 还抵不过其他邪修 封建宗掌门 再一次停下步伐 这他娘的 也很有道理啊 第七十二章 这群人只会出岔子 红衣女目光愤恨地 撇过那群蠢货 她抛起手中灵荡 灵荡扶空刹那自动摇铃 将袭来的血气 瞬间冲散 她身形瞬间冲向 高挂仪轨阵阵法中央的血气球 身后血连虚影蔓延开来 将其包裹而尽 见此一幕 封建宗掌门 也看明白明白形势 这是圣教的最终一事 这圣母必然是真的 封建宗掌门 迅速拔剑支援 几名金丹长老紧随其后 急禀飞剑迅速出窍 迅速分裂数十把 疯狂朝着楚星辰攻击而去 楚星辰没有迟疑 控制场内的血气 迅速攀附在姚秦身上 接纳血气 姚秦文言 没有迟疑 迅速散去灵气护盾 任由血气攀附周身 她更快就感受到 攀附的血气 此刻竟然能如臂指使 而且在源源不断地提供一股 极为狂躁的能量 这极大缓解了姚秦灵气的压力 只是姚秦冰冷的表情 配上这缠绕周身的血气 看起来远比楚星辰来得更邪修 迅速刻下一枚急疗丹药 姚秦迅速栖身向前 手中长剑再次凝聚灵力 周遭血气也迅速攀附而上 姚秦冷喝一声 手持长剑 猛然冲向急欲救援的 四名封剑宗金丹 经过血气加持的天眼太清剑 再一次挥出 原本纯净闪烁而过的灵气光芒 此刻附着上无边血气 一剑挥去 带着无尽的血腥气息 如果说基础版的天眼太清剑 有一种纯粹冰冷的锐利感的话 那么加料版 就有一种去你娘的 老子要一路撵过去的狂躁感 暴虐的能量随意冲散四周 岩壁都迅速军裂开来 面对声势浩大的一剑 封剑宗四人也不敢怠慢 他们体内血气猛然爆发 长剑转变目标 转向姚琴而去 楚行臣目光撇去 发现姚琴还能拖住一会后 就毫不犹豫地 也冲向那血气球 不管这红衣女到底想做什么 只要不如他愿 就是血转 血气 你都抢不过我了 那么这球也是我的 楚行臣手中零剑 猛然浮现血腥气息 李英灵的神通熟练度 虽然比力行天高 但和血气对完密码后 他发现 力行天的神通 但对于这些血气 似乎有天然克制作用 总之 那边好用先用那边 手中零剑暗红色 狂造灵力附着而上 楚行臣体内 金丹猛然爆转 大喝一声 手中零剑暗红血气凝聚 这一剑轻松破碎 血连虚影抵抗 直接进入其中 楚行臣毫不犹豫地 将灵力注入其中 管他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先抢再说 但这一过程并不算轻松 血连仍然在不断抵抗着 楚行臣传递而进的灵力 不过功法的压制 加上无暇金丹巅峰的实力 楚行臣还是能推进灵力进入 紧接着 拿过来吧你 属于力行天功法疯狂运转 迅速剥夺着红衣女的控制权 只要再坚持一会 这球就全归楚行臣所有了 面对现在的情况 红衣女全是无奈 这要继续跟着小子坚持下去 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他无奈之下 血连爆发璀璨光芒 由于不敢再用血气 怕被楚行臣再被夺取利用 堂堂邪修 竟然被逼得不能用邪术 原因之力猛然爆发 一朵花瓣再从血连之中飘落而下 直砸楚行臣而去 红衣女毕竟是原因修为 楚行臣侧目看见这一幕 也没敢硬挺视这招的威力 连忙退却身形 凭借这一招逼退楚行臣后 红衣女也不能再维持状态 也迅速从半空之中跌落而下 随着血连不再包裹 楚行臣抬眼看去时 那血气缠绕的圆球依然消散 只见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 衣衫蓝缕 被四周血气灌入周身 半红色血气 已然蔓延她全部肌肤 让她整个人都仿佛变成血人 或者说 她正在朝血人转变 楚行臣神识扫过时 发现她全身脆弱无比 体内骨头肌肉近乎化作血水 这圣胎 恐怕是把满足某种条件的孩子 重新血气练剂 重造根骨 重新化作胚胎 再次重新降生 这孩子的心跳 已经薄弱无比 恐怕这忌恋 也已至尾声了 不过 现在没空再管这些了 楚行臣先是抬手 操控四周血气 先朝摇晴方向冲去 缓解摇晴压力 红衣女深吸口气 愤怒质问 你是哪家邪修 楚行臣手中灵剑暗红色灵气 再次攀附 威势迅速攀升 剩余血气凝聚自身 身形只是一刹 就压至红衣女身前 手中灵剑 携带无边威势 对着红衣女一剑劈下 有事在我 弱智才会给你拖延时间 红衣女一声怒吓 身侧铃铛 迅速向前抵去 此刻红衣女 早已无力继续保护四周遗鬼 不受迫害 这一次两者相机 巨大的灵力余威 迅速席卷一切 威力之大 甚至在另一侧的姚琴等人 也遭受波及 纷纷用灵力抵抗余波 红衣女目光骇然看向 仍然悬浮半空的圣胎 却发现六顶血气 仍然在被遗鬼控制 发挥着效果 让脆弱无比的圣胎 仍然安然无恙 见此她才刚送口气 就见楚星辰腾出右手 哄不血气疯狂凝聚 就正准备直击脆弱无比的圣胎 但这却是楚星辰的假动作 此刻她实际操控的血气 并非是想攻击圣胎 红衣女正想打断楚星辰动作时 顿觉身后一股寒意传来 以及封建宗掌门的 一声怒吓提醒 小心 她本能抬手挡去 但很快那股寒意 穿透她的灵气护盾 直击红衣女身躯而去 叮 一柄长剑 迅速穿透红衣女胸膛 她侧目看去 只见姚琴双手掐绝 目光冰冷地盯着自己 而姚琴身后 一股血气厚强 替她隔绝封建宗 那废物四人的攻击 果然 这群人只会出岔子 红衣女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时 长剑再一次闪烁而过 再次击穿红衣女身躯 楚星辰一声怒吓 疯狂调动体内 金丹全部力量 趁她病 要她命 这一剑猛然劈开 抵挡的铃铛 楚星辰紧接再次 挥出一道灵力剑气 将红衣女的身躯 彻底劈成两半 哄 爆裂狂躁的剑气 在将红衣女身躯 彻底粉碎之后 仍有恐怖余威 碾碎着一切 给着山洞再开一扇大门 姚琴重新换回灵剑时 那一堵血气墙 也正好被击散 封建宗四人 正欲上前再战 却发现 圣母已经化作一滩烂泥 四处都是 楚星辰手持灵剑和姚琴 一同目光冰冷地 盯着封建宗四人 没有过多犹豫 圣母已死 计划已然失败 即使血战打赢也无意义 更何况 这他娘也不一定打得赢 封建宗四人 连开口商量都没 动作十分整齐划一 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跑 第73章 可培养词条 封建宗四名金丹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撤 这两人有神通 能越境斩元英 实在不是他们可以力敌的 更何况 尤其是那一名 长相俊秀的年轻人 协修功力实在太过深厚 居然能从圣母手中 夺取血气控制权 这并不算耸 这顶多只能算保存实力 面对封建宗的逃兵行为 姚琴和楚星辰都没有追击想法 毕竟越境逆斩元英消耗 其实并不小 在竹场有血气加持 他轻松打赢 但出去没了血气加持 赢自是能赢 但要是拖来封建宗元军 恐怕也不算太妙 姚琴抬眸看向 仍然悬浮空中的小女孩 这就是邪灵教计划 八成是了 楚星辰回答后收回灵件 本着逝世的心态 用系统扫过面前小女孩 万万没想到 这系统居然还真扫出了 小女孩的面板 目标 修为 无 橙色词条可能生成中 词条 词条 黑色词条 血气逆转 黑色词条 伤势宾微 词条生成中 生成完成后 满足收图条件 楚星辰微皱眉 这扫出来的 怎么这么多问候 姚琴面露惋惜 这孩子 恐怕也是 被邪修抓来的 但事已至此 他手中常见泛起灵光 打算解脱这可怜孩子 毕竟神识扫过时 他浑身骨头 都快被溶解殆尽 心跳微弱无比 这种情况 根本维持不了多久生命 与其继续受苦 不如解脱去吧 等等 楚星辰深吸口气 阻止姚琴 姚琴目光困惑 但还是停下手中动作 楚星辰目光扫过仪轨 和六个装满灵石的巨顶 仙苗种子 和这些未必能完美解决 净化的血气灵石 楚星辰迅速做出了决断 灵石终究可以再得 但仙苗可不是想遇见就能遇见的 半个时辰后 两道红光从山洞之中飞出 直朝渝州城而去 渝州城 楚星辰租住的四合院内 一道红光迅速落地 正在院内 正在琢磨神通的李英灵 扭头看去 只见自家师傅 抱着一位用毯子包裹的小孩 李英灵目光疑惑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师傅 这孩子 听见动静的立行天 也推开门来 听见师姐的话 她目光也看向师傅怀中的小孩 楚星辰叹了口气 看向李英灵道 过来接一下你 未来师妹 未来师妹 李英灵闻言连忙向前 伸出手接过楚星辰怀中的小女孩 只见她面容苍白无比 呼吸极为轻微 但面容十分精致 毫无疑问的 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只是有一股暗红色的能量 时不时地 就从她皮肤表面游走而过 李英灵担忧询问 师傅 这孩子好像 放心 她目前情况还行 只要你不折腾她的话 楚星辰连忙翻找空间戒指中 所剩不多用来疗伤的灵直道 为师给她练一锅 李英灵看见这一幕 迟一开口 师傅 你确定不再仔细想想 站在门口一言不发的李英天 却发觉一丝不对 她连忙向前两步 目光仔细打亮了 一会师姐怀中的小孩 随后伸出手指 轻贴小女孩的额头 探明情况的李英天开口道 师傅 我来吧 楚星辰拿出灵直的动作一顿 目光疑惑地 看向自家的二徒弟 你还会治兵 不会 只是她这种情况 我恰好有解决办法 李英天很确定 面前小女孩是血气和身躯出了差错 这种事情 自己修得正派功法 姑且还能算对正 楚星辰文言也是停下动作 自家二徒弟的性格 没有十足把握 应当不会说得如此肯定 那你试试 丽行天轻轻点头 从自家师姐怀中接过孩子 静止走向自己房间 将她放在床上 楚星辰和李英灵 一同走进屋子 只见丽行天深吸一口气 血色凌厉 猛然从丽行天周身浮现而出 随后缓缓将小女孩包裹起来 随后猛然侵入小女孩体内 紧接着 一阵筋骨错位声 从小女孩身上传来 劈啪作响 这声音听得李英灵眉头微皱 大概三刻钟左右 丽行天缓缓将灵力重新收回 深吸一口气后 看向自家师傅道 没问题了 师傅现在要把她叫起来吗 楚星辰微迟疑后 你能叫得起来就试试 只见丽行天伸出手轻触 小女孩额头 一股微弱灵力迅速刺入其中 原本在昏迷中的小女孩 猛然睁开了双眼 并大口呼吸了起来 紧接着 她就本能式地迅速翻身起 双目惊恐又骇然地看向四周 一阵不明 略显嘶哑的声音 从小女孩的嘴里发出 啊啊 楚星辰微微皱眉 再次用系统扫过面前小女孩 目标 修为 五 橙色词条 火天妖女 词条 词条 临时黑色词条 虚弱 满足收图条件 两个并微的词条 确实是消失了 起码也不危及生命了 只是目标问号是什么意思 楚星辰微微思索 随后开口道 你们现在这位师妹名字叫 叫做陈白青 李英灵文言点头后 立刻将的自家二师弟拉到身后 定然是例行天长得太凶了 才吓到了自家师妹 陈白青小师妹 我是你的大师姐 别害怕 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李英灵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试图轻轻抚摸 依靠在床边的小女孩 楚星辰再次用系统扫描了小女孩 这一次小女孩的目标不再是问号 而是变成了目标 陈白青 原来如此 这样推测 两个问号词条 恐怕就是可培养的意思 小女孩看见面容温柔的李英灵 目光真挚地看向自己 如果刚刚那个冷漠汉子 给她的感觉是冷酷无情的话 那么这位姐姐给她的感觉 便是无尽的柔和感 这种感觉 似是一种来自身体的本能 而且心底不自觉 就十分依赖这种直觉 小女孩也缓缓伸出手 轻轻触碰向李英灵的手中 她与其轻柔且疑惑 大 师姐 李英灵脸上笑容 瞬间绽放得更加灿烂 面对这一情况 楚星辰连忙挤了进来 自己近乎全部的零食 都砸在着陈白青身上了 现在想起就心痛得紧 趁现在 先让她认个师父的身份先 楚星辰目光真挚又热诚地 看向陈白青 我是你师父 快叫声师父 陈白青文言又侧目看向楚星辰 顿时发觉 她似乎是在心疼自己 这也是对自己好的人吧 她另一只手伸向楚星辰 语气同样轻柔 师父 收徒成功 随着提示响起 楚星辰也是感动地伸出手 握住陈白青的另一只手 如此一来 也算血赚了 唯有立行天站在两人身后 怎么新来了的师妹 自己居然还是有种 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第74章 唯一伸出手掌的人 三徒弟 陈白青 发放功法 姊妹先灵绝 完成任务二 真武大殿 奖励已发放至系统背包 完成系列任务 获得修为提升一阶 金丹圆满提升为 圆英镜 发布新系列任务一 打造真武大殿 奖励 悟到房 系列任务二 招收弟子达到四名 奖励 五眼听 楚星辰目光 看完系统消息后 就觉金丹内 有一股纯粹灵力 瞬间一满 神识内视 只见金丹开始猛然晃动 随后 金丹迅速开始化作流光脱落 点点灵光化作洁白莲花底座 一味有点像Q版的楚星辰 双眸紧闭 端坐莲花台上 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原先金丹流转体内的灵气 此刻全静 汇入圆英之中 即使楚星辰此刻 已然突破圆英镜 但自家两位徒弟 没有任何感知 圆英镜 内敛生命演变于己身 已分内外两见 陈白青此刻 虽然两只手都被握住 但眼眸之中 还竟是茫然地看向四周 似乎还没彻底回过神来 楚星辰轻声询问道 你还记得你是谁吗 听到自家师父这一句话 李英灵难以置信扭头看去 师父 这话什么意思 这娃难不成 是你从哪里拐来的不成 陈白青回过神来 目光疑惑地看向楚星辰 记得呀 我叫陈白青啊 你真叫这名啊 陈白青更加疑惑 这不是 你说的吗 师父 楚星辰瞬间哑然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白青微微侧头 看向楚星辰道 但我最后记得 是你救了我 你说 些许临时 换不来一条命 你最后还骂了一句 真他娘鬼 在一旁的李英灵 本来听得很感动 但最后那一句 实在有点 让人想把感动收回去 楚星辰差一道 你不是昏过去了吗 这你也听见了 就 就听见了那一段 然后我就真昏过去了 陈白青说着 瘦小身躯 微微向后挪了挪 松开陈白青的小手 楚星辰开口询问道 那你心还记得什么 陈白青低头微微思索 记得 我被卖了 陈白青微微语至 随后低声道 娘说 只有把我卖了 大家才能活下去 他又昂起小脸道 那我现在 是被又卖给你了吗 那你买我可能买亏了 我其实很便宜的 面对陈白青的回答 师徒三人都微微沉默 楚星辰认真询问 你知道师父是什么意思吗 陈白青闻言皱眉思索 随后又丧气地摇了摇头 伸出手 楚星辰轻轻揉了揉 陈白青的小脑袋刮道 意思是 你找到一个新家了 以后你就得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一起生活 陈白青小脑袋 昂首看着楚星辰温和的笑容 他欲言又止 随后又安静下来 任由自己的小脑袋 被楚星辰轻轻揉着 自从这次醒来之后 陈白青不懂为何 当他面对一个人时 仿佛可以瞬间感知 一个人对自己的情绪 而且 自己对于这种本能式的能力 也是从心底里一样的信任 面前的三人 刚刚就有感知清晰 睁开眼看见 应该是师兄 对他的感知 便是有些冷漠无情 说不上恶意 但明显 也没什么额外好感 再加上 他眼神有点太凶了 陈白青才被吓了一跳 那个师姐 陈白青只能感觉他 对于自己 似乎是一种温和的同情感 至于师父 刚刚还能察觉一丝情绪 但现在却一点也感受不到了 陈白青不太懂 师父这个具体含义 感觉唯一有关联的 便是父亲 但对于父亲 他的记忆 已经不太深刻 就连同他原本的名字一样 这一次醒来 他记忆混乱无比 仿佛丢失了好多 记忆中 只有那些最为深刻的记忆 才会朦胧地记得 他也不懂 自己又被卖去了哪里 但起码这里看上去 应当是个好人家 不会再让自己吃了 会浑身疼痛不已的药 不会在自己喊疼的时候 让自己闭嘴 陈白青仍然记得 那群人恐吓自己的话 再哭就把你退回去 让你全家都饿死 那一句话如雅药一般 让陈白青连乌夜声 也不敢发出 他记得母亲泪眼婆娑 又无可奈何的眼神 他不想他们被饿死 对于师父之类的词 陈白青并不熟悉 但是丫鬟他是明白的 买了自己的 便是老爷 刚刚脑子混 没想明白 但现在他想明白了 买了自己的师父 等于老爷才是 随着楚星辰的大手 从他头上抬起 陈白青目光 小心翼翼看开口道 老爷 我在这里要做什么 楚星辰文言抬眼看去 温和解释道 我不是老爷 我是你师父 你现在呢 吃了睡 没事找你师姐玩 陈白青文言一愣 不懂这话具体 是什么意思时 就见楚星辰向着门外走去 笑道 为了庆祝今天 新来了一位徒弟 为师今天亲自下厨 老爷做饭 陈白青还记得 母亲让自己死死记住的话 去了老爷家 记得勤快点 才不会被退回来 他连忙挣扎开李英灵的手 就光着脚丫跳下床去 语气微带颤音道 老师父 我来 我在家也经常煮饭 楚星辰愕然回过头去 只见陈白青神色哀求地 看着自己 两只小手紧紧地 抓着自己的破烂衣裳 陈白青声音轻微 听上去十分没自信道 我会炒菜和煮饭 英灵 你去给你师妹买一副鞋子 行天 你去买点糖果蜜饯回来 楚星辰嘱咐完两名弟子 随后向陈白青伸出手去 那就一起煮吧 一个成年人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心里都会容易没有底 更何况是一个 年纪不大的小女孩呢 与其让她心惊胆战地 坐着等待 不如多和她接触 让她熟悉周遭的一切 陈白青看向楚星辰 脸上真挚的神色 即使她现在读不懂 她是怎么想的 此时此刻 她也没有多想地伸出手 牵住那只像 她伸出唯一手掌的人 第75章 九万里再相见 实际上 陈白青压根就不会煮饭 她一进厨房 就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只能呆愣愣地看着厨房 这里的厨房 和她家里的完全不一样 在这里 她认识的 只有那一口在灶台上的大铁锅 楚星辰自视一眼 就看明白了陈白青的窘迫 提起一旁的小板凳 将她带到了灶火旁 让她坐在板凳上 随手丢去一团火焰 将灶火烧燃后 楚星辰指着灶火道 你就让它好好烧着就行 陈白青闻言 连忙松了一口气 连忙点着小脑袋 拿起一旁的小木头 目光认真地盯着面前的灶火 这些木材是原先就在厨房里 楚星辰做饭向来都是 用控火树来煮 顺便用灵力操控锅碗瓢盆 让陈白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她体会到有被需要的感觉 她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些安全感 要做的菜并不算多 楚星辰简单做了几道 焖了些米饭就成了 做饭时 买糖果蜜饯的立行天先回来了 手上提着一大袋包裹 就走进厨房 把包裹放在桌上后打开 立行天先从里面拿出一小袋 提着她带蜜饯走到陈白青面前 向她递出手中的蜜饯 师妹 吃吧 陈白青略显差异地抬起头 此刻她能察觉 面前这一位师兄 似乎是真的在关心自己 她先小心翼翼地侧目看向楚星辰 发现楚星辰朝自己轻轻眨了眨眼 谢谢 师兄 陈白青伸手接过立行天手中的蜜饯 立行天轻轻点头 随后看向自家师傅道 师傅 要帮忙吗 不用了 你师姐说了 这辈子她死也不吃你做的饭 立行天文言 欲言又止地想解释 随后只能叹了口气 离开了厨房这个是非之地 陈白青看着立行天离去后 低头看向怀中的蜜饯 即使油纸将其包裹得很好 但似有似无的香味 仿佛又轻轻飘了出来 她没吃过蜜饯 但她看别人吃过 同村的人在她面前一口一口地吃 跟她说 这很甜很甜 很好吃 很好吃 是她这一辈子也吃不到的 那天晚上 陈白青梦里 似乎吃了很多很多的蜜饯 的确好甜 虽然到现在 她也不知道 甜是什么味道 但梦她记了很久 记到现在也还记得 吃吧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楚星辰调笑的声音传来 陈白青抬起头 只见楚星辰还是那一副笑容 轻轻地朝自己眨眼 她似乎有点明白 师父是什么意思了 没有过多迟疑 她拨开厚厚的油纸 一袋子的蜜饯 此刻就那样静静躺在她小小的手上 她挑出里面最小的那一个 小心翼翼地放入嘴中 师父 真的好甜 正在炒菜的楚星辰侧目看去 只见陈白青的小脸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李英玲也没用多久的时间 也提着一个包裹 兴致满满地走了回来 牵着陈白青 就去换衣服 随着陈白青的离去 楚星辰林立全开 迅速就端着几盘菜 走到院内的食桌一上 厨房里是有桌子 但偶尔 真想吃饭的时候 楚星辰三人 都是坐在院外的食桌上吃饭 李星天已经在院外等待 他除非师父特意喊外 一般都不来吃饭 今天倒是自觉 没用多久 李英玲就牵着陈白青 从房间内走出 陈白青原本就俏丽的脸庞 在衣服的衬托下 更显突出 李英玲牵着陈白青走来 语气自豪道 师父 怎么样 这套衣服 是不是很好看 楚星辰没有回答这句话 而是将目光 看向了大门方向 只见一道身影 从围墙外闪烁而静 摇紧目光 很快就锁定在了陈白青身上 姚晴轻轻点头道 确实很好看 来得真巧 楚星辰看向姚晴询问道 事情都安排好了 姚晴轻轻点头 自然而然坐在了实义上 姑且都算安排妥当了 只是明日还得去清风宗收尾 以及风剑宗那边 估计也打草惊蛇了 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已经帮了 我很大忙了 剩下的事 有主意停来办就够了 姚晴看向陈白青询问道 你是打算收他为徒吗 楚星辰点头承认道 冷哼 他现在 已经是我的三弟子了 是你收他的话 我倒也放心先 姚晴说完这句 目光便悠悠 便看向石桌上的饭菜 见此一幕的楚星辰 果断吩咐一旁的立行天道 行天 去给你姚晴师说拿一副碗筷 随着立行天再拿一副碗筷 这一顿晚饭 倒也算正式开始 只是陈白青有点不太自在 只是闷头吃着白米饭 要不是李英灵 在一旁萌萌给他加菜 恐怕他今晚就只吃白米饭了 姚晴也没有多说什么话 今天仿佛也只是为了蹭饭而来 李英灵倒是负责活跃气氛 师父 这次和姚晴师叔出去 一定很精彩吧 楚星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自然精彩 你姚晴师叔 对于你师父的表现 那都是五体投地般的佩服 姚晴停下筷子 轻声吐槽道 如果你没有误会我最后的意思的话 说是也就算了 姚晴 快说 你是不是跟英灵学坏了 师父 你这是污蔑 陈白青看着自家大师姐 斗志昂扬地跟着师父斗嘴 师兄则是神色淡然地夹着菜 静静地吃着自己的饭 气质冰冷的姚晴 脸上此刻露出一丝细微的笑容 看着两人斗嘴 陈白青觉得 他对师父这个词 似乎又了解得更深刻了一些 夜宴欢愉 也终将散去 姚晴吃完饭便告辞了 陈白青今天晚上 同李英灵一块睡觉 例行天正打算回房间继续修炼时 得到了自家师父的一句叮嘱 你神通掌握太差了 往后多练练 例行天有些困惑 但也答应下来 次日清晨 四合院的大门被人敲响 李英灵睁开眼时 发现身侧的陈白青 已经很主动地跑下床 光着脚丫子 就跑去开门了 等等 穿上鞋子再说 陈白青又听话地穿上鞋子后 登登登地跑去开门 李英灵无奈叹了口气 跟在陈白青 身后一同去开门 敲门的是一位 面带白色面纱的妙龄女子 她目光疑惑地打量了两人 随后轻声询问 请问 这里是楚星辰前辈的住处吗 姚晴托我们带东西 来亲自给她 李英灵点头回答 姚晴师说啊 是 我是楚星辰的大徒弟 东西给我便是 抱歉 姚晴说要亲自给她 那你等等 我去喊师父 李英灵刚刚转身 打算去敲门 就见自家师父 已经打着哈谦走了出来 楚星辰伸着懒腰 走到面纱女子面前 我就是 邀请给我什么了 一枚储物件 以及一封信 面纱女子将手中物品 一同递给楚星辰后 东西已送到 小女子先走了 楚星辰轻轻点头 撇了一眼储物戒指后 选择先打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简短的两行字 九万里再相见 落款 谢灵欲 楚星辰将信重新叠好 神识探入储物戒指之中 里面放着满满当当的零食 至少也该有一千枚 第七十六章 泰国天才李英灵 真武大殿的图纸 楚星辰仔细研究过了 感情材料不是系统出 它是一点也不心疼啊 其他不说 但是宗门大殿的柱子 都要弹灵木做主粮 那玩意一根 怎么也得带几百零食 哪里是自己建得起的 不过虽然大殿还需努力 但是系统的聚灵阵 还是绰绰有余 邀请很大方 给的零食楚星辰细算之后 大概在一千三百多枚 建完聚灵阵 还有不少剩余 不说 把整个真武大殿建出来 建两个偏房 暂且住住人总是建得起的 宗门的建造 也早该提上些日程了 毕竟这些十日 丽行天虽然凭借血气 临时修为增长迅速 但李英灵 修为基本上是一动不动 自家大徒弟 是天资 都被耽误了 虽说是提上日程 但进度并没有那么的快 显眼的风水宝地 大多有主了 哪怕楚星辰的修为 以至原因境界 这种附近地方 说一句 我不吃牛肉也不为过 但总不至于为了一块地 就大开杀戒 在这种偏僻地方 坏了名声并不划算 往后 自己这宗门高低 也得进军中州 起码在进军中州之前 也不能臭名昭著吧 所以 去寻找尚未被开发的风水宝地 便是如今较为重要的事情了 这件事由楚星辰 和立行天一块去办 李英灵留在家里 照看陈白清便可 顺便教一教陈白清炼 那一本系统给的功法 陈白清出身贫苦 年纪也小 对于字也是完全的一窍不通 是一位纯粹的文盲 那本功法 对于现在陈白清来说 只能睡觉的时候 拿来电脑袋 说起这个楚星辰 也是略有头疼 自家大徒弟是修仙天才 一路修过来 李英灵靠的都是天父 立行天靠的是上一世 现在的陈白清 只能靠大师姐了 毕竟这是师父 很有可能靠不住 对于教小孩子 楚星辰没什么信心可言 不过 好歹李英灵倒是挺自告奋勇 这也算皆大欢喜 日头微垂 楚星辰和立行天并肩而归 今天不出意外的一无所获 灵气略显充沛 还没人的地方 主打一个鸟不拉屎 崎岖难行 难以打造比较大的工程 或者说 耗费的零食会多上不少 不过 这倒也不至于丧气 毕竟这事也才刚开始 楚星辰语气自信道 下一回 你去东边找找 为师学过风水学 那边必有灵脉 师父 你昨天还说 东边必是穷乡霹雳之地 可恶 行天 你是不是跟英灵学坏了 你以前从来不会反驳为师的 立行天目光看向自家师尊 很想说一句是跟你学的 但还是默默将这一句话吞了回去 毕竟师父有时候还是挺小心眼的 没必要为了过一句嘴瘾 就让自己过不去 此刻两人刚好走到小院门口 李英灵略显急躁的声音传来 不是 这个字 一刻钟前 不是教过你了吗 你不是记了很久了吗 紧接着便是陈白青略显哽咽的声音 对 对不起 师姐 哎哎 别哭别哭 师姐没声你欠 这对话 让准备推门的楚星辰动作一顿 昨天也不是这样 目光看向自家的二徒弟 楚星辰提议道 要不 我们先出去吃个饭再说 立行天从善如流地点头 两人说着 便准备转身离去 可还没走出两步 身后大门被猛地打开 开门的李英灵目光悠远地 看向自家师父 不满喊道 师父 师弟 你们这是想去哪 师父顿觉 今天有一处地方 其实还是很适合建宗门的 为师现在再去 楚星辰的借口还没说完 李英灵就伸出手 拉住楚星辰的胳膊 就往里面拽倒 不许找借口了 轮到师父交了 楚星辰一脸无奈 在顺手拐住立行天的肩膀 一同进了院中 目光看去 只见陈白青坐在石椅上 两只小手轻轻地抹着眼泪 神色认真地盯着面前的 十字启蒙书记 但看上去 态度很端正啊 莫非是真笨 楚星辰倒也不信 陈白青是真笨 抖开李英灵的手 冷哼道 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教育水平 说完 楚星辰拉着立行天 就走向陈白青 立行天目光无奈地 看向自家师父 你展示就展示呗 拉着我 一起去有什么用 两人静止走到陈白青面前 只见他边小声哽咽 边小声背着启蒙书记的内容 楚星辰伸出小手 轻轻揉了揉陈白青的小脑袋道 来 乖徒弟 跟师父说 哪里不懂 师父教你 陈白青切切地看了一眼楚星辰 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指 指向了一个字 楚星辰看向陈白青指着的地方 看了一眼后 正准备解答时 顿然发觉不对 他直接将陈白青面前的书籍拿起来 翻到书皮封面 嗯 大道论 楚星辰目光疑惑地 看向李英灵道 怎么是这一本 启蒙书呢 他昨天就被全了呀 昨天晚上就看这本了 他都温习一天了 李英灵叹了口气道 这本大道论 我翻两遍也就被全了 他这么久了 连字都还没彻底认全 楚星辰和立行天目光一对 顿然明白不对劲的是谁了 你教得很好 以后别教了 楚星辰将手中的大道论 重新放回石桌上 以后立行天你来教 我 立行天哑然地看向自家师父 那不然呢 楚星辰痛心疾首道 你们只用管修仙 但为师就还得考虑宗门的发展 师父 不用说了 我教 立行天果断投降 反正他自是 说不过师父的 更何况教小师妹 姑且也算分内的事情 只是以往没教过人 他没什么信心罢了 立行天拾起桌子上的大道论 看向有些泪眼婆娑的陈白青 露出尽量柔和的笑容道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我来教你就行 陈白青小心翼翼地 看着自家二师兄 只见他笑容略显猙獰 但那猙獰外表下 陈白青仍然感受到了 他的对自己的善意 第77章 准备去清风宗一趟 师父 听我的 绝对要往这里走 某身山老林中 李英灵面容坚定地 扯着楚星辰的衣袖道 相信我的直觉 宗门人不多 但事情还是要分配的 立行天负责了陈白青的教育 李英灵自然本着为宗门出 把力的心态 再一次自动报名了 去寻找宗门地址的行动 本着多个人 怎么样也算个助力 楚星辰还是点头答应了 这次探索的是 还未去过的方向 原因之后 楚星辰不单单移动速度翻倍 神识更是夸张地扩大了极大 李英灵所指的方向 楚星辰神识扫过时 只觉得 灵气似乎更加贫瘠了 怎么看 也不像是 有什么风水宝地的地方 叹了口气 楚星辰还是从了李英灵的直觉 带着李英灵腾空而起 直奔李英灵所指的方向飞去 信一手自家大徒弟的强运 李英灵目光不断扫过面前的地方 十分信任地听从自己的直觉 不断地略微调整方向 大概几个钟后 在李英灵的要求下 楚星辰在一处地界开阔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两侧开阔 有一个不算太高的小瀑布 水流清洗而下 流入小湖泊之中 湖泊清澈 楚星辰目光迅速扫了扫 风景的确还算宜人 只是这灵气含量有点低啊 李英灵的资质出众 对于灵气敏锐度也很高 他目光疑惑地打亮了会 随后语气肯定道 师傅 不会有错 肯定是这里 楚星辰文言也毫不犹豫地 将将自身神石权力爆发 强力扫描 而过面前这片土地每一寸位置 很快 楚星辰就锁定了一处 灵力略微异常的地方 位置在小湖泊中央 那里的灵力比其他位置的薄弱了太多 没有迟疑 楚星辰撑开护盾就飞入水中 极快地救治湖泊中央 只见湖泊中央 有一块被铁链牢牢固定在原位的暗红色石头 这块石头 似乎有点在隔绝灵力 楚星辰微微操控灵力 这块暗红色巨石就被抬起 紧接着 一股清纯的灵力就从巨石原本所在的地方 开始缓缓涌出 这是地下灵脉 楚星辰反手就在将这一块巨石重新塞回去 这处地方恐怕早就被人发现过了 只不过发现的人当时恐怕还建立不了宗门 所以先施展手段将这处地下灵脉堵塞住 将这一处地方隐藏起来以待将来 妈的 真是阴险 作为惩罚 现在这一块地楚星辰他就没收了 现在先赶快去买点材料 先把能见的先见了 先把这位置占了再说 确定这块石头重新摆放好位置后 楚星辰迅速冲出水面 李英灵连忙追问道 师父 怎么样 挤你手工 楚星辰抬手就带着李英灵 朝着渔州城狂飞而去 空中 李英灵自豪的声音传来 师父 我都跟你说了吧 我运气很好的 半日后 楚星辰带着三位徒弟 以及一堆的材料 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风水宝地 来之前 楚星辰已经去过了郑妖司 将这一块地化归自己的宗门领地 给郑妖司做了检疫商报 现在的自己 已经具备这块地的法理了 赵婉清也欠了楚星辰大人情 对于这种事情 直接快办 楚星辰没等多久 就拿到了官方证明 在渔州城附近 楚星辰高低 也算得上市的关系户了 这一块地的规划 楚星辰也想好了 先搭个距林阵法再说 楚星辰飞立高空 根据距林阵法的图纸 将一枚一枚的阵机 埋入其中 历行天和李英灵则是在处理木材 准备搭建木屋 这块地先建上两个建筑 宣示一下主权再说 距林阵法有些复杂 楚星辰认真的布置完 回头看去时 只见自家两名弟子 将屋子建得歪七扭八 他们压根不是在建房子 而是搭积木 不经过处理的木头原地 就插入进去 搭积木一般 简单累了的房子 极具丑感 虽然说是随便建建 占个位置 但好歹也尊重一下 你们两位住基的身份吧 不过这件事也告诉楚星辰 专业的事情 还得让专业的人来 单靠自家徒弟和自己建 那肯定是够呛了 至于专业的人 楚星辰很快就想到了 让谁来做最为合适 最小的徒弟 陈白青现在年纪小 也无修为傍身 楚星辰就让他到一旁玩会 或者看看书去 所以 此刻的陈白青 安安静静地坐在 湖边的一块石头上 认真地读着书 实在是乖的 有点让人心疼 他的身边放着一包蜜饯 一边看书 一边慢慢地吃着蜜饯 时间过去也算久了 那一小包的蜜饯 此刻还剩了许多 楚星辰笑着喊道 白青 天快黑了 准备回家了 好 师父 陈白青连忙将书放好 将一旁的蜜饯 重新仔细包好 放入怀中后 再拿起一旁的书 他面带柔和笑容地 朝楚星辰跑来 看上去颇像是一只带路的猫 楚星辰忍不住 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河院内 陈白青早早地就起床 在院内的石桌上 认真读着书 嘎吱 推门声响起 陈白青回头看去 随后压抑地发现 今天起最早的 居然是自家的师父 他连忙起身 朝楚星辰弯了个腰 轻声道 师父 早上好 这句早上好 是陈白青跟师姐和师兄学的 他们早晨见面的时候 偶尔就会这样打招呼 不过 师父用的次数最多 以往陈白青听那些大人打招呼时 大部分说的都是陈安 不过 既然大家都这么用 陈白青自然也是入乡随俗 楚星辰大步走来 再次伸出 手揉了柔陈白青的小脑袋道 早上好 不过不用如此身份 这么早就起来读书啊 陈白青昂起小脑袋道 不算早了 我笨 得多花点时间才行 楚星辰文言一阵无语 陈白青其实一点不笨 说是聪明 也是绰绰有余 不过跟李英灵这个天才来比较 确实看上去有点差距 陈白青迟疑了会 害怕触怒楚星辰一般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师父 你起这么早是准备出去吗 楚星辰大力地揉了柔陈白青的脑袋 语气轻柔道 嗯 准备去清风宗一趟 第七十八章 难怪天眼宗是中州宗门 真不要脸 清风宗 掌门神色凝重地看着 由中州名义下发的令帖 清风宗攀扯进了邪修仪式之中 已是事实 毕竟已有足够证据 接下来如何处理 便是重中之重了 切割定然是要切割的 但真要按中州令所说 门下的上官宏 以及李长老等人 都参与进了邪灵教义室 那清风宗近一半长老 都得被处置 对于清风宗来说 这损失也是不可承受之痛 不过 这姑且也算好的了 听说封建宗 已经跑得跑散的散 宗门遗址 已然被中州封锁 说是中州封锁 但也是中州下令 让其他宗门配合行动 让天眼宗弟子 指挥这一次行动 真正中州来人 估计还得等几天 那两名天眼宗弟子 居然真的将这件事情 查得彻底 所有上尉逃脱封建宗弟子 此刻 估计在排队受刑 一群人等着撬开他们的嘴 逼问是否还有 其他宗门参与其中 如果能从这群人嘴里 掏出敌对宗门也参与的消息 那不就是等于白转了 毕竟对面亏了 自己没亏 那就等于转了 听闻消息 封建宗似乎是 作为资源集合的中转站 拥有其他宗门 是否参与的消息 此刻 这附近宗门那个 不是风雨飘摇的景象 清风宗不被全部彻查 大概也只是中周 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大家都过得去便可 有些是不上称 不会重过额毛 但要真上了称 一座山也不过如此 邪修士便也是如此 叹了口气 掌门将令铁收入秀中 是难办也得办 他起身向外走去 踏出房门 侧目看向正在重新修缮的大厅 最近清风宗 可真是倒了血霉了 不过对于掌门来说 也并非都是坏消息 起码正消风那个该死的混账玩意 真的被天眼宗给带走了 那几日 那小子嘴里他娘就没一句话是正常的 而且不顾任何场合 张嘴就是骂 自己多年攒下的威望 就这几天 几乎都丢了个金光 而且行为动作极为嚣张 说实话 要再等两日 天眼宗门人还不来人 掌门定然会亲自摘下那小子头 算那小子命好 那天眼宗弟子说话倒也算话 没了正消风 从心态上说 掌门是舒适多了 掌门询问 负责这次修缮工作的宫头 还需几日 才能将大殿修缮明白 宫头哑然地回想起 最初沦为废墟的清风宗大殿 他不知道 仙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在他们眼里 一般管着这个 叫做重建 宫头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再赶工期 也得要五个月多 五个月 掌门面色愈怒道 家人加钱也好 尽快丢赶 宫头很想说 这并非家人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但面对这位掌门 他只能顺从地点头答应 嗯 看来看去 还是你们清风宗的建筑 别具一格 甚至美观 一道熟悉的男生传来 清风宗掌门目光猛然望去 只见昔日天眼宗的男弟子 神色满意地打量四周 现在掌门脑海之中 只有一个念头 真他娘晦气 虽然知道此事 不能怪守山门的弟子 毕竟他们楚星辰就那两日 就刷够了脸 但掌门此刻 仍然想狠狠处罚今日的弟子 怎么把这人给放了进来 主要临走时 楚星辰是丢狠话的那一个 清风宗掌门面对他 本身就处于些许下风 现在清风宗是真出大问题了 这个时候这人来 肯定不会是 来给自己带什么好消息的 不过再讨厌 此刻也得接待 掌门不情不愿地拱手 敢问道 诶 楚星辰伸出手 体内扎实的原音气息 迅速展露无遗 别喊道友 喊前辈 清风宗掌门 果然 这小子比郑霄峰还讨厌 这也让清风宗掌门确定一件事 回头先找个机灵点的小子 先担任接待长老职务再说 接待这种惹不起的 总感觉自己跟孙子一样 清风宗掌门深吸一口气 继续拱手道 敢问前辈 这回来清风宗所为何事 郑长老不是已经被带走了吗 楚星辰目光看向正在打造的大殿 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质问道 怎么 魏天眼踪半点事 很为难你吗 自然不是 不是就行 楚星辰迅速打断掌门的话 有一件事 我想拜托你搭把手 帮个忙 清风宗掌门迅速小心谨慎起来 莫非是打算插手清风宗 关于那些长老的事情 他小心询问 敢问前辈所为何事 楚星辰回答道 建房子 钱你先垫资 人你也先出 场面略微寂静 就连公头都神色尴尬地 看向楚星辰 这人就差把白嫖两个字说了出来 没等到喜欢的回答 楚星辰目光不满地望向清风宗掌门道 怎 使唤不动你清风宗了 清风宗掌门微微思索后回答 如果是天眼宗需要帮忙 那自然义不容辞 不过 当家做主是得算账的 这大殿重建就得花上不少钱 山峰杂落的一些屋子也得修缮 如果长老空缺大了 那也得花多少零食培养住基弟子 那么多的事情 哪里不需要花钱 这小子心眼太多了 闭眼答应 万一被这小子坑了一笔大的 这清风宗可就不好办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话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楚星辰面露不满 原因微压微微向掌门压去 冷声道 你清风宗协助协修抓人挖矿 练就血气零食 清风宗掌门连忙打断道 等等 一切都好商量 现在能帮忙了 可以帮忙 不过 能否等我这边大殿先修缮完成 掌门呐 那我们还是先聊聊你们清风宗 掌门压下内心怒意 咬牙打断道 天眼宗仙 楚星辰开口纠正道 什么叫天眼宗 这是和天眼宗没关系 这是我个人需求 清风宗掌门无语地看着楚星辰 中州宗门 怎么比自己这群乡下人更不要脸 也难怪人家 能在中州名气这么大 清风宗还只能在偏僻之地待着 找人办事 还不想落人情 属实无耻 不过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罢了 姑且也算一次交易 换部分长老 仍然能留在清风宗 也算不上亏 清风宗掌门苍老的脸上 带起一丝勉强的笑容 好 就是替前辈办的这件事 第79章 清风宗新任接待长老 清风宗的确是个大宗门 也的确言而有信 话是早晨说的 人是下午来的 楚星辰宗门新地址上 李英灵疑惑地看着不少人伐木开灵 准备清除一条道路 准备运送材料 李英灵不由询问深测的楚星辰道 师父 你这么有钱 之前是装穷 楚星辰叹了口气 高处不胜寒道 如果智商换算金钱的话 为师我大概可以复可敌国 李英灵文言也不反驳 只是默默捂住了面前陈白青的耳朵 当师父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个愿重 这位小师妹又拐又听话 虽然背书的时候笨了点 但也勤奋得紧 可千万别被自家师父给带坏了 在一旁的立行天询问道 师父 那我们来是做些什么 楚星辰从系统空间 取出真武大殿的图纸 交给了立行天 嘱咐道 一切东西都按这些图纸来 你们先建两个便宜屋子 但记得先也买点贵的材料 而且让他们多喊点人 争取在他们对其物料数额之前 多建一点东西出来 立行天接过图纸 目光仔细打亮着了会 顿觉这所建筑设计十分巧妙 也非常有韵味 不过 真贪娘贵啊 这都什么物料水平啊 记得贵的和便宜的混买 前期先参一点就行 先建几栋住人的屋子 要是被人问 为什么这么贵 楚星辰顿了顿道 你就用现在这副表情 跟他们说 有事就找我商量 立行天文言一愣 我这副表情 师父 这句话应该算是人身攻击了吧 没等到师父主动安排的 李英玲询问道 那师父 我和师妹呢 你先暂时留在这儿当个监工 把控一下质量 楚星辰随便安排了一下 随后伸出手牵住 陈白青的小手 我带小师妹出去见见世面 给他壮壮胆子 李英玲目光狐疑 但又觉得 自家师父应该不会那么没有底线 轻轻点头 也算接受自家师父的安排 陈白青昂起小脑袋 看向牵住自己手的师父 也不问自家师父 要带自己去哪里 只是用力地握住了师父的手 清风宗 偏厅内 清风宗掌门坐在高位上 面容严肃地看着 下方站着一位 面容稍显年轻的内门弟子 掌门 我 内门弟子神色亚异 但脸上难掩兴兴之感 他如今 不过也只是助击中期修士 天赋在宗门之内 也算不上顶尖那一批 往日宗门所分配的资源 也才堪堪够用 今日 这一切或许都将天翻地覆 因为 今天掌门突然将自己换来 居然将接待长老一职为以大任 众所皆知 清风宗 哪怕是职位最低的接待长老 那也是经单修为 也是能领长老供奉的 这完全就是一步登天的事情 清风宗掌门心未点头 随后想起什么 面容严肃地叮嘱道 不错 但你 可别学郑肖峰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做人得看明白眼前路才是 对于郑肖峰 这位内门弟子 也是明白什么情况 毕竟您当天眼宗扫地杂工 也不当清风宗长老这件事 对于清风宗来说 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自己丢脸的事情 那便是他人的谈资 别说清风宗了 上下都知道 就连其他宗门对此 也是多以讥笑讽刺 尤其是郑肖峰离开前 怒骂掌门几日的事情 其他宗门早就笑疯了 这位新晋的接待长老 能被掌门挑选 自然也是人精一枚 他连忙拱手郑重回答道 我自小 就从清风宗修炼 能修到如此境界 离不开宗门栽培 自然不会跟那郑肖峰一样 更得掌门赏识 唯以重任 在下必然为宗门干脑徒弟 清风宗掌门 神情奇怪地说了一句 你的态度我很满意 不过干脑徒弟这个词 以后别说了 我听得隔音 说完 掌门也不等回话 就迅速转身离去 偏厅内 只剩激动地 浑身颤抖的新任接待长老 他颤抖地 将放在一旁 崭新的长老外套穿上 脸上难掩欣喜 但这快乐 并没有持续太久 门外 今日刚被教训过的山门弟子 这回连忙跑来 看见了 穿上接待长老服饰的内门弟子 连忙开口道 长老 那一名天眼宗弟子 牵着一位小姑娘又来了 接待长老长袖一挥 颇为自信道 无碍 我这就去迎接 不用 这清风宗我也算熟 自己走来便是 迎接就太生分了 楚行臣牵着陈白青的手 神色悠悠然地 踏入偏厅之内 目光很快就锁定在了 接待长老身上 系统面板迅速扫过 目标 江之明 修为 筑基中期 蓝色词条 长袖善武 白色词条 凤银之术 黑色词条 骄傲自大 楚行臣看完词条 目光瞬间就柔和了起来 这次来带陈白青 见试面也只是次要 最为主要的 便是得想办法 糊弄住清风宗 起码在他们发现 浩才情况不对时 自己能见上更多东西 要是任由清风宗 简单查账 估计真武大殿 也就只能立一个牌坊了 现在只要多见 那都是赚的 以后就可以少为 零食发一些愁 原本要是和清风宗掌门 持续兑现 楚行臣估计也够呛 能瞒多久 但如果 是这个矛头小子的话 那可操作空间可就多了 楚行臣面如春风 拱手笑道 这位道友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清风宗长老一职 可谓是前途无量了 江之明文言一愣 连忙拱手回礼 语气十分谦卑道 前辈 您太客气了 在您面前 可算不上什么前途无量 多是沾了您的光 江之明虽然语气谦卑 但心中 其实早就激动万分了 今天早晨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掌门都得喊这位 天眼宗弟子为前辈 而且听说语气非常恶劣 就是这样一位爷 此时此刻 对自己的称呼 却是道友 江之明虽然表面平淡 但内心情绪早就撬上了天 谁说这位天眼宗弟子难以接触 这不是很好说话吗